陛下,奴婢要告发云家嫡女云瑶瑶,私通侍卫,会乱皇宫,罪不容诛。 云瑶瑶亦是刚清醒,面对的就是这样的玩独子场景。 破罐子破摔的婢女两扮嘴唇上下一盒,巴巴巴就给她安上了罪名。 被抓来的侍卫哭喊着框框磕头,鲜血忽了她那张长蒂像庄惊天冤暗的脸。 陛下饶命,卑职与云小姐一时间情难自尽,卑职与她是真心相爱的,望成全。 宫宴上的大臣和女眷们唏嘘比仪仗,一惹对着这张丑脸也能啃得下去啊。 而她最亲近的家人正坐在椅子上不动,或耻辱愤恨,或虚伪心疼,或幸灾乐祸。 不约而同的是,没一个人出来替她说话求情,仿佛已将她弃之如病。 而作为整个事件的郑主,云摇摇,正站在原地不动。 好消息,她穿梭了,穿进了一本她刚看完的小说里。 坏消息,她的身份是没活过第一张的愚笨懦弱炮灰。 情况危急,云摇摇脑袋里的发条咔咔转,回忆起原著剧情。 原主云摇摇,自出生就像灵魂缺了一块似的,愚笨无才又懦弱,爹不疼娘早死,是整个云家的耻辱。 这件事,就是现在的云氏姨娘和她的好妹妹私底下谋划的,为的就是害她,夺她的婚约,家人是完全指望不上了。 四周的大臣与女眷,原主更是一个,也不认识。 这婢女和侍卫也是抱着必死之心,污蔑,整死她的。 而上座那位手握杀生之权的君主,更不是一位会明察是非的明君。 相反,她是一个暴君,一个性格诡决难测,稍有不顺心就将人赐死的暴君,根本不会给她解释翻盘的机会。 回忆完原著剧情,云摇摇大呼,好家伙,天要亡他。 这,分明就是一个死局。 果然,那上座的暴君已经生寒怒意,下令,拖下去。 但云摇摇是何许人,能活着就好好活,不能活着,那就大家一起死吧。 等等,暴君的杖壁两字还没说出口,云摇摇出声喝止,朝他相亲相爱一家人飞去了一个死亡微笑。 云家人心里突然产生了一股不好的念头。 云摇摇一步步朝上座的暴君走去,神情哀怯。 陛下,我是有苦衷的呜呜呜。 暴君皱眉,四周的禁君正要上前拉走云摇摇。 却不想,云摇摇一个发狠,整个身体飞扑而来,迅速拔下头顶的簪子就往暴君的心口狠狠扎下。 锋利的簪子刺入胸膛,暴君一声闷哼,心口淌出鲜血。 随后是云摇摇狂眷嚣的大笑,响彻整个宫宴。 哈哈哈哈,狗暴君,你也有今天。 在被禁君制服后,云摇摇又看向云家人的方向, 在他们越发惊恐的神情下,激动出声。 父亲,姨娘,妹妹。 云摇摇性不辱命,终于成功手认了暴君。 隐忍折服十八年,云摇摇不再是云家的耻辱了, 为云云百姓铲除狗暴君。 我们云家,配想太妙。 云氏和云烟烟惊恐摇头。 我不是,我们没有,你别乱说。 身为礼部尚书的云梁,已经被这长颈巾的双腿只打哆嗦, 说不出一句完整话了。 还没说完, 禁军已经将云家上下都压在了地上。 作为刺杀头头,三个禁军大汉将他制服在地, 云摇摇的脸与草地亲密接触。 他一脸死猪不怕开水烫,甚至还隐隐有些愉悦。 家人设计害我,那我就刺杀皇帝租了自家九族。 主打的就是一个天道好轮回,苍天饶过谁。 好好地公宴乱成一团,大臣和家眷们色缩在另一边, 看向云家的目光已经完全变了,小声议论着。 原来云家嫡女先前的愚笨懦弱都是装的,皆是蛰伏隐忍, 放松大家警惕,为的就是今日的刺杀。 老夫竟有些敬佩他的勇气。 云家也是,云梁那老东西一步步爬到礼部尚书, 平时里一副兢兢业业不敢出错的模样, 被地里竟在谋划弑君。 不知陛下的安危如何, 不过这云家,是注定要诸九族咯。 听到四周的小声议论,云梁,云李氏,云奄奄一个气急攻心, 恐惧满身,直接白眼一番昏了过去。 云瑶瑶撇嘴,胆子真小。 说吧,他又有些惆怅, 穿书穿书,还是难逃不了一死啊, 只是早死晚死的区别吧。 惆怅间,云瑶瑶的视线突然有些模糊, 心口也发着痛。 再次睁眼,一群细长胡子糟老头们正焦急地围着他。 快止血,把药递给我。 陛下,您一定要撑住啊陛下。 云瑶瑶,花生什么树了? 还没想明白,眼前又一黑,云瑶瑶昏了过去。 三日时光一会儿过,云瑶瑶悠悠地醒了过来。 睁开眼,面前还是那群细长胡子糟老头们, 只是他们的神情憔悴了不少。 一见到他醒了,一个个立马激动起来。 陛下醒了,陛下终于醒了, 被喂下苦思的汤药后,又有几个侍卫进来禀告。 陛下,云家全族已经押入地牢, 主谋云梁,云李氏,云瑶瑶,云烟烟都已押入水牢, 听后陛下发落。 此时云瑶瑶只感觉头痛,心口也痛, 没什么力气,更觉得疑惑不解。 他偏头看向四周,却都被那群糟老头子挡住了。 云瑶瑶只能看到自己的床头叼着笼。 扶植心灵,他突然想到了什么。 云瑶瑶忍着痛,将手伸进了被子。 脑袋里同步响起他看过的某本小说, 作者是这样描述的。 龙傲天露出三分绩效,三分凉薄,四分漫不惊心, 一把抓住苏雪儿的手。 女人,感受到了吗? 这头沉睡的巨兽已经苏醒。 你再玩火,我现在就狠狠地要了你。 沉默,是今晚的康乔。 好消息,他还活着。 坏消息,他又穿了,这次是穿到了狗豹君身上。 云瑶瑶糟心地闭上眼。 不行,他得好好缓缓。 缓好,再次睁开眼, 入墓地又是那群叽叽喳喳的糟老头子。 云瑶瑶只觉得更烦了。 全部退下。 不属于自己的低沉暗雅难应响起。 云瑶瑶愣了一下。 别说,声音还有点好听。 太医,侍卫和侍奉的宫女们立马如惊弓之鸟, 面露巨色,迅速退下。 偌大的寝宫只剩下云瑶瑶一人。 他撑着身体下了床, 一步步走到高瞳镜面前, 打量着这具新身体。 死,这长相。 男人眉眼冷翘, 骨相凌厉分明,鼻子高挺, 漆黑的眼瞳泛着一层矮色, 又冷又郁,又叫人不敢直视。 截然独立间散发着金贵威慑的上位者气势。 死,这身材。 身姿修长,宽肩窄腰大长腿, 该在哪的肌肉就在哪, 一分不多,一分不少。 死,这身高。 够某些男星垫好几个增高鞋垫了。 狗暴君简直每一样都长在了他的心巴上, 云瑶瑶不争气的眼泪从嘴里流了下来。 他使劲摸了几把腹肌过过瘾, 又掀开下摆, 看了眼那头再次沉睡过去的巨兽。 脑海中响起某呼的高赞回答。 假如某天醒来, 变成了男人。 你会怎么做? 答案,当然是打个飞机试试了。 云瑶瑶摸了摸下巴, 露出一抹阴险笑容。 嗯,咱都有了这条件, 怎么能不试试呢? 第二章,走啊。 你要老婆不要。 幽暗的水牢里, 云家人被铁链吊起双手, 下半身泡在水里, 凉得刺骨。 涂山静垂头看着水面, 寒水波光淋淋, 折射出他的面容。 肌肤圣血, 阴唇穷鼻, 一双银银秋水眸, 最能惹人怜爱。 黑一发虽狼狈散开, 却显得更加纯美, 勾人。 身材更是傲人, 用细致挂朔果这个词 来形容最为贴切。 无一处可值得挑剔, 可坏就坏在, 他, 一介君王, 穿到了这具身体上。 涂山静面上毫无波澜, 眼底早就一片黑云涌起了。 另一头, 骂了涂山静三天三夜的云家人, 吃完牢饭, 攒足利己, 再次开骂。 云梁愤恨地盯着他, 孽女。 独副! 整个云家都毁于你手啊, 早知如此, 当初就应该把你掐死在墙堡中。 云里是还在想着求生的法子。 瑶瑶啊, 我知道你恨我, 恨我以前夺过你母亲的宠爱, 可老爷和烟烟乃至云家全族都是无辜的。 你怎可做到这地步? 你快与陛下说清楚事情真相。 三天水牢, 无论是心里还是身体上的折磨, 已经让云烟烟瀕临崩溃。 云瑶瑶, 原来你都是装的。 你早就想毁了整个云家, 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 哈哈。 脑海中的思绪被打断, 涂杉静冷冷地看了他们一眼, 血裹着浓浓沙翼, 闭嘴。 这眼神太冷太暴力了。 不知怎的, 云良突然想起了臂下, 他发起火来的眼神与着孽女的一模一样, 令人害怕。 云家人短暂地静了声, 涂杉静动了动自己的双手, 吊着双臂的锁链够长, 能够让他在小范围里活动。 他拔下藏在发迹里的小叉子, 毫不犹豫 重重向自己的心口戳去 叉子刺入血肉 痛一袭来 图山静止皱了下眉 过了一小会儿 他再次睁眼 不远处是云家老少 那一副见了鬼的惊恐模样 看来再次换回去的方法 不是这个 图山静从未有某一时刻 像现在这样 看到李布尚书一家的脸 如此可憎过 又是一个满含杀意的眼神 飞了过去 晦气 滚 云家人 很快 水牢里又响起了云良 扯着喉咙 骂骂咧咧的声音 孽女 还辱骂你爹 家门不幸 家门不幸呢 另一头 相比于图山静的艰难处境 云瑶瑶过得滋润极了 上午喝完 太医院精心配置的滋补药品 中午就开始训真修美食 末了再来一碗夜黄蛋白 冻关燕做饭后甜点 云瑶瑶长舒一口气 这日子过得 简直是干犯人的天堂 就是可惜心口的伤 手臂不宜剧烈运动 她的打飞机计划 暂时搁浅 用完午膳 云瑶瑶撑着头 思索着现如今的处境 烟斥王朝 如今的君主是图山静 也就是这具身体 心狠手辣 动则杖杀 整个朝廷上下 都为她拒她 小说里更是这么形容图山静 她是踩着千万人的尸骨 坐上着皇位的 别看大臣静她为她 可整个朝廷 除了柱子和地上的砖 其余人都恨不得她死 这三天时光 她都在昏迷中度过 现在已经是第四天了 不说四天没有上早朝 就说宣政殿里的奏折 也以堆积如山 再这样下去 她迟早暴露 必须得找到暴君 和她达成合作 而且 她与暴君灵魂互换的不确定性 也是一个隐患 万一哪天 她就穿回了云瑶瑶的身体中 所以 她既需要保住云瑶瑶的命 也得让云瑶瑶过的滋润有保障 可当众士君 还如此嚣张 大放厥词 该找个什么样的理由 抹去云瑶瑶的罪名呢 云瑶瑶突然明白了 什么叫搬起石头 砸自己的脚了 正惆怅思索间 殿外响起了太监的通报声 禀告陛下 责王求见 责王 云瑶瑶回忆起小说里的剧情 眼睛一亮 正好 这个由头 她上赶着来咯 让她进来 是 云瑶瑶直起几背 半边身子靠着床 学着屠山镜的弹幕暴力 努力让自己 看起来很不好惹的模样 听闻陛下醒了 陈特意带了王府珍藏的千年人参 给陛下补补身体 陛下现在好些了吗 人未知 声仙道 温润如竹子 轻轻击打玉盘的声音响起 不禁让人心底一揉 等人走近 行碗里 又是一张光风际月 岁月静好的脸 尤其是那双看狗 都深情的桃花眼 无端的就容易让人放下警惕 心生好感 任谁见了 都想称赞一句 白月光 白茶花 这就是原先的六皇子 现在的责王 屠山责 因为他的与世无争 无欲无求 待人接物 又亲和有礼谦卑 屠山责成为了维尔 在皇位之争中 存活下来的皇子 成为泽王后 更是远离党派之争 一心只想当的贤人 平时也乐善好施 在百姓中的口碑极好 但读完小说的云瑶瑶知道 这一切 都是假象 他想杀屠山静 谋权篡位很久了 而且 这次云烟烟谋害云瑶瑶 背后也有他的推波助澜 年里 云瑶瑶诞生到 表情冷酷的 像是在大润发杀了二十年的鱼 屠山泽已经习惯了 屠山静的淡泊态度 他关心了几句 说出来意 陛下 臣觉得 此次云家之事 有蹊跷 云瑶瑶刺杀后的那番话 不像是真心话 且不符逻辑 这显然是想把云家拉下水 但云瑶瑶做出弑君之事 难辞其咎 云瑶瑶 嗯 屠山泽琢磨不透他的态度 但为了自己的计划 只能继续 他苦笑一声 臣不欲干涉这些事 可我毕竟 与云瑶瑶有婚约 云瑶瑶 嗯 十八年前 云瑶瑶与云烟烟烟前后脚出生 恰逢烟炽王朝的国师 途进此地 国师摸着胡子 意味深长地说了句 此女的出生 将为烟炽王朝 带来大福瑞啊 当时还是先皇在任 他听到此事大喜 立马将云家嫡女云瑶瑶 许配给了当时最受宠的六皇子 也就是屠山泽 刚开始 所有人都以为 王朝福瑞是嫡女云瑶瑶 谁知随着两个孩子长大 一个愚笨懦弱 一个聪慧有才情 后来人人都道 云二小姐才是福瑞 这桩婚约 也成了屠山泽的心头刺 屠山泽试探 陛下 你的建议是 云瑶瑶突然问了个其他问题 你觉得云烟烟如何 屠山泽一愣 回答得滴水不漏 云二小姐才情样貌皆是上品 自然是好的 云瑶瑶 朕明白了 屠山泽 这句话 一下子把屠山泽整猛了 啥 你突然就明白了什么 云瑶瑶沉声道 来人 传令下去 听令的太监 立马从殿外宫禁小跑过来 经阵查时 云家无罪 宫中侍卫作局 陷害云家敌女 云瑶瑶为了洗清罪则 故采取刺杀方法 又发表极端言论 为的就是借入狱 让阵查清事情原位 屠山泽 金泽王求情 免去云瑶瑶的罪责 但死罪可免 活罪难逃 云瑶瑶与泽王的婚约 就此作罢 云二小姐 云瑶瑶财情 样貌皆上品 深得泽王喜爱 故赐婚泽王与云二小姐 屠山泽 云家大小姐云瑶瑶 虽对阵不敬 可也是个有勇有谋 随机应变 惠至兰心 不可多得的妙人 即日起 将云瑶瑶纳入后宫 封为妙妃 屠山泽 事情怎么突然 朝这个方向发展了 云瑶瑶表面冷冰冰 内心笑眯眯 甚至为自己的聪明 才智点了个赞 即可阻止屠山泽 将礼部尚书收入麾下 壮大势力 还可以把定时炸弹 狗暴君 弄到自己身边 妙啊 泽王 你来得真是妙 云瑶瑶就送给你当老婆了 第三章 戴朕 正好出狱的 我去见陛下 屠山泽虽然当初打的是这个主意 利用公宴将新头次除掉 再将婚约转到云瑶瑶身上 既让礼部尚书 和他同一阵营 又将国师所说的福瑞纳入后院 可现在很多都变了 他斟酌着拒绝的话语 陛下 臣 云瑶瑶冷冷地一眼斜了过去 哦 据阵所知 泽王最近与礼部尚书家 倒是走得有些近 屠山泽心里一惊 连忙俯身作医 臣并非此意 臣 仅遵陛下旨意 嗯 云瑶瑶闭上眼 那就不必再说 哼 他现在可是暴君 主打的 就是一个不讲道理 退下之际 屠山泽再次认真地 打亮了眼他的这个哥哥 许是受了伤的缘故 周深的气势 没再那么暴力震慑 可手段 明显变得诡诀阴险 和不要脸了 屠山泽对自己谋朝 篡位大忌的担忧 又增了三分 另一边 禁军已经抵达水牢 释放云家上下 禁军副统领方武成 亲自将云良从水牢接出 陛下已查明云家上下是清白的 特命我过来 云良激动到双手颤抖 陛下明察秋毫 谢陛下开恩 云李氏和云烟烟两人相拥 从死亡边缘走一遭 差点就要抱头痛哭 谢过陛下 方武成神秘兮兮地诱导 尚书大人 这次我还带来了两个好消息 云良赶紧到 方父统领请讲 经则王求情 云大小姐与则王的婚约取消 转而代之的是云二小姐 云良一喜 果然是则王求情 这段时间 他私下表现出 愿意投靠则王的决定 果真没错 云烟烟更是被巨大的惊喜淹没 他就知道 则王心里是有他的 云烟烟一下子忘了 方才的狼狈伤心劲 挺起胸脯 就朝屠山进炫耀 姐姐 你做出这等不可饶恕之事 怕是难逃一死了 我们毕竟姐妹一场 你死后 妹妹会替你照顾则王的 云烟烟眼下得意忘形 急切朝方武成问 副统领大人 第二个好消息呢 是不是则王不仅要娶她 还要让她当正妃 方武成意味深长道 这第二个 经陛下调查 云大小杰与侍卫一事 也是无辜的 且云大小杰聪慧机智 兵刑险招 用刺杀陛下一事 还得事情真相 受到了陛下的另眼相待 陛下 决定将云大小杰纳入后宫 分为妙妃 上书大人一门双喜 大福气啊 这话仿佛一道惊雷 披在了云烟烟和云梁头顶 雷帝两人外交里嫩 他们一口同声道 怎么可能 云烟烟 云咬咬非但不用死 还能嫁给九五至尊的皇帝 这消息比杀了他还难受 云梁 这孽女士君反被纳入后宫 以后要居于他之上了 家中嫡女入宫成为妃子 那他云家还怎么投靠则王 只能被破绽 陛下那队了 他的太平日子 也到了头啊 正巧宣旨的太监赶到 圣旨宣完 云家上下面色彻底难看 摘下锁链 涂山静从水牢走出 尸透的薄衣贴在身上 勾勒出凹凸有致的身材 面对这句身躯 涂山静还是不适应极了 怎会有人的身体 如此柔软娇气 随便磕着碰着 就会留下痕迹 他张开双臂 朝一旁的方武成道 上位者的气势 显露无遗 天衣 方武成立马从太监手里 拿过干净衣服 恭敬地给涂山静披上 做完这些他才反应过来 自己怎么就这么顺手地 干了吓人的事啊 哦想起来了 是刚刚某一瞬 他在云摇摇身上 看到了陛下的影子 方武成摇头 将这个可笑的念头 踢出脑海 涂山静脸下毛子 能借责王和这个借口 将他救出 也算这云家敌女 不像其余云家人那样纯笨 正好 他要亲自见一见这云家敌女 看两者的灵魂互换 他到底搞了什么鬼 待阵 涂山静冷冷一瞥方武成 画到嘴角 即使打了个弯 正好出狱的 我去见陛下 方武成下意识点头 是 阿见陛下 等等 我需要先禀告陛下 方武成对自己的表现感到懊恼 见鬼 怎么又在云家大小姐身上 感受到了属于陛下的血脉压制了 可云遥遥没有如愿见到 按照规矩 涂山静被李教肆意带去 学习宫中礼仪了 要想成为陛下的妃子 规矩礼仪可少不了 嬷嬷微笑着靠近涂山静 言语恭敬 云小主 入宫的第一步 就是咽触 涂山静皱眉 咽触 嬷嬷点头 所谓咽触 就是检验那地儿 是否是第一次 首先闻其香 厨子乃淡淡的幽香 其次观其色 厨子之色 话还没说完 涂山静面色一寒 不行 虽然不是自己的身体 但她的自尊 哪能允许她 真的敞开大腿 背得老嬷嬷 又闻又拨又观察的 老嬷嬷先好言劝了几句 见涂山静 还是油盐不尽 便面色一粒 要来硬的 抓住她 一旁虎视眈眈的宫女们 立马蜂拥而上 将涂山静两只胳膊前柱 双腿岔开 嬷嬷 您快来咽 挣扎无果 涂山静屈辱地闭上眼 一群以下犯上的狗奴才 还有那导致一切事情 源头的云 家 敌 女 诸如此类的事 一连好几天都在发生 硬生生将涂山静 给折磨憔悴了 等走完侧风嫔妃的流程 涂山静的忍耐力 也已到达边缘 除了感叹女子的不义 心里也想了上百种 对付云瑶瑶的法子 封为妙妃 住进寝宫的当晚 她就被翻了牌子 又是一番精心的梳洗打扮后 涂山静被包个金光 用一床被褥卷着 在被太监们 扛着前往养心殿的路上 涂山静看着天空的娇娇明月 心中没有半分宁静 眼底满是风雨 欲来前的俗杀 耶 静悄悄的 养心殿内 云瑶瑶等待的间隙 便思考着这几天发生的一切 这几天 她借伤势没有上朝 一直在看奏折 试图多了解 这个王朝的一些事情 现在涂山静 已经快要来到她的身边 能坐上皇位的人 又岂是好糊弄的 她必须得想个好法子 打消她的疑虑 还要能震得住她 让她安心与自己合作 防止涂山静反客为主 谢莫杀驴 思考间 门外传来监力的太监英 陛下 妙妃道 寝宫的门被打开 云瑶瑶抬眼看去 月光从大开的缝隙倾泻而出 一半落在地上 一半落在被扛着的 娇弱美人身上 美人本就经过了 一番细细的梳妆打扮 在月光的朦胧清冷映射下 更显眼力 秀郁与鲜美 云瑶瑶心里一击灵 这小说中云瑶瑶的模样 竟与现实生活中的她 一模一样 究竟是巧合 还是冥冥之中 自有天意 走神间 涂山静也在打量云瑶瑶 见着自己的脸 露出她从不会显露的表情 还死死盯着自己 涂山静只觉得惊悚中 带着一丝诡异 诡异中还透着一丝奇妙 就 请一言难尽 太监们将涂山静放到床上后 恭敬地离开了寝宫内殿 云瑶瑶正要开口 涂山静已经先发制人 她将仅轻一挥 裹住自己的身躯后 便直直坐起 眼神冷冷地逆向云瑶瑶 云家嫡女 你可这是军事何罪 你使的又是什么妖法 还不将她解了 这突如其来的一声呵斥和问罪 让云瑶瑶原本准备的笑脸迎人 立即收了回去 好家伙 都魂穿成爹不藤娘要害 被她纳入后宫 时刻等待蹂躏的弱女子了 还百天往老子谱 是时候 让她受一点社会的毒打了 云瑶瑶眉毛一束 眼睛一瞪 用带有戏剧枪的众声呵斥 压过对方的气势 大胆烦人 你可知 你现在 是在对谁说话 第四章 拿刀 剁了这根万恶之缘罢 屠山静还真被她突如其来的气势 唬住了一瞬 眸光锋利 你到底是何人 云瑶瑶 呵 行不更名 做不改姓 我嫩蝶 屠山静 云瑶瑶慢慢悠悠 继续道 屠山静 想必你已经看出来了 我并不是云家嫡女 实话与你说 我本是帝府阎罗王手中的生死部 此次来到凡间 就是为了拯救这燕赤王朝的命数 你 屠山静 身为一国君王 残暴不仁 致使燕赤王朝国运越发衰竭 最终被边境匈奴分割吞噬 无数将士惨死战场 无辜百姓国破家亡 导致地府怨气过重 屠山静目光冷淡 显然没有多少相信 哦 那你倒是说说 朕这个君王 到时候会落得什么下场 云瑶瑶面露同情 你呀 活着的时候造孽太多 自然是被大臣们推翻统治 做成人质 关在水牢里日日折磨 直到匈奴的铁蹄 踏平燕赤皇宫 你才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死了也难凭燕赤众人之愿 于是下一世投胎成了燕赤皇宫 哦不 应该是新凶无皇宫里的一块地砖 天天被凶无人踩踏 看着他们推平你屠山家的陵墓 鞭尸泄愤 尤其是你 又被鞭尸 又被火烧的 最后都碎成渣了 疯一扬 没了 下下世 则是投胎成了一头母猪 天天吃哨水 睡猪屎遍地的猪篮 被主人鞭打 被其他猪抢时欺负 只有苍蝇和蚊子 与你不离不弃 某天晚上 还被一个醉酒乞丐 给玷污了猪生清白 下下下世 投胎成了印度的巨蜥 停 屠山静终于忍不住了 别说了 云瑶瑶摇头晃脑 一代君王落得如此下场 可怜 可悲呢 谎话编得太肯定 连云瑶瑶 自己都差点信了 不过 有一点云瑶瑶没说错 在小说中 屠山静确实是被推翻了 统治关入大牢 生生折磨至死后 还被当众鞭尸 落了个尸骨无存的下场 打了一棒子 该给点甜枣了 云瑶瑶寻寻善诱道 不过你也别太担心 我来到烟赤王朝 又借机穿到你身上 说到底 就是为了拯救烟赤王朝 改变你的命数 只要你好好跟我合作 以后前途是光明的 屠山静虽成功地 被云瑶瑶整破防了几秒 但仍旧面带审视 那你既是地府的生死仆 想必有非凡的能力了 为何不直接出手 云瑶瑶一脸看傻子的表情 拜托 我以这种方式 插手人间事情发展 已经是违反规矩了 还想要我随时使用能力 你想让天道规则 将我就地抹杀吗 不过生死不上 记录了你们所有人的命数 这个我倒是平时 可以勉强透露一番 他看完了整本小说 可不就是掌握了 书中许多人物的命数吗 这番说辞 找不出什么破绽 也不管屠山静心里 到底信了几分 云瑶瑶就这么自信大方的看着他 身体何时可以再换回来 屠山静问 云瑶瑶自己都不清楚 他脸不红星不跳的胡周 你如今心态不行 等到你用云瑶瑶的身体 体会到古时女子的不义 借着他的眼 看到普通百姓的不义 再领悟到人生的真理 自然就能换回来了 悟到什么 人 存在的意义 到底是什么 云瑶瑶虔诚望天 双手合十 在这一刻 他感觉自己 像得大呼有神棍 哦不 身上仿佛镀着一层金光 屠山静气急反笑 感觉自己被耍了 可久久地盯着对方 却丝毫找不到破绽 其中有太多的谜团了 单说灵魂互换 就涉及到那玄之又玄的怪力乱神 久之 他恩了一声 一双荧光水眸 于这不见底的凉凉笑意 生死不 那就静候你的佳音 改变正和烟斥王朝的命数 云瑶瑶突然感觉 像背头恶狼盯上了 身上的压力好大 他不甘示弱 握住屠山静的手 回了他一个更阴森的笑 凡人 隔行如隔山 也祝你能成功误出点什么 两人阴阳怪气完 又表露出和善 云瑶瑶 以防暴露身份 你私下叫我云瑶瑶就好 天天名字里带个生死 也够会气的 屠山静 嗯 你也换阵本名就好 天天凡人 凡人的叫 也挺难听的 就这样 心怀鬼态的两人 达成了短暂的合作 两人开始交换 各自掌握的信息 以及商量出一套之后 切实可行的生活方案 这一商量 就到了半夜 桌上的烛光摇曳 照应在两人的面庞上 两人像是 同时有了感应 不约而同抬起眸 看向对方 云瑶瑶再一次感叹 自己长得可真他娘的好看 又香又软又有料 真带劲 屠山静 则是看着自己一向 冰冷绝情的脸 一下子透出惊喜 一下子又赞叹 转而得意 最后陷入痴迷 短短五秒钟 变换的表情 比他一辈子还要多 只觉得头皮发麻 没眼看 云瑶瑶 别用震的脸 做出这些愚蠢的表情 屠山静嫌弃得别过眼 连拒绝起来 也别有一番美感 云瑶瑶满意地收回视线 屠山静 有病 烛光摇曳 床边的香炉 散发鸟鸟香烟 让人惬意放松的同时 气氛也逐渐移 屠山静 你有没有感觉到 呼吸急促 身体有些发热啊 云瑶瑶脱下外衣 放置以上 起身 拿起桌上的茶杯 就往香炉里一泼 走了几步路 他的脸庞也浮上了两团红霞 皇帝宠幸妃子时 似乎会点催情之类的相助性 他没有这方面的经验 但读过的 帝王启示录中提到过 难怪 云瑶瑶已经喝了好几杯茶水 来压热了 衣服脱到 只剩一件单薄礼衣 腰带散落 露出大片精壮的胸膛 屠山静也浑身燥热得不行 裹住他身体的景清 更让他体温快速上升 痘大的汗珠 打湿额前发 顺着如玉般光洁白皙的脖梗留下 最后躺进那前方的傲人弧度中 活色生香 云瑶瑶不自觉 轻轻咽了口口水 云瑶瑶 屠山静及时呵斥 云瑶瑶背胸 云瑶瑶委屈 他指着某处 是他作孽 难受死了 还想控制我的理智 我去找把刀 剁了这根万恶之缘算了 不许 屠山静咬牙切齿 亏你想得出来 也不许碰他 吼完这句 屠山静心力交瘁 他发现 换身后 自己总能被对方轻易给整破防 最后两人是靠互相威胁 才度过这最煎熬的时光 如云瑶瑶想自己解决了 屠山静就威胁他 如果你敢这样 朕就当着你的面 同样操控这具身体这样 吓得云瑶瑶心里一阵恶寒 呦 自己看着自己那个 也太恶心了吧 如屠山静 忍不住想用腿夹着紧轻了 云瑶瑶也恐吓他 你敢 我现在就把热茶到他上面 屠山静不敢了 毕竟他还得绵延皇家子嗣 云瑶瑶挑衅地冲他笑 来啊 互相伤害啊 就这样 两人挨过了最煎熬的那段时间 两人出了身大汗 也累得脱离了 此时乃还顾得上男女之房 一人一边安详地躺在龙床上 喂 往里面再挪挪 你身上的热气扑过来了 没位置了 曾几何时 他一介君王 需要跟人睡在一张床上 屠山静糟心地叹了口气 云瑶瑶翻了个身 用屁屁对着屠山静 他现在脑子里有点乱 睡不着 他又翻了个身 两人的手肘 却在这时碰撞在一起 肌肤与肌肤相处时 犹如一股酥麻的电流传遍全身 两人几乎是瞬间 就将手抽开了 抱一丝抱一丝 云瑶瑶有些尴尬 但只要话题转移得够快 尴尬就追不上他 对了 店门外有太监首夜 我们就这样安静地度过一夜 会惹人怀疑的 不如 害他不浅啊 不可能 屠山静冷哼一声 云瑶瑶 你在想什么 我的意思 是你就把自己想象成一只百灵鸟 等会安安安地干喊上那么半个时辰 让他们误会 我们再干那档子时 屠山静气急反笑 你以为这就是个好主意 云瑶瑶心虚一笑 那怎么办吗 总不能假装你堂堂一介君王 竟然性无能吧 到时候 那群大臣不弹劾死你 一个不能孕育子嗣 性无能的君王 这得给人抓到多少把柄 屠山静被他说中了重点 不说话了 云瑶瑶叹了口气 继续诚恳地劝 屠山静 我知道你一路坐上这个位置 有多不容易 难道现在要功亏一篑吗 能屈能身方为大丈夫 只有我们营造出你得宠的事 之后我们的行动才更方便 乖 就想象自己现在变成了一只百灵鸟 来 跟着我歌颂 嗯啊 女人会撒娇 男人打你满头包 不是 男人魂会飘 声音再浇灭一点 对 再大声一点 让整个养心殿都听到 咱屠山静百灵鸟的歌声 再来一句陛下 你好厉害要听听 云 咬 咬 屠山静彻底破防 宫殿内传出的声音越发激烈 门外的太监都听得面红耳赤 低声一轮 没想到 陛下不开婚则已 一开婚就如此激烈 看着阵仗 今晚得至少来的三四次了 赶紧吩咐下去 多杯些热水 没想到妙妃娘娘因祸得福 入了陛下的眼 这下子朝廷又要不安宁起来了 这一夜 宫女们进出了养心殿十三次 第二天早上 云咬咬睡得迷迷邓邓时 旁边一只手一直推扫着她 语气声音 起来 嗯 云咬咬翻了个身 继续睡 快起来 别吵 云咬咬不满地哼记两声 将头埋在被子里 快起 云咬咬耳朵里响起一声炸雷 给她吓得整个人弹了起来 屠山静 你干嘛 云咬咬看了眼窗外的光线 懵懵亮 估计才早上五六点的样子 更气了 屠山静已经站立在床前 衣上整齐 邪腻着她 生死不禁也爱睡懒觉 此时已是卯时 再过半个时辰 就该上早朝了 已经六日没有上早朝 今日再不去 势必引起怀疑 云咬咬 不是你说的 要拯救阴赤王朝 改变朕的命数吗 我没说 那是昨天的云咬咬说的 跟今天的云咬咬 有什么关系 哈哈 她要睡觉啊 看到云咬咬又烦又恼 直抓头发的暴躁模样 屠山静难得感觉憋屈了 好久的心情好了一些 嘴唇愉悦地勾起一个弧度 可看到云咬咬抓的是自己的头发 还掉落不少 屠山静心口又憋起一口浊气 别抓了 换小五子 收拾一番 准备上朝 云咬咬任命地叫来小五子 穿衣洗漱后 由她领着前往宣正殿 小五子是自从屠山静上位 就一直侍奉左右的老人 年纪不大 却做事稳妥 可她面对屠山静 总是提心吊胆着 从未琢磨透过陛下的心思 就像现在 陛下第一次宠幸了一名女子 似乎心情也好了些 连浑身的气息 都不再像冬天防烟上的冰锥子那么冷了 那她 是不是应该趁着机会 排排马屁呢 思索间 后方传来声音 小五子 你跟正快一年了吧 一听这话 小五子膝盖一软 扑通一声跪在地上 心中惶恐地不行 启禀陛下 奴才从陛下登位 便侍奉左右 到今日 已有八个月零九天 从未对陛下有过二心 妖兽了 陛下不会 是在怀疑她不忠吗 上个被陛下 怀疑的工人 现在尸体 都凉透了 小命休矣 云摇摇看着这跪在地上 瑟瑟发抖的小鞍唇身板 想起小说中 有关于这位小五子的下场 侍奉暴君期间 兢兢业业 虽平时非常处塌 但在屠山静被俘后 落井下石之人 威胁皇宫里的奴才们 侮辱她时 小五子没有动手 因此被一刀咔嚓 天天在屠山静 这一身冷得要冻死人的威压下 做事还能保持这样一份初心 也算不容易 云摇摇决定将她发展 成自己的死中之一 朕明白 小五子 你是待在镇身边醉酒的工人 侍奉有功 待会重重有赏 小五子眼里满是不敢置信 一向只会罚人骂人的陛下 竟然夸了她 陛下才不是冷血无情 其他被责罚的工人都罪有应得 她真心奉主 果然被陛下看在了眼里 小五子心里大为感动 哐哐哐磕头 谢陛下恩典 之后 她要付出更多真心侍奉陛下 云摇摇满一点头 此时 宣政殿内并不太平 等待的朝臣们 守在自己的站位 交头接耳着 听说 昨日陛下宠幸了妙妃 一晚上就起水十多次 陛下当真年轻有经历 一位老了不忠用了的朝臣 发出了酸溜溜的感慨 如传闻是真 妙妃当真受宠 这下云家也要跟着受圣宠了 一位送嫡女入宫不成的朝臣 觉得心里不平衡 一有六日没上早朝了 积累的折子一大堆 这下可有的忙了 一位工作狂朝臣 对此有些头疼 弑君之人怎么能入后宫 这不合正统 本会我定要好好参上一本 一位善于觐见 专抓皇帝把柄的剑臣 心里这样想着 朝廷百官各怀心思 只有云良尴尬地站在原地 中立党的经过 云家嫡女侍君后 反备恩宠一事 觉得云良之前都是装的 心机太深 不理他 则王派的觉得 他将云家嫡女嫁进后宫 却将云家庶女嫁给则王 丢了则王的脸 顾不理他 宝皇派的觉得 他既然将云家嫡女嫁给了陛下 还将云家庶女许给则王 立场不坚定 也不理他 于是 云良就这么被孤立了 四周的热闹 与他格格不入 皇上驾到 众臣早朝 远远一声尖利的太监音响起 打了鸡血的小五子 这次喊得格外卖礼 朝臣们立马晋升 恭敬行礼 吴皇万岁 万岁 万万岁 平身 云咬咬看着底下黑压压一片朝臣 第一次体会到了万人之上的爽感 可以想到底下的人 几乎都是想除之自己而后快的 顿时又不爽了 朝臣们一个接一个地禀告起 这几日发生的事 等一桩桩禀告完毕后 有几位朝臣相互对视一眼 开始了这次早朝的重头戏 一位白胡子老头 哐当一声 就跪在了地上 其余朝臣睁大了眼睛 准备看好戏 来了 来了 这群喜欢撞柱子自杀 把剑自吻的剑官们 又开始他们的表演了 陛下 恕臣有一事不得不禀 云家嫡女云咬咬当众士君 陛下您声明大意饶她一命也就罢了 怎能风飞 士君女子纳入后宫 这不合理数啊 也是个天大的隐患 臣以自身性命 请求陛下将此女赶出后宫 又有一位剑臣跪在地上 云家今日敢做出士君之举 明月就敢篡位啊 望陛下三思 云良膝盖一软 脸一白 顺势也跪了下来 剑人 原来是冲着她来的 她赶紧气声大嚎 陛下 小女虽方法有错 但也绝不敢真做出士君之举 云家 对陛下忠心耿耿 也绝不敢做出乐举之事 陛下明察 云良心里流着宽面泪 云咬咬这个孽女 害她不浅啊 第六章 早日改造成一个万人迷皇帝 云咬咬静地看着下方 跪成一排的觐见大臣 好家伙 一个都不认得 但可以确定 这群有胆子劝见暴君的人 其中定有责王的势力 想阻止云家嫡女入宫 不让云家被动成为宝皇派 秉承着少说少错的原则 云咬咬沉默 随着劝见大臣越来越多 真有人要冲向柱子血剑三尺 云咬咬觉得自己再沉默 也不太好了 本来早起上朝就烦 云咬咬也没了好语气 停 那位即将要撞到柱子上的剑官 连忙停下动作 一连你如果不将云咬咬赶出后宫 他就继续一头撞死的英勇无畏模样 云咬咬心里无语 面上却不显 让云咬咬出宫 震得后宫就空了下来 爱卿最会为朕分忧 那将爱卿嫡女送进宫中如何 剑官心中一颤 立马跪在地上 微臣受宠若惊 可微臣之女粗鄙无才 远远配不上陛下 一微臣看 兵部尚书之女才貌双全 进宫后定能辅佐陛下 之前不是没有大臣 想将自己的女儿送进后宫 可不是被砍了头 就是失踪 几番下来 大臣们也就知道其中猫腻 不敢有此念头 更何况 除极少数的宝皇派外 也少有人想将敌女送进后宫 惹不太平 这话一落 百官中有一位前排的官员 面露愤怒 狠狠地弯了一眼他见官 云咬咬一个会议 优和 看来被推出来转移矛盾的兵部尚书 就是你了吧 云咬咬看向那官员 爱卿之女才貌双全 想必是配得上阵的 兵部尚书立马请罪 跪在了地上 陛下 微臣之女虽有三分样貌 可平日里最爱五刀弄枪 不喜闻末 臣怕将她放置在陛下身边 惹陛下不快啊 微臣看护部尚书之女 培养得极为好 不多时 场面就从劝见云咬咬 不要让云家敌女进攻 到百官互相推荐死对头的女儿 吵到后面 这股战火 引到了两头都不想得罪的中立派身上 中立派大臣们留下冷汗 灵机一动 想到一个好主意 陛下 离民间选秀的日子 也只有三个月了 何不提前 民间各地的女子 各有才情风貌 定能好生辅佐陛下 这样的话 暴君要砍头 也是砍那些民间女子的头 跟他们精心培养出的爱女 有什么关系 云咬咬冷笑一声 诸位爱卿 倒是想一出是一出 大臣们立马扑通都跪在地上 心里越发捉摸不透高位那人的心思了 云咬咬突然想到了什么 扫了他们一眼 又问起了他们的嫡子近况如何 无事的话 可以进攻陪他说会话 大臣们心里越发心惊肉跳 他们的儿子 他们的儿子 与陛下内妃有什么关系 扶植心灵 大臣们突然想起一件隐秘往事 有段时间 有一批青壮年 送入屠山境的寝宫 之后便陆陆续续 带血带伤地被抬出 其中大部分都是臀部沾血 从此就有了一个传闻 屠山境心里变态 又有龙羊之痞 喜爱收集青壮年 进行虐待玩弄 难不成是昨日宠幸了妙妃十多次后 再次激发了她的兽性 竟还要他们的儿子做陪 是个死断笑 大臣们齐刷刷抬起头 眼里满是惊恐 云咬咬脑海中 正好也想到了这个小说中的传闻 屠山境有龙羊之痞 他在想 这到底是不是真的 或许小五子能够服侍屠山境这么久不被砍头 也有这一层原因 想不到啊 屠山境 你竟然好男色 想到这瓜 云咬咬的嘴角 便不自觉带上了一丝玩味的笑意 落在大臣们的眼中 这就是在回味那龙羊之滋味啊 一瞬间 谁也不敢再劝了 生怕嫡女不小心搭进去后 还把继承家业的嫡子 也给搭进去了 反正三月之后 就是民间选秀的日子 到时陛下就算不想 也得选秀 到时 他们在从中安插人手 看朝臣们老实下来了 云咬咬也知道这一查算是过去了 他的目光落在朝廷中 一位长相叫其他大臣 颇稚嫩的大臣身上 他记得小说中描述过一位 令他印象比较深刻的大臣 年少有为 一身正气 细长桃花眸 忧伸且伶俐 群寻了一番 也只有这位最符合描述 不过令云咬咬印象深刻的 不是对方的样貌 而是对方的身份和私下爱好 表面 他是刚正不阿 极恶如仇的大理四卿 断案定罪雷厉风行 传闻还是敌人结敌宫的后人 私底下 他却什么都来 是烟斥王朝最有名的画本先生 他暗犯罪类 爱情纠缠类 甚至是令人脸红心跳的风月画本 他都写 还本本大漫 最重要的是 这位大理四卿 夹带私货 出于对暴君的不满 在他的所有画本中 就没有一位皇帝是个好人 还通过画本里暴君的行为 隐晦的阴阳涂山静的行为与人品 可以说 涂山静在民间的名声不好 一半归功于他 而此时 大理四卿狄顺志 表面板着一张死于正义脸 内心的小心思 已经活落开了 这暴君竟然将是君女子纳入后宫 真是违背礼数 王朝之耻 等下朝回府后 他定要开一本新画本 好好讥讽一番 书名就叫 多情暴君为爱颠覆江山 内容的隐晦点 不能过多隐设 就写暴君微服私访后 见到民间美人动了心 将其掠夺进了后宫 在多番抢取豪夺 他淘汰追 甚至是怀孕后 被王爷锁住 炸死逃出身宫 在外生出太子后不久 又被抓回皇宫 两人终于明白了对方的心意 可偏偏这时 因为暴君的无心理政 一心勾搭女人 王朝覆灭了 一家三口 成了匈奴刀下的亡魂 他们倒是大喊着下意识 还要做夫妻的爱情宣言 普通百姓可就遭了殃 不仅要承受王国之痛 还要颠沛流离 被匈奴残杀 狄顺志心中满意 嘿嘿 到时候既能赚足一波规格小姐 男女老少的眼泪 还能让他们心中大骂 现实生活中的暴君 妙哉 妙哉 狄大理清 高位的声音 将狄顺直拉回了现实 他连忙恭敬作一 陈在 今日该禀告的 不是已经禀告完了吗 这暴君又想做什么妖蛾子 难不成是已经知道了 民间的富贵先生就是他 听闻敌府张帖告示 重金求民间神医 可是府中有亲人生病吗 高位那人的声音 听着依旧淡漠 不带有任何情感 敌顺志低垂的眉眼一冷 咬牙答道 侍臣的姐姐生了重病 她本就天生待疾 体弱多病 加之最近换疾 寒气入体 便一发不可收拾了 陛下果然知道了 自己就是民间用画本 抹黑他形象的富贵先生 这是在用阿姐威胁他 该死 暴君要是真伤害了阿姐 他不介意学习那云瑶瑶 当众是君 至于暴君说这些 是在关心他 不可能的 这暴君从来都只会使手段 深谙制衡之术 从不会对他们这些臣子 展露出有情感的那面 更妄谈关心了 谁知接下来云瑶瑶的一番话 让心里还在大骂暴君的敌顺之愣住了 原来如此 下朝后 朕让善太医跟随你前往敌府诊治 云瑶瑶淡淡道 善太医医术高超 应是没有问题的 云瑶瑶分析了小说剧情 狄顺之的这位姐姐 应该就是这期间去世的 身为一个资深解控 这无异于是对狄顺之的一次重大打击 云瑶瑶认为 以权力镇压和手段操控书写出的统治 只能让下位者们怕你为你 只要过程中出现任何纰漏 他们立马能群起而攻之 推翻你 他云瑶瑶既然和屠山竟换了身 就也要承担起这个帝王的责任 他想在此基础上增加一个谋略 攻心 徐旭途之 让可以拉拢的大臣们 真心尽他爱他 以权力为地基 情感为纽带 组成稳定和谐的君臣关系 简而言之 屠山竟泰人嫌狗艳了 他想活得安心点 争取早日将自己改造成一个万人迷皇帝 第七章 隔着卧虎藏龙 COS密封狗吗 更何况 解铃还虚系铃人 屠山竟在民间的名声那么差 还得靠狄顺之的画本 好好扭转下形象呢 下位的狄顺志 不敢置信地抬起谋 B 陛下 是他听错了吗 陛下竟关心他姐姐 还派出了善太医 是他的耳朵出问题了 还是陛下重了些 嗯 狄大理清有何疑问 云瑶瑶关心过后 继续装高冷 保持逼格 狄顺志立马跪下谢恩 声音激动 臣并无疑问 谢陛下 嗯 云瑶瑶想象成 自己是一台中央空调 散发冷气 狄顺志站起身 看着高位上的那个男人 浑身依旧是冷漠中 血裹着压迫感 可眉眼却怎么看 怎么有那么一丢丢的顺眼了 难不成是身边 有了女人的缘故 狄顺志决定 新画本的内容改了吧 画本名也得改 名字就叫 皇帝很狠爱 夫妻皇后 让江山稳固了 心里又开始构思起 新画本内容的狄顺志 没有注意到 其余大臣们投过来的 打量怀疑表情 陛下今日竟破天荒地 关心了大理四卿 态度还叫温和 难不成 是大理四卿 为了姐姐的病 出卖了自己的屁股 另一边 云宁宫 图山静 正指挥人对殿内进行改造 这局身体太弱了 缺乏操练 需要好好训练一番 宫女们有的布置剑场 有的挖跑道 有的放置兵器 都忙碌出了一身汗 图山静举起弓箭 拉弓 根本拉不开 她又试着举石锁 石锁微然不动 各种兵器道具 她都试了个遍 最后统统放弃 图山静只能黑着脸 打了几套武情戏 慢慢来 这具身体 虽弱地被人打一拳就死了 但如果能练成打一拳 别人死了 不更有成就感 图山静 只能在心里这样安慰自己 可心中的憋屈 让她胸口哽着一口气 上不来也下不去 这时 宫女上前禀报 娘娘 烟册王妃求见 图山静皱眉 明白 这位烟册王妃是何人后 眉头松开 眸光危险起来 如果不是云烟烟设计陷害云瑶瑶 云瑶瑶也不会吃饱了 撑着来刺杀她 或许这互换仪式 就不会发生了 宣 殿门外 云烟烟由宫女带领着 踏入云民宫 她像是来故意显摆似的 衣着鲜艳 身上还飘香 整个人像之战斗胜利的才孔雀 高调的不行 看着这笔自己那大十多倍的宫殿 随处可见的珍稀花草 和大批宫人 暗地里 云烟烟后曹牙都要咬碎了 云烟烟鸟鸟的来到屠山静面前 行礼 参见妙妃娘娘 平退宫人后 屠山静拨弄着茶杯 抿下一口 没有理会 云烟烟也不端着礼 只有在外人面前她才会装 在云瑶瑶面前 她从来是赤裸裸地释放出 自己最大的恶意 姐姐 四下无人 妹妹在与你做那些虚的 反倒会生疏了咱姐妹的情分 姐姐 你知道吗 泽王带妹极好 昨日还亲口对我说 此生只会重于我一人 这几日 妹妹真是感觉被泡在了蜜罐里 三生有幸 才得来泽王如此好一个狼角 云烟烟毫不掩饰得意 她知道自己的这位姐姐 早早便对光风济月的泽王动了心 听到她说这些 还不得心痛地像刀子割肉般 谁知对方毫无表情 连桥都未瞧她一眼 屠山静的视线落在自己的手上 皱眉 手又细又白嫩 连指甲盖都泛着光泽 指甲太碍事了 等会就将她剪掉 头顶的头饰也过多 让她脖子发酸 等会一并卸了扔了 头发也过后过长了 要不顺到剪了 当女人真麻烦 听云烟烟叽叽喳喳地说完 屠山静才施舍般 给了她一个眼神 面色极其不耐 当人侧妃 还如此沾沾自喜 目光短浅 泽王带她的其他侧妃 夫人都露面尸周过 估计也都与她们说过同一句话 竟相信男人的嘴 愚蠢至极 这些话着实戳在了 云烟烟的心窝子上 她不敢置信地愣在原地 难堪和愤怒淹没了她 你 你 云烟烟还想来显摆的得意心情 顿时烟消云散 她面带肚恨 反倒 姐姐 那你以为这次侍君 还能被纳入后宫 是因为自己的魅力吗 还不是因为 你是礼部尚书的嫡女 陛下看中父亲的势力 想要拉拢父亲 你才会免于一死 所谓半君如半虎 陛下也并非真心宠爱你 云家才是你最坚固的医口 没了云家 你会被吞得连骨头都不剩 敲打一番后 云烟烟说出了自己的真正来意 此次妹妹进宫是秉着父亲的意思 让姐姐你在陛下耳边 吹吹枕边风 讨一个恩典 封母亲为告命夫人 否则 父亲这次是会彻底 对你失望了 屠山竟此时正想着朝廷 不知那生死谱怎样了 面对那群激进剑官 血剑龙珠的场面 是否应付得过来 听云烟烟说完 他回过神又骂 人蠢 想得倒是美 封一个低贱姨娘 为告命夫人 先不说 这从未有过先例 就说他有何弓箭 云烟烟愤怒道 姐姐 你侮辱我可以 怎可对母亲不尊 家中的钟馈是母亲执掌 她抚养我们也有功 父亲这次说了 会将母亲扶正 姐姐 你在到陛下那里讨一个告命 这下母亲是完全名正言顺了 外人也不敢有二话 原来是打的这个主意 屠山竟在骂 说你愚蠢都是抬举 蜀木寸光 贪婪无耻之辈 云良现在坐到礼部上书之位 竟就想扶正一个地位低微的妾 还要为他讨告命 天大的笑话 一家子蠢货 一个是心底天高 能力配不上欲望的蠢货 一个是有点心机手段 就妄想自己不该有的蠢货 一个是识人不清 脑袋开始发昏的老蠢货 滚 别再爱我的眼 放在从前 你这种蠢货 根本不配站在这 骂完 屠山竟感觉 方才因身体太弱气出的 那口浊气都消散了 而且换了个身躯后 骂人也不用在乎那么多 薇薇有些爽 屠山竟放下茶杯 周身气势再次恢复 但莫金贵 淡淡道 来人 送客 云烟烟这次 是真的被屠山竟气的 血往头顶涌 胸膛大肆起伏 怒火中烧 远处的宫女正欲过来 云烟烟只得压下愤怒 继续道 你当真还要惹父亲生气 这是父亲的命令 你不考虑父亲的感觉也就罢了 难道也不在乎那个 跟你从小长大的奴才了吗 这是赤裸裸的威胁了 剑屠山竟睁眼 云烟烟才觉得扳回一局 她得意地直起腰 姐姐 我知道你是将她当成亲人看待的 她就在母亲那侍奉 最近似乎是生了病 能不能熬过去 就看姐姐你的选择了 说完 云烟烟也不想待在这里 被一顿好骂了 连忙跟着宫女离开 谁知刚走到店门口 忙碌的宫女 终于将树上的蜂窝捅了下来 蜂窝落在张开的油纸上 打了个滑 滚落到地 瞬间 里面的蜜蜂倾巢而出 举着屁股上的尖刺 环顾一周后 齐刷刷将目标对准了 站在门口衣着鲜艳 还挂着香囊的云烟烟 云烟烟满眼惊恐 往后退 又踩到了新挖好的跑道 脚底一滑 摔了个狗吃屎 不多时 云宁公响起了不绝于耳的惨叫声 等到云瑶瑶下完巢 往云丁宫赶时 远远地就看到了一个 身上又花又绿又黑的人影 脸还肿成了馒头 当即感叹 皇宫当真是卧虎藏龙 还有人靠死蜜蜂狗呢 第八章 他有密集恐惧症 害怕心严子多的人 下巢如下般 云瑶瑶脚底都是飘的 整个人神清气爽 爱飞 震来了 工人们立马有眼力见地下去 将独处空间留给两人 两人照就交换了 刚才发生的事情经过 听到图山静将云瑶瑶对地一佛出世 二佛升天 云瑶瑶拍桌大笑 图山静 没想到你还是个毒蛇 果然恶女还是得恶男制 图山静咪眸 你说正是恶男 云瑶瑶装龙作哑 啊 你说啥 听到云瑶瑶堵住了那群剑官的嘴 图山静也有些好奇 你是怎么做到的 云瑶瑶自然是将自己的聪明计谋 全盘托出 讲得会声会色 越听 图山静的脸就越黑三分 所以 你是靠抹黑阵的形象 将阵塑造成一个好男色 玩得变态的断袖 云瑶瑶纳闷了 你不本来就是断袖吗 之前 你还将一批批年轻体力好的青年赵进攻 然后有些人是屁股流着血出来的 难不成你那时不是在搞断袖 我那是训练贴身侍卫 图部流血 是因为被罚杖则 图山静气急了 知道弄错了 云瑶瑶还反过来安慰他 没事 反正我现在才是图山静 被人撕下脚口舌的 也是我 图山静 谢谢 并没有被安慰到 不过 你是如何得知 狄大李清的姐姐生了重病 来了来了 还没完全信任他的暴君 又开始试探了 云瑶瑶自然接话 说得有板有眼 自是生死不上记录了 狄大李清的姐姐 就是死于这次重病 狄大李清大受打击 辞了关 一心当他的富贵先生 图山静诧异 竟然是他 难怪他吩咐人 将这富贵先生找出来 却一直无果 原来竟是在他身边做事 云瑶瑶又想起一件事 对了 入宫即死的大臣之女 又是怎么回事 搞得大臣们 都不敢将自己的女儿 送进宫中 听到对方语气 还怪一汉的 图山静眯起眸子 你的意思 想那妃 云瑶瑶苦口婆心道 名门望族培养出来的女子 一个个都香香软软的 才貌双全 又会讨人欢心 你怎么就不知道女人的好 你这具身体长得好 看起来也狠心的样子 我再给妃子们 提供极好的情绪价值 他们背后的势力 还不忠心地站在我这边 不都说 皇帝就是跟公用皇瓜 需要哪方势力 就往哪方搬吗 要不这样 图山静越听越觉得胡扯 不可 卖身求容 依靠女人 亏你想得出来 在两人的一番争论下 云瑶瑶的皇瓜拉拢论 胎死腹中 天美女计划失败 哦 哦 见云瑶瑶不断哀声叹气 一连说了好几句可惜 图山静未图清静 简单解释了原因 当初死的那几个大臣之女 心怀不轨 有的想下要害朕 有的是敌国奸血 还有的跟当初你做的 弑君之士一模一样 那时朕登基才不过三月 碍于种种原因 便找了个其他由头 将他们铲除了 别以为都是想真心待你的 有时 想杀你的更多 图山静的话语平静 却不难想象出当时的残酷 臣子们心怀鬼胎 假意示好 将自家嫡女 送进刚登基的帝王后宫 一个个娇媚羞怯的美丽女子 嘴上都说爱你慕你 暗地里 却一个比一个想置你于死地 杀招层出不穷 云瑶瑶欣然作罢 那算了 她有密集恐惧症 害怕心眼子多的人 图山静站起身 摆驾 去乾清宫 这几日堆积的折子 估计有一人高了 两人来到乾清宫 云瑶瑶凭退宫人 都下去 妙妃在一旁替震嬷嬷 小巫子立马和宫人退下 关门前还笑眯眯地奉承道 陛下与妙妃娘娘 陛下批阅起奏折来定能慧眼如炬 下笔如有神 关上门 小巫子心里还在想 妙妃娘娘进了宫可真好啊 连陛下都变得温和了些许呢 等到宫内只剩下云瑶瑶 和图山静两人时 云瑶瑶立马卸下伪装 身体一歪 整个人软成一团 倒在一旁的龙椅上 翘起二郎腿 还是这样舒服 图山静诗诗然落坐于书桌前 脊背挺直 右手执毛笔 开始认真地批阅起了奏折 一个是扶风若柳的大美人 一个是冷冽金贵的君主 前者却冷俊寡言 后者懒散随意 两人处于同一画面 竟有一种说不出的怪异 又融洽之感 云瑶瑶脑子里 正想着云家那个 跟她从小长大的贴身婢女 云瑶瑶竟然用她来威胁自己 如果自己是真正的云瑶瑶 还真会被威胁到 可惜自己现在是图山静 异国之君 真惹怒了她 明天就将云瑶瑶和云姨娘 通通仗毙了 也有可能 下一道圣旨 直接将那位贴身婢女赵进攻 可太小题大做了 难免引人怀疑 余光贴到自己那张脸 又像得调色盘似的 露出呆滞 沉思 苦恼 惊喜 傻笑等一系列丰富情绪时 图山静感觉双眼被落瞎 一言难尽 图山静出声打断 无视的话就在这锻炼一番这具身体 耐力 体力 气力 剑术 马术 剑术等等 一样都不能辣 云瑶瑶摇头拒绝 锻炼对于懒人来说 就相当于不可能事件 图山静的声音又悠悠传来 生死不 你不是说 跟着你正会有一个光明的前途 现在正的身体健康 你都不保持 弹劾 云瑶瑶怕了她的道德绑架 好了好了 烦人就是多事 云瑶瑶从龙椅上起来 准备敷衍地 做几个俯卧撑了事 谁知一开始 她就跟吃了血脉似的 根本停不下来 三十 三一 三二 三三 图山静 你这身体素质不错啊 做几俯卧撑 竟然这么轻松 我在地府军训 被教官罚都做不了几个 五十 五一 五二 云瑶瑶兴奋地挥汗如雨 图山静看着轻松不已的云瑶瑶 想到自己今早锻炼身体时的艰苦 黑了脸 她就不该提这事 一连做了不知道多少个俯卧撑 云瑶瑶满意起身 咕咚咕咚灌了三杯茶水 图山静这具身体 是真的底子好 腰力臂力都很强 以后被她宠幸的妃子们 有福了 时间在批奏折中缓缓过去 不知过了多久 堆积的奏折只剩一小碟 图山静停下了笔 揉了揉酸痛的手腕 云瑶瑶 明晚的宫宴 你可这是做什么的 云瑶瑶摇头 今年烟尺王朝南方的水灾 发得格外频繁 名声和经济都遭受到不小的打击 长远之际便是新修水利 可这需要大量的钱粮支援 国库钱财不足 那日你刺杀镇的宫宴 就是镇为了号召百官 捐赠钱粮所开 图山静拿出一幅 烟尺王朝的地形图 点了几个地方 镇打算在这 这 这修建渠道 这里修一条通向南北的大运河 云瑶瑶看着地图 运河跨度长 所经地势复杂 可以想象 这绝对是一个重大又艰苦的工程 图山静问 云瑶瑶 你如何看待这件事 第九章 天天起床 嘴朝西北 就靠丰田饱肚子 看似不经意问 图山静却是特意想听听他的想法 朝廷百官 几乎都在抗议兴修水利这个政策 既说国库亏空 劳财伤民 又说耗时太长 等云瑶王朝再发展个十几二十年再说 归根结底 还不是怕出钱 怕出力怕麻烦 辛苦了自己 一群蜀目寸光 自身利益为上之辈 云瑶瑶语气满是赞赏 这可是立国立民的好事啊 到时候真建成了 不仅能带动南北经济 还便于交通 没想到在这方面 你还是有远见的 得了云瑶瑶的夸赞 图山静的心情 莫名好了一些 谁知云瑶瑶的下一句话 又让他上一秒天堂 下一秒地狱 不过 你在百姓和百官面前 还是个人嫌狗咽的暴君形象 已经根深蒂固了 我的外人明明君 形象任重而道远啊 云 瑶 瑶 云瑶瑶麻溜地转移话题 那这次宴会你 打算怎么做 他们都不愿意捐钱捐粮 到时候定会哭穷 朕手中已经收集到了 他们很多人的把柄 图山静周身泛着冷意 云瑶瑶明白了 你是想用这些威胁他们 乖乖捐钱捐粮 动人钱财犹如杀人父母 你用把柄威胁制衡他们 到时候 朝廷又是一番腥风血雨 这样一来 大臣们心里对你的恨意与不满 只会多不会少 图山静面无表情 朕自有数 从一个无人可棒的不受宠皇子 一步步走到如今的君王 图山静从来都不是靠他人的信任 交付 依托自身没有让他们害怕的震慑手段 他也走不到现在 不知为何 云瑶瑶突然在他身上 感受到了身处高位的孤寂 淡漠 我倒是有一个好办法 这次的公宴先让我试试 云瑶瑶想到了一个妙计 图山静问 什么办法 云瑶瑶神秘兮兮地眨了下眼 心里的坏水咕咚咕咚冒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不过你的龙隐卫要借给我用 龙隐卫是图山静的私君 当初他就是凭借着这只精锐 出其不意地踏入皇宫 夺得先帝手中的掌印 随后继位 你想做什么 图山静漆黑晦色的眸光中 飞速划过一丝怀疑 保密 别用这种眼神看我 我现在才是图山静 云瑶瑶理直气壮 让官员们捐钱捐粮的事 我来搞定 作为交换 事后你回云家一趟 将那位从小跟云瑶瑶一起长大的贴身奴婢 安全带回宫 星号 月明星熙 御花园灯火通明 一片热闹之音 方士郎 你这脸色怎么不太对劲 是不舒服吗 说来惭愧 来之前只吃了几片康厌菜 肚子实在乐得值饭酸水 家中清贫 多日未见婚姓 李都思你可别说 我家中更穷酸 天天起床 嘴朝西北 就靠丰田饱肚子了 诸位莫比了 谁能有我更穷 家徒四必不说 逢年过节 盗贼进了我家都不忍心 要扔下两袋米 唉 陛下为了兴修水利 向我们募捐 可国库没钱 我们更是穷酸 哪有钱捐得出呢 百官之间互相露出一个你懂得的笑容 然后继续夸张悲气的哭穷 言下之意 他们这些当官的穷得很 别想从他们嘴里 抠出一分钱 一声尖利的陛下道 打断了大臣们之间的护眼 他们连忙恭敬作依 恭迎陛下 陛下圣安 妙妃金安 平身 低沉冷冽的声音响起 百官们这才抬起头 看向迎面走来的两人 男人眉眼冷翘 矮色瞳孔不带一丝情感 截然独立间 有着上位者的金贵威慑气息 让人不敢直视 可能是身着玄黑金丝底纹长服的缘故 比这龙袍石 少了一丝威严 多了一丝人情味 而身旁的女子 只用一根金钗管起青丝 长服也是浅色系 却趁的人愈发瞩目 远待秋眸 色若春晓 可周深的气势 竟比陛下 还要冷冽默然三分 群臣们有些明白 这妙妃干出事军一事 还能被纳入后宫了 她分明就是和陛下同属一类人啊 果然 一个被窝里 睡不出两种人 云瑶瑶落座 挥手 司主管弦齐声奏响 百官开始举杯对拙 云瑶瑶一边装模作样的饮酒 一边跟一旁的图山靖闲谈 图山靖 你说他们之中 哪个最有钱 图山靖生疏地 给云瑶瑶倒了一杯酒 侍奉他人之事 他还是第一次做 户部尚书 中饱私囊 贪污受贿极多 等会可从他身上第一个开刀 顺着图山靖的示意 云瑶瑶看向一个 喝着美酒大口吃肉的胖官员 果真体态风鱼 下巴的肥油 都能堆三层了 不过此人嗜财如命 圆滑老道 你要是打算好言相劝 募捐一事不可能成 图山靖泼冷水 云瑶瑶摇头 不太在意 不影响 不影响 图山靖被勾起了好奇心 你到底做的是什么打算 哎呀 你等会就知道了 正巧五级上场现舞 云瑶瑶兴致来了 图山靖还想问 被他塞来的糕点堵住了嘴 爱飞吃糕点 必卖啊 有些操力的指腹划过唇 软糯糕点入口 就丝丝捋地化作清甜 充斥满整个口腔 图山靖被云瑶瑶突如其来的 轻逆动作 整愣了两秒 反应过来 他用帕子捂住嘴 低声呵斥 云瑶瑶 谁允许你为朕的 细听 声音靖有些不好意思了 其他关注到这里的官员们 见状立马拍起了彩虹屁 陛下与妙妃娘娘真是恩爱 陛下得正斐然 则被苍生 妙妃娘娘端庄贤淑 是烟斥王朝的大福气啊 陛下如此宠爱娘娘 娘娘定能早日诞下黄色 以延绵烟斥的福瑞 一波又一波的彩虹屁拍来 图山靖不自在地偏过头 连谁是真正的陛下都分不出 一群蠢货 云瑶瑶则是微笑点头 缓缓张开了他要钱的嘴 哎 朕倒是想与妙妃早日诞下黄色 可养育皇子费钱 南方又水灾泛滥 兴修水利一事还未落定 前两也是个大问题 朕实在是分身乏术啊 他来了 他来了 他张开要钱的嘴 向他们走来了 众臣立马进了声 都面露难色 都不做声事吧 那他就要开始点名了 正好趁这个机会认认脸 云瑶瑶晨下脸 目光在臣子们之间群寻 气氛瞬间变得紧张起来 众臣纷纷垂下头 心中都在默念着 千万别点到自己 户部尚书 被点到的官员 浑身一个寒颤 你有何良策 户部尚书压下紧张 道 臣也想为陛下分忧 可家中尚有老下有小 俸禄勉强只够糊口 实在是囊中羞涩呀 不经意地请罪坐一间 露出两只达满补丁的袖子 展示了自己的穷 云瑶瑶又点下一个官员 方侍郎 你可有良策 解决朕的烦忧 方侍郎拱手 陛下 说来惭愧 臣家中的近况 比起其余同僚 更差一筹 说着 他腰间掉出一块腰牌 用金子做的腰牌 已经缺了好几脚 方侍郎紧张窘扑地 拿起令牌 扑通一声跪地 陛下恕罪 前几日臣的夫人生病 家中实在是没有余钱了 臣才会将金腰牌 剪下一鞋 去换药材 陛下恕罪啊 百官们 哎呀 他们怎么就没想到这上面呢 云瑶瑶又点下一个官员 那官员一个激动 不少糕点从袖子里掉出 他颤颤巍巍地跪在地上 陛下 恕罪 臣 臣 以两日未尽时 家中小儿也附恶男人 臣 想着带点 点 点 话还没说完 他就饿晕在地 百官们目瞪口呆 牛还是你牛 经太医诊断 此官员还真是生生被饿晕的 百官们见此更加钦佩了 为了今晚不出钱 竟提前在家饿了两天 试得很人 陛下呀陛下 我们这些当官的 都努力表现得这么穷了 看你还怎么让我们卷 第十章 如丧考彼 这一下是真的哭穷了 就连云瑶瑶 都被这群戏精们给惊到了 一群演员 奥斯卡小金人 非他们莫属 一旁的屠山镜冷眼看着这一切 抿了口美酒 用仅能两人听到的声音道 你想与他们讲感情 他们却只跟你飙演技 现在换种方式还来得及 云瑶瑶小声回他 不影响 我继续陪他们演 云瑶瑶的视线 落在努力降低 自己存在感的云良身上 云上说 你的看法呢 云良嘴唇涅如 忠实道 禀告陛下 云家也无多少攒下的钱粮 如陛下下定决心要新修水利 微臣举云家上下之力 缩一减十捐赠白银一百两 云瑶瑶暗地里翻了的白眼 老狐狸还想着投靠泽王呢 用一百两这个数字 既不想得罪皇帝 也是让泽王看到自己 只捐了这么些 并非真正的宝皇派 随后 点名道敌顺之时 令云瑶瑶没想到 他没多少犹豫 就捐了两百两 到了少数的宝皇派 其实他们内心也不支持 现在就新修水利 碍于立场 他们还是捐了少许 至于绝大部分官员 一毛不拔 就这样 云瑶瑶费尽口舌 恩威病师 也只从百官手中 抠出那么一丢丢前两 对于水利这种庞大工程 根本是杯水车薪 看着陛下看不惯他们 又干不掉他们的样子 官员们心中得意 连桌上的美酒 都多喝了两杯 喝醉了 还不忘哭哭穷 都说男人三分醉 演到你流泪 哭穷到后面 连他们自己都快要信了 家中是真的家徒四壁了 云瑶瑶也一连喝下好几杯酒 浑身散发着怒意和冷气 让周身侍奉的宫女们 都忍不住打了个寒战 他手掌撑着额头 看似遮的是发怒的神情 却是在遮块要飞上天际的嘴角 算算时间 他们也该完成任务了吧 嘿嘿 时间往前推 潜伏在京城各处的龙影卫 都接到了皇宫传来的密令 打开密令的瞬间 他们神情满是严肃激动 陛下终于又下密令了 京城又将掀起怎样的一阵腥风血雨 可看完 他们的表情一言难尽 筹备一番 待到今晚 终于到了龙影卫执行密令的时候 他们换上夜行衣 搬上大箱子 气势汹汹 欧布 鬼鬼祟祟地摸进各个大臣的府邸之中 没错 那密令就是让他们偷控 除了个别清廉大臣的 其余大臣家中的钱财宝物 连粮食也不要放过 要犹如燕果拔毛 蝗虫过境 毛也不给他们上 初次行鸡鸣狗盗之事的龙影卫们 心里还是非常羞愧不安的 等偷顺手后 他们也就开始心安理得了 大道宝库和粮仓 小道哪家夫人 带在手上喂取的玉镯 厨房里吃剩下的白面包子 通通偷了 见啥偷啥 甚至你灾土里的小白菜 也要给你一根根拔了 通通带走 睡梦中 谁也没想到 整个烟尺王朝中 武力值最强的一只金锐 正在偷他们的家 月色渐浓 云瑶瑶仍在劝说加威胁 让百官们捐钱 百官们表示 他们醉了 什么钱捐 什么利水修行 他们一个也听不懂啊 官员身边的女眷们 连忙请罪 说家夫醉透了 天色不早 要带她回去行酒休息 众官员们 便这么蒙混过关 回到了自己的府邸 他们还在为自己精湛的演技 沾沾自喜呢 却看到管家面色发白 如丧烤笔地走来 扑通一声跪在地上 老 老爷 家中遭贼 所有的财物和粮食 都被偷了 等弄清楚状况 大臣们彻底行酒了 眼前一阵阵发黑 这下子 家中是真正的家徒四壁了 我的钱 我的钱啊 官员们真心实意地哭穷了出来 另一边 云瑶瑶借口最久需要人侍奉 将涂山静带到了寝宫 桌上新出现一封书信 是专属龙影卫的 涂山静立马拿起 越看 她的表情越绷不住 所以 你调遣龙影卫 就是去各个大臣家 偷到钱财和粮食 涂山静觉得不可思议 并大为震撼 她设想过好几种可能 想过云瑶瑶是 准备发挥她的三寸不烂之蛇 发动募捐 也想过 云瑶瑶会在大臣把柄上做文章 可万万没想到 她会选择直接偷 一想到龙影卫那群铁蟹杀敌男儿 三更半夜去行蜀窃狗盗之事 偷完 还将东西鬼鬼祟祟地藏进皇城密道里 这画面太美 她难以想象 有何不可 他们武功高强 轻功又好 不干这种是可惜了 云瑶瑶对于龙影卫今天的表现 十分满意呢 你 涂山静嘴角抽搐 欲言又止 千言万语最后化作一句 你还真是与常人的思维不同 云瑶瑶骄傲极了 谢谢夸奖 都说了 我是生死不吗 涂山静 不过不得不说 这方法倒是替她省了很多麻烦 不必在大费周章地与那群老油条周旋 开凿大运河前期的钱和粮都有了 新修水利一事 可以提上日程了 密信上大致统计出的 每户官员家被偷窃的钱财数目 触目惊心 某群朝廷蛀虫摊下的钱财 远超出她的想象 更何况 有些官员角途三窟 家中还有更隐蔽的藏钱处 未被发现也极有可能 其中那户部尚书一人之父 便可抵一国 他迟早 寻了合适的时机 拿他开刀 很快 京城就起了传闻 外邦有火教魔道团的江阳大盗 伪装进了京 各个是能人 有的会缩骨弓 有的会遁地术 还有的持有名叫 乾坤代的宝贝 挂在腰间小小一个 就能装下一座宅子 由打更人和乞丐亲眼所见 为这个传闻 增添了几分可信度 而且经过一番挨家挨户的 全方面搜查后 仍旧没有找到那些失窃的财物 就连官员们 也相信了这个传闻 一时间 京城人心惶惶 各种传闻一个接一个 城门口警被加强 连路上巡逻的人手 都多了三四倍 当然 这都是云瑶瑶提前不下的局 找人散布的假消息 泽王得知这个消息后 也诧异了许久 可他心里隐隐觉得不对劲 他的直觉告诉自己 这事 或许与皇宫那位有关系 第十一章 涂山静平等的干 每一个他想干的人 有了钱和粮 涂山静紧锣密鼓地 启动了新修水利的工程 先是制定政策支持 随后设水证等官职 专门负责水利这块 至于明面上的启动资金 云瑶瑶就说 是从国库支取 百官知道 国库本就没有多少积蓄 根本支撑不了多久 水利投入的钱与粮 都是省着花 更别说有多少有水捞 于是他们也没太关注这块了 就连宝皇派的大臣都叹息道 后续的钱与粮也是个大问题 陛下这次有些意气用事了呀 云瑶瑶完美解决了 新修水利前期的钱粮这个难题 涂山静便履行承诺 带着恩典来到了云家 来之前 云瑶瑶已经详细 跟他说了云家的情况 简而言之 空有学识的落魄书生 遇到了富裕聪慧的经商女子 靠着女子的钱财支援 和上下打点 一路逆袭成一甲进士榜眼 进入官场 可书生翻身后 却开始厌恶起落魄时的那段经历 嫌弃起将自己扶持到这个位置的人 他不再步入圆佩的房间 将心思放在了其他女子身上 那位女子还与他同时生下了女儿 之后不久 圆佩便郁郁而终了 白眼狼书生是云良 富裕经商女子 就是云瑶瑶的生母 云姨娘和云烟烟 便是那对母女 图山静对这个故事嗤之以鼻 当一个女子将自己的全部心力和依托 放到一个男子身上时 那便是倒霉的开始 云瑶瑶的生母是这样 她的生母 也是这样 临走前 云瑶瑶挥舞着双拳 替图山静加油古镜 这一家子加起来 都凑不出一个好心眼的 图山静 保持你的暴君人设 干他们 奥利给 看着自己的高冷冰山脸 又露出那种二愣子表情 图山静黑脸 别用震的脸 做出这么愚蠢的表情 是恶平 宝宝不听 云瑶瑶笑着跟她挥手白白 记住 谁招你 你就干谁 云府 一座雅致的院子里 正传来凄厉的惨叫声 两个婢女压着一具如牛状的身体 一个小丝恶狠狠地抽着鞭子 竟敢偷夫人的东西 该好好教训你这个不懂规矩的鉴别 啊 被盗刺鞭子抽打的后背 血肉模糊的身体 边惨叫边反驳 我没偷 肯定是你们放进来 想冤枉我的 小丝又是狠狠一鞭子抽了下去 盗刺带起大块血肉 被打之人 像被抽了浑身力气般 软在了长凳上 小丝连忙停下动作 叹她的鼻息 松了口气 夫人 还活着 被换作夫人的女人 鸟鸟起身 用帕子遮住口鼻 不想闻这浓浓的血腥味 一双温柔眸 含着慈悲 话一出口 却是杀人诛心 她已经入宫成飞 此时正受圣宠 明明知道你留在这受苦 为何不求一道圣旨 将你接回宫 还不是根本 为将你的死活放在心上 你在乎的主仆情义 在她心中一文不值 你只要将 叶清俊留下的东西交出来 我会给你指一条好路 软在长凳上的人影 突然激动起来 太好了 小姐能被皇帝宠爱 那她在宫里的 日子能过得好了 云姨娘 真是油烟不尽啊 帕子一扔 云姨娘面无表情 没吃饱饭吗 继续打 不死就成 雅致小院 再次响起惨叫声 这时下人禀告 妙妃娘娘向陛下 讨了个回家的恩典 此时正在正院 听到这消息 云姨娘一惊 眼底飞速划过一丝肚恨 向心腹吩咐了一些事情后 便赶去正院 远远地就看到 一道野利秀玉的身影 身边还有许多 工人侍奉 云家的管家嬷嬷 侍女小厮等 都黑压压跪了一地 场面颇为壮观 短短几日不见 就从一只懦弱愚笨的野鸡 摇身一变成凤凰了 云姨娘心里恨 却只能恭敬地上前行礼 参见妙妃娘娘 图山竟本不想多坐停留的 在她看来 这群人如蝼蚁般微不足道 不值得自己多费心思 可耳旁突然想起那句 嘹亮的干他们 和那双看热闹 不嫌是大的明亮眸子 图山竟想 干便干吧 难得出宫一趟 她嫌腻了一眼云姨娘 仿佛在看蝼蚁 你无品无疾 更何况是个妾室 该对我含跪拜 这从头到尾 将她轻视了个变的话 语气的云姨娘怒火中烧 又夹杂着难堪 她恨不得将图山竟当场撕了 余光看到一到远处的身影 朝这边急急赶来 这才流露出两分委屈 跪在地上 参见妙妃娘娘 图山竟没有婴 这群人就只能一直跪着 直到云梁赶来 她气急地扶起云姨娘 简单行礼后 指责的话语一股脑说了出来 你云姨娘身体不好 怎么也算抚养过你 怎可故意为难她 老爷 我没事的 瑶瑶现在是妙妃了 这些礼节是应该的 云姨娘故作小意柔情 话语却无一不再刺激提醒云梁 云瑶瑶现在翻身做妙妃了 见图山竟 依旧一副高高在上的死样子 云梁心里对这个女儿 更加厌恶了 你现在变得形势乖张 不按常理出牌也就罢了 现在连一句 父亲都不叫了吗 图山竟冷冷地瞥了她一眼 让她叫她父亲 没当场诛调你们 这一家子蠢货的酒族 都算她发善心了 云里士 未得本宫允许就起身 以下犯上 纸墨 长嘴二十 一个侍奉在图山竟身边的高大宫女 走到云姨娘面前 在她越发惊恐的眼神下 啪啪啪就给了几掌 打地云姨娘的眼泪 瞬间就流了下来 云瑶瑶 云梁不敢置信 你疯了 图山竟平等地干 每一个她想干的人 云尚说 你虽有二品官职在身 可当众直呼妃子的名讳 视为不尽 本宫会向陛下禀告 罚你俸禄三月 面子李子完全被扫落在地 云梁气得胸膛起伏 你 你 其余跪在地上的下人们 是彻底怕了 生怕被波及 一向懦弱傻笨的嫡小姐 摇身变成气势凌人的妙妃 一回家就打了当家主母 罚了亲爹的俸禄 这在整个嫡女界 都是十分炸裂的存在 不过这一番直求的操作下来 效果很好 云梁和云姨娘本还想提告命一事 想道德绑架加威逼利诱 图山静这下 直接打散了他们最后的幻想 云梁不再跟图山静多逼逼 只想早点送走这温神 直接问她 妙妃娘娘 你来这到底是何事 云府妙小 容不下你这尊大佛了 第十二章 破天的富贵 也要轮到她牛秀了 图山静直接用命令的语气 一 将我的那位贴身侍女带走 二 奉陛下的口谕而来 顺带取走云上书捐的白银一百两 第二条是图山静临时编的 纯粹为了恶心她 云家也被魔道团一锅端了 一下子能拿得出一百两吗 这两个要求无形之中 又给云梁扇了一巴掌 她气得怒火攻心 阴阳怪气道 好啊 好 还不听从妙妃娘娘的吩咐 云姨娘却是急了 现在云府哪 还能一下子拿得出一百两现银 而且 那剑壁还未将东西的下落说出来 是万万不能放她离开的 你 领落 图山静示意 纸墨和彼宴两位宫女 直接前起被点名的小丝 粉袖下的利刃 暗自抵住了她的腰子 面无表情道 还不现在就替娘娘带路 那小丝下的腿都软了 一边哆嗦 一边指路 活颜望 都是群活颜望 小丝领着图山静等人 来到了云姨娘所住的雅致小院 远远就听到了 砰砰砰的板子打肉声 等走进去才看到 一个小丝举着棍子狠狠打人 被绑在长凳上的人影 已是血肉模糊 没有动静了 住手 图山静喝纸 纸墨和彼宴将小丝扔到地上 大步向前 一脚就踹向打人小丝的心口 两人是练过的 丝毫没有留守 那小丝倒地后就断了气 图山静朝着血人走去 眉头轻皱 难道她来晚一步 已经死了 图山静心里倒不是怜悯 她只是觉得 回去不好交代 牛秀儿艰难地睁开眼 一入墓地便是一道乒停身影背着光 她如天神降临 是一旁边的两个小喽啰 踹飞了打自己的人 血和眼泪 混杂模糊了她的视线 牛秀儿发出了一声 震耳欲聋的激动牛猫 小 姐 声音将不远处栖息在树上的鸟 都给震飞了 吓得她们扑打着翅膀 四处飞窜 弯腰凑近的图山静 就这么受了攻伤 感觉整个脑袋嗡嗡的 还能发出这么中气十足的叫声 看来是活得好好的 牛秀儿长得十分有特色 大方脸绿豆眼 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 活像只受了天大委屈的大肥牛 呜呜小姐 他们冤枉我偷东西 还打我 最可恨的是 他们还讲你坏话 想离间我们 图山静嫌弃地收回视线 没理会 背过身 抬一脚离开 牛秀儿擦了把眼泪 心里有些纳闷 小姐怎么突然变得冷冰冰的 清冷声音恰时响起 找医女替她疗伤 至于其他欺辱过她的 下人打杀 云李氏 打三十大板 牛秀儿瞪大眼 又发出一声感动的牛猫声 小姐 听到这话 云良再也忍不住了 声音愤怒到颤抖 妙妃娘娘 李氏她毕竟也是 燕测妃的亲生母亲 你怎能一再欺辱 她怎么受得了三十板子 图山静认真思考了下 也是 她并非完全身份低贱 那就十五大板吧 你 云良还想指责 却不想对上图山静 突然冷下来的视线 云尚书 她敢欺辱我的人 就不用付出代价吗 这眼神太冷太暴力了 还写过着浓浓杀意 不知怎的 云良又想到了陛下 陛下那张令人害怕的脸 仿佛在此刻 与这孽女的脸 重叠在了一起 让她无端地生出了害怕 她怀疑 要是自己再多嘴 这孽女连她都敢打 于是 云良就这么耸了 不忍地偏过头 不再求情 这边 云李氏被板子打得嗷嗷叫 另一边 图山静叫来一女 给牛秀上药 包扎 又喂下汤药 这一番折腾下来 也到了要回宫的时候 听到图山静要带自己走 牛秀又想发出激动的牛猫 果然 跟着小姐就是好 破天的富贵 也要轮到她牛秀了 图山静早有准备 在那血盆大口即将张开毫时 扔出一个萝卜 就堵住了她的嘴 牛秀 猫 拿出嘴里的萝卜 对上那双冷冷的眼神 牛秀的声音 不自觉小了下来 小姐 我从前还没跟你说过 夫人生前给你准备了 磅身的钱财 地气填气都有 现在小姐 有了磅身的身份 我也能够放心地交给小姐了 云里是不知从哪里知道的这件事 对我威逼利诱 多次搜身绝地的 都没被她找到 我藏得可好了 小姐 你猜那些东西 被我放在哪里 图山静敷衍道 不猜 反正她肯定会说 哎呀 小姐你猜一下吗 牛秀猛牛撒娇 图山静不吃这套 转身就要走 牛秀立马从衣柜里 翻出一个红肚肚 她的体型庞大 连肚肚也比常人的大上四五倍 她眯起眼睛一笑 就被我缝在肚肚里脸 没想到吧 图山静 催促牛秀收拾完东西 有纸墨和笔焰一左一右搀扶着 一群人离开房间 房门关上的那刻 牛秀的床下钻出一道瘦小身影 她手里正攥着那个肚肚 她是早早便躲在这里的 刚刚终于被她听到了东西的藏身处 趁牛秀转头收拾的功夫 她立马就从包袱里 偷出了那红肚兜 小四飞奔着前往云里士的房间逃赏 刚挨完板子的云里士 得知这消息 大喜 顾不得太多 直接亲自带人前往官府 夜长梦多 早点去官府 将这些地气填气 转移到自己手上 于是 云府门口 两辆马车先后背道而行 一辆往皇宫的方向 一辆往官府 头顶太阳缓缓落山 不多时 官道的两头 出现了不同的场景 官府内 捕头们抓住了云里士等人 竟敢伪造假地气和田气 好大的胆子 抓住他们 压进牢里 还敢自称尚书之妻 看你这模样是刚挨完板子吧 约某就是拿假地气填气去骗人被打了 不知悔改 哈哈 你要是尚书之妻 那我还是大将军流落在外的亲儿子呢 另一边 牛秀儿躺在宽敞的马车里 看着里面价值不菲的装饰品 连声惊叹 哇 好大一颗夜明珠 哇 好漂亮的金杯子 哇 好 闭嘴 屠山静闭着眼 极力忍住想将他丢下马车的冲动 牛秀儿委屈 但他知道 小姐一定是觉得 他身上有伤 才不忍他说那么多的 于是 牛秀儿又伸进自己的衣服里面掏 兮兮索索一番后 掏出了身上穿的肚兜 屠山静 牛秀儿连忙解惑 咧嘴一笑 小姐 地气啥的 确实被我藏在肚兜里 不过真的在我身上的肚兜里呢 谁知云里是还有没有派人监视我 万一房梁上挂着人 床底下藏着人 那就暴露了 所以在云家 我只说了半句真话 牛秀儿用针轻轻挑开肚兜的线 像变戏法似的 从各种夹缝中 取出一张张薄薄的地气和甜气 他小心翼翼地 将其抚平叠好 放到屠山静面前 认真道 小姐 以后你就有钱财傍身了 就算是了皇帝的宠爱 我们也不至于饿死 屠山静看着那厚厚的一叠契约 突然觉得 这牛秀儿看起来憨厚蠢笨 实际比云家人都要聪明 嗯 对上牛秀儿 那神情炙热的眼神 屠山静打了个寒颤 不自在地偏过头 撩开帘子 路上的商铺热闹非凡 行人凉凉结伴 言笑艳艳 不知道云瑶瑶那边如何了 第十三章 狄顺之半夜回想起 他可真该死啊 回到皇宫 屠山静派了专门的一女 和宫女给牛秀儿 让他养一段时间的伤 听宫女禀告 云瑶瑶一下朝 就待在乾清宫批阅奏折 屠山静有些诧异 懒人静也懂得了 历经图治的道理 屠山静朝乾清宫的方向赶去 宫门口把守的侍卫 见到屠山静没有意外 妙妃娘娘正式受宠之时 并得了陛下的允许 可以进出乾清宫 没有阻拦 屠山静进入乾清宫 推开书房的门 转身关上 朝书桌处走去 谁知却看到云瑶瑶趴在桌上 睡得正沉 俊脸被放荡不羁的睡姿挤歪着 一丝可疑的经营 还顺着嘴角缓缓流下 整个人透着安详 惬意 且愚蠢的气质 饶氏习惯了自己的脸 以各种神奇的姿态出现在面前 可屠山静 还是做不到坦然接受 生死不 他走近 弯下腰 清了清嗓子后 压着声音朝他耳边重重一喝 地府造反了 云瑶瑶猛地被吓醒 睁开眸子 肌肉记忆将嘴角的口水撕溜回去 一入目的就是 自己那张无限放大的脸 还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嘲笑 妈呀 奇猛了 看到一个一模一样的自己了 等回过神来 云瑶瑶愤怒站起身 屠山静 你时不时有饼 屠山静心情绕好的挤开他 坐到位置上 手提毛笔 开始批跃起奏折 可 把油饼盛上来吧 云瑶瑶一时语色 靠 令堂的 听不懂好赖话的狗豹君 等起床气终于消散后 云瑶瑶协议在龙榻上 翘着二郎腿 喂 说说云家发生的事吧 屠山静将怀中厚厚一答的地气 田气拿出来 简单交代了一番 在云家发生的事 云瑶瑶捧着这厚厚的一答地气田气 眼睛都亮了 屠山静说的其余是 他是一个也听不进去了 只知道自己一下拥有了好多宅子和商铺 以及多亩粮田 过上了躺着就能收租的日子 以后就算他穿回云瑶瑶这具身体 也有经济上的保障了 连带着看刚饭完剑的狗豹君 都顺眼了不少 这时 门外工人禀告 狄大理四亲求见 云瑶瑶连忙脸下喜悦 坐到书桌面前 假装在批乐奏折 喧 狄顺志进入房间 恭敬行完礼后 说出了自己的来意 陛下 善太医医术精湛 已治好了微臣姐姐的病症 微臣对陛下感激不尽 特来献上这三清灵 琳琅正想 十方肃清 传闻这三清灵有招魂引破 震速邪灵的功效 这点不知真假 但他确实能宁心安神 养命护身 特来献给陛下 其实是他拗不过阿姐 才愿意忍痛割爱 献上这宝贝的 狄顺志打开玉盒 底部是柔软的绸缎铺垫 中央静静躺着一个铃 古朴的铃铛上密密麻麻刻着符文 神像和经文 看起来颇为神秘 摇动把柄 发出叮令叮令的声音 让人心底生出几分宁静 云瑶瑶和屠山镜 一下子就看出了 这确实是个好东西 狄爱卿你有心了 云瑶瑶点头 随后便继续批阅奏折 神色愁闷 眉间带着消散不去的欲解 狄顺志本来想给了东西就告辞的 可皇帝都看起来这么烦了 他这个做臣子的 不问候一下 好像也不好 陛下 可是有烦心事 微臣能帮到陛下什么吗 狄顺志客气客气 云瑶瑶放下奏折 狄爱卿 国库空虚 可朝廷却有一位众臣复可敌国 你觉得正当如何 哦 对了 这位众臣就是户部尚书 楼建山 狄顺志面上不显 内心早已炸开了锅 不是吧 这么重要的事情 直接跟他说 他应该知道吗 可话题都打开了 狄顺志只能硬着头皮 继续往下说 臣子应当为江山设计着想 为陛下分忧 楼上书更应 云瑶瑶打断了狄顺志的官话 楼建山是前朝重臣 多年来培植了大批党羽 势力早已盘根错节 担任户部尚书后 更是利用植物之变 中饱私囊 贪污腐败 大肆搜刮明知明高 让百姓苦不堪言 这是前朝遗留下的一大害 云瑶瑶眸光放远 回忆其往昔 朕自懵懂之士起 学的便是君王之道 为天地立心 为生明立命 为往圣祭绝学 识食物者为骏马 就叫饭头 被点名的周私人 心里一咯噔 陛下突然关心起他了 难不成是上次捐营一事 惹怒了陛下 现在准备秋后算账了 他连忙作医 启禀陛下 微臣的身体已经好了不少 谢陛下关心 云瑶瑶淡淡点头 那便好 朕知周氏狼家中清平 朕的臣子可以为百姓繁忧 却不能为粮食繁忧 来人 赏周氏狼粮食食蛋 突如其来的赏赐 让周私人二仗 摸不到头脑了 陛下今日是中了血 敬给他赏赐 不 这暴君最近行事风格 变得令人捉摸不透 定是在憋着大坏呢 他恭敬应下 回答得滴水不漏 谢过陛下 微臣定当在职期间 更加鞠躬尽瘁 尽忠职守 这个回答就比较微妙了 要是想对皇帝表忠心 就会答为陛下鞠躬尽瘁 为陛下竭力分忧 而周私人答的是 他一定会好好努力工作 这就间接表明了他的立场 别挨我 不想吊你 果然 本还心底扶起一丝 怀疑的楼剑山 听到这话 满意地收回了视线 听懂了的云瑶瑶也不急 这只是个抛出的影子罢了 真正的大招 还在后头呢 下完潮 云瑶瑶和屠山静 在前清宫会面 刚刚在朝廷上 我试探了周私人 果然是个老狐狸 云瑶瑶笑道 得找个机会 私下会一会他 七日后是秋猎日 这是个好时机 屠山静抿了口茶水 秋猎 云瑶瑶在现代 也是看过很多补装剧的 自然知道大致流程 且围猎结束后 会有专人清点猎得的猎物 最后排名次 以增加活动的可玩性 云瑶瑶顺嘴问了一句 你以前参加秋猎 一般是第几名 屠山静放下茶杯 缓缓吐出两字 第一 说到这 他的几杯都挺直了不少 谋底是一片傲然之色 什么 云瑶瑶足 我不会骑射 那秋猎日一到 我不就暴露了吗 屠山静早就想好了对策 这次秋猎可以改变规则 每名男子携带一名女眷 你戴上阵 阵可协助你 云瑶瑶看着屠山静 那娇软白嫩的小膝胳 表示怀疑 你确定是来帮我的 屠山静面无表情地 捏碎了一个茶杯 以展示近段时间 自己的锻炼效果 云瑶瑶默默 冲她竖起了大拇指 不过 你得辛苦一些了 还要熟练 屠山静似笑非笑地看着她 听到这话 云瑶瑶哀嚎了出来 不辛苦 命苦 决定要学骑射 自然是要先选一匹 合适的良居 两人来到御马晚 御马间见了云瑶瑶 立马恭敬行礼 拜见陛下 参见妙妃娘娘 云瑶瑶轻轻汗手 给郑和妙妃挑两匹良居来 御马间立马吩咐人 牵来两匹马 介绍道 陛下 这是西域的汉邪宝马 死马血统纯正 矫健有力 还极通人性 定能助陛下在丘烈时 轻松夺得魁首 云瑶瑶看向这两匹马 一匹银白 一匹纯黑 四只修长有力 毛发油亮 一看便是好马 他满一点头 嗯 下去吧 朕陪妙妃是马 御马间一众人等立马退下 将场地留给两人 屠山静来到白马面前 踩着马凳 轻盈地翻身而上 他单手勒起缰绳 青色衣裙被风带起 熟练的御马而行 银安照白马 撒踏如流星 那银马哼了好几口气后 便慢慢平息了造诣 以示臣服 云瑶瑶见此也心仰难耐 便走到那黑马面前 也想学着 屠山静的动作上马 谁知黑马一个前仰 调转位置 将自己的屁屁 对准了云瑶瑶 一连试了好几次 热脸贴冷屁股的云瑶瑶 也恼了 哎嘿 你这死马 云瑶瑶也不齐了 跑到不远处的马厩里 一边喂 一边念叨 乖巧的马有草吃 吃吧吃吧 待会儿我再吩咐鱼马间 给你找更多好吃的来 喂着喂着 那高傲的黑马 也想伸出舌头舔事 云瑶瑶一个潘舟单躲闪 将草料塞进了 银马骏马的嘴里 恶狠狠威胁道 至于某不听话的马 断粮断水 看着云瑶瑶好端端一个人 竟跟一匹马较劲起来了 屠山静又无奈又好笑 他勒住缰绳 往下腻了一眼 说完 却见那傲气的黑马 抬腿蹭了蹭云瑶瑶 鼻子打了个响哼 喂 两脚兽 给点吃的呗 屠山静 当他没说 云瑶瑶这才勉强原谅了他 成功上了马辈 看着比平时视线高出一大截的四周 他心里雀跃又新奇 黑马还带着他绕了两圈 乐得云瑶瑶拍了拍他的马辈 这才对 实时务者为骏马 既然跟了我 得给你取个名字才行 云瑶瑶想了想 眼睛一亮 就叫饭桶 顺口又贴切 黑马不满地 打了好几个鼻哼 表示拒绝 云瑶瑶又想了想 那就叫皮燕子 或者腿毛子 你浑身这么黑 叫小黑子也行 黑马 他还是叫饭桶吧 就这样 一匹从西域而来的高级血统 汗血宝马 获得了伴随他整个下半生的名字 饭桶 屠山静 也给自己的马取了的名字 叫疾风 饭桶心里不平衡极了 但谁叫自己的两脚兽主人 长得人母狗样 却丝毫不干人事呢 系统地跟着屠山静 学习了七天的骑射 云摇摇都快被马颠吐了 这才熬到了秋烈日 这天 围猎场外早早就有一众大臣 和家中的嫡子女眷们 等候在此 男男女女都身着一身静装 面容带笑 朝气蓬勃 有人疑惑 以往秋烈都是陛下第一 责亡第二 这次秋烈的规则 改成了男女共队 也不知谁能夺得头筹 有人羡慕 一看便是为妙妃娘娘改的规则 听说这七日 陛下一下朝 就去教娘娘骑射 当真是对妙妃娘娘动了真心 也有心思多的 龟哥小姐暗自想到 陛下如今 瞧着没以往暴力嗜血了 许是在女人方面开了窍 也有了柔情的一面 他们自认为 才能家世都不比妙妃差 那是不是也有机会了 一声响亮的 陛下驾到 妙妃娘娘驾到 拉回了众人的思绪 云摇摇和屠山静 一前一后 缓缓入场 男人身姿修长挺拔 眉眼冷翘 骨相灵力分明 皮相也极为出众 截然独立间 散发着金贵威慑的上位者气势 尘风袭来 吹舞着那身玄黑金纹断袍 翻飞如燕 恍若神灵将士 女人则一袭红衣 一半墨发油 红绸带晚起 剩下一半墨发披在肩头 随走动飞舞于肩头 肌肤圣雪 一双远带秋水眸 纯媚勾人 可浑身气势却清寒冷冽 不搭 却更拧人深深着迷 两人的出场 连带着四周的景象 都像夹了一层绿镜般 养眼极了 不仅让头号死忠粉小五子 心里大赞登队 更让全场都进了声 图山竟惊艳了一众少年郎 让他们心跳如雷 呼吸都加快了三分 云咬咬则是迷得贵女们 面红耳赤 忍不住心神荡漾 陛下他都能独宠妙妃娘娘一人了 深情之人能有什么坏心眼 从前定是父亲母亲在威严耸听 他要进宫 他也要侍奉陛下左右 第十六章 虎体苗边 两人陷入危机 云咬咬还不知自己的这次出场 暗自俘获了一群贵女们的芳心 他为体现自己体恤下属的人设 去大臣堆里闲聊了 图山竟则是站在原地 面容清冷 仿佛周身机密 有一股无形气场 散发这儿等皆是垃圾的王霸之气 于是 一些本还想上前拜见交好的大臣夫人们 心里都有些发怵 一时间不敢靠近 可动了心的少年郎们 抑制不住自己那直白又炙热的喜爱 纷纷投来目光 图山竟是个兴趣向正常的男人 面对一大群男人的痴迷与爱恋 他只觉得恶寒 于是 周身散发的气息更冷了 还裹挟着浓浓沙意 大臣夫人们更不敢过来了 图山竟就这么独自站在原地 不与人结交也不说话 背影竟显得有些萧瑟 远处的云瑶瑶见着场景 不禁摇头 这暴君还真是有能力 一种将人拒之于千里之外的能力 云瑶瑶收回视线 下一秒 图山竟面前出现了一人 参见妙妃娘娘 娘娘惊安 云烟烟归归举的 朝着图山竟行了一礼 图山竟连眼神都懒得给她 云烟烟面容气气道 妙妃娘娘 臣妾已经得知了家中的事 您吩咐下人 承接了臣妾的母亲 臣妾替母亲向妙妃娘娘陪得不是 臣妾不求与娘娘能重归于好 只求从前种种 娘娘都能不再计较 不再为难我们母女 云烟烟委屈地在图山竟面前 巴拉巴拉了一大堆 眼见着对方越来越不耐烦 正欲开口 云烟烟怕又被一顿好骂 赶紧行了个礼 就准备离开 转身的瞬间 云烟烟的袖口处 洒出一缕粉末 沾染到了图山竟的衣摆上 等回到泽王身边 云烟烟的表情早已转为了得意 唇角勾起一抹笑容 敢欺辱我母亲的贱人 今日 就让你在这猎场 死无葬身之地 这方 等云瑶瑶虚伪地与大臣们 交流完君臣感情 丘烟也即将开始 他翻身上马 拉开长弓 箭矢射出 精准地击碎了立在树上的木牌 丘烟 正式开始 话音一落 一匹匹骏马奔腾而前 争相永惊猎场 仰起一地的尘土 云瑶瑶和图山静也一前一后 策马进入场地 许事圈养了太久 饭桶和疾风都显得异常兴奋 不断打着鼻哼 云瑶瑶摸了把饭桶的后背 以示安抚 放心吧 今日会让你玩得痛快的 猎场最外围的 都是些野鸡野鸟兔子等的小动物 数量多 也没有威胁力 图山静骑着疾风 拉弓 一道道箭矢 急迟射出 从不落空 渐渐都能射中猎物 跟在后面捡猎物尸体的侍卫们 由衷敬佩 妙妃娘娘在骑射上的天赋 实在是高 剑无虚法 不愧是陛下亲自教出来的 云瑶瑶听到这些夸赞 有些心虚 这七日图山静对她的教导 确实有效 骑术是丝毫没有问题了 饭桶这几日都快被她骑吐了 可剑术却没那么容易 短短七日 她能做到稳稳射中近物 已经是不容易了 要让她一边骑马一动 一边射中能跑能飞的动物 够呛 云瑶瑶认真地射出几箭 果然 一箭钉到了树上 一箭射到了草里 还有一箭 歪打正着射中了 正在下蛋的野鸡翅膀 吓得她扑打着翅膀 但都缩了回去 云瑶瑶尴尬一笑 阵这箭术 远远不如爱飞啊 侍卫们诧异 陛下以前 年年都拿丘列第一 他们之中有人见过 陛下骑射时的英姿 那叫一个骁勇飒爽 怎么如今 不会射箭 来逗她开心 按照这趋势 妙妃肚里 应该也快有小主子了吧 侍卫们恍然大悟 原来是这样 耳聪目明的云瑶瑶 自然听到了小巫子的脑补 也看到了侍卫们的完美误会 她嘴角抽抽 还能这样理解 不过也好 总算是给她骑射不佳 找了个好理由 云瑶瑶也能放心大胆地 敞开了射箭了 于是 场面变成了屠山镜 骑着疾风 在前方刷刷射箭 英姿飒爽 百步穿羊 剑无虚法 云瑶瑶骑着饭桶 在后方修修修射箭 剑术捉猎 东倒西歪 剑剑空吧 云瑶瑶表面夸夸夸 妙妃真棒 妙妃厉害 朕自愧不如 心里骂骂骂 狗暴君 这么多人都在看着 不知道给她留点面子吗 跟在后面 捡着猎物的侍卫们和小五子 陛下她真的好宠妙妃 磕到了 慢慢地 一众人从猎场外围 来到了猎场那围 那围很少能见到 小动物的踪影 出没的都是 大型食肉动物 狐狸 豺狼 鹿 虎豹等等 猎场里有专人头肉 饲养这些大型动物 因此 它们不会主动攻击人 且感知到人来 都会没入丛林 半个时辰过去 屠山镜只在里面 猎得两头豺狼 和一头鹿 云瑶瑶觉得 这些猎物差不多了 于是问小五子 小五子 按照往年惯例 这些猎物能获得什么名词 小五子连忙答道 回禀陛下 按照往年惯例 这些猎物 获得丘猎前三 是完全没问题的 但 小五子话音一转 今年是两人共猎 所以获得丘猎前三 还不够 云瑶瑶 得 是他拖后腿了 屠山镜倒是对名词不甚在意 今日他有如此兴致 只是为了抒发 自护患灵魂后 他心中攒下的郁结罢了 经过这酣畅淋漓的一场释放 他浑身也轻松多了 便用拙劣的演技 装累 云瑶瑶立马会议 爱妃 可是乏了 嗯 小五子 你带着他们 将猎物带回 朕和妙飞随后就到 云瑶瑶立即吩咐 是 小五子指挥着侍卫们 抬着一箩筐一箩筐的猎物 往回离开 不多时 距离被拉开 丛林里只剩下云瑶瑶 和屠山镜两人 两人对视一眼 立马会议 该去找周四人了 谁知周四人没找到 一头早就潜伏于两人身后的猛虎 献出身影 猛虎前掌着地 身体紧绷 星红瘦眼死死盯着屠山镜 獠牙上滴落丝丝弦液 别动 屠山镜勒住缰绳 浑身紧绷 骏马奔腾的速度虽快 可此时虎与马的距离太近了 跑 根本比不过这头恶虎的突然爆发 云瑶瑶听到声音扭头 看到猛虎的那刻 背后冷汗直流 来不及做出任何反应 那猛虎发出一声震天咆哮 猛地朝屠山镜扑去 屠山镜反应及时 重重一勒马绳 猎马前身扬起 咸咸躲过了这次生扑 可下半身被撞 马身不稳 屠山镜被狠狠甩了下去 猛虎又咆哮了一嗓子 朝屠山镜扑去 屠山镜侧身翻滚闪臂 用弓箭抵住了猛虎的下额 他面色素冷 快离开这去搬救兵 好 云瑶瑶没有任何迟疑 直接侧马转身 奔腾离去 正准备一番苦斗的饭桶 打了个鼻横 神就这么跑了 让那个磁梁角兽 被活活咬死 等与恶虎拉开一段安全距离后 云瑶瑶踩了一柱缰绳 停住在原地 他眸光灵力 单手搭起羽箭 迅速拉弓 箭矢直直朝着再次发动攻击的恶虎射去 他怎么可能逃 处于危险境地的 可是他的身体 万一屠山镜死了 他某天抽风又穿回这具身体里 那不也是死路一条 一箭未中 云瑶瑶又射出一箭 那飞来的箭矢 如同虎体苗边似的 连恶虎的一根汗毛 都被伤了去 云瑶瑶怒骂一声 不过箭矢的骚扰 好在是撤走住了 那恶虎的迅猛攻击 给屠山镜留了躲闪的时间 而这时 一位大臣悠悠地 骑着他的小马鞠 闯入了这里 此人正是周思人 丘烈时 他身下的马 突然发狂 带着他狂奔了好几里后 与侍卫们走散了 又在这诺大的丛林中 迷了路 此刻看到云瑶瑶 不禁喜不自胜 陛下 您在 忽然 周思人的余光 看到另一侧 他口中欣喜的话 顿时变成惊恐的饶舌音 在在在在 在 right right 他浑身抖如康筛 最后吓得 从马背上掉了下去 连滚带爬 呼 有恶虎啊 第十七章 边画饼 边诛他九足 周思人的出现 无异于给这紧张危险的气氛 又增添了一把火 恶虎本就躁动不安 见又多了一个人出现 他仰天咆哮一声 再次朝屠山静扑了过去 这次 他一边凶狠地扑 一边张开血盆大口 无差别撕咬 一个不查 屠山静的手臂 被恶虎的尖牙 刮出一道口子 血液渗了出来 爱飞 云瑶瑶心疼不已 他那白皙无瑕的手啊 周思人 捡起弓箭 与朕一起杀了这恶虎 一声低沉冷冽的呵斥声 将周思人从恐惧中拉了回来 弓箭搭上羽箭 对准了恶虎的后背 箭矢射出 软啪啪地给恶虎又瞄了个边 云瑶瑶目瞪口呆 我了个去 准头比他还要差 周思人哭丧着脸 臂 臂下 臣只是文官 不善弓箭啊 知道周思人是靠不住了 云瑶瑶拍了拍饭桶的马背 低声与他说道 饭桶 来之前我给你喂的饱饱的 今后一顿饱 还是顿顿饱 全看你接下来的表现了 云瑶瑶猛地一拉缰绳 夹紧马背 驾 骏马飞速朝着屠山镜的方向奔来 与此同时 云瑶瑶对周思人再次喝倒 用力拉开弓 对准他 一定要将这恶虎的注意力吸引过去 不然 朕就诛了你周家九族 许是九族这两字 激发了周思人的潜力 他射出的第二弓 竟擦着恶虎的屁股飞出 恶虎痛地咆哮一声 转身 凶猛的目光射向了周思人 也就是这时 云瑶瑶架马经过屠山镜旁边 他弯腰伸出手 眸光冷冽 把手给我 屠山镜将手伸出 两人的手掌相触后 一股猛力将他拉到了马背上 动作就发生在一瞬间 等恶虎反应过来 两人已经与他拉开了一段距离 恶虎震怒 直接朝周思人的方向扑去 要将他撕成碎片 极度的惊吓下 周思人感觉自己整条腿都僵了 根本做不出任何反应 只能听到远处陛下的喊声 周爱卿 你护驾有功 在你死后 朕必当好好封赏你 保你周家衣食无忧 正当周思人觉得自己这次必死无疑时 一只羽剑袭来 直接击中了恶虎的前腿 恶虎痛的震怒咆哮 调转方向 朝着屠山镜的方向奔来 屠山镜又搭出一只羽剑 末发扬起 眸光冷冽 正想一剑射穿这恶虎的心脏时 云瑶瑶附在他耳边提醒 先别杀 我还有用 屠山镜领悟到他的意思 羽剑落空 射在恶虎的脚下 云瑶瑶剑此 立马策马躲恶虎 周思人 别再发呆 拉弓射杀他 否则震住了你周家九族 九族的力量是巨大的 周思人立马回过神 又哆哆嗦嗦地射出一箭 羽剑这次竟然又射中了 擦着恶虎的屁股 给他干出了一道血痕 于是 恶虎又朝着周思人扑去 周思人闭上眼 嘴唇颤抖 无命休矣 云瑶摇了口气 周爱卿 朕原本是非常欣赏你的 也欲将运河一事 交与你去做 可惜 你就要为了救朕 惨死猛虎之口了 罢了 朕就将一些隐秘之事说与你 让你去了地府也有谈资 朕如此执着心修水利 开运河一事 不仅是为了民生 更是为了日后 烟斥王朝的永胜不衰 万国臣服 首先运河一开 它便会成为真正意义上的 南北交通要道 带动南北商业繁荣 经济发达 增强我烟斥王朝的国力 在恶虎即将扑倒周思人时 屠山镜立马又射出一箭 恶虎又朝着屠山镜的方向袭来 周爱卿你 身为金布侍郎 应当知晓 到时带来的经济授意 将会有多大 不仅如此 恶虎又来了 周思人 快射它 否则镇住你九足 周思人还未从死亡边缘的恐惧回过神 便立马又射出一箭 这箭又中了 就连周思人自己也想不通 自己的箭术 何时这么好了时 恶虎就又朝着他奔袭而来 云瑶瑶趁机继续画大饼 运河的好处巴拉巴拉 到时邻邦都会与我烟斥王朝通商 用我国的丝绸 交换他国的各种珍奇宝物 巴拉巴拉 接下来 场面变成了屠山镜和周思人来回六虎 屠山镜前脚射中恶虎的耳朵 将他引过来后 周思人后脚又射中恶虎的屁股 将他惹怒过来 一来一回中 保持着一个诡异的平衡 云瑶瑶就趁着这个平衡 还未被打破时 充分发挥写自己的口才 描绘出一幅 令人向往的盛世画卷 没错 云瑶瑶此番采取的 收服周思人方法 正式画大饼 周思人此人极为爱才 但愿去于楼建山之下 也是因为户部的油水够多 楼建山给的也够多 要想空手套白狼的 收服周思人这个人才 便是为他画出一个更大的饼 且此饼对他的诱惑 要比楼建山给的更有吸引力 几次都没死成 周思人心里也没有那么害怕了 他内心虽对云瑶瑶描述的景象 有些许动容 却不看好 他试探问道 陛下 如今国库空虚 支撑起新修水利 和开凿大运河的钱粮根本不足 那后续的一切便都是空谈 云瑶瑶听到这番质疑冷哼一声 表情很是不屑 国师与朕说过 只要朕全力去做 必有天时地利人和所助 必会成功 你们这群只会畏首畏尾的臣子 坐井观天 最终一事无成 再与你多说些吧 国师还与朕说过 在海的远方 还有无数个国度 有的国度全部都是金山 有的国度盛产石油 还有与我们不同肤色的人种 有的高鼻梁白皮肤 有的通体黑肤 与黑暗融为一体 他们会用蒸汽发电 只用一根铁丝 便能点亮整个宫殿 他们还有四个轮子的铁盒子 也是凭着蒸汽 便能在一炷香功夫 行驶出五十里 他们还有 收私人 快射他 云瑶瑶继续画饼 到时 待燕赤王朝繁荣昌盛后 朕便会发展海运 造船远航 与这些王朝国度 进行通商交流 一个个新奇的名词 从云瑶瑶嘴里说出 越听 周私人眼中的向往痴迷越甚 他脑子里想的 不再是面前的恶虎 而是根据云瑶瑶的话 构想出了一个个绚烂的国度王朝 不同的人种 还有那些打开他新世界大门的神奇玩意儿 要是真与这些王朝通商 将这些神奇玩意儿 引入燕赤王朝 周私人想 那其中的利益该有多大 他不敢想象 便是屠山静 也被云瑶瑶的这番话 震撼住了几秒 你所说可真 那位被燕赤王朝视为神的国师 他压根就没见过 看燕赤王朝的这个生产力程度 估计西方的蒸汽时代 也还远着呢 云瑶瑶微笑道 半真半假 你当的笑话 听听就好了 屠山静 白瞎了他的一番激动 也就是周私人的这一出神 那恶虎已经扑到了面前 血盆大口猙獰张开 就要将他吞入腹中 反应过来后 在极度的恐惧下 周私人的屎屁尿 一股脑从身体中倾泻而出 无命 真羞也 屠山静余光 撇到了远处赶来的静君 他抽出最后一支羽剑 迅速搭弓射出 贯穿了恶虎的心脏 恶虎身体 擦着周私人的面门 轰然倒在了地上 赶来的静君见到这场景 浑身一颤 请罪跪倒一地 陛下赎罪 臣等救驾来迟 等到危机度过 反应过来一股难以言喻的味道 是从自己身上散发而开始 周私人恨不得找一条地方钻进去 他白眼一番 干脆装作被吓昏了过去 倒在了恶虎的旁边 第十八章 呜呼 他的太平日子 又要到头了 等赶来的一女 为屠山静包扎好伤口后 秋猎正式结束 猎场外 早有大臣嫡子女眷们等候着 云烟烟搅着袖子 盯着猎场出口 心中难言紧张 很快 一阵马蹄声响起 黑马与银马并驾而行 缓缓出了猎场 再看到屠山静毫发无损的那刻 云烟烟眼底满是惊诧 随即而来的是深深的渡恨 为何这贱人总是这般的命打 他很快眼下情绪 装作无事发生过 这番细微的动作 却没有露过他身侧则王的眼睛 小巫子派人清点好猎物后 便宣布这次的秋猎名次 关将军列得野鸡十只 野兔十只 狼一只 责王列得野鸡十只 鹿两 陛下与娘娘列得野鸡八只 野兔两只 云雀十只 豺狼两只 鹿一头 外加猛虎一头 小巫子激动得面红耳赤 大声宣布道 陛下与妙妃娘娘 为这次秋猎的第一名 大臣们见此 立马又是一番彩虹屁吹嘘 云瑶瑶都笑着授下了 还反夸了一些大臣的表现 两方你来我往 好一番君臣和睦 商业互吹 的场面 等大臣们夸完 云瑶瑶忽然指起了屠山镜的手 拉开袖子 诸位 方才秋猎发生了意外 妙妃被恶虎袭击 受了伤 众人这才看到 屠山镜的手上 有刚处理好的心伤 纷纷面露惊察关切 云瑶瑶扫了他们一眼 等将所有人的反应收入眼底后 眸光忽地冷冽下来 朕从不幸什么意外 恶虎失控一事 朕会查清楚 要是被朕查出 是有人故意加害 定当 严惩不待 这六字铿锵有力地 置在众人心头 大臣们均是心中一惊 方副统领 云瑶瑶患 臣在 方武成立马半跪在地上 此事交与你去调查 务必将事情经过调查清楚 还妙费一个公道 云瑶瑶冷声道 臣领命 定当将恶虎失控一事 查个水落石出 方武成速声领命 嗯 云瑶瑶眸光冷淡 审视威慑的目光 扫了众人一眼后 才露出一抹浅浅的笑意 诸位爱卿不必惊慌 丘烈获得名刺者现在上前 正一个个亲自奖赏 紧张的气氛 随着一份份奖赏下去 逐渐消散 可众人心里头的忌惮 却越发加重 陛下的性子 越发诡诀多变了 从前只威胁震慑 现在还学会了 一边打你巴掌 一边给你填草 让他们想弹劾 都找不到借口 且妙妃在陛下心目中的分量 远比他们想象的要重啊 陛下能从一个死断秀 变成独宠妙妃的专情之人 这妙妃身上到底有何魔力 是喜爱妙妃 那与陛下相近的 冷漠暴力的气质 还是喜爱她身上那股 能做出世君 这种惊世骇俗之势的劲 则则 这么一想 陛下是有受虐倾向吧 上赶着的女人不要 偏爱冷她杀她的 又或者 是这妙妃的床底之术很好 勾底陛下能一夜十三次 这才如此重视她 则则则则 云摇摇还不知道 这群表面正经的糟老头子 心里想的都是 和她有关的黄色废料 丘烈结束后 她便带着屠山镜 直接摆驾回宫 则王与云烟烟领了赏 也坐着马车离开了皇宫 马车上 则王闭眼休憩 云烟烟则攥紧衣裙 心神不宁 陛下怎会猜到 这是世人为 看陛下那震怒的模样 是要彻查此事了 怎么办 她会被牵扯出来吗 惶恐间 云烟烟并未注意到 马车外的路 不是驶向则王府 不知过了多久 马车悠悠停下 则王下车伸出手 扶着云烟烟下来 看到屠山泽那 温润如玉的英俊面旁 云烟烟心里泛着蜜 心中的恐惧顿散 不会的 那是她做得十分隐蔽 就算到时候事情败露 王爷那么宠她 也定会护她 王爷 您怎么带臣妾来到了云家 是知臣妾想家了吗 云烟烟深情地望着 屠山泽的脸 屠山泽但笑不语 则王来府 云良亲自出来招待 云烟烟则是和云里士 在一旁说着踢几话 梅寒暄几句 屠山泽便用那双看狗 都深情地凤眸 看向云烟烟 语气平常地 像是在聊日常 一而 恶虎失控一事 是否与你有关 云烟烟的心脏 被猛得一击 她支支吾吾 不敢回视她的眸子 王 王爷 云良也参加了这次的丘烈 自然知道 恶虎失控一事的严重性 侄女莫若妇 她一眼就看出了 云烟烟的不对劲 怒气冲上胸膛 云良想重重呵斥她 却碍于屠山泽在场 只得原地跺脚 留着冷汗 真是你做的 你 你去惹她干嘛 这可怎么办 陛下下令严查 要是查出了是你所谓 轻则是因度生恨 残害妃子之罪 重则 那可是 会灌上谋害陛下的 诸九族大罪啊 不会她云良又要体会一番 被诸九族的酸爽了吧 孽女 都是些不省心的孽女 云烟烟月听 便知道自己是闯大祸了 和云李氏抱在一起 害怕地流着眼泪 父亲 女儿也是因着姐姐 对您和母亲做的事太过分 便想给她一个小小的教训 谁知 云李氏也焦急地抹着眼泪 夫君 实在是上次妙飞来云家 做得太过分了 被下人打 妾身上能忍受 可她不将夫君放在眼里 不顾念妇女之情 别说妾身 连一项善良柔弱的嫣儿 都忍不了了呀 母女俩的三言两语下 又让云良想起 前段时间 脸面被轻生女儿 狠狠按在地上摩擦的耻辱 她心头的愤怒 全部转移到了云瑶瑶身上 不要提那个孽女 云良气得胸膛重重起伏 可她有陛下相护 这次恶虎失控 一旦被查到真相 看到云良的态度松动 云李氏哀气地握住她的手 夫君 你还看不出吗 妙飞已是攀上了枝头 完全不顾念亲情了 您可就只有妍儿这一个女儿了呀 云良脑子里的思绪实在是乱 她来回焦急地踱步 理着这段时间 从未太平下来过的事 图山泽就这么站在不远处 看着这一切 眉头四挂着一丝淡淡的担忧 可眸中却毫无波动 细看还藏着深深的讥讽 一家子的蠢货 也不知这耳根子软的老蠢货 是怎么做到上书之位的 还有这又没脑子 又爱惹事的小蠢货 每和他待一起 都怕自己沾染到他身上的蠢气 难不成国师所说的大福瑞 真是云瑶瑶 图山泽此时有些后悔当初的决定了 如云瑶瑶才是福瑞 她必要将她留在自己身边的 图山泽想起 从前自己在云家人面前露面时 那愚笨懦弱的少女 虽躲得远远的 可眼底流露出的仰慕爱恋 不会有假 图山泽最自信的 便是她在女人中的魅力 三日后的秋季 她便试探下 这云瑶瑶的真心 一举将她发展成自己的人 思索间 那边的云良已经平退了云烟烟和云李氏 心吓一狠 扑通一声跪在了地上 恭敬行礼 此事是微臣小女一时一气惹下的祸 妙妃近段时间所作所为 实在是含了云家上下的心 我云良从今日起 不再有这个女儿 只有云烟烟一女 臣自此也任凭泽王调遣 求泽王避祸 这番说辞 直接了当地表明了云良的立场 云家彻底归顺于泽王一派 见此 图山泽立马扶起云良 轻声宽慰 云尚书 快快请起 一二是本王的侧妃 于秦尚本王应当承担 云尚书也是本王欣赏欲结交之人 于云尚本王也会帮忙 这一番漂亮话 让云良心生好感 感叹自己跟了个民主 两人又是好一番互诉忠常 直接将云良感动得懊悔不已 他怎么就不早些投靠了泽王呢 如此心怀大意 胸襟宽广 礼待下沉 人后之人 才最适合做上那九五至尊之位啊 聊着聊着 屠山泽露出一丝忧色 本王最近确实有需要云尚书帮忙之事 云良连忙道 王爷您快快到来 臣必尽力而为 经部侍郎周思仁 本王欣赏其才干 欲与其结交 如云尚书能够将他引荐给本王 那便是美事一桩了 屠山泽淡淡道 周思仁 云良想起了前段时间 陛下还特意关心过此人 混沌的脑子顿时在此刻一阵清明 想明白了一些事 陛下心修水利 需要的钱与粮很快就会不够 户部可是朝廷的钱袋子 要是将户部收入麾下 这个难题将迎刃而解 要是真让陛下将户部收了 则王的大业又将多一分阻碍 想到这 云良正色抱拳 陈定当竭力将周思郎拉拢过来 两人又是商量了一番后 天色渐晚 屠山泽将要离开 送别前 云良恭敬问道 王爷 要是周思郎投靠了陛下呢 屠山泽放下茶杯 起身 手指胆了胆衣袍上并不存在的灰尘 声音清寒如水 那便秋季日 杀之 云良瞳孔一缩 看向那道离开的身影 玉冠树发 满是上位者的漠然 那原本温润平易的气质 此刻化作一把把锐利风寒的无形之刃 刺入他的肌肤 他一屁股就重重坐在凳子上 后知后觉地反应过来 玩犊子喽 他着到了 秋季是由礼部负责 也就是由他全权负责 秋季日杀死一个侍郎 与他并不困难 且他杀了周侍郎后 再无倒戈陛下的可能 则王从一开始 就将他算计进去了 也许 从一而想教训妙妃时 他就察觉到了 只是故意放任了他 是他云良太蠢 想要夺权之人 怎可能是良善人后之辈 呜呼 刚出龙潭 又入虎穴 他云良的太平日子 又要到头了 第十九章 就从了他吧 结结结 而另一边 回到府宅里的周思人 从惊魂未定中回过神 脑海里不断想起 云瑶瑶说的那番话 眸光越发痴迷起来 连小思在门外通报 用善时间 倒都没有听见 过了许久 周思人才回归理智 心修水利一事 岂是那么简单 就说时间 就至少得好几年 更别谈日后 遥遥无期的海运 这不切实际 我不能再想了 可云瑶瑶的那番话 又像苍蝇般 钻进了他耳朵 周思人动摇起来 可不是怎知 能否做到呢 何况国师都说了 陛下能成功 一旦成功 其中的利益 该是多么的丰厚啊 不行 万一这事 是陛下编造的怎么办 故意透露给他 想要拉拢他 让自己心甘情愿地 为其所用 陛下虽残暴 却不小人 他应当不会借用 国师的名号 那般神奇的海外世界 也不像是能够编造得出的 就这样 周思人怀揣着万千思绪 万分纠结 随意扒了两口饭 便早早上床休息了 躺在床上 他翻来覆去 就是静不下心来 直到凌晨 才合眼昏睡了过去 睡梦中 他竟然梦到了 陛下所说的 神奇黑色人种 他们通体黑肤 隐在黑暗中 就完全找不见 他们的身影了 只能看到 他们的大白牙 而他心神恍惚地 走进一片黑暗后 走着走着 远处突然出现 一张张大口 牙齿雪白 一张一和飞速说着话 周思人 楼剑山这等 祸国祸明之辈 以后迟早倒台 早点另投新主吧 陛下现在虽穷 但跟着他潜力无限 以后运河通了 南北通商 带来的利益是巨大的 海运更是会带来 无数金银财宝 周思人 你确定要错过陛下 这一座 日后数不尽的金山银山吗 陛下都说了 十分欣赏你的才能 就从了他吧 一副副雪白牙齿 围绕着周思人的头顶 旋转飞舞着 周思人面露惊恐 就从了他吧 结结结 周思人从噩梦中醒来 猛地坐起 后背已经惊出了一身冷汗 此时他的脑子里 全部都是那诡异的画面 和那句就从了他吧 结结结 再循环播放 吓得他拿出藏在枕头下的金疙瘩 抱着压惊 过了好一会儿 周思人用手指关节 撵掉眼尾的泪字后 他心想 要不 就从了陛下吧 星号 陈光细微 宣政殿内又是好一番 你来我往的境界批斗 下了潮 云瑶瑶拖着困乏的身子 前往屠山静所在的云音宫 早起上朝 真的是一件十分折磨人的事 得去暴君殿里 炫几盘美味糕点 才能安慰好他满是怨气的小心灵 一踏入云音宫 云瑶瑶神清气爽地喊了一嗓子 爱飞 看到自己 那一向冷力威慑的面旁 露出如此朝气活力的表情 屠山静仍旧有些接受无能 他凭退下人 收回视线 问起正事 今日朝廷上说了何事 云瑶瑶将朝廷上大臣们上奏的情况都说了一番 又补充道 运河已经正式动工 楼建山笃定 这项工程会中途夭折 没什么油水捞 所以没多重视这事 倒是给我们行了方便 对了 龙颖未来报 楼建山的坏名声 已经在民间传扬出去了 还有文人私下批斗他 看来狄顺志的新画本写得不错 周四人的态度 似乎有所松动 三日后的秋季 看我给他下一剂猛咬 屠山静一听云瑶瑶这话 便知道 他心里又有坏点子了 他忍住不将自己的视线 往云瑶瑶那鸡贼 奸诈的表情上落 深呼吸两口气 跟他讨论接下来的行动决策 结束后 云瑶瑶吃点心 也吃了个半饱 毫无形象地打了个长嗝 看地屠山静 又是心头一梗 他那久武至尊的形象 迟早被云瑶瑶毁掉 云瑶瑶毫不知情 屠山静心里的小九九 他将屠山静的手拉了过来 放到面前仔细打量着 怎么样 手还痛吗 当时被恶虎刮了 那么大一个口子 得多痛啊 还好还好 没痛在他身上 太医怎么说的 这伤多久会好 也不知道会不会留疤 他这么漂亮的手 可千万别留疤呀 看着云瑶瑶 一副心疼坏了的模样 将他的手放到怀里 又腹又柔的 温热的触感不断传来 屠山静手臂一将 连忙将手收了回去 表情颇为不自在 无妨 小伤而已 云瑶瑶急了 这怎么是小伤 你可千万别讲 一定要听太医的嘱咐 好好喝药换药 早点把伤养好 我才能放下心来 男人一般不在意 留不留疤 云瑶瑶怕这狗暴君 真不拿这句身体当回事 他又嘱咐了好几遍 太医所说的注意事项 云瑶瑶一向是气他惹他居多 现在突然表现出 如此真情实义的关心 倒是让屠山静更不自在了 也不知道该回什么话 屠山静眼前又浮现出 那天云瑶瑶策马向他奔来 俯下身握紧他手的刹那 心中微动 以往身边之人 许多都是想杀他的 第一次他体会到了身处险境时 有人向他伸出援手的感觉 这段时间 云瑶瑶也配合着他 将朝廷之事处理得井井有条 甚至几次解决了他的烦忧 或许 这次的互换并不是坏事 对了 为了你的安全着想 以后还是得有一个能信任 会武功的贴身婢女随身保护 谁适合呢 云瑶瑶认真思索着 屠山静看着他担忧的神色 更加确信了自己的心中所想 又或许 这雌性生死部在日常相处中 也对他交出了几分真心 要是云瑶瑶此时此刻知道 屠山静的心理活动 必会跳脚大骂他 这人颅内有急 脑补是病 两人各怀心事间 一道激动粗犷的声音 从耳边炸响 小 姐 云瑶瑶诧异地抬头望去 只见一座如山般庞大的身躯 大步朝这边狂奔而来 脸上的横肉微微颤动 一如脚下跟着颤抖的地面 身后经过训练的侍卫们 拔刀追在后头 竟一时间没有追上 云瑶瑶惊叹 好一头展翅高飞的做山雕 小巫子见这场景 顿时吓破了胆 却还是哆哆嗦嗦 挡在了云瑶瑶的前面 大胆奴才 你敢 话还没说完 小小的身影 就被这座大山 创飞出三米远 啪哒一声摔在地上 小巫子感觉自己 整个人都快要碎了 云瑶瑶又叹 好生凶猛的力气 直到跑到屠山静面前 牛秀才眷恋担忧地 俯身将自己的大脸 贴上他的胳膊 小姐 听说您被伤了 秀儿好生担心 伤好了之后 就赶紧过来看你了 小姐可还痛 屠山静立马抽回自己的胳膊 面对着深情的绿豆眼 他恶寒不已 滚 牛秀儿正要伤心地 发出他牛摸一般的哭声时 云瑶瑶及时凑了过来 打断了他 你叫秀儿 牛秀儿第一次见到 这么英俊神武伟大的一张脸 不禁愣在原地 啊 对 我叫牛秀儿 你换我秀儿便是 云瑶瑶在探 好生奇特的名字 小太监们 已经搀扶起小巫子 他气急地指挥赶来的侍卫 胆敢以下犯上 在陛下面前 如此不知礼数 拿下他 侍卫们就要将牛秀儿拿下 云瑶瑶喝止 无妨 你们先退下 此人正有用处 小巫子等人 见状听令退下 牛秀儿反应过来 对面之人是谁后 立马跪在地上请罪 避 陛下饶命 刚刚奴婢看到小姐太激动了 冲撞了您 这是全是奴婢的错 与小姐无关 云瑶瑶垂头盯着牛秀儿的后脑勺 眸底闪烁着炙热光芒 此时不就出现了一个最佳人选吗 力壮如牛 直见能将小巫子先飞出去 奔跑如报 方才的爆发下 连经过精心训练的侍卫都追不上他 最重要的是 足够忠心 小说里一笔带过了这位与云瑶瑶 从小长大的贴身婢女的结局 在云瑶瑶 宫艳备展的消息传回云家后 他竟然爆发 杀了云家三十多个 欺辱过主仆二人的小四婢女 最后在刺杀云里逝时 被赶来的侍卫们反杀 如此武力直强的忠仆 当然得收 涂山静一见云瑶瑶的表情 就明白了他心里的想法 他皱眉表示拒绝 不 云瑶瑶开导他 难道还有比他更合适的人选吗 你现在的安全很重要 想想 你的三生三世 下一世 你投胎成了新凶奴皇宫里的地砖 下下世 你投胎成了一头母猪 别说了 涂山静气的嘴角抽抽 这就对了 以后就让秀儿贴身伺候你 平时你操练身体时 也可以操练操练他 顺带交交他宫里的规矩 云瑶瑶喋喋喋不休地嘱咐着 牛秀儿满面红光地兴奋着 看着这两人的面庞 涂山静闭上了眼 他预感 之后的太平日子 要消失殆尽了 第二十章 齐鸣为鸟 画尔为鹏 大鹏飞 两日后 方副统领查得 秋烈日恶虎失控一事的真相 涂山静所在的云宁宫 有一宫女 因杜恨妙妃受陛下宠爱 想要爬龙床 所以欲将妙妃除了 这宫女从猎场的一位 饲养官手中得来 能够吸引猛虎的药粉 在日常侍奉中 撒到妙妃身上 故引起的这场灾祸 那宫女和饲养官 得知事情败露 在被押入天牢前 纷纷自杀身亡 这也太扯了 云瑶瑶看着城上来的罪路 嘴角抽抽 涂山静倒是通过这真相 确定了自己的猜测 是云烟烟做的 秋烈日云烟烟过来 与朕道歉示弱 那时朕就怀疑 她另有目的了 云瑶瑶想到了什么 你的意思 是则王帮她眼下的这一切 涂山静点头 嗯 秋烈过后 则王的马车去了云府一趟 应当就是在商量这事 涂山则愿意出手 看来云家已经彻底倒戈了 云瑶瑶唏嘘 同样是女儿 怎么区别这么大呢 嫡女宫艳被污蔑打杀一声都不吭 庶女主动害人 却为了护她 加入则王阵营 这也是云瑶瑶 不主动收云加入麾下的原因 云良一家老小 都太阴险小人了 云瑶瑶不想跟新颜子多的人交好 则王阵营 突然多了个礼部上书 云瑶瑶有些发愁 她撑着脑袋 思索起原小说中的有用信息 每次脑袋里 快要想起些什么时 记忆链又突然断裂 令堂的 云瑶瑶将心态放宽 看着一旁的土美人 认真地批阅奏折 一边吃起了糕点 能解决的事情 早晚能解决 不能解决的事情 早晚把我解决 及时行乐了再说 嗷乌吞吞吞 又是一碗椰黄蛋白 冻冠咽入肚 屠山静翻阅奏折的手一顿 这生死步的话 乍一听很没有道理 可细细一想 又诡异得十分有道理 但自己在这辛劳工作 他在旁边哐哐哐地吃 且每次吃完 都会将战果推卸到他身上 害得这后宫里的宫人 人人都传他十两惊人 还编了个笑话 妙飞入宫前说自己是小鸟胃 入宫得宠后 陛下某日见他一次吃了五只鸽子 便惊诧问道 爱飞 你不是说自己是小鸟胃吗 妙飞咽下口中的鸡腿 放下手里的糕点 含羞待怯道 其名为鸟 化而为鹏 从此 他便有了个外号 大鹏喂大鹏飞 这时还是龙影为禀告上来的 云瑶瑶当时听到这个笑话 足足笑了半个时辰 要不是他阻拦 他当场就想 把那些嘴碎的工人拖下去 统统斩了 别吃地像楼剑山那般满身肥肠 别吃了 保持真的身形 涂山静心中郁闷 呵斥了云瑶瑶 好不容易有狂吃还能胖的 不是自己的机会 云瑶瑶才不管这么多呢 他敷衍的摆摆手 好了 等会我就去骑着饭桶溜几圈 把吃进去的统统消耗掉 涂山静冷哼一声 这还差不多 过了一会儿 涂山静才反应过来 他和尚奏折 眸光尘寒 等等 你骑着饭桶溜圈 消耗的不是饭桶吗 你又不用动 云瑶瑶捧腹大笑 哈哈 你现在才反应过来啊 大鹏飞 你耍赶震 涂山静咬牙切齿 直接站起身 云瑶瑶连忙起身 就往前清宫的店门那跑 谁知气上头了的涂山静 真的追了过来 云瑶瑶赶紧推开店门 恰逢小巫子也在门口 他紧急刹车 涂山静就这么撞进了他的怀里 云瑶瑶顺手 就用自己高大的身躯 包裹住他娇小的身体 摁在怀里 别动 见到这场景 小巫子先是一惊 然后立马露出给我懂得的表情 将店门合上 他满面红光 内心表示又磕到了 陛下与娘娘 白日都能轩迎 当真是恩爱无双啊 李小殿下的到来 不远了 前清宫内 被环抱在怀中不能动弹的小娇妻 涂山静闷声怒吼道 云 瑶 瑶 春种秋时 在一片宁静下 秋季日到零 摆满真修贡物的乐坛下 云瑶瑶和涂山静 身着素颜庄重的官服 前者暗金色龙袍 后者暗红色警服 两人先后素败焚香 云瑶瑶前程低头 沉稳低词的声音 铿锵有力地置在每位大臣的心头 朕定当继续力经图治 让治下百姓安居乐业 让朝中大臣信重于心 让烟斥王朝 再不为匈奴所贤 此路贤祖不断 正义不拒 愿此次百姓丰收 笑容满面 愿烟斥王朝来年风调雨顺 国泰民安 等相鸟鸟燃尽 云瑶瑶已经副手 立于乐坛旁边 夜风卷地金玉关下 那头黑发烈烈飞舞 身形挺拔 眼含慈悲大意 落在众大臣的眼里 倒真有一番明君的气场 等反映过来自己的内心想法 大臣们又有些懊悔 陛下最近是收敛了不少 还采取怀柔政策 可本质还是个暴力冷漠的暴君 绝不可被他表象迷惑了 心里这般想着 大臣们一个接一个地 来到乐坛面前上香祈愿 也祝自己来年顺利安康 云瑶瑶立于一旁 和爱平易地朝他们点头 嘴角还带着一丝浅浅的笑意 有些大臣们 心中刚还建立起的防线 再次破了 还有些受宠若惊的惶恐 朕知你们也辛苦了 百姓有此丰收年 朝中百官的努力不可或缺 稍后 朕会按照你们上半年的功绩 一一进行奖赏 这话一落 所有臣子都面露惊喜 狄顺志更是心中尽虫 国库都如此穷了 陛下还记挂着他们这些臣子 当真是心系百官的好君主 云瑶瑶将众人反映收入眼底 对此表示满意 特定的节日 当然是要发放点员工福利大礼包了 这样才能更好地维系君臣感情 扭转他的暴君形象 反正奖励下去的 都是从他们家偷的 取之于臣 用之于臣嘛 随着一份份奖赏分发下去 大臣们脸上的喜悦 越发真心实意 连带着看向云瑶瑶的视线 都柔和了不少 屠山镜将这一切收入眼底 不禁开始反思起自己从前的手段 是否真的太过粗暴直接了 朝中大臣几乎都怀有二心 不是真心奉他为主 他也从不将信任交付于他们 因此 他采取的手段便是镇压制衡 让他们为他拒他 他们才会不敢 将手伸到他底线之下 可现在 思索间 云瑶瑶侧身凑过来 用只有两人能听到的声音道 看吧 其实有些大臣不惜你的原因是 觉得你太过冷漠铁血了 没有一丝温情在 害怕跟着你 没有好下场 被泄沫杀驴了 对付这部分大臣 还得采取怀柔政策 让他们看到你有明君风范 当然 对付那群屡教不改的朝廷蛀虫 该打打该杀杀 其实 经过这段时间的相处 你人也没我想的那么可怕 怎么就如此不敢 将自己的信任交托出去呢 信任 屠山竟想到了什么 神色微变 嘴角扯起一抹自嘲的笑容 第二十一章 娘娘 她是不是在勾引你啊 秋季日不仅要祭秋 还要拜月 待在场所有大臣都祭过了乐坛后 便摆桌开宴 静待夜幕降临 明月挂于天空 随后司主管弦之音响起 宴会公愁交错 难得有休息日 云瑶瑶便与大臣们举杯对着起来 酒过三巡 众人的话匣子也打开了 有见官不忘自己的本职工作 讨人闲地出来敬见 陛下 听闻您前日一夜便要水了十二次 延绵子嗣是重中之重 龙体也需要保重啊 古代身份高的人 在每次行方前都需要清洗干净身体 叫水了多少次 也隐喻着行方了多少次 言下之意 不要被瑟瑟掏空了身体 对上一旁屠山竟飞过来的刀子视线 云瑶瑶略有些心虚 她为了彰显自己的龙体很强 折腾屠山竟 配合她半夜叫水了十几次 使她过分了 下次一夜叫水个三次就够了 爱卿说得有理 朕会注意 此番听劝的回答 倒是让见官接下来的话说不出口了 她性性然闭嘴 也有大臣借新修水利一事 开始发泄着自己的不满 云瑶瑶表面冷下脸 心里默默记下了这位大臣的连语名字 准备让龙影卫 日后又表演一番魔道团进京 还有大臣好奇地看着云瑶瑶桌上的铃铛 陛下 这铃铛一看便知非凡品 陛下可否告知微臣此物的名号 云瑶瑶立马投去一个欣赏的目光 终于有人发现 她这随身携带的三清灵了 惠云就多云点 此物名叫三清灵 是狄爱卿所送 朕甚为欢喜 云瑶瑶妈撒着手边的三清灵 淡淡道 众人的目光立即落在 极力想降低自己存在感的敌顺之身上 好啊 这狄大李卿平时险山不漏水的 立场最为中立了 竟偷偷向陛下施好送礼 宝皇派对他投来欣赏的目光 中立派则一脸被背叛的气氛 好你个墙头草 说好一起的不参与朝廷这趟浑水 你却偷偷抱上了陛下的大腿 中立派立马就有几位大臣 出声阴阳他 被冤枉了的狄顺之 有苦说不出 他表面严肃正义脸 内心小人已经怒骂开了 喝点马尿 你是心高气傲 敢惹他富贵先生 你是生死难料 今晚回家 便把你们通通写进画本中 安排个同名同姓的恶人角色 可对上君主投来的信任视线 狄顺之又觉得无所谓了 事到如今 导各位宝皇派就宝皇派 如此明俊 值得他狄顺之追随 他于是正式表态道 陛下英明神武 苦心未明 微臣甚为敬佩 别说是一个三清灵了 就算是微臣家中的传家宝 也愿双手奉赏 云摇摇面露欣慰触动 狄爱卿 狄顺之谋光黏腻肉麻 陛下 宝皇派 如此可较也 中立派何则王派 呸 你让我觉得恶心 一旁的屠山镜 已是完全没眼看了 他那冷傲僻腻的君主人设 已被他完全崩碎 人群中 周四人笑而不语 这狄大李卿被陛下卖了 都还帮着他数钱 真是年轻哪 很快 又有户部的臣子们 掺和进话题了 他们仗着户部 是朝廷的钱袋子 各路官员都须仰仗着 平日便有着不将人 放在眼里的心高气傲 户部的臣子 明里暗里开始指责起心修水利的 不恰当之举 这次 狄顺志不再沉默 直接化成了小喷子 护着君王 就开始了对翻全场 电光火时间 宴会中 一股无形硝烟弥漫着 这时 有龙影卫伪装成的小太监 富尔在云瑶瑶旁道 陛下 有人要对周四郎下毒 今夜云瑶瑶 本是要给周四人来一剂猛药的 于是 派了龙影卫监视着 与周四人有关的一举一动 却没想到 还有这一番收获 他眼底闪着看好戏的恶趣味 吩咐龙影卫 把毒酒换了 且盯好 那下毒之人 顺藤摸瓜 查出背后主使 不久 明月悬挂高空 月灰洒落在众人身上 这彰显着此次的秋季圆满顺利 云瑶瑶抬手抓住一抹月灰 眸底一片杏色 月黑风高夜 正是下手时 随后 他把视线落在了起身离席 准备去解决五股轮回大事的周四人身上 约摸着时间差不多了 正是离席 实则朝周四人的方向而去 云瑶瑶走了 涂山静也不予多待 同样起身准备回宫 一直注意着 这边的泽王 见此勾起唇角 起身 与四周的大臣们道了别 天色已晚 本王也该回王府了 诸位莫相送 说吧 他的身影逐渐消失在茫茫夜色中 涂山静经过御花园时 一阵情音忽然响起 那情音悦耳动听 细听像是在诉说着主人的 浓浓缠绵翡测之情 涂山静朝着声音来源看去 只见凉亭下 一阅白色锦袍男人正专心抚情 叶峰撩动起他耳边的发丝 露出一张光风际月 俊美温润的脸 涂山静身后的宫女 同步发出了一阵抽气声 牛秀更是直接被迷得走不动到了 哇 好美 涂山静暗自冷笑一声 深更半夜的在这忧郁抚情 不知情的 还以为是女鬼复活索命呢 怪甚人的 她抬脚就欲离开 涂山泽的余光 见到那道乒停身影将要离开 立马起身 装作刚刚看到她 面色微微惊诧 妙妃娘娘 没想到你也在这 说话间 涂山泽已经来到了涂山静的面前 一双看狗都深情的桃花眼 专注地盯着她 嘴角还挂着温柔的笑 要是寻常贵女 早已沦陷在这一番 绅士深情的攻势下 但涂山静是个直男 而且是这发动攻势之人的哥哥 他只觉得浑身肌皮疙瘩掉落一地 一阵恶寒 以前他怎么就没发现 涂山泽像只骚包孔雀 竟还敢觊觎自己的黄嫂 涂山静完全能猜到 对方是何目的 他面色不渝 浑身冷意 何事 涂山泽一愣 对方竟毫不领情 这不应该啊 诧异的抬眸 对上涂山静的眸光时 涂山泽呼得心间一颤 这目光好熟悉 竟跟涂山静发怒前兆的表现 一模一样 很快 他又将这种可笑的念头抛于脑后 许是遥遥对自己心里有气吧 这时 牛秀儿轻声附在涂山静耳边 笑 娘娘 他是不是在勾引你啊 牛秀儿自以为自己的声音很小 使则中气十足的气音 在夜晚显得格外刺耳 真诚是最大的必杀剂 四周的空气足足记制了好几秒 一众工人侍卫的表情 都像吃到了大瓜 纷纷瞪大眼睛盯着脚尖 不敢作声 却偷偷支起了耳朵 涂山泽装作没有听到 十分厚脸皮地答道 无事 只是没想到能在这里遇见娘娘 打个招呼吧 牛秀儿的一番话打断了涂山静的思路 他本想直接甩脸子就离开 不屑于在这种无聊之事上浪费时间的 可耳边突然想起了云瑶瑶以前说过的话 暴君 你有时处理事情太粗暴直接了 反而会断了很多藏鱼其中的机会 向某某大臣这件事巴拉巴拉 换作云瑶瑶遇到这种情况 他会怎么做 他应当会不按常理出牌 顺势而为 并发挥自己的精湛演技 陪着对方演下去 那这次 便试试他的处事方法 第二十二章 竟敢用乌言晦语污染陛下纯洁的龙耳 你们先退下 涂山静平退了身边的工人 涂山则见此也秉退了跟随的侍卫 毕竟是孤男寡女的独处 工人与侍卫们便站在不远处 既能不离开视线 又能听不见两人的谈话内容 涂山静坐到亭子的另一边 脸下眉眼 收了周身的冷意 尽量让自己看起来温柔些 可是不说话总显得很冷漠 于是他特意压低了声音 学着女人掐着嗓子说话 则王 结果发出的声音缠绵勾人至极 把自己都恶心到了 涂山静连忙闭嘴 内心懊恼不已 涂山则则是差一极了 美人突然对自己展现出两副面孔 连换他的声音 都像把小钩子似的挠得人心尖痒痒 他压下心底的悸动 试探问道 娘娘禀退工人 可是有话对我说 涂山静反将他一军 我倒觉得 是则王有话要对我说 涂山则一眼就看出了 对方在欲擒故纵 可今晚的机会实在难得 他便点头 话语藏着些许暧昧 只是问候下黄嫂的近况罢了 黄嫂 你在宫中待得可还习惯 涂山静心中冷哼一声 四处留情的骚包孔雀 内心这样骂 涂山静表面哀怨道 宫中变向一个四方高强的龙牢 每日面对的 都是那些与你二心的面孔 做事说话需小心翼翼 陪伴那至尊之人更怕出错 怕某日惹怒了他被咽弃 习不习惯的 那已经是奢望了 说到这 涂山静抬眸 尽量把面前的骚包孔雀 想象成烟赤江山 目光深情 要是我与泽王的婚约还在 如今入住泽王府 享受泽王恩宠庇护的 便是我了吧 哦 好生肉麻恶心的一番话 涂山静赶紧低下头 唾弃了自己两秒 进而又佩服起云妖妖那见人说人话 见鬼说 鬼话的不要脸精神 明月下 月辉硬衬着美人更加夺目 且褪去了那身拿不出手的愚笨懦弱后 让人完全一步开眼了 尤其是美人表完真情后 立马害羞地低下头 这更满足了涂山泽心中的征服欲 一个手无寸铁的弱女子 被抢入后宫 只能用冷漠威严 充当自己的保护色 实际上 在这个痴人的皇宫里 她整个人都快要碎掉了 而且 不管是从前为了活下去而藏桌 还是现在在后宫中伪装 云瑶瑶对自己的情谊 从未改变过 无妨 她会出手拯救她 雅儿 涂山泽眼底满是痛楚 公宴之前 我也一直以为 你才是我的妻子 却没想到 你成了我的皇嫂 每当想到此事 我的心里就痛苦难忍 说吧 一滴眼泪溅在了手背上 她颤抖着 想用手势去这滴泪水 却像被某个事实烫伤了般 痛苦地闭上双眼 涂山静 她眼底一片绿色 骚薄孔雀 果然想挖她墙角 演技竟也不比云摇摇的差 可惜了 你万万没想到 你演的这具身躯里装的灵魂 正是你想篡位的皇兄 涂山静面露动容 又愤恨道 那暴君表面对我温柔恩宠 实则有着变态的控制欲和癖好 他经常夜里折磨我 我已经快忍耐不了了 以色是忍者 色衰而爱迟 不知哪一日便会被他咽弃 走啊 我觉得你才是卫明卷 他根本不配做这皇位 就算我与你的缘分近了 我也想助你坐上这位置 到时候 我要亲手杀了他 涂山静狠起来 连他自己都骂 果然 这钓鱼的钩一抛 涂山泽就被吊成了撬嘴 涂山泽眼底闪过一丝惊喜 他没想到 这云咬咬如此上道 他早就猜出了 涂山静不可能真心爱一名女子 原来把云咬咬求在身边 就是为了发泄自己的变态癖好 这倒是给了他利用的机会 不管云咬咬的真心有几分 如今这近况 他 才是他逃离龙坛虎穴的唯一道路 咬二 皇位不皇位的我根本不在乎 涂山泽想握住对方的手 想到远处还有人在 又算了 我只想救你出来 再续上这段缘分 涂山静眼着眼着 也从刚开始的羞耻 唾弃到如今的游刃有余 他抬起一双 蕴着泪水的美眸 感动哽咽 王爷 于是 月色下 兄弟俩又是一番互诉中长 不久 两人互相行了一礼 恢复原先的生疏冷漠后 便各自背道而行了 月光将两人的身影 拉得很长 涂山泽得意地背着手 此次不仅将国师所说的福瑞收入麾下 也在涂山静身边 安了个眼线内影 收获颇丰啊 涂山静嘲讽地扯起唇 此次不仅获取了涂山泽的信任 还成了他的眼线 以后 事情要变得有意思起来了 另一边 云瑶瑶在暗处等了许久 才见到周思仁一脸爽快乐的表情 从攻防出来 气得云瑶瑶脸都绿了 拉屎拉小半个时辰 这周思仁是有便秘吧 他黑着脸 正要从暗处出来 却见不远处 有一女子身影婀娜地走近 他又连忙躲进了暗处 陌生女子拦住了周思仁的路 对着他说了些什么 周思仁的反应 有些不对劲起来 云瑶瑶实在是好奇 他赶紧移动位置 躲到更近些的暗处 一众暗中跟随的龙影卫们 也随之变换位置 对于自家陛下 这鬼鬼祟祟的偷窥行为 他们表示仍不习惯 心目中霸气威严的君主形象 逐渐崩坏 要不是陛下有时 展露出的铁血手段 和对龙影卫的完全熟悉掌控 他们都要怀疑 陛下是不是换了个性子了 离境了后 借着角角月光 云瑶瑶才看清了女子的面貌 女子容貌野利 欠若无骨 一颦一笑 接获人心神 青纱飘起 魅色无边 隐约还有一阵香气飘来 连云瑶瑶都情不自禁地恍了神 可他说出的话却十分露骨骇俗 侍郎大人 小女子仰慕宁已久 愿成为大人的房中妾 小女刚急凭 还是虫儿 定会将大人伺候得舒舒服服 周四人惊得连忙白首 家有虎妻 实在消瘦 不弃此等艳福 你赶紧走 女子盈盈一跪 拉开薄衣 一对又软又圆的白兔跳了出来 看得人血脉喷张 大人 你确定不试试吗 很舒服的 别说男人了 连躲在暗处的云瑶瑶都想替周四人试试 也不知这周四人今天走的什么运 前脚还是赌酒相害呢 后脚就有美人头怀送抱了 云瑶瑶还想继续看八卦 两个小棉花团就塞进了他的耳朵里 隔绝了声音 他不解地扭头一看 只见小巫子脸红得像番茄 此女子太甜不知耻了 陛下 断不能让这些乌言晦语 污染了您纯洁的龙耳 云瑶瑶 他都业遇涂删近十三次了 还纯洁 小巫子这是心里对他开了多大的滤镜啊 这一打岔 云瑶瑶再次看向周四人那方时 场景顿变 那娇媚女子已经拔下头上的簪子 就往周四人的心口刺去 第二十三章 你的瓜皮 谁叫你真砍了 我靠靠靠 周四人可不能死啊 身体本能大过大脑反应 云瑶瑶下意识就制出一颗石子 那石子凌厉飞出 精准地砸飞了女人手里的簪子 云瑶瑶再一次赞叹 涂删近这具身体的先天素质 一击不中 那女人直接脚尖点地 就要逃离现场 却被冲出的龙影位制服在地 周四人一屁股坐在地上 大口大口地喘着气 一脸心有余悸 我就知道 天降厌狱这种好事 不会发生在我身上的 见不能再躲藏下去了 云瑶瑶副手从林中走出 矮色眼瞳一片冷冽 周四郎 你怎会在此处 竟在庄严肃目的 秋季日行此等苟且之事 该当何罪 要不是 朕从这经过 你这条命就没了 周四人跪在地上 赶紧解释 毕 毕下饶命 是这陌生女子突然拦路 还迷惑陈的心智 最后拔簪沙尘了 云瑶瑶冷笑 眼底一片肃杀之意 既知是陌生女子 还敢不做防备 就让她靠近身体 甚至方才还情不自禁 真想当场做那档子事 今日可是秋季日 敢行出如此大逆不道之事 他 朕自会处理 你 朕也保不得了 周四人砰砰砰磕了好几个响头 心里又怕又慌 冷汗直流 在祭祀之日 做出如此行径 确实不可饶恕 他心意横 干脆不再反复犹豫 直接表忠心抱大腿 陛下 微臣本想解决完五谷轮回之事 便来寻陛下 正是向陛下表达敬佩投靠之心 却不想遭此恨祸 微臣心中有愧 愿以死谢罪 可微臣深知 要为燕赤王朝做出贡献 才能减轻罪念 愿陛下给微臣一个机会 任陛下驱使 助陛下拿下护部 为大运河的建设添砖加瓦 说完 周四人低着头 内心忐忑不安极了 谁知 一只有力的手 立马扶起了他 云瑶瑶面带欣赏 周爱卿怎不早说 正对于忠心投靠之人 定当会在自己能力范围内 护其周全的 爱卿方才说住正拿下护部 现在 便商量一番对策吧 云瑶瑶变脸之快 让周四人是始料未及 大为震撼 这事发生了 陛下如今控制情绪 可谓可怕 但他已说出投靠 两人从此 便是绑在一根绳上的蚂蚱 亦容俱容 亦损俱损 想到这 周四人恭敬回道 陛下 臣认为 应当先从仓部侍郎身上下手 死到有不死平道 各位互不同僚们 周某先背叛一步 商量完具体对策后 云瑶瑶赞赏地 拍了拍周四人的肩膀 周爱卿 此法极好 你当真是个人才 周四人受宠若惊 云瑶瑶又道 朕知周爱卿 在管理钱财上 也十分有能力 修建大运河中 有些环节的钱财预算 和拨款等 也一并交给爱卿你了 明日 朕会将运河博案中送过来 好不容易 麾下又多了个人才 当然是要物尽其用 让他过上 997的幸福生活了 突然多了 巨多工作量的周四人愣住 他欲哭无泪 陛下 云瑶瑶摆手 周爱卿 朕是十分欣赏 你的能力 才将如此重要的事情交给你 可别让朕失望了 其实 这也是 对你的考验 楼建山 朕是一定会铲除的 到时候 户部尚书的位置空了下来 新尚书的人选 也是个头疼式 再者 运河一旦建成 其中的利润之可观 不用朕多说 将人嫁到高位后 又画了两个又大又香的大饼 这直接将周四人勾住了 他心底越发火热 直接半跪于地 在表忠心 陈定当不如使命 为陛下赴汤蹈火 在所不辞 嗯 云瑶瑶满意点头 被压在地上 吃了好酒土的女子 当着我面就 谈起了朝廷密室 当我不存在的吗 感知到女人的炙热视线 云瑶瑶这才将目光 落在她身上 她再次感叹 当真是一位游物 处于如此落魄的境地 都别有一番 引人恋爱的美感 云瑶瑶走到她面前 居高临下地腻了她一眼 知道为何 正不闭着你吗 女人眸里引起泪水 示弱 陛下 为何 名女早就仰慕陛下 今日当面 云瑶瑶知道 女人还想使用美人剂 她不为所动 36度的嘴里吐出 冷冰冰的两句话 打断了她 因为临死之人 可听任何秘密 这话一落 女人面色僵住 立马慌了 压住她的龙影位 立马拔刀就砍 云瑶瑶瞳孔紧缩 内心也慌了 你的瓜皮 她是在吓唬她 谁叫你真砍了 那刀在离女子 脖梗半指处的位置停下 女人紧闭双眼 感到一股锋利的凉意 生生擦过喉咙 她猛地喘了口气 泪水疯狂流淌 龙影位朝云瑶瑶一笑 嘿嘿 配合陛下你吓唬她呢 没有真砍 云瑶瑶暗自松了口气 对那机智的龙影位 投去一个赞赏的眼神 你个小聪明 干得不错 说 让你来杀周四人的幕后主使是谁 威慑寒意的声音 继续在上方响起 女人咬牙 身体害怕地颤抖 回答的声音却是坚定 陛下 明女与周四人有丝绸 故混进宴会 设计刺杀她 丝绸能让你混进宫廷宴会 幕后主使的势力应该不小吧 且抹去了很多线索 朕现在去查 应当是查不到了 云瑶瑶不急不缓道 让朕猜猜 云瑶瑶头轻轻一歪 矮色眼瞳中的眸光灰色害人 那人抓住了你的亲生父母 兄弟姐妹 也或是重要的友人 情郎 反正是你不惜付出生命之人 让你宁愿死 都不肯说出 女人神情一僵 浑身颤抖 眼泪掉得更厉害了 云瑶瑶知道自己猜对了 这都是烂打界的套路了 她弯下身 大掌钳住了女人的脸 强迫让她看着自己 月灰洒落在那张冷窍凌厉的脸上 眼中脸着的属于上位者的漠然 如随意掌控生死的魔神 令女人心底 只剩十足的恐惧 不过 你有没有想明白一事 你任务失败 你的在意之人 对她来说 变成了无用之人 她会继续仰仗 还是放了 让对方日后回来寻仇 当然是直接杀了省事 云瑶瑶冷吃一声 嘲笑她的愚蠢 你得庆幸 现在摆在你面前的 还有一条路 朕是九五之尊 也只有朕能趁她未反应过来时 将你的在意之人救出 死 还是生 选吧 大掌松开 云瑶瑶失失然起身 不再发一言 却令周遭气氛 更加冷凝了起来 周思人只感到如芒在刺 配合着女子 越发害怕崩溃的抽气声 令人心惊肉跳 谁说陛下这段时日 变得好相处很多 变好对付多了 严刑拷打 都不一定能逼出的真相 她轻飘飘 几句威胁 就将人性捉摸得一清二楚 此等状态 才是最为可怕的 这也打消了周思人 内心存在的最后一丝怀疑 这女人是否是陛下 故意为自己设下的圈套 不出意料 女人整个身子都匍匐在地 哽咽道 陛下 求陛下救救民女的弟弟 民女从今以后 任陛下驱使 威胁草民杀害周侍郎的事 第24章 好你的屠山剑 原来是在看这种书啊 等等 云摇摇这才将正式的视线 落在她身上 展示出你的能力 朕不会将精力 放在义无用之人身上 女子一愣 彻底断了藏桌的心思 民女本名为关婉玉 除去容貌身体 天生便怀有一香 这香能迷惑人的心智 勾起人心底最原始的欲望 关婉玉起身 试掉泪水 鸟鸟朝着周思人走去 一番聊拨后 周思人果然又露出一副 暗纳不住的诸葛模样 嘴里还一边痛苦地念叨 陛下 您快让他停下来 威臣加油虎气 要是被他知道 威臣下场可就惨了 威臣会直接见不到明天的太阳啊 云摇摇面上不显 心中却大喜 自古英雄难过美人观 何况还自带 获人一厢buff的美人 此人 也是位有大用的人才 看着一旁越发失智的周思人 云摇摇心中好笑 没想到他一个爱财如命之人 竟然还是个爬耳朵 看来家里的那位母老虎 也是个能人 好了 松开他吧 关婉玉立马恢复成 正经乖巧的模样 自觉站远了一点 理智回归的周思人 立马躲到了云摇摇背后 一脸心有余悸 此女子当真比威臣家中的虎妻 还要可怕 陛下 威臣绝不能再轻易靠近他了 云摇摇失笑 周爱卿 恐怕你们日后还需接触一番 仓部侍郎刘喜不是个好色之人吗 有关婉玉助你 拿下刘喜 会更快更稳妥 周思人信心点头 陛下说得十分在理 此次拿下刘喜 拿下护部 指日可待 嗯 云摇摇吩咐一小批龙影卫 跟着关婉玉 将你知道的都告诉他们 他们会将你在意之人救出 关婉玉迎迎一败 谢陛下 云摇摇与周思人 又是一番商量 临走前 云摇摇意味深长地看了关婉玉一眼 此番协助周爱卿击垮护部 一不想出卖身体最后底线的话 就不必勉强 周思人诧异 关婉玉则是一愣 眼底阴满泪水 心底所有身藏的难堪和痛处 在这刻无所遁形 她跪下 颤抖的哭音带上了真心实意 名女关婉玉 谢过陛下 倒不是云摇摇圣母心发作 只是突然想到 关婉玉 这个名字 当初也寄托着她父母的美好寓意吧 却落得如此境地 想必是经历了一番难以想象的磨难 对方身处泥泞 同为女子 她能做的 便是伸手拉她一把 天色渐晚 云摇摇直接回寝宫休息了 涂山静也回到了自己的云宁宫 月辉洒落进两座宫殿 两人脸上皆带着笑容 云摇摇 一夜拿下三名大将 连睡觉都是香甜的 涂山静 打入了涂山泽内部 还玩弄了她 感觉浑身都是神清气爽的 秋意见农 微风拂过宫墙 带来沁人的良意 便风风火火地往云宁宫赶 麻蛋 气死她了 这群胡言乱语的老渔服 来到云宁宫 涂山静早已泡好了两杯热茶 手中捧着一本书 看得津津有味 怎么了 涂山静邪腻了她一眼 难得看到你生气 云摇摇蹲蹲蹲灌下一杯茶 还不是朝廷的那群小逼 小可爱们 静见说 你是红颜祸水 还说你目无尊长 不孝 将我有时早朝迟到 也怪在你身上 还说五子四 也是你不争气 对了 甚至还有个大臣 将南方的水灾 也怪到你身上 当着他云摇摇的面 诋毁云摇摇 可不让他生气吗 不从我这个自制力 不行的君主上找原因 不从云良的所作所为上找原因 不从如今的官员腐败 不作为上找原因 都怪在一个女人身上 这不是扯淡吗 古来至今 王朝兴盛时 丝毫不提女人 亡了国便卑劣无耻地 将所有罪过 归咎于地位 远不如男子的女人 孩子红颜祸水四字 实在是讽刺 不用多理会 那是他们自身无能 无能的男人 才会将一切罪过 归咎于女人 涂山静淡淡道 难得看他被外人气到 涂山静又道 是哪些人 告诉朕名字 朕自有办法成见 云摇摇摇头 表情转得意 有仇 我肯定是当场报了 他们说完 我当场就表演了个暴君发飙 无差别攻击 吓得他们后面屁都不敢放一个 涂山静 他继续沉浸到 手中捧着的书里 云摇摇好奇凑过来 涂山静立马将书合上 放置腿上 正色道 谈正事 龙颖卫那边 已经将关婉玉的弟弟救了出来 顺着关婉玉所说的幕后主使查下去 发现真正的幕后之人 是云梁 云摇摇诧异 竟然是他 涂山静继续道 独酒一试 幕后之人也是他 云摇摇疑惑 双重保险 他为什么要害户部的人 细想 云摇摇又想通了 刚投靠了泽王 应当是泽王的命令 所以 泽王已经猜出了我会对户部下手 也是 是个聪明人就能明白 我很快会对户部下手了 只是没想到 这云梁还是有些手段的 不然也坐不上这里不上书的位置 是云摇摇 自己先入为主地认为他蠢了 云梁已经彻底成了泽王的走狗 看来也得尽快铲除掉他了 说到这 涂山静正好有收获 他拿出一叠情报文书 正查到了此人 或许可以用他对付云梁 云摇摇拿过文书仔细看 对啊 他怎么就没想起此人 三年前 在竞争激烈的科举中层层 选拔出的状元狼 原主云摇摇的亲舅舅 林清廷 自云摇摇那恋爱脑的娘 为了个穷酸秀才 与家中断绝关系 还挖野菜供他读书科举后 林清廷便发奋读书 最后高中了状元 状元狼 多么响亮要目的名号 他本有着大好前途 却恰逢云梁被提拔成礼不上书 云梁出于对林清廷的厌恶极度 和不想让同僚们想起 自己靠女人扶持的过往 他便暗中出手 极致地打压他 从此 林清廷的风光时刻 便永远停留在了 传炉大典三次唱名 他为一甲状元的那日 取而代之的 是屈居于一方小小天地的 汉林苑点拨 被人挥视 做着派下来的杂事 令人唏嘘 扶持林清廷对付云梁 确实是最好的办法 只是不知道 林清廷对云瑶瑶 这个从未谋面的已故姐姐独女 适合态度了 思索间 阴阳怪气的声音 从旁边响起 云瑶瑶 你不是掌管 世人命数的生死部吗 怎会现在才知 林清廷的存在 云瑶瑶心里一咯噔 来了来了 这暴君的疑心便又犯了 云瑶瑶非常理所当然 拜托 我本来记得世人命数 就数不胜数 现在还趋于你 这个凡人之躯里 记忆力下降 不是很正常的事 倒是你 云瑶瑶冲他一笑 快速伸手一把将 屠山静腿上的书抢了就跑 鬼鬼祟祟的 一直在看这本书 我倒要看看 这到底是什么好东西 屠山静面色顿变 云瑶瑶一目十行地 快速扫过上面的内容 表情逐渐猥琐起来 好你个屠山静 原来是在看小黄书啊 第25章 怎么老天不开眼 把高检讨劈死算了 屠山静跑过来就想抢 云瑶瑶轻松 迈着自己的大长腿 一边溜他 一边大声读出上面的内容 招景帝狠狠将云飞压在床榻上 大长妈撒着那细细的脖梗 威胁道 小野猫 今日镇不动你 乖乖陪在镇身边就好 说吧 他搂着云飞 睡在了龙榻上 一向辗转难眠的君王 竟在这个女人的陪伴下 睡了平生第一个安稳觉 这情节 朝地有风诗病都要犯了 云摇摇又翻 继续读 云飞是爱那位光风计月的青梅竹马的 可他被君主抢抢进了后宫 之后的日日事情 他都会偷偷喝一碗垛子汤 他一直在筹谋着逃出宫的机会 可等他真正假死出宫后 却发现 青梅竹马以妻妾成群 而他 怀上了那位的子嗣 哈哈哈哈 什么狗血带球跑的情节啊 图山静 没想到你堂堂暴君 竟然喜欢看这些东西 哈哈哈哈 我能笑你一辈子 云摇摇不加掩饰地嘲笑着 云 摇摇 图山静站在原地 又羞耻又愤怒 两抹可疑的霞红飞上了耳间 他忽然指着天空 看 天降一向 云摇摇扭头往天空看去 晴空万里 白云飘飘 哪有什么异象 分神间 图山静已经来到他面前 一把夺过那书 云摇摇立马反手抢夺 两人争夺间 画本从手中脱落 往远处飞去 云摇摇的脚下 也一个不稳 往下摔时 顺带缠倒了图山静 两人同时倒地 云摇摇往地上倒 图山静往他身上倒 两张脸就这么越贴越近 云摇摇已背着地的下一秒 图山静的唇也贴了上来 温软炙热的触感瞬间传来 云摇摇下的眼睛都瞪大了 靠靠靠靠 原来电视剧里 男女同时摔倒后 避会亲在一起的狗血情节 是真实存在的 图山静静的瞳孔紧缩 没想到他的初次亲吻 竟献给了自己 多么可怕又惊悚的事实 一时间 两人都静得没有 立即起身 呼吸交融间止于心跳如雷 书也在此时掉落在地 威风拂过 书也和尚 封面书名为皇帝狠狠爱 扶起皇后让江山稳固了 作者落款 正是富贵先生 与此同时 国子见内 哟 这么快就整理好了 不愧是灵大状元郎啊 这能力就是出众 身着官府的年轻男子 一波阴阳怪气的嘲讽后 一把夺过对方的鞭策成果 交给身旁的侍照 那侍照立马讨好奉承的附和他的话 恭喜高检讨又修订好一策 以高检讨的才干 想必很快又能升迁为编修 在下提前恭贺高编修了 这漂亮话 听得高冲光是浑身舒畅 他眼底满是傲然 若本官升上编修 自然会提拔你一番 侍照立马跪在地上 谢过高检讨 高检讨大业 高冲光哈哈大笑 又是对着那人一波贴脸嘲讽 可抬眼看去 那被肆意气辱嘲讽之人 非但没有半分生气 还专心地编定起了新册本 他周身气势淡如水 仿佛能包容下万物 也仿佛万物都不足以 引起他的情绪波动 心底自有傲气 高冲光就是厌恶憎恨林青蹄这点 凭什么他出生于低贱的商骨之家 却能高中状元 自己出生于世家大族 却连个举人都考不上 不过状元又怎么样 还不是只能屈于他之下 做个小小的点拨 让他干嘛就得干嘛 想到这 高冲光心中的度一轻了些 他又凑近 守称在林青蹄工作的书桌 居高临下地看着他 林状元郎 在我手下当个小小的点拨 你会不会愤怒委屈啊 林青蹄文言抬头 身上的官服虽旧 气势却不弱 他露出一个沉静又谦和的笑 不会 身居何止变形何则 只要能做出贡献 我一欣喜 高冲光听到此话 又炸了 林青蹄 你 视照看到这番场景 不禁暗暗摇头 唉 不知道高检讨为何如此针对林点拨 就算身份地位都压他一头 站在一起 却依旧给人得失狗腿 和落魄公子哥的观感 想必有的人天生就如角角明月 落了灰也难掩其光芒 有的人天生就像地上的烂泥 骨子里就是剑吧 不过他这心里话 是万万不敢说出来的 无他 这高检讨 虽然要能力没能力 要德行没德行 要样貌更没样貌 可耐不住人家会投胎啊 高家是世家大族 高检讨的父亲 更是利部的侍郎 让他升官跟喝水似的 唉 如今这朝廷制度啊 真是烂得令人心寒 希望现在的新军 能够整顿一番吧 内心吐槽间 那边的高充光不知怎么的 又开始发颠了 他一脚踹飞桌子 林青蹄 老子最看不惯的 就是你这副部 把人放在眼里的模样 视照发了个白眼 要是零点博把你放在眼里 跟你当面干起来了 你还不得发颠发得更厉害啊 高充光发完一顿颠 又露出一个恶意十足的笑 零点博 最近妙飞正得胜宠 我可打听到了 你竟然与妙飞 还有那么一层亲戚关系在 你不会真以为 她会帮你这个 断绝了关系的舅舅吧 此话一落 林青蹄握住毛笔的手 顿了两秒 见到这 高充光像被戳中了兴奋点 哈哈一笑 别做梦了 还有你那个早死的姐姐 竟为了男人与家里断绝关系 不过也是 她一个女人能干出什么事 无非是待在后院秀秀话 能舍身供出个上书来 也算她那条贱命 有仙剑之名 发挥两分余热了 侍照听到这话 轻声呸了一下 高检讨是真见 老天怎么不开眼 哪天把她劈死算了 轻微的一声咔嚓响 林青蹄手中握着的毛笔 竟列出一条缝 她的手指关节 用力到发白 咔咔作响 高充光越发兴奋 怎么 生气了 明知道你姐姐后面 在云家过得不好 怎么也没看你去帮帮 她郁月中 有你一半责任 还有那得了宠的妙飞 陛下不定哪天 就厌烦了她 到时 估计跟你姐姐 落得一个下场了 视照惊恐地捂住耳朵 这做死的玩意儿 竟然还赶在背后 搅起陛下和娘娘的舌根了 林青蹄拳头钻紧 猛地起身 慕含怒火 高检讨 慎言 高充光被吓了一跳 气脑间 她心底竟诡异地 生起了一丝高兴 林点博终于发怒了 她吊起声音 一脸欠扁的剑样 把脸伸过去 怎么 你还想打我 来 赶紧来试试 为你那被冒犯的王姐报仇啊 哼 只要林青蹄敢动手 她就能抓住她的把柄 将她踢出这汗灵院 林青蹄怒急了 她的手高高抬起 高充光赶紧闭上眼 用力地鼓紧塞帮子 以求等会被打得痛楚 能减轻些 可一想中的巴掌没有落下 倒是撅着的屁股上 突然传来一阵猛力 还伴随着咔嚓一声 似乎是她尾追骨破裂的声音 随后 高充光连带着桌子 一同重重往前摔 最后 门崖与地面先行接触 碰撞出的火星子 随着牙花子一同飞出 她发出了杀猪般的惨叫声 啊 睡 呜呜 睡喊宅瑞后离偶 高充光本是想说 谁 谁敢在背后踢我 可惜 牙齿被磕飞了几颗 满嘴都护着血 说话也漏风不清楚了 高充光痛得泪光朦胧 只见一只金丝龙闻系 缓缓出现在面前 云摇摇用脚尖 踢了踢高充光的脸 居高临下地逆着她 是震踹的 你 有意见 第26章 林青蹄撤回两炮悲伤的眼泪 臂 陛下 看到来人的那刻 高充光魂都被吓飞了 云摇摇冷笑道 高检讨 一个八品官员 口气倒是不小 欺辱同僚 扰乱之血 背后 妄议朝廷命官 甚至诅咒皇妃 随着一条条罪证 从云摇摇口中说出 高充光面如死灰 饶 润 漏风呼着血的嘴 说不清楚饶命二字 她只能疯狂地以头颗地 泪水伴随着血一同流下 此刻的高充光 哪还有半分嚣张霸道的模样 丧家之犬也莫过如此了 跪在地上的视照虽也害怕 但心里痛快极了 哎嘿 真被她说中了 陛下亲自来说这倒霉玩意儿了 来人 云摇摇一声众喝 眸光冷冽 脱去她身上的官服 贬为平民 长嘴五十 让她明白慎言二字的重要 云摇摇身后的靖军 立马一拥而上 将高充光身上的官服扒了 然后两两钳住她 一手掌粗大的靖军 动了动自己的胳膊 随后大掌重重地挥了下去 啪 靖军的掌嘴 可不是简单地打你嘴巴 这也是一种刑罚 且力道是惊人的大 急掌下去 便能令人痛苦难忍 乖巧站在屠山镜身后的牛秀 看到这番景象 不仅打了个寒战 打得真惨啊 不过想到 方才这剑官口中 是怎么侮辱先夫人和诅咒小姐的 牛秀恨不得匡匡上前 亲自给她几个大逼兜 嘴都给她打烂 武士长很快打完 靖军立即将不成人样的高充光 拖了下去 点包厅内 恢复成死一般的寂静 云瑶瑶藏在龙袍下的手 挠了下屁股 她轻咳一声 都平身吧 林青蹄恭敬起身 轻声如竹 微臣林青蹄 谢陛下主持公道 嗯 云瑶瑶扭头 看向与自己隔了差不多三个人宽的屠山镜 自从刚刚他们亲在一块后 气氛就有些许的微妙 暴君好像沉默自闭了 还疏远她 不知道心里正在想什么小九九 云瑶瑶有点尴尬 但不多 反正她都将屠山镜看光了 还摸了个便 现在隔着她自己的躯窍亲一口 怎么了 屠山镜心里别扭 那就先让她自己冷静冷静吧 冷静完就好了 云瑶瑶毫无心理负担 她转身就走 挥挥手 不带走一片云彩 见到这 屠山镜周身的寒气 更加动人了 林青蹄 将两人的互动收于眼底 吵架了吗 似乎还是很严重的那种 看来 瑶瑶在宫中的日子 并没有他人所说的那么风光 林青蹄走近了些 行了一礼 拜见妙妃娘娘 娘娘金安 她抬眸 看向那张与姐姐有五分相向的脸 眼底逐渐浮现思思痛楚 再想到玉月儿中的姐姐 林青蹄不禁悲从中来 眼光闪烁 见到这场景 视照有眼力见底 从房中离开 眼泪正要情不自禁流出时 屠山镜公事公办地冷着一张脸 打断了她 林点博 你本有状元之才 却因云良打压 屈居于这小小一方 做着零碎杂事 还被同僚欺辱 实在唏嘘 你可想改变现如今的处境 可 林青蹄撤回两泡悲伤的眼泪 屠山镜师诗然找了个空位坐下 周深气度不凡 她沉静地回应上林青蹄的疑惑目光 等待对方的回答 林青蹄反应过来 立马点头 想 她当初苦读师叔参加科举 就是为了姐姐 现在姐姐没了 那她这一身才干 便延续下去 为了咬的今后 林青蹄又神情 真诚地补充道 娘娘想让微臣 做什么吩咐便可 不用提这些虚的 微臣定当竭力而为 林青蹄的无比上道 让屠山镜原本准备的话术和手段 统统没有用上 她将目的说出 对付云梁 将她从礼部上书的位置上拉下来 林青蹄无脑点头 好 之后 不管屠山镜说什么 让她做什么 林青蹄都是一副欣喜顺从的模样 事情顺利地 反而让屠山镜怀疑 林青蹄是否别有用心了 她灵力探究的目光 直直落在对方身上 神情变得危险 林点博 你就没有什么想问的吗 有 林青蹄吸吸鼻子 声音哽咽 娘娘你太瘦了 屠山镜 陪伴在陛下身边 是否很辛苦 林青蹄累眼婆娑 继续道 都是我无能 不能为家人撑起一片庇护之地 说着 林青蹄像是想到了什么伤心事 从刚开始的哽咽到后面的抽气 再到最后的压着声音哭嚎 屠山镜 屠山镜皱眉想打断她 我们继续说 怎么对付云梁 林青蹄自顾自地抹着眼泪 诉说其往事 当初你母亲为了云梁与家中断绝关系后 我不是没寻着机会去劝她 可她态度坚决 我最后一次见她时 我们大吵了一架 不欢而散 屠山镜 够了 林青蹄继续说 我心头憋着一股气 从此便埋头苦毒 不问她事 想着定要在科举中证明自己 也是为了未来能够留在京城 让你母亲有娘家依靠 可科举意图 就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 我从一个少年郎到如今的一贯 励志年 才高中状元 屠山镜 她想谈工作 对方却只想与她谈感情 屠山镜放弃挣扎 被迫听起了故事 高中状元那天 是我一生中最得意的一天 可也是那天 我托人打听 才知你母亲早逝的恶好 说到这 林青蹄满脸痛苦懊悔 我为何不早些打听她的情况 如果我早些去找她 或许 或许 林青蹄泪流不止 这几年 我一直活在痛苦后悔中 我想寻你补偿你 却被云梁视为眼中钉 现在终于有机会又能见到你 有什么需要我做的 尽管说 我一定尽力去办 林青蹄的目光 坚毅又满是信任 直直看着屠山镜的眼睛 就算付出我的性命 也无妨 屠山镜别扭地 移开了与林青蹄对视的目光 她这么多年 都习惯自己解决问题 从不交付信任 更不产生真情 忽然被他人 用如此炙热的亲情 与浓烈的信任包裹 她更想不明白 林青蹄为了姐姐考上状元 现在又为了那一点血缘关系 便对初次谋面的她 愿交出自己的性命 到底是为何 屠山镜想去探究这个原因 耳边却突然响起一道响亮的哭声 这哭声犹如老牛狂猛 阵地人耳膜生疼 夫人 原来林公子也是一直挂念着您的 您再添置林安息吧 现在有林公子帮小姐 小姐日后一定能过得更好 听到牛秀儿哭 林青蹄刚还止住的眼泪 顿时又绷不住了 两人对视一眼 同步发出了更大的哭声 见到这场景 屠山镜哪还顾得上厮口 只觉得脑瓜子嗡嗡的 快要炸掉了 到底是谁承上来的假情报 说林青蹄寡言少语 情绪极为稳定 如今看来都是放屁 第27章 竟将这描述成那荒淫无度的死断秀 屠山镜面无表情 甚至从桌上的书卷中 扣下两张纸 揉成团 塞入耳中 左右夹击的林青蹄和牛秀儿 嚎逃了好一会儿 才渐渐平息了情绪 怕两人一言不合 又哭了起来 屠山镜立即说起正事 你如今担任的点报权力太小 汉林苑原先的柳修边升官了 修边一直空缺了下来 陛下会让你顶上 再往上的升迁 便需你自己做出 实际陛下才好操作 前朝史书的编撰仪式 陛下会交给你 好生完成 可借此再生一次 这几句话的信息量太大 他一个小小的点报 直接跳过了检讨 便晋升为正气品的修边了 这就是有后台的感觉吗 升官像喝水一样简单 从惊喜中反应过来 林青蹄想到什么 直接换了轻称 咬儿 是陛下也想对付云梁对吗 那你会不会难做 毕竟他是你爹 还有我升官一事 不着急 我这段时间 也暗中收集了不少云梁的罪证 你在宫中本就很不易了 眼看林青蹄又要啰嗦起来了 屠山镜直接一句话堵住了他的嘴 是我要对付云梁 还有 屠山镜盯着林青蹄的眼睛 就要放狠话 却又被里面炙热浓烈的观星包裹住 心头那股奇怪情绪 再次浮了上来 他不自在地收回视线 以后我说什么 你照做便是 背凶了 林青蹄心底反倒更加高兴 咬儿的性格 好生霸气 他喜欢 应 屠山镜 这时 一道圣旨下到了汉林院 奉天成运 皇帝诏曰 经林青蹄天会聪颖 勤心做事 振心甚畏 哲力部从仲义讲 特申为汉林院修编 钦此 林青蹄大步走去 跪下 双手接过圣旨 这刻 林青蹄千和包容的伪装退去 周身气势如虹 云梁 你害我姐姐 让咬儿寒心 拦我前路 如今 该轮到我反击了 星号 云瑶咬溜了一圈饭桶后 便回到前清殿 正值狄顺之求见 他立马让她进来 狄爱卿 陛下 一番黏腻肉麻的视线交流后 狄顺之说出了自己这次的来意 陛下历经图治 操劳未明 微臣特意寻来一好物 献给陛下 狄顺之将一血欲恭敬奉上 此欲名为庆香欲 有提神醒脑 尽心的功效 爱卿有心了 云瑶瑶接过血欲 装作十分欢喜的样子 静静等着狄顺之的下文 只听到狄顺之 先是说了一番朝廷上的现状及对策 又是对运河的建议 最后才小心翼翼道 陛下 楼上书最近在民间的名声十分不好 似乎是有人要针对他 云瑶瑶放下血欲 哦 狄顺之继续道 沉顺着查下去 发现这一切的源头 竟是一位叫富贵先生的画本先生 能够在画本中掺杂着此等见解 也是一位奇人 云瑶瑶心中好笑 面上配合着眼下去 朕知道他 画本先生中最有名的那位 写出的画本非常受百姓追捧 狄顺之心里一喜 听陛下这口气 是欣赏他的 那今日在陛下面前承认了 自己就是富贵先生 也无妨了 谁知云瑶瑶忽然话音一转 他写过一本 又一本影射讽刺朕的画本 残暴 冷血 喜怒无常 独断专行 这都是他冠于朕的坏名声 哦对了 他还写过一本朕与男子的断秀文 竟将朕描述成那 荒淫无度的断秀 低沉雌的声音 阴侧又咬牙切齿 要是被朕查到他是谁 定要他好看 云瑶瑶每说一句话 狄顺志的身体就抖一下 到后面 他已是两股颤颤 冷汗直流了 呜呜呜陛下 是他以前年少不懂事 他可以狡辩 哦不 解释的 可陛下现在显然不会听他解释 世间很美好 他还想多看看 以后再跟陛下坦白这事吧 见狄顺志被自己吓得不轻 云瑶瑶强压下 快要飞上天际的嘴角 表情冷肃 好了 狄爱卿 不提此等破坏气氛的人了 云瑶瑶拿起奏折开始翻阅 忽然 他将奏折往桌上一掷 云良竟敢做出此等事 狄顺志立马暖心地泡了一杯茶缝上 陛下息怒 平日里 看着罪式遵礼手法 兢兢业业 没想到权势表象 竟敢结党淫丝 谋害同僚 狄顺志瞳孔地震 这是他不用复营前就能听的东西吗 他早就觉得 云良伪善了 果然不是个好东西 等他回府 便在画本中加上一号新人物 好生批判一番云良 为陛下分忧 云瑶瑶又翻开一个奏折 眉头紧缩 叹了口气 运河一事 人力组织上也是困难重重纳 修建运河的民工 须背井离乡多年 民众的积极性不高 只管填饱肚子的百姓 也不懂运河建成后的好 长逃争谢功 云瑶瑶见狄顺志在听 又对着他说了一番运河的好 将给周四人说过的烟尺王朝前景 又对着狄顺志说了一遍 听得他是双眼直放光 在海的另一边 竟真有通体黑肤之人 竟还有整片土地 都是火油的王朝 太不可思议了 运河建成如此之吼 愚民不知 他必要在画本中 好生夸赞宣扬一番 这两件事 他要暗中做好 等到日后再向陛下坦白 自己就是富贵先生时 也能多两分底气 想到这 狄顺志就觉得自己肩上的任务重了起来 回去必定又是一番焚高济鬼 简称熬夜 时间紧迫 狄顺志抱拳请离 嗯 去吧 狄爱卿如此勤肯贤能 朕甚是欣慰 等到狄顺志一走 本还严肃正经的君主 立马就趴在了桌子上 发出今天的第一声爆笑 狄顺志长得一副正义凛然的小狼狗模样 断案定罪雷厉风行 私底下却是个爱写各种画本的画本先生 非常会整活 反差那么大 心言子却那么少 逗起来还真有意思啊 第28章 图山进 你一定要撑住啊 说此 狗志数出来 虫之辈 该死的侄娘贼 书房中瓷气破碎之声 伴随着愤怒的骂声一并响起 主位上 一肥头大耳之人 难掩怒意 此人正是户部尚书 楼健山 楼大人息怒 下官已家派人手 定早日找出这富贵先生 作为楼健山最中心的心腹 刘喜也为这事操碎了心 都没空去找他新看上的域外美积了 时间回到半月前 那富贵先生不知怎跌 忽然明里暗里 在画本中 影射攻击器 户部尚书 影射他贪污腐败 祸乱朝纲 是前朝留下的遗害 还将他描绘成饕餮转世 丑陋凶暴 贪婪试杀 先毁朝 再祸国 现在民怨再道 百姓私底下都在骂楼大人 甚至懈怠交税 说不能便宜壮大了这饕餮祸害 甚至还有文人志士 大肆批斗楼大人 等他们反应过来 得知事情原委时 局面已经控制不住了 要是寻常化本先生 他们早就找来杀了 可对方偏偏是最负盛名 最不好惹的富贵先生 富贵先生从未露过面 可每当他的画本一出 各个书店便争相印刷售卖 有点家底的人直接买来看 没有家底的平民百姓 便通过听说书先生转述 或是口口相传 自从富贵先生出了名 京城的达官贵族 和平民百姓见面 都不再互相问吃了什么 而是问 你看了富贵先生新出的画本吗 你说接下来的故事 将如何发展 富贵先生何时出下一策 我都等不及了 而且 那富贵先生像是背后有靠山似的 他们怎么找都找不到 我堂堂一个尚书 就不幸真找不出一个小小的画本先生 楼剑山怒火中烧 一旦找到 将其五马分尸 是 刘喜赶紧应下 他又道 楼大人 此事来得太过蹊跷突然 会不会是朝廷的人出手了 楼剑山冷笑一声 敢针对我 朝廷内也只有陛下一人吧 户部一直是他的眼中钉 看来 他是准备对户部下手了 陛下 刘喜惶恐 陛下他登基不久 势力都还未稳固下来 怎敢现在 就对大人出手 哼 图山静此人 心思诡谓多变 胆子大着呢 楼剑山眼底划过一丝阴狠 既然这样 就别怪我给他难看了 刘喜 你过来 秋风萧瑟 天气渐凉 又是平平无奇的一天下潮 云摇摇迈着轻快的步伐 往寝攻赶 却遇到焦急跑来的牛秀 牛秀儿行了一礼 便扯起大嗓门窟 陛下 妙妃娘娘突然身体不适 疼痛男人 您快去看看吧 云摇摇心里一咯噔 赶紧往云宁宫赶 等赶到云宁宫 侍奉的宫女们 都面露焦急酷意 一片愁云惨淡 云摇摇心里更慌了 叫了太医吗 云摇摇一边推门而入 一边问跟着的牛秀 牛秀儿重重点头 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 纸墨已经去叫太医了 陛下 娘娘到底怎么了呀 还想跟着进去 门就被砰的一声和尚 云摇摇大步走近 这才看到涂山静躺在床上 脸色发白 神情虚弱痛苦 额间还渗出一层薄汗 涂山静 你怎么了 云摇摇焦急地蹲下身 用手探了下涂山静的额头 体温似乎不像是发烧 震 也不知 涂山静捂着肚子 疼痛难忍 今早操练完一个时辰身体后 便喝了一碗粥 不久便感觉腹痛难忍 虚弱无力 还恶心想吐 浑身冒冷汗 云摇摇眸光一力 喝了一碗粥 你这是中毒了 涂山静点头 又是疼得她眉头一皱 朕也是如此想的 那碗粥就在桌上 待会太医一验 便知是合毒 涂山静还有一点 没好意思说出来 伴随着腹痛 她的下半身 也在不断流血 可见 这毒的厉害之处 忽然 腹部又是一阵 更加剧烈的疼痛袭来 涂山静抓着青背 嘴唇一片死白 面色痛苦的低声迎了出来 云摇摇是知道 涂山静有多能忍痛的 现在能被折磨成这样 她是真怕她死在这里了 跟暴君出了半个多月 她还真有点舍不得 她就这么突然赶了 而且 云摇摇这句躯翘死了 以后要是她突然抽风 换回了身体 那自己不也跟着翘辫子了 绝对不可以 太医怎么还没有赶来 云摇摇是真急了 一把握住涂山静的手 涂山静 你一定要撑住 不能死知道吗 手被突然传来的温暖 让涂山静愣了一下 心脏划过一丝奇怪的情绪 她感觉眼皮有些沉重起来 云摇摇 正困 云摇摇听到困这个字眼 心都被揪起来了 这是冰死前的表现啊 不许睡 我陪你说话 涂山静你一定要撑到太医来 云摇摇直接用手指 强制撑开了她的眼皮 粗鲁的动作 让涂山静身体更加难受 可看着背脊的满头汗的云摇摇 她内心竟升起一缕诡异的满足 那你现在未对朕的 所有不敬言语和行为 道歉 云摇摇 低头是不可能低头的 这辈子都不会低头 可看着涂山静越发难受 一言不合 就像是要撅过去了的模样 她赶紧道 涂山静陛下 是我错了 小得有眼无珠 以下犯上 不知好歹 不知死活地得罪了你 请你原谅我吧 云摇摇还双手合十 对着她虔诚地拜了拜 扑痴 涂山静低声笑了出来 反应过来 自己做了多么幼稚的行为 她又收住了笑 可反正都要死了 就让她放动自己一次吧 涂山静伸出手 费劲抬高 拍了拍云摇摇的脑袋 虚弱轻声道 罢了罢了 朕就原谅你这个 有眼无珠 以下犯上 不知好歹 不知死活地生死不了 云摇摇鼻头一酸 另一只撑在榻上的手 忽然摸到一股湿润的液体 她低头一看 只见鲜红的血从被子里渗出 云摇摇心间一颤 太医 正巧浩浩荡荡一大群 太医破门而入 看到涂山静的模样 他们皆是面色一惊 随后慌忙上前 有的对周焰毒 有的拿出大包的银针 还有的掏出一个个装有救命丹药的木匣子 其中 医术最高明的善太医 将手指搭在涂山静的手腕上 闭眼开始把脉 寂静无声中 善太医睁开了眼 表情一言难尽 啊这 陛下与娘娘 是在玩什么 只有他们两人知道的情趣吗 第二十九章 朕怎会知女子 来癸水会这么痛苦 看到善太医这模样 涂山静的心沉下去了三分 他嘴唇孽如 善太医 还有救吗 云瑶瑶握紧了涂山静的手 面上的紧张悲痛不比他轻 善太医 你实话实说就好 朕能承受 善太医实话实说了 陛下 娘娘是来癸水了 娘娘来癸水前 应当是剧烈运动了一番 再加上娘娘本就是失寒血与体质 一疼痛 之前在水劳三天 也留下了病根 如此种种叠加 此次来癸水 才会这么痛苦 这话一落 房中死一般的寂静 对着周各种厌毒的太医 默默地收回了银针 准备拿出掉命丹药的太医 轻声叹了口气 合上了木匣子 而正要掉落两滴眼泪的云摇摇 神情僵住了 令堂的 他一言都要替涂山静想好了 结果跟他说 只是来月经了 又想到方才自己那一番悲痛紧张的杀臂行为 尬得他头皮发麻 无地自容 想杀了涂山静的心都有了 他低下头 唇覆在涂山静的耳边 咬牙切齿轻声道 涂山静 别告诉我 你不知道女子会来癸水这件事 涂山静 好难堪 好羞耻 好想找一条地方钻进去 他回答的声音底气不足 知道 云摇摇抓狂 那你在描述 你症状的时候 怎么不把你下半身也在流血的情况告诉我 怎么就没猜到 是来癸水了 正式的男子 怎会有来癸水的经验 理论与实践并不相通 且朕更不知 女子来癸水会如此痛苦 越辩解 涂山静的声音便越微弱 同时 他也深刻地体会到了 当女子真是不易 不仅要被灌输 以男人为天 依附男人讨好男人的思想 日常行为与出行 也是处处受到归陷 更要忍受 每月好几日的癸水 疼痛折磨 涂山静也担忧 那里一直流血 不会危及到性命吗 死 腹部这时又传来一阵 更加剧烈的阵痛 涂山静捂着肚子 面色难看 云瑶瑶听到涂山静的狡辩 沉默了一瞬 同时又发现了一个盲点 对哦 他跟涂山静互换了 那每个月来大姨妈的 岂不是他了 天知道 上一世每当他来姨妈的第一天 都痛得恨不得将子宫挖了 悲怨地大喊 自己下辈子一定要当的男人 现在既不用来大姨妈 也不用忍受 未来可能出现的怀孕分娩之痛 还能将更多的时间搞事业 甚至只要他想 三妻四妾或美男满屋 也是可以的 这样一想 当男人是真探娘的好啊 上天保佑 请让他一直待在涂山静的身体里吧 善太一见陛下与娘娘又挨在一块 秘里调游的恩爱模样 心中顿悟 难怪娘娘又不是第一次来癸水 表现得像是毫无所知 得了绝症般 原来都是故意 为了引起陛下的怜爱啊 善太一非常上道地说道 陛下 微臣会给娘娘开一些调理身体的药 之后按时喝三个月 不仅能改善体质 也能极大的减轻 甚至是让腹痛之症消失 在此期间 娘娘切勿烦忧多思 多休息 可将汤婆子置于腹上 减轻疼痛 嘱咐完 善太一便领着太一们 浩浩荡荡地离开云宁宫 将独处空间留给了两人 看着涂山静 一副难受的可怜模样 像只被拔了牙的猛虎 躺在床上奄奄一息 云摇摇又好笑 又有些同情 好在不是中毒 只是个平常的癸水 她站起身 撸起袖子 信心满满 别担心 这我懂 就让我教你来癸水时 女子的正确处理流程 涂山静内心 突然闪过一丝不妙 接下来 沐浴时 涂山静 害羞啥 这又不是你的身体 赶紧洗完了 换新衣服 默默唧唧的 那你先将视线 从震的胸上挪开 嘿嘿 不好意思 太大太漂亮了 跟个软乎乎的白面馒头似的 一时没远住 你继续洗 叫涂山静 用月室带石 就这么穿过去 放在蟹库的档口 咦 这带子是干嘛的 云瑶瑶 你到底会不会用 血又流出来了 这古代的月室带 跟阴间的姨妈精又不一样 而且 谁让你们古人 都不穿内裤的 呀 低蟹库上了 你赶紧 先用月室带 堵住流血的口 我给你拿新蟹库去 一套流程下来 涂山静虚弱疲惫地 躺在床上 云瑶瑶也心累地 撑着脑袋 靠在桌子上 嘱咐她 涂山静 武警汤婆子 等会多喝热水 说完 她倒靠着龙椅 长叹一声 古人来的姨妈 真是不方便啊 第三十章 你怎敢对 楼秦兽如此无礼 作为一个 勤政未明的明君 早六上朝 是不可避免的 云瑶瑶再一次 穿上了龙袍 丧着一张怨气 比鬼中的脸 前往宣政殿 生活枯燥无畏 早六谋杀人类 走着走着 云瑶瑶又在心里 暗示自己 不 她是位明君 她很喜欢早起 有种魂飞魄散 神魂俱灭 一命归西 棺材板被掀起的美感 勇敢瑶瑶 不怕困难 冲 与此同时 宣政殿内 处处透着剑拔弩张 和抱怨之音 六部上书中的公部上书 首先不满道 谁都知我 公部处处虚钱 如今一下子断了拨款 你让我们如何运转下去 楼建山公公手 上书本官手底下 同样有一个护部 本官最近也是非常头疼此事啊 可各位同僚也知道 本官和护部 近来被那狗贼富贵先生 抹黑了名声 百姓不配合交税 护部没钱 国库又虚空 楼建山一贪手 赤地满是肥油的 大渡博的一声挺了出来 本官也是无奈啊 公部上书 旗舰气得一甩袖子 护部这群酒囊饭带 狗制鼠虫之辈 说的是什么屁话 护部没钱 天大的笑话 天底下最有钱的 就是护部了 明明是故意为之 给陛下施压 之后 不管其余几步如何抱怨 楼建山都是一副 无奈贪手的模样 本官也没钱呢 不如去问陛下 让陛下出手 找出那富贵先生 或者把运河停了 不就有钱了吗 护部官员和楼建山党羽 则王党羽 纷纷借题发挥 犹如狂欢之焰 兴奋地 等着接下来陛下的狼狈模样 而礼部上书云良 盯着的却不是楼建山这边 他死死盯着身着崭新潮服 静静立于自己之位的林青蹄 两人上一次见面 还是三年多前 那时船炉大典三次唱名 他为一甲状元 先帝投来的欣赏目光 他林青蹄是多么的意气风发 那时自己心中便锦铃大响 暗地想着 此子不凡 必不能让他有出头之 之后 他便用尽手段的毁林青蹄 收买力不卡他加官进路 在先帝面前诋毁他 甚至是多次设计他 置他于死地 林青蹄就是能够次次化险为夷 可那又怎样 初出茅庐的牛犊 注定干不过九居地界的墙头蛇 他最后 蜷缩于汉林院 当了个谁都能踩一脚的点包 可现在 林青蹄竟抱上了陛下的大腿 重新出现在了朝廷 定又是那个孽女做的 自己当初怎么就没早点掐死他 在墙包中算了 愤怒懊悔间 林青蹄朝他的方向看了过来 他拱了下手 面带微笑 三年的磨难 不仅没压垮他的傲骨 反倒让他周身的气度更显沉稳 如锻炼过的宝剑 锋芒毕露 林青蹄用口形对着他一字一句地说道 云梁 好久不见 今后鹿死水手 手底下见真章 凉风拂过 爬上了云梁的脊背 让他无端地打了个寒战 等到云摇摇踏入宣正殿 便感受到了 这股阴影透着不太平的气氛 当即 他的脸冷了下去 眸光泛起丝丝杀意 配合着那张本就像死鱼的臭脸 立马就不好惹起来 低沉冷冽之鹰 如刀子般挂在众人身上 云摇摇的目光 在众大臣身上屈循 诸位爱卿 今日之言 可要慎重啊 先把气势撑起来 吓死你们这群天天作妖的老东西 图山靖这具身体 本就具有先天的优势 皇者风度 上位者的气势浑然天成 一冷下来 便无端地令人畏惧 朝廷众臣们 几乎是瞬间就想起了 新帝上位初期 展露出的铁蟹手段 便写见宣正殿三尺 一时间 部分想浑水摸鱼的朝臣们 立马浑身打了个哆嗦 惹不起惹不起 今天也依旧保持他 高贵的中立态度吧 见仲臣一下子被皇帝唬住了 楼建山使了个眼色 他的忠心狗腿流洗第一个建言 陛下 京城有一话 本先生名为富贵先生 近期大肆抹黑诋毁户部 致使百姓怨声载道 懈怠甚至是逃税 户部没钱了呀 户部的其余官员 也立马嚷嚷开了 又是抹眼泪哭穷 又是愤慨指责富贵先生 演技之精湛 让人听者伤心 闻者落泪 见此 走王党朝臣也开始舞了起来 纷纷附和着喊穷 甚至还说出百烂罢工的话 一时间 云瑶瑶只感觉 他们仿佛是被拖欠工资的可怜农民工 而自己是穷凶极恶 叼着大烟的副老板 楼建山好 一手转移矛盾的手段 面对这场面 小喷子狄顺志第一个申请出战 他怒眉一横 楼大人 富贵先生为何批判你 不批判其他官员 楼大人没想过是自己的原因吗 如今百姓代税抗税 明明是户部无能 陛下心胸宽广 没怪罪 你户部都算好的 竟还向陛下抱怨 寻求解决之道 真是可笑 如此无用 不如早日豪夏跟睫毛上吊算了 这话一落 哭穷喊怨的朝臣们 脸色顿时沉了下来 林青蹄紧跟其后 他千和有礼地拱了拱手 清竹之音缓缓道 诸位大人 在下翻阅古籍 有一典故 想说与诸位大人听 古时有一朝廷重臣名为秦姓 他搜刮明知明高 一人之父可抵一国 却仍旧贪心不满 某日 有人向他献上一翼兽 说这翼兽能够吞万物便金银 秦姓先是未不值钱小贱物给翼兽 后来又为草木填土 最后 他将身边交好之人 一个个喂给了那翼兽 到后面 再也没有任何东西 给翼兽吞噬时 那翼兽发狠 将秦姓吃了 这便是贪心太大 总有一天会被贪心反噬 与过贪之人交好 也终会有一天 被他因为利益所害的道理 后来 世人就称秦姓这种人为秦兽 称那些与秦兽交好的人呢 为贱货 以为终有一天 也会成为被他出卖的不值钱货物 各位大人 你们说 这个典故好不好笑 说吧 林青蹄就轻笑了出来 仿佛真的只是 分享一个典故 娄秦兽和其余贱货们 是他们小看了这林边修 有文化就是不一样 还会拐着弯边一个典故骂他们呢 这能人 同僚们 一人一口唾沫心子 也得淹死他 高位 云摇摇暗暗用手用力掐大腿 才勉强压下嘴角的笑意 两位爱卿 一个比一个骂得很 不愧是我的嘴贴 宣政殿中央 狄顺志和林青蹄 一直接对一件接骂 战力竟也不输给诺大的护部和责王党 反而更胜一筹 身处户部的周思仁心里苦 他如今还处于折服阶段 不能明面支持陛下 两位未来同僚 得罪了 于是 周思仁直接对着狄顺志开喷 狄大力清 你大胆 心好心好at 云摇摇就这么坐在高位上 冷眼 兴奋 看着底下的朝臣 为自己吵翻了天的场景 有了自己的忠臣就是好啊 连吵架都不用带自己上的 两边也是都很争气 你方骂把我登场 精彩程度 不亚于看屠山镜晚上事情时 表演百灵鸟提叫 要是这时候 有把瓜子就更好了 两方骂到后面 纷纷急的面红耳赤 口干舌燥 被暗戳戳骂了好多声 禽兽的楼建山也怒了 这怒气 在楼建山自己这方的下属口误 说了句 你怎敢对楼禽兽如此无礼 时 彻底爆发破防了 他狠狠弯了眼这个下属 便直接拱手对云摇摇道 陛下 无论怎么说 户部如今都是捉襟剑肘 拿不出一分钱了 可六部还得运行下去 为今之计 只有早日找出那富贵先生 和陛下将国库的管理权 交于微臣了 云摇摇垂谋 语气淡淡 哦 楼上书 这是直接给阵止录了 微臣不敢 两人的视线交锋处 掀起层层硝烟 楼建山心中冷笑 陛下 户部一日不拨款 很快其余五部及其他院 都将运行不下去 到时秩序崩坏 国库 你会乖乖叫于我手中的 云摇摇心声杀意 吃地流油的王朝蛀虫 烂透了的前朝 将你的贪心为大到这程度 如今没空洞 你又助长了你的嚣张气焰 不日后 必杀之以警示百官 宣政殿内 其余百官眼底闪烁的光芒各异 或害怕被波及 或兴奋两者互斗 或忧心忡忡 他们都知 陛下与互不 这下 是彻底宣战了 第31章 万事俱备 只欠东风 这次宣政殿大骂战结束后 之后的上朝气氛 相比于之前都紧张了许多 图山静越发忙碌起来 每日天蒙蒙亮 他正要顶着一双心松睡眼上朝 他就已经锻炼完身体 开始处理各种事物了 下完朝 图山静练刀剑奇术 他躺尸睡回龙觉 图山静处理奏折 他睡醒赤小灵嘴 图山静看兵书史书传递消息 他困乏又睡觉 随着一封封书信 从前清宫内暗中传递了出去 同时搅动的 是越发诡谓多变的局势 图山静的身体演演戏的云瑶瑶表示 暴君真是个六边形战士 既要锻炼身体 武刀弄枪 又要处理政务 博览群书 还要谋划着怎么扳倒户部 唉 也不知道自己那漂亮的小脑瓜 能不能承受那么多的心严子 与此同时 作为图山静麾下的三名大将 林青蹄 狄顺志 周思仁自然没有闲下来 有时周思仁睡着了 都是在想着如何配合陛下 接下来该怎么走 如何以最小的失误扳倒户部 一段时间下来 三人的黑眼圈伸到吓人 秋天的良意健身 离正式铲除楼剑山 及其挡羽 还有最后一天 前清宫内 努力娘娘与躺平暴君独处 图山静静靠着龙椅 疲累地用手揉了揉太阳穴 眼下 脸着一片因睡眠不足而深凹的青涩 云瑶瑶斜躺在贵妃踏上 吃着进贡的印记心果 外层的衣裳凌乱敞开 她无聊地将手伸到腹部 摸着坚硬的腹肌姐们 真大啊 云瑶瑶发出一声满意的赞叹 跟玉米成金似的 手感真好 喜欢 什么 图山静疑惑地看过来 云瑶瑶正经回答道 可 我说 这果子真大 图山静看着那比自己指甲盖还小的果子 陷入了沉思 明日就是楼剑山的五十寿宴 你那边准备得怎么样 云瑶瑶转移话题 图山静 万事俱备 只欠东风 听到这话 云瑶瑶勾唇一笑 行 明天就让我这阵东风 刮翻整个寿宴 次日 楼府外张灯结彩 不断有豪华马车进出 身着布匪华服的官员们 将礼递给小丝 脸上挂着讨好的笑容 楼府内歌舞升平 功仇交错 美姬们身上的金银珠宝 已是闪人眼 他们手中端着的各色美味珍修 更是引人食指大动 他们用娇柔如水的声音介绍着 大人 这是五蛇羹 取眼镜蛇 银环蛇 金环蛇 水蛇 锦蛇附上最嫩的那小块肉 一中五蛇羹便要66条蛇 进熟后再加入果子梨肉 鸡肉丝 鲍鱼丝 菊花 冬菇等制作成蛇羹 里边的菊花都是用的真品棋菊 大人慢用 大人 这是香豆芽 做法为 切掉豆芽两端 以铜丝将豆芽中间挖空 再慢慢塞入右路之肉 蒸熟 这一道菜便需20人花一整天来完成 大人请尝 饶使有平时吃穿用度奢侈至极的官员 剑慈也不禁感叹道 楼尚书 一人之父可抵一国啊 高位上 楼剑山笑的 眼睛眯成了一条缝 各种珍惜班纸 带满了他的十个手指头 楼某 一道知天命之年 能得诸位远道而来 楼某很是欣喜 今日好吃好喝着 莫说楼某亏待了诸位 楼府一片其乐融融 皇宫内 一辆低调打扮的马车驶了出去 云瑶瑶此次出皇宫的时间较为充裕 便有意让龙颖为驾车多绕了路 看看皇城附近的景象 沿着繁华的皇城一路驶去 四周的建筑逐渐游奢变漏 到了城南 街头随处可见棚头垢面的刘起 和长期营养不良 而导致面黄肌瘦的孩子 他们身着粗不一长 少见一双好鞋 甚至是幼童 手上都已经起了一层厚厚的老茧 十户守平之 凤凰插一只 何其讽刺的诗句 寒冬未知 他能做的 就是尽量勤政未明 铲除了诸如楼剑山等的 搜刮明知明高的蛀虫 至少今年寒冬 不让他所在的皇城 出现猪门酒肉臭 路有冻死骨这种景象 云遥遥放下车帘 眼底划过一丝冷意 去楼府 马车驶到了楼府 门口的小司 见到这其貌不扬的马车 立马变脸 嫌恶凶狠地叫过来赶人 一只骨节分明的手 先一步撩开了车帘 拿出一名黄色令牌 小司见到令牌 面色顿变 扑通一声 就跪在了地上 避 避 陛下 寿宴内 楼剑山已经被 众官员吹捧得飘飘然 胖白的脸 浮上一层薄薄的酒意 哼 老夫前朝时便已是朝中重臣 受先帝重用 如今新帝登基一年不足 竟也想撼动户部的地位 真是可笑 诸位同僚 你们说户部 可是能够轻易撼动的 酒意上头 楼剑山少见得口吐狂言 众官员正要顺着他的话 吹捧楼剑山几句 却突然被一声尖利的陛下驾到打断 所有官员皆是心中一震 最近陛下与楼大人 可是到了几乎水火不容的程度 现在怎会来参加寿宴 瞬间 本还对楼剑山讨好相见的官员们 齐刷刷地跪了一大片 楼剑山久意顺散 心生怨愤 狂妄小儿 他五十大寿的寿宴也敢搅和 心里这般骂 行动上该跪还是得跪 楼剑山熟练地跪在地上 拜见陛下 以云瑶瑶为首的一众人 一路经过黑压压跪倒一片的人群 最后坐于最高位 过了好一会儿 云瑶瑶才湿湿然道 诸位平身 仲大臣此时的酒都已经醒了大半 起身后 惊异的目光朝高位那人看去 却顿在了守在君王身侧 奉承又嚣张的青年 高冲光 不久前 这高冲光还是汉林院的检讨 因冲撞陛下被包去官职 打了一顿狠的 贬为平民 可没过多久 许是陛下看中了他的弃人能力 又重新重用起他 先是将其塞进户部 又是失利 让他坐上了户部狼中的位置 这高冲光本就嚣张跋扈 抱上陛下的大腿后 更是将嚣张二字贯彻到底 尤其是那一张嘴 剑得令人发指 短短数日 便得罪了不少朝臣 甚至还有朝臣气的想顾刺客 一见结果了他 可碍于高冲光的父亲 是利部侍郎 高家更是世家大族 再加上高冲光抱上了陛下的大腿 众人这才忍了下来 自从高冲光被塞进户部后 日日被弃 都弃瘦了十几斤的楼剑山 在寿宴见到此人 顿时觉得晦气又火冒三丈 操他八倍祖宗的 这狗东西 怎也跟着过来了 第32章 孩子不是你的 可老婆是你的啊 高冲光环顾一周 首先对着楼剑山拱了拱手 露出一抹见笑 楼大人 卑职此次前来 是助大人受臣安乐的 大人今日便年到半百了 半截身子埋进了黄土 以后见一面 可是少一面了 卑职特意前来见楼大人一面 世事无常 万一这一面 是我与楼大人 见的最后一面呢 诸位大人 也要珍惜与楼大人的 每一次见面呢 哈哈 卑职只是开个玩笑 楼大人不会接一把 寿宠荡日被骂活不久 楼剑山气的脸都铁青了 不等他做出什么反应 高冲光又来到 方才吹捧楼剑山 最厉害的官员面前 嘿嘿一笑 大人 听闻您身怀暗吉 那地儿应不起来 面对家中一众美妾 常常是有心无力 疲软不堪 想必是很难受的一件事吧 唉 可惜卑职体会不到 大人这种感受 谁叫卑职天生持久 常常让家中美妾们 哭喊着不要 又让他们食髓之味 缠着我还要来 此事也颇令我头疼啊 那暗吉大臣的面色 由红转青 由青转绿 最后转为黑橙橙一片 变化之快 跟个调色盘似的 眼看着这位大臣杀心剑气 高冲光连忙转移阵定 来到另一位大臣面前 开始新的一顿输出 大人 听闻您之前的正妻 和管家勾搭上了 还给您生了个大胖小子 事情败露后 你将三人都沉入了河塘 要背直说啊 大人您就是气度太小 孩子虽然不是你的 可老婆还是你的呀 把那管家处理了便是 大人您没费一兵一卒 就白得一大胖小子 高兴还来不及呢 是吧 众人一听 立马就将吃瓜的目光 落在了那大臣身上 眼底满是性色 没想到这老东西 以前还替下人 养过便宜儿子呢 真耻辱啊 大臣头顶 本就戴了顶绿帽子 现在被公之于众 更觉得头上绿油油一片 大抵能够跑马了 他当即破防 对着高冲光怒吼道 高郎中 你到底想如何 高冲光摆摆手 剑嗖嗖地对着他 一阵挤眉弄眼 不如何不如何 今日可是个喜庆日子 卑职与各位大人 能够聚在这里 聊聊家常吗 那位大人 听闻前段日子 磨道团进京 您家遭窃最严重 传家宝都没了 也不知大人 您日后九泉之下 列祖列宗 会不会原谅您呢 高冲光 你慎言 高冲光连忙抱歉的拱拱手 动作虽悲迁 神情和言语 却无不透着嚣张得意 仿佛生动地在说 嘿嘿 今天这个剑我是犯定了 有种你们就来打我啊 反正有陛下给他撑腰 看谁敢 原本喜庆的寿宴都被毁了 宴席上的大臣们 无一部分怒地盯着高冲光 如刀子般的视线 仿佛要在他身上 刮下一层肉 高冲光质若罔闻 把人全部得罪完了 也丝毫不慌 见这场景 云咬咬嘴角挂着一层浅浅的笑意 这高冲光是真剑哪 一张嘴 冲天的剑位直损云霄 方圆百里的人都能被他气死 也难怪这段时间 暗中保护他的龙影卫 来禀 击退刺杀高冲光的刺客 不说上百 也有几时了 云咬咬又重新让高冲光进入官场 便是看中了这点 将他列入这次计划中的重要一环 眼看宴席中 真有几人被气得不管不顾 要上前打人了 云咬咬这才出声 淡淡道 行了 楼爱卿的寿宴便是为楼爱卿庆寿 诸位就莫要扯些其他无聊的了 大臣们听到这话 只能压下怒气 死死盯着高冲光 云咬咬待了一会 便领着屠山静等人轻飘飘地又离开了 不带走一片云彩 将高冲光留在寿宴继续犯剑 云咬咬一走 寿宴立马骚动起来 有大臣咬牙切齿 拳头钻得搁直响 遇上前打他一顿 楼见山见此就当作没看到 这只娘贼 他已经恨得派出十多波刺客去杀他了 可惜都没能得手 如今能看着他被打 也算解气 金部侍郎刘喜也被气得够呛 在他的身旁 窈窕美人拉了拉他的袖子 柔声道 大人 毕竟是楼大人的寿宴 还是阻止为好 不然可救着了陛下的道 借机对楼大人发难 软农娇柔的声音 伴随着祸人的体香一并传来 刘喜心中的愤怒顿消 只于以你与生疼的欲望 刘喜桌下的手 攀上关婉玉的腿 一边妈撒 一边喘着粗气 露出色迷的诸葛模样 闷儿 你说得对 你可有法子 关婉玉将手放在刘喜的手上 不动声色地阻止 他想更深一步地举措 大人 您派美尔与他喝酒 美尔灌醉他 让他不再有机会 在楼大人的寿宴上大放厥词 此举甚好 刘喜又有些吃味 另一只手也伸过来 本官都会好好宠幸美 你可别让这狗东西 多占了便宜 关婉玉忍着恶心 展颜一笑 大人放心 美尔心中只有大人一人 刘喜还是不愿意放他走 将脸凑近他的脖梗处 痴迷地秀着 美尔 本官已经等不了了 本官必会好好待你 今晚便狠狠要了你 不可再推脱拒绝 美尔遵命 刘喜这才依依不舍地 放走关婉玉 关婉玉来到高冲光身边 娇媚一笑 高大人 小女久仰大人盛名 特来敬大人一杯 高冲光洋洋得意地接过酒喝下 扫了关婉玉一眼 如此美人 竟也钦佩本官 怎么 你是羡慕本官的美妾们 床子之事太过幸福 也想体会一番本官的雄风 关婉玉针酒的手一顿 有时 真想撕烂这人的一张破嘴 连贯了十几杯酒后 关婉玉在针酒时 嗅下飞出一粗白粉 与酒水融为一体 高冲光喝下这杯酒后 彻底趴在了桌上 呼呼大睡了过去 关婉玉见此回到流血的身边 再次与发情的诸葛周旋起来 高冲光虽然闭嘴了 可寿宴的气氛 早就被搅得一团糟 官员们有意带动气氛 还是拯救不了一片死沉愤怒 天色渐晚 黑云沉沉 有成群的乌鸦 从楼府上方飞过 低雅地叫着 隐隐约约透着不安 九过三旬 官员们一个接一个地道别 离开楼府 渐渐地 寿宴便只剩黑着脸的楼剑山 心不在焉的刘喜 以及趴在桌上呼呼大睡的高冲光 刘喜指着高冲光 询问道 楼大人 他怎么处置 楼剑山怒气未消 一甩袖子 还能如何处理 不说高甲 就说陛下那边 他故意带高冲光过来回我寿宴 我要是动了这狗东西 必会被他借题发挥 这段时间 荼山禁的手段 是一层接一层 令他头疼 他很不想承认 自己后悔 招惹了荼山禁 那卑职派人 将他送回高府 刘喜急切地上前 他想早些完事 回府宠幸马 等等 楼剑山来到高冲光面前 深呼吸一口气 挺起肥肚 如萝卜般又圆又短的腿 狠狠一脚就踹在了高冲光的身上 楼剑山由不解气 又插着腰 踹了好几脚狠的 踹得他气喘吁吁 额尖渗出一层薄汗 这才停了下来 送走 刘喜正要弯下身 高冲光的身体突然一动 他缓缓睁开眼 面色痛苦 那 哪个王八蛋敢踹老子 第33章 楼禽兽 你就安心地去吧 刘喜缩回手 瞪大了眼睛 不是喝醉了吗 怎么突然醒了 大人 这 高冲光哀悠哀悠地痛苦叫唤着 等看到两人的身影时 他恍然大悟 愤怒地伸出手指向他们 原来是你们 你们两个老不死的 竟然对我下黑手 我一定要禀告毙 话还没说完 楼剑山直接从一旁的桌子上 拔出佩剑 直直刺进高冲光的胸膛 高冲光瞳孔索 不敢置信 竟敢 刺 刺 楼剑山冷笑一声 该死的侄娘贼 老子想杀你很久了 猛虎不发威 真当我是病猫了 说吧 他一脚将高冲光踹翻在地 心中这段时间的郁杰 统统在此刻消散 高冲光嘴角渗出丝丝鲜血 上半身重新倒在了地上 没了声音 刘喜 你派一身形相貌 与他相似的人离开楼府 在人多 并且没他相熟之人的地方露个面 再伪造他失踪的假象 为防止陛下或高家发难来楼府搜人 这段时间 就先将他的尸体藏在密室 冲动过后 楼剑山冷静吩咐道 突然闹出了人命 还是一位存在特殊的人 刘喜心里那些黄色废料顿时消散 他赶紧搬起高冲光的身体 跟在了楼剑山的身后 此事事关重大 楼剑山提前派府中的心腹 将路上的小厮室女等人平退 确保隐秘 两人来到书房 楼剑山调换了书架上十几本书的位置后 两侧的书架缓缓打开 露出一条通往地下的密道 楼剑山持着油灯往密道里走 忽然问道 刘喜 这密室的存在除了我 便只有你知道了 你可否有说漏嘴 刘喜的脚步一顿 楼副书房有一密室存在 他曾在被麦尔那个小妖精 勾得心猿一马时 说漏过一嘴 不过 麦尔只是一个被他豢养的美机 此时 估计已经脱光了 在家等他去宠幸 不会有什么事的 刘喜摇头 恭敬回道 卑职绝不会泄露大人的秘密 楼剑山这才放心地往下走 不知为何 他这心里总是充斥着不安 刘喜是他的心腹 做事稳妥 密室一事极为隐秘 不可能会出什么篓子 许是他多心了 密道的光线逐渐明亮 踏过最后一节阶梯 两人面前豁然开朗 出现了一个宽敞奢华的密室 刘喜将高冲光的身体放在地上 累得他大口喘气 便坐在凳子上休息 楼大人 之后的事情便交给卑职 卑职一定将高冲光的死处理干净 嗯 你办事我一向放心 楼剑山点头 眉头微皱 我担忧的是 涂山静接下来的手段 他做事从不会无缘无故 这次寿宴 他的真正目的到底是什么 刘喜沉思片刻 故意让高冲光搅乱寿宴 在众人面前下您的面子 楼剑山轻轻摇头 我总觉得 事情不会有那么简单 可 究竟是为何呢 沉思间 不远处的屏风 突然出现了细微的声响 楼剑山死死盯向那边 谁 刘喜立即持剑 警惕走近 一剑劈向了屏风 屏风破开的瞬间 现出了背后的道道人影 为首的 正是身着玄色华服的云摇摇 他手持一折明黄色的文书 笑容直达眼底 楼爱卿 又见面了 刘喜下的直接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像见了鬼般 臂 臂下 云摇摇的身侧 屠山静勾起一抹笑 那笑容冷漠又屁腻 仿佛面对的是两只极可诛杀的楼椅 密谋杀害朝廷命官 该当何罪 狄顺志作为大理寺卿 悠悠地回答了这个问题 朝臣知法犯法 谋害朝廷命官 背后妄义陛下 如今人证物证俱在 当然是死罪了 林青蹄悲迁的 朝一众被请来的朝廷大臣拱手 其中有尚书侍郎学士 也有御史统领总管 有的还在家中睡觉 便被龙颖卫秘密请了过来 有的刚出楼府 就被请了过来 总之 数量不多 说话却很有分量 诸位大人 可有意义 众大臣背后冷汗直流 能将楼剑山逼到如此程度 陛下的手段 再次刷新了他们的认知 他们纷纷摇头 无 无意义 林青蹄微笑汗手 楼剑山此时还有什么想不明白的 图山竟这是下了好大的一盘棋 今日他的种种行为 都在对方的谋划中 心机之深沉 令人发直 可他是前朝重臣 今朝的钱袋子 不就是杀一个小小的郎中 谈和赔命 楼剑山额头已经渗出层层薄汗 胖白的脸肉微微颤抖 立声道 陛下 是高郎中对微臣不敬在先 微臣保全颜面 有何不妥 为了他含了护部的心 陛下三思啊 楼剑山还在出言威胁 做垂死前的挣扎 云瑶瑶放下文书 缓缓走到楼剑山面前 两人的身高差 让云瑶瑶只能俯视他 将对方眼底的惊慌恐惧 一览无余 楼爱卿是为何认为 朕只凭这件事 来定你死罪 话音一落 密道传来脚步声 一窈窕美人从中走出 官晚欲朝云瑶瑶行了一礼 陛下 《护部》里面有户部流水的详细记载 户部平日便利用植物之变 大肆搜刮明知明高 致使明怨再盗 虚假账目 挪用供奉 利用外交贪污 要挟弱国 从贡物中中饱私囊 公然所惠 拿国库银两 贪污腐败 收受贿赂 经营商业 走私犯言 如此种种 实乃王朝蛀虫 罪恶滔天 官晚欲美列出一条罪证 楼剑山的脸就白上一分 到了后面 他已是两股战战 冷汗直流 刘喜失声叫了出来 妹儿 是你 官晚欲冷冷地瞥了他一眼 唾骂一句 朝廷蛀虫 刘喜指着他 愤恨不已 我知道了 密室的存在 是你泄露出去的 你竟还敢偷我的账簿 贱人 我要杀了你 刘喜还未冲到官晚欲面前 楼剑山先一步踹倒了他 愤怒嘶吼 你这个废物 还说没将密室透露给别人 账簿也被偷了 我要被你害死了 看到狗咬起狗了 云咬咬含笑阻止 哎 楼爱卿 并不是只有刘喜这边出了搂子 你这边 也出了 又有脚步声从密道响起 楼剑山死死盯着入口 只见周四人从里面匆匆赶出 直朝云咬咬而去 一脸喜色 微臣来迟 陛下恕罪 这是微臣搜集的 有关楼剑山与户部的所有罪证 特来献给陛下 楼剑山不敢置信地后退两步 指着周四人的背影 目自欲裂 忘恩负义的东西 是我一手将你提拔到侍郎的位置 给你数不尽的钱财 你竟敢背叛我 周四人连忙躲到云咬咬的身后 楼剑山 你提拔我是因为我的能力 给我金银财宝更是如此 我们各取所需罢了 陛下申明大义 是为勤政为民的明君 而你庆竹南书 理应当诛 还烟赤王朝 一片风轻气正 楼青兽 你安心地去吧 户部尚书就由我来替你做了 周四人将账簿和罪证 一并递给身后的大臣们 大臣们交互翻阅 越看 脸色就越沉 那一向喜欢在宣政殿一头枪地 哭喊着一头撞死算了的剑官 第一个指着楼剑山的鼻子骂 楼剑山 你竟真敢犯下如此滔天大罪 烟赤要在你手上毁了呀 又有朝臣怒目原瞪 你竟为了钱财 出卖朝廷逆势 给边境匈奴 死一百次都不足为息 如此行径 再放任你下去 恐害了整个烟赤王朝 微臣请求陛下 诛了楼剑山及户部党羽 微臣负义 楼剑山与户部的罪恶庆竹难书 请陛下下指诛了他们 大臣们的愤怒之音 在整个密室回荡着 他们齐刷刷跪倒一片 皆为请指诛楼剑山及户部 楼剑山的脸色彻底死白 完了 一切都完了 他的五十大寿 便为了他的辅助之日 天要亡他楼剑山啊 楼剑山闭上眼 一滴青泪划过脸庞 下一秒 他飞快冲出 将头重重撞在墙上 鲜血飞溅 随后肥胖的身体 轰然倒地 没了声息 害了烟赤王朝两代的大滩臣 终于在今日 被云摇摇屠山净铲除 第34章 之后 请称呼他云摇摇为富婆 楼剑山失去焦距的瞳孔 死死盯着大臣们的方向 大臣们背后 早就渗出一身的冷汗 看着那副手里的肃杀身影 心中皆是又危又静 如今的陛下 比从前更加可怕了 深知死路一条的流血 绝望地躺在地上 任龙隐卫 上前将他押走 云摇摇的目光 落在大臣们身上 禁军副统领方武成 方武成连忙出炼 陈在 率领禁军 前往最路上的户部官员府中 抄家 收押天牢 陈 领命 方武成 风风火火地离开了密室 低沉冷冽的声音 再次响起 金部侍郎周思人 折服户部 收录罪证 扫除祸患 立下大功 财德兼备 勇意非常 金户部上书 一直尚有空缺 便由周侍郎顺位而居 汉灵院边修林青蹄 出谋略部大局 足智多谋 神机妙算 金户部被除 林边修功不可没 身为汉灵院侍奖 大理寺卿 狄顺志 恪守职责 配合默契 同样有功 赏心愿一个 日后可与朕提出 至于其余赏赐 戴楼府被抄 三位爱卿大大有赏 狄顺志对陛下的 风赏十分满意 他在网上升官 就没更多时间 写画本了 如今的位置 他待得十分舒适 而且 这心愿赏得好啊 正好便于他 坦诚自己就是富贵先生 陛下果然懂他 狄顺志跪在地上 目光感激 又黏腻肉麻 谢陛下 周思人则扑通一声 跪在地上 火热的视线 直直盯着那张 威严肃目的脸 眼含热泪 原本他以为自己 至少要熬死楼剑山 才有可能升到尚书 却不曾想 陛下从前说的 尚书之位 不是画笔 而是真正地看到了 他的才能 将他考虑了进去 如此赏识 他真心待他的明君 他周思人 势必追随左右 微臣谢过陛下 微臣愿是死 追随陛下左右 这一次 他戴上了十二分的真心 林青蹄同样跪在地上 心情澎湃 微臣谢过陛下 可惜了 云良不在此处 不能亲眼见证他 重回辉煌的时刻 不过无妨 下一个 便轮到他 关婉玉静静站立一旁 看着受赏的几人 满是羡慕 可想到如今的处境 这份羡慕 就变成了苦楚 他们是手握权力的上位者 而他 经历过那件事后 便成了谁都能踩上一脚的烂泥 只能舍弃一切尊严 出卖色相 才换得一线生机 他又有什么资格去羡慕呢 思绪恍惚间 隐约听到那道冷冽强势的声音 再次响起 白身关婉玉 姬敏伶俐 智勇双拳 震慎欣赏 故托明为官 任思维 思维是女官中品阶较低的官职 掌公为管剑之事 但只有在四百年前的晋朝 有过真正的女官 之后 便一直都是虚设 将女官与妃嫔挂钩 且无实权 这话一落 本还强装淡定的大臣们 立马不淡定了 陛下 周侍郎等人铲除户部有功 您提拔他们微臣 没有任何意义 可此女子只是一介草民 还是个女子 女子怎可为官 臣服役 女子待在后宅相夫轿子便可 入朝为官 抛头露面 成何体统 陛下 这事要是开了头 规矩秩序便会通通乱套 此事万万不可呀 陛下 女子无才便是得 云瑶瑶一甩袖子 冷笑着看向他们 烟斥王朝 有哪一条朝训规定 女子不可为官 官婉玉她之身折服在流洗身边 探出许多有用情报 拿到最关键的账簿 这一桩桩 哪一桩不是功 试问 你们能做到吗 女子无才便是得 云瑶瑶讽刺一笑 女子无才 他们怎为你们将后宅 打理得井井有条 掌管好府中中愧 女子无才 诸位爱卿家中的女儿们 皆是琴棋书画样样精通 女工更是擅长 琴棋书画能讨野情操 女工有一技傍身 这不算有才算什么 区区一个低品阶的女官 就能让你们如此恐慌 就能做到崩坏秩序 那要你们这群臣子有何用 干脆明日早朝 你们通通撞死在宣政殿的笼柱上算了 大臣们被这话骂得面红耳赤 虽心中仍旧不满 可到底没有反驳的道理 只能嘴唇涅如 哀声叹气 默认了这事 泪水无声滑落 关婉玉的脸庞 云瑶瑶方才的一番话 不断回荡在她心头 她跪在地上 内心久久不能平静 千言万语 最终画成一句 明 微臣 谢过陛下 微臣关婉玉 誓死追随陛下 云瑶瑶朝着关婉玉 微微点了下头 嗯 平身 云瑶瑶本没想到女官这一茬 可关婉玉这次的表现 实在令她满意 云瑶瑶也愿意再拉一把 同为女子 深知不义 至于之后 就看她自己的造化了 图山静直直地盯着云瑶瑶的背影 透过这具自己的身体 她看到另一位聪慧强大的存在 不按常理出牌 有时懒惰随意 却更显得她思想先进 为人特别 身上仿佛有某种魔力般 影帝人忍不住侧目 见事情处理得差不多了 云瑶瑶抬脚就要离开密室 她总感觉 呼吸有些困难 不会是因为 密室为封闭环境 氧气有限 这里一大拨人都在呼吸 快没氧气了吧 再不出去打开密室 估计要一波团灭了 想到这 云瑶瑶的步伐快了起来 不忘牵住图山静的手 大步走向密道 路过密道口时 云瑶瑶的脚 正好被高冲光的身体绊了一下 云瑶瑶正要收回脚 却听到地上传来一声闷哼 高冲光缓缓睁开了眼 避 陛下 云瑶瑶 被楼剑山捅了的对穿 这都没死 让高冲光成为这次计划中的关键一环 是林青蹄的主意 他刚听到这个计划时大为称妙 随后又想 他这位舅舅如青竹般的躯壳下 不会藏着一颗白切黑的心吧 故意报复他 不过 他也没有多少同情 按照高冲光这种形式 不是迟早出世 就是直接出病 却没想到他活了下来 真是祸害刘千年啊 云瑶瑶吩咐道 传楼扶抚一 毕 陛下 呜 楼剑山那个老东西背后偷袭我 想杀我 他不讲武德呀 高冲光一边告状 一边吐出一口鲜血 余光看到死不瞑目的楼剑山 他先是哈哈一笑 直接开潮 陛下英明神武 体恤下势 抱我报了仇 你个狗东西 还想杀我 没想到直接把寿城过程忌日了吧 气不气 气活了来 继续杀我呀 哼 哼 一个激动下 高冲光又吐出一口鲜血 他急了 对着龙影卫大叫 赶紧把腐衣叫来 我感觉我要呼吸不过来了 我快要死了 快让腐衣来救我呀 呜 云摇摇 眼不见为静 牵着图爱妃赶紧离开 这次抄家楼府 和其余贪污腐败的户部官员府邸 足足持续了七天 一辆辆装满的太平车 从各个府邸出来 驶向皇宫最终进了国库 空荡的国库经此一遭 不仅全满了不说 皇宫中闲置的宫殿们 也被征用存放这些东西 饶是这样 也还剩了许多金银珠宝 古画瓷器等 云摇摇每日下完巢 便来到国库 留给工人们 一个深沉肃穆的背影 实则咧着一口大牙嘎嘎乐 装不下装不下 多到国库 根本装不下 楼剑山富可敌国 户部肥地流油 真不是说说而已 这下子 不仅运河那边不缺钱了 皇室也不缺钱花了 云摇摇张开手臂 秋风吹得 她的衣袍烈烈作响 这种全国我最富的感知 太爽了 她 云摇摇 从此就是烟尺王朝 最富有的女人 请叫她富婆 第三十五章 让周尚书 本就严重地便秘 雪上加霜 前清宫内 涂山静正在批阅奏折 如今 户部几乎全部职位 都空了下来 朝廷其余势力 对此虎视眈眈 都想来掺一脚 涂山静 便是要抵住这趟浑水 将自己培养的人 安排进户部 彻底掌握户部 于是 这几天她比起之前 更忙了 云摇摇 惬意地躺在贵妃榻上 想着国库里的小可爱们 忽然 她问道 涂山静 还有一批国库 装不下的珍稀古话瓷器 玉石珠宝等 你打算怎么处理 涂山静停下手中的笔 对于这些东西 她也颇为头疼 卖了太亏 不卖又没地方放 赏赐给朝中大臣吧 他们又不配 思来想去 还是没有合适的办法 云摇摇神秘一笑 我倒是有一个好办法 涂山静来了兴致 说 在京城办一个博物馆 这些东西 便展览在博物馆中 云摇摇将现代博物馆的概念 详细讲给涂山静听 门票呢 就设地低一些 让普通百姓 都能来博物馆看 要是遇到像秋季日 这种特殊日子 便免费开放 博物馆 这个新奇的名字 让涂山静眼前一亮 等听完云摇摇的解释 她立马就想明白了 博物馆开设的有益之处 既能解决这批东西的去处 还能以财生财 这些展览品的存在 时刻提醒了百姓 害民祸国的楼建山 和户部党羽 是被皇帝锁除 还能拉近军民距离 甚至能对朝廷大臣 起警示作用 想想 普通百姓们 指着这些展品纷纷感叹 托了陛下的福 我这辈子才能亲眼看到 如此名贵的东西 这些贪污狗贼官员 肯定是搜刮我们普通百姓狠了 财富的流油 幸亏陛下产出了这群祸害 陛下英明 朝廷官员们 看着这些展品 满是后怕 我们千万不要学户部 不然也被抄了家 将传家宝等放在这里 被百姓观摩 还天天被世人戳着几两鼓骂 地下的列祖列宗知道了 都会被气炸师 太可怕了 屠山静言敌满是赞同 半博物馆 真乃百列无一害的办法 我这法子好吧 云瑶瑶翘着二郎腿 得意劲都快要冒出来了 等会我就宣称 这办法是妙飞想出来的 再任命 你为博物馆的馆长 以后 万一他穿回云瑶瑶这具身体 也能捞个有稳定收入的馆长当当 屠山静投来诧异的视线 虽然依旧没眼看自己的身体 被他从言谈举止 气度神情上 全盘崩坏 但他又在为自己考虑了 嗯 屠山静应下 眼底闪过一丝 他也未察觉到的欣喜 这时 店门被敲响 牛秀儿响亮的声音 从外面传来 陛下 娘娘 奴婢顿了两钟观宴 可否送进来 云瑶瑶正好饿了 赶紧与屠山静换了个位置 拿起奏折看 进来 牛秀儿推门而入 恭敬地将观宴摆在桌上 心疼地看了眼自家小姐 哎 明明心情处理正式的是陛下 小姐每日吃饱了就是睡 怎么小姐的脸色 反倒看起来更疲累 眼下脸着一片青涩 反观陛下 容光焕发 精神抖擞的 想到了自家小姐大鹏飞这个外号 牛秀儿真拙着开口 娘娘 您是不是平日里吃得太多了 感觉不好消化 奴婢曾听一个民间大夫说过 消化也会耗费精气神 过犹不及 娘娘 您要不下次少吃点吧 屠山静一愣 云瑶瑶一听这话 顿时扑斥一声笑了出来 至于心虚 不存在的 屠山静脸色铁青 又想起那个小鸟 卫变大鹏飞的笑话 顿时感觉手里的观焰都不香了 云瑶瑶憋住笑 严肃地拍了拍屠山静的肩膀 爱飞 秀儿说得有礼啊 以后可得控制食量了 这样吧 这段时间朕也累了 明光寺的性子应当熟了 朕带爱飞去住几天 全当放松 牛秀儿重重点头 没错 就是得带小姐出去走动走动 不然只吃不动 长成他这样壮 晚上事情 还不得把陛下的龙根压断 屠山静眉头微皱 正欲拒绝 正务繁忙 没 话还没说完 云瑶瑶打断了他 爱飞不用担心 周四人如今任户部尚书一职 他愿追随朕 作为上位者 便要能者善用 适当放权 剩下的事就让他去干吧 只要下属干得好 老板天天睡得早 只要下属干地多 老板天天换摩托 云瑶瑶的头顶 冒出一个露出资本家笑容 挥舞着小皮边的小恶魔 屠山静仍旧有些不放心 可想到最终结局 还是会被云瑶瑶说服 就放弃了 正好听闻 最近国师云游会经过明光寺 关于他与他的魂魄互换 他有或虚解 好 于是 云瑶瑶的这一番话 直接奠定了周思人后面的酸爽生活 捡起户部这个烂摊子 每日从早熬到晚 不敢有丝毫停歇 让他本就严重的便秘 更是雪上加霜 可以想到 这是陛下对他的信任与重用 周思人便重新干尽满满 啊 多么痛苦并快乐着的生活 与此同时 云府 云良在书房内坠坠不安 内心无比的惶恐 楼剑山寿宴那日 他因并没有去 便让下人把礼送过去 谁知等他一觉醒来 朝廷就变天了 楼剑山及户部党羽 直接被连根拔起 云良当时冷汗都出来了 他赶紧撑着病体去问同僚 那日到底发生了什么 这才得知 他又 又 又被孤立了 陛下将朝中有些分量的臣子 都请去了楼府密室 可唯独漏了他 被孤立就是他的命 哦 哦 云良现在很恐慌 朝廷里有一个如日中天的灵青蹄 后宫中有一个想弄他的念语 下一个 是不是就轮到他了 想到这 云良仰天大呼一声小命休矣 便再也按耐不住 出了书房 派心腹驾上马车 直接往泽王府赶 秋高气爽 几辆低调奢华的马车出了皇宫 往郊外赶去 道路两边的草木渐渐变多 不多时 出现一条通往山腰的幽深小路 云遥遥与屠山静下了马车 骑上饭桶与疾风 四周跟着护卫的龙颖卫 便往半山腰的明光寺而去 到了明光寺后山 早有几位僧人再次等候 小僧人接过涂山静 与云遥遥手中的马匹 交接中 涂山静只感觉手心被塞入一雾 他不动声色地将其藏进袖中 到了单独的厢房 涂山静将袖中的东西拿出 是一折叠紧密的纸条 涂山静展开纸条 上面写着两行小字 此物想办法下给他 名页与家人序言 看完后 那字便神奇地消失了 只与纸条中央的小醋白色粉末 涂山静瞬间就想通了纸条的来历 眼底一片风雨欲来的幽深 他冷立一笑 一字一句地吐出纸张主人的名字 涂山泽 第36章 这是夫妻之间的小把戏呢 不用早朝 云遥遥直接睡到了日上三竿 直到涂山静怦怦怦地来敲门 见眉声响 涂山静推门而入 一入墓地 便是云遥遥那销魂至极的睡姿 一度着床 一条腿交叠在另一条腿上 屁股妖娆地撅起 腊人双眼 涂山静深呼吸两口气 才有勇气直视自己的身体 叫云遥遥起床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终于将人弄醒后 涂山静问出了早就想问的问题 你为何如此能睡 为何早起如此困难 云遥遥顶着凌乱的鸡窝头 打了个哈欠 因为我有起床气 所以 我一般都睡到不气了再起床 好理直气壮的理由 涂山静竟无力反驳 我也想问你一个问题 云遥遥一脸深沉 说 云遥遥一把拉开盖在腰上的颈倾 只向两腿中间笑得阴险 为什么每天早上起床 他都会竖起来 涂山静一愣 耳朵尖刷的一下就红了 脸色油白转红 油红转青 油青转黑 活像的调色盘成金了 最后咬牙切齿道 云遥遥 你 云遥遥 别害羞呀 他什么状态我没见过 如此时 我还要扶着他呢 我是真的好奇 为什么早上起床 就会切换到另一个状态 你告诉我一 话还没说完 涂山静一甩袖子 跺脚快步离开了厢房 背影活像个兽器小娇妻 没有解到货的云遥遥 对此表示遗憾 吃完午饭后 云遥遥走出院落 欣赏着四周的景象 空气宜人 环境清幽 院子外还栽了一排 掌饰喜人的杏树 果子都熟地诱人 在他的院落旁 还有两座院落住进了人 院外有轻装剪从 气势凌人的侍从把手 看来身份同样不简单 思索间 灵挨着的院落 便走出了两人 看到人影的正脸 云遥遥有些吃惊 正是好久未见了的 屠山泽和云烟烟 屠山泽和云烟烟也看了过来 两人的表情同样诧异 连忙上前行礼道 参见陛下 云遥遥收起原本的愉悦轻松 气势一压 想象自己是一个制兵机 谁来就动谁 嗯 怎么好不容易放得嫁出来散心 也能遇到他们 真是晦气 不会故意冲着 他来的吧 让他想想 小说里有关于明光寺的重要情节 云烟烟于光 撇到了屠山镜 独自站在不远处看风景 原本的好心情顿时荡然无存 可看到他与陛下的距离 云烟烟有了猜想 云遥遥肯定是惹了陛下生气 被嫌恶冷落了 太好了 那他便更要和王爷好好秀一番恩爱 气死这件人 想到这 云烟烟心情饶好 声音娇柔地朝屠山泽道 王爷 这姓长得甚好 我们去摘姓吧 好 屠山泽派下人将梯子架在树上 云烟烟撩开裙摆 摘下杏子送到屠山泽的面前 王爷 这是臣妾摘的第一颗杏 还请王爷不要嫌弃 说完 秋波暗送 羞涩地笑着 屠山泽接过杏子 温柔一笑 一而亲手摘的 本王舍不得吃 自是得好好收藏 实际上是看到了这杏的颜色 口中瞬间一酸 内心默默吐槽 他这侧妃属实是没常识 树上那么多甜性不摘 偏偏给他摘了得看起来最酸的 听到这话 云烟烟感动不已 王爷 不断有银铃般的笑声传来 还伴随着云烟烟 故意越发大声得意的声音 王爷 你对臣妾真好 讨厌 王爷再这么说 臣妾可要休得不敢出门了 王爷 臣妾一定要给你生个大胖儿子 来年我们三人一起在来这杏树下 屠山静淡淡地瞥了一眼 远处的两道人影 内心毫无波澜 前者骚包孔雀 后者脑干缺失 还真是般配 哦 云瑶瑶转过身 干呕了一下 臣妾要给王爷生个大胖儿子 粉色海黎翻白眼 不屑白手 吐口唾沫 故意这样恶心她是吧 那就别怪她走别人的路 让别人无路可走了 云瑶瑶让工人搬来一个梯子 自己踩了上去 对着屠山静招手道 爱飞 过来与朕摘姓 屠山静虽然还因为那事 在闹别扭羞脑中 脚下 却时尚地朝着云瑶瑶的方向走去 云瑶瑶摘下一颗杏子 结果工人递来的水 洗净 她俯下身 另一只胳膊将屠山静圈在胸膛 眸光侵略又强势 爱飞 震摘的第一颗性 吃 秋风拂过 带下几片金黄的杏叶 树下 华服俊南与怀中的素衣美人 两两相识 美人娇称地瞪了她一眼 随后将性吃下 云瑶瑶看到这场景 先是一愣 紧接着牙都要咬碎了 她摘给王爷吃 陛下摘给那个贱人吃 这不是在狠狠打她的脸吗 云瑶瑶 树下的屠山静腮帮子 还含着那颗性 鼓囊囊的 你做什么 喂你啊 云瑶瑶一笑 乔徒爱飞兽的 震都要心疼了 云瑶瑶还住屠山静腰身的手 一个发力 也将她戴上了梯子 云瑶瑶的另一只手 就轻轻抓住屠山静的手 呈环抱姿势 带着她的手 往面前的杏子摘去 这一招双人摘杏 更是将云烟烟气的眼底发红 鬼使神拆下 她也向屠山泽伸出手 王爷 您也要体验一下摘性吗 屠山泽一愣 内心又是一阵吐槽 不知道本王最近的腰不好吗 还让她摘性 没有眼色 吐槽归吐槽 为了保持自己的深情人设 她还是上了梯子 又被为了一颗性的屠山静 终于明白了云瑶瑶的用意 压下修难 她正色道 你要是觉得 她碍眼 派人除了便是 云瑶瑶摇头 又单手公主抱起屠山静 俯下身 手指轻点她的鼻头 是去树上落下的露水 你懂什么 这样才有意思 还有 她现在针对的人是你 我是在给你出气呢 被对方 以一个如此羞耻的姿势抱着 屠山静抗拒又休脑 松开阵 行 云瑶瑶松开了她 又换了个姿势 将她背起 去摘树上的信 于是 接下来 屠山泽刚上梯子 与云烟烟摘了一颗信 另一边的两人 就已经换了好几个亲密的姿势 以各种花样摘着信 摘完了 到了卫星的环节 又是花里胡哨 各种整活 那年腻亲密的模样 把云烟烟气的双眼冒火 只觉得 两人跟得连体英似的 哪哪都碍眼 秀恩爱秀得令她恶心 原本期待许久的 与王爷摘信 也一下子变得索然无味 又和屠山泽摘了几个后 她就扶着额头 王爷 臣妾站久了有些累 想回去休息了 院落门口 牛秀儿和小五子并排站在一起 看着自家娘娘和陛下摘信 牛秀儿十分不解 她挠头疑惑道 陛下为啥要用这么多复杂的姿势 带着娘娘摘信 不累吗 你懂什么 一旁的小五子高傲地一甩浮沉 这是夫妻之间的小把戏呢 你没有指手相伴的另一人 想必是不会理解的 小五子鄙夷地瞥了她一眼 牛秀儿低头回进她 同样鄙视的眼神 你也没有啊 哦 我忘了 你已经割了内务 想必这辈子也不会有了 你要笑 第三十七章 以后有我一口汤喝 就有宁妹一个晚喜 梁亭夏 涂山静将昨日的纸包仪式 告诉了云瑶瑶 正让随行的太一艳了 此粉无毒 功效未知 云瑶瑶打量着纸包 心里咕咚咕咚冒着坏水 涂山则不是说今晚会跟你续前缘吗 你到时候下给她 就知道她的作用了 我教你一招 在茶壶口图上一层薄薄的糖浆 将粉粘在上面 这样倒出的第一杯茶中有粉 第二杯没有 涂山静点头 这招可行 这事就交给你了 我现在 得去办一件更重要的事 云瑶瑶神秘一笑 便风风火火地离开了院落 很快 她鬼鬼祟祟地在一处地方停下 躲在树后 原书中有提到过 关于明光寺的情节 涂山则表面是带云瑶瑶来着游玩 实际上是为了攻略一重要人物 兵部尚书的独女 宁英 说起自己穿进的这本小说 云瑶瑶就草多无口 这小说原本的男主是涂山泽 女主是云瑶瑶 父女主多个 主要讲述涂山泽如何折服隐忍 收服大臣 开后宫 最后成为九五至尊的故事 要是放在南平 这妥妥的种马称帝爽文 可作者不按常理出牌 偏偏以云瑶瑶的视角开局 再女评写 可想而知 被读者们喷成了响 卑微作者一边挨骂 一边更到了大结局前夕 结果突然中了彩票 还是交的税 都够普通人花一辈子数我 当即作者 就放飞自我了 啪啪啪打字回怼 从前他屁也不敢坑一声的读者们 老子终于不用天天码字 就为了正这点窝囊废了 骂我写的是狗屎是吧 好 我就让你们看看 什么叫真正的狗屎 于是 涂山泽坐上皇位的第二天 匈奴大军踏破皇城 灭了烟斥王朝 还把涂山泽和他的后宫女人们 通通掉到了城墙上 涂山泽忍辱负重 在他终于联系到自己藏在皇城外的丝菌 逆风翻盘时 行星撞上了地球 世界末日到来 通通死了 当时云瑶瑶看完这本小说 只有一个想法 有时候 真的很想报警 扯远了 云瑶瑶赶紧集中注意力 继续盯着在凉亭下的两人 只见涂山泽先是忧郁抚情 吸引女子的注意力 又是假装刚看到他 与他攀谈起来 两人的距离越靠越近 气氛很快就暧昧起来 云瑶瑶偷窥累了 招手让藏在暗处的龙影卫 给他搬来板凳 摘一把杏子 边吃边看边感叹 时间管理大师啊 白天勾搭贵女 晚上搞我的图爱妃 平时还要应付云烟烟那个座女 后宅里还有一群女人 这涂山泽才是真正的公用黄瓜吧 手中的杏子 换了一把又一把 吃地云瑶瑶 感觉嘴巴都要撩水泡了 两人 这才依依不舍地分开 见此 云瑶瑶丢下杏盒 将沾了汁水的手 往树皮上一擦 就朝着女子的方向而去 宁瑶把玩着手中 涂山泽留给她的玉佩 没有注意到面前的人影 直直撞了上去 抱歉 宁瑶连忙道歉 抬头 一张金贵冷峻的脸 撞入眼底 宁瑶愣了几秒 露出欣赏赞美的神情 在下宁瑶 请问兄台是 宁瑶打量她之时 云瑶瑶也在打量着对方 英气洒爽 举止言谈都颇为不羁 是个直接的女子 那就可以采取直接的方法 换我镜山图便可 宁瑶拱手 镜兄 云瑶瑶指着宁瑶手中的玉佩 眉头微皱 疑惑问道 这玉佩 是我一相熟之人的 怎会在你手中 宁瑶将方才发生的事情 圆尾告诉了云瑶瑶 雀悦期盼地问道 镜兄可否告知我 她的姓名身份 她只留下这玉佩 说有缘自会相见 云瑶瑶听完 欲言又止 一副 有难言之隐的模样 啊 这 哎 我不能说 宁瑶瞬间被勾起了好奇心 她一脸急迫 镜兄 你不要说话说一半 有什么一并说出来吧 云瑶瑶神情挣扎 可是这 她 哎 算了 镜兄 算我恳求于你 宁瑶彻底急了 见状 云瑶瑶才一副 难以启齿的模样 缓缓道来 这在她口中 仅此一枚的玉佩 实则被她吩咐工匠 雕筑了一大箱子 见到哪个合眼缘的女子 或者有利用价值的女子 便给她们一块 她后宅的女人 不说二十 也有十几个了 听到这话 宁瑶脸色一白 不敢置信地盯着手中的玉佩 云瑶瑶又道 她喜爱柔弱美人 你不符合她的审美 那便是 对她有利用价值了 我猜你背后的世家应该不弱 宁瑶的脸色 又是一白 她父亲是兵部尚书 大哥是将军 很快便能凯旋而归 皆是朝廷重臣 她五年前偷偷跟随大哥出征 今年才因年岁过大 被父亲和大哥联合绑回 催她早日找个合适狼军嫁了 原以为京城没多少人认识她 却没想到这京城的男子 更加心机 多谢敬兄 宁瑶感激拱手 眼底隐隐压着泪光与怒气 敬兄可否告知我这人的全民住址 我找他问得清楚 云瑶瑶摇头 抱歉 我不能透露更多了 同你讲个故事吧 从前 有一个叫王宝川的女子 为爱独守韩瑶十八年 哇也才度日 当了十八天的皇后就死了 云瑶瑶讲完古代王宝川 还想跟她说现代许庆的故事 宁瑶的眼神就已经恢复清明 多谢敬兄宽慰 我不会去找她了 今日 就当被狗咬了一口 说完 她将玉佩置在地上 四分五裂 就这样 图山泽精心策划的一场偶遇 被云瑶瑶搅了个稀巴烂 云瑶瑶就爱跟这种爱恨分明的人打交道 要是碰到个恋爱脑 估计跟她说的满嘴炮 她都只会回你一句 我知道 可是她爱我 云瑶瑶安慰她 天下男人千千万 一个不行咱就换 宁瑶直直地迎上她的眼神 点头 好 敬兄可有心仪的女子 没有的话 我未嫁 我们凑一对怎么样 这直白的话 将云瑶瑶金的瞳孔紧缩 不是吧 直接换到她头上了 为了彻底打消对方这个念头 云瑶瑶正色道 宁妹 你值得更好的 而不是我这种最好的 宁瑶 开个玩笑 家中也有暴躁娇妻 恐怕是没这个福气了 云瑶瑶笑着补充道 宁瑶心生羡慕 无妨 敬兄有心爱之人 真乃幸事 云瑶瑶疑惑问道 您妹是急着婚嫁吗 宁瑶点头 将自己的苦恼缓缓道来 我今年已二十又五 家中 给我施加了很大的压力 我不想听家父去嫁给一些面都没见过 后宅还有世纪的男子们 便想自己找一个 我来明光寺 就是为了祈愿 能早日密个如意郎君 云瑶瑶感叹 看来 不管是现代还是古代 催婚都是不可避免的一件事啊 宁瑶又道 敬兄 实话与你说 其实我并不想婚嫁 被困在宅院中 与一群女人打交道 更何况 男人并不一定靠得住 可父亲母亲和兄长都与我说 女子小时候靠父亲哥哥 长大后就靠丈夫 生子后靠儿子 老了靠子孙 再拖着不婚嫁 以后就彻底没了依靠 我并不太赞同 可有各种法子都是变了也没用 这段时日 我内心十分苦恼 听到宁瑶的诉苦 云瑶瑶的神情逐渐严肃起来 通过她 云瑶瑶看到了一位已有自我意识 但仍被封建社会 对女子之称的大网 紧紧束缚住 用尽全力在挣扎着的贵女 靠兄 多谢你的一番聆听 我 入朝为官 云瑶瑶突然想到了一个好办法 朝廷中已有第一位女官 陛下也十分赞同女子为官 洋洋调和 设法让自己手握实权 才可不用被世俗理念束缚 您音乐听 眼睛越亮 好 靠兄 不知为何 你虽是男生 我却与你有一种知己相逢的感觉 以后 有我宁瑶一口汤喝 就有静兄一块肉吃 云瑶瑶很是感动 迎上她真诚的眼神 好 以后有我一口汤喝 就有宁妹一个玩喜 静兄 宁妹 两人又是一番诉忠常 越聊 宁瑶就越觉得对方的观念 与她不谋而合 而且通过对方的谈吐 更让她被困住的思想境界 豁然开朗 仿佛打开了新世界 于是 信术下 两人各自割了一缕发 埋在树下 正式结拜为异性兄妹 第38章 骚包孔雀 便太监王爷 夜晚 月明星夕 禅明阵阵 厢房内 屠山静坐于桌前 烛光摇曳 在她脸上映出一道明暗的分界线 佛门圣地 不允许行男女苟合之事 因此 她和云瑶瑶虽在一个院落 却各居于东西两间厢房 这是方便了今晚屠山则的趁虚而入 可院落外有重兵把守 连一只老鼠都不可能放进来 她 怎么来找自己 还有白日 云瑶瑶是怎么做到 如此轻易 就与宁英交好了关系的 宁家是京城的世家大族 宁家家主为兵部尚书 她的嫡子是大将军 宁家族人 也有不少在军营中担任职位 宁家的地位可想而知 却在朝廷中保持中立态度 不参与纷争 只安守职责 宁英是宁家的独女 受家中重视 她回到京城后 不少势力便蠢蠢欲动 都想让自家嫡子娶了她 攀上宁家这棵大树 却没想到 先被云瑶瑶结了 家中嫡女与皇帝结拜成了异性兄妹 这下子 宁家不想躺朝廷这趟浑水 也得躺了 云瑶瑶为何总能这般出人意料 这般厉害 想着想着 屠山静的脑袋里 就只剩下这个名字 和那双生动的眼了 忽然 她感觉自己的脚下 被抹屋一顶 屠山静挪开脚 低头一看 下一秒 地面的木板被揭开 一双看狗都深情地桃花眼钻了出来 眼儿 屠山静 这骚包孔雀 原来是顿地过来的 屠山泽抖落完身上的灰 便坐到美人的面前 深情地诉说着 自己的相思之苦 今日 我看到你与那暴君站在一起 他为了与我宣战 故意带着你亲密摘性 我是心如刀割 恨不得早日将你带到我身边 可是我不能 巴拉巴拉 眼瞅着屠山泽恶心黏腻地说了一大堆 屠山静觉得自己再不回应点什么 就太不够意思了 他加着声音 想象面前之人是他重要的皇位 也深情回应 今日我看到王爷与云烟烟站在一块 何尝不是心在滴血 明明站在王爷身边的人该是我 可是我明白 王爷的种种不易 呜 王爷 巴拉巴拉 两人在烛光面前一阵互诉中长后 屠山泽说出了自己的来意 姚儿 我有一事相托 王爷请说 屠山静心中冷笑 就知道这次的夜续前缘 没憋好屁 姚儿 我知道你因为从前的遭遇 对你父亲心中有恨 如今林青蹄一招得势 陛下想利用他对付礼部 到施云家真落的和楼剑山一样的下场 你也不能独善其身 我是担心你在宫中的处境 说着 屠山泽就将手附上 他想摸很久了的柔软玉手 屠山静内心嫌恶地抽回 故作气囊 云良他不是我爹 林青蹄也不是我舅舅 我和母亲之前在家中处境艰难 他从未试过援手 现在只是看到我成了妙妃 才来巴结我 更何况 母亲早就与林家断绝了关系 只有王爷从前对我有过善心 王爷你想让我怎么做 直说无妨 屠山泽对对方的上道十分满意 不愧他从前因为国事的福瑞欲言 对云瑶瑶 施过顺手的便宜善心 云家才是你的后盾 林青蹄此人必须得除 我也有计策 之后 你便这样做 商量完 屠山泽已经有些口干舌燥了 见状 屠山静为两人蒸了两杯茶 屠山泽见杯子干净 又见对方喝了茶水 这才端起杯子 一饮而尽 饮完 他问道 眼底藏着深深的急切 咬儿 那药粉下给暴君了吗 屠山静点头 下了 就在你杯子里 听到这话 屠山泽愉悦一笑 整个人都轻快了不守 辛苦咬儿了 王爷 这药粉是做什么的 咬儿 告诉你也无妨 暴君只要吃下这药粉 这辈子都将不会有紫色 紫色禁绝 屠山静瞳孔一阵 没错 屠山泽眼底满是兴色 又重复了一遍这四个字 紫 紫 敬 绝 说完 屠山泽怕影响自己 在云摇摇心目中的形象 又深情补充道 咬儿 其实这都是为了你 我知你不想留下那暴君的紫色 特意寻来此物 屠山静迎上他虚伪的眼神 感激一笑 多谢王爷 反正 此物已经用到你自己身上了 太监王爷 屠山泽现在的心情实在是好 每人在前 心里也不由泛起了阵阵养溢 他情不自禁地站起身 直接想将对方环抱在怀中 好生一番温存 咬儿 我真的好思念你 原本心情也非常好的屠山静 突然被个大男人搂住 心头怒意横生 该死骚包孔雀 竟敢抱他 每人挣扎 屠山泽指当对方是欲拒还迎 且若有若无地触碰下 他体内的浴火 渐渐生腾了起来 妖儿 我是真心爱你 今日看到你与暴君亲密接触 我心头当真难受 只想抹去你身上 有关于他的气息 只留下我的气息 被个男人又搂又碰 还撅着张嘴 就想亲过来 屠山静差点恶心地吐出隔夜饭 他劝自己 不要跟个太监计较 这才忍下一茶壶砸过去的冲动 屠山静吹灭桌上的蜡烛 相防顿时恢复一片黑暗 随后他轻巧地正脱开 我们去床上 好 屠山泽借着朦胧的月光 往床那边移动 暗暗想着 等会速战速决 如能一次就中 让屠山静给自己养儿子 那就更好了 却不想 门外突然响起了敲门声 一道响亮如牛的声音响起 娘娘 牡壁给你送鸽汤来了 您吃完再歇息吧 屠山泽心猛地一提 正想让妖儿把人平退 却不想门鸽之一响 对方竟是直接推门而入 屠山泽当场就下软了 他飞快朝密道走去 心里又急又气 一个下贱婢女 怎敢这么没有规矩 牛秀儿端着鸽汤 提着灯走进厢房 穿过屏风 走到桌子前 正要放下鸽汤 只听到轻微的一声咔嚓 似乎是骨头断裂的声音 还伴随着人 故意压抑的痛呼声 什么声音 牛秀儿急紧地 扭头往四周看 厢房无人 只有坐在床上 嘴角带着笑意的小姐 嘿嘿 小姐可真美 屠山静将自己的视线 从那微微拱起 还夹着一根 似乎断了骨的手指的 木板上收了回来 一只宽大的脚 正踩着那 屠山静慢悠悠起身 张开双臂 没有声音 过来替我将外肠 和簪拆卸了 牛秀儿这才挪动不乏 高兴地去侍奉自家小姐了 那手指立马哆哆嗦嗦地 从木板边缘缩了回去 小姐说没声音 一定是有她的道理 就像小姐白天跟她说 只要晚上厢房的烛火熄灭 就直接进厢房 给小姐送歌汤一样 肯定也有她的道理 第39章 我为何会与屠山静互换身体 什么 屠山则变成太监了 听到这个消息 云瑶瑶经的手里的香 都差点掉落在地 见不远处的僧人 投来疑惑的视线 云瑶瑶立马恢复沉静 将香插在香炉上 佛堂内 云瑶瑶双手合十 沐浴着泛泛佛音 许下了愿望 希望我不老不死 希望我永远没病 希望我永远有花不完的钱 希望 身侧的屠山静 听到这些愿望 不禁嘴角微微抽搐 这是许愿 不是做梦 被打断了 云瑶瑶不爽地瞥她一眼 你牙上有菜 屠山静 她早善用的是白粥 怎会有菜 内心这么想 屠山静行动上 还是默默地再次拿起一根香 双手举过头顶假装祈愿 袖子挡住脸后 舌头疯狂往牙齿上面抠 她堂堂九五至尊 怎能牙上有菜 两人齐完符便离开了佛堂 看到另一众眼熟的人 进入了对面的佛堂 云瑶瑶赶紧换来僧人询问 他们怎会来此处 僧人恭敬回道 回禀施主 云施主他们一年 会来明光寺好几次 皆为求子嗣 云瑶瑶想起来了 云良除了她和云烟烟两个女儿外 就没有其余任何子嗣 想要一个儿子 一直是她心里的执念 为此 她求过很多名医 后宅中甚至不断有嗜切抬进来 都再也没有任何一个子嗣 那问题是出在云良身上咯 她不行 可十几年前 又能几乎同时有的云瑶瑶和云烟烟 那应该是有生育能力的 等等 则王的绝四分 云良后面十几年 一直没再有过任何子嗣 还有 云烟烟在围猎日 给涂山静洒的 能吸引猛虎的药粉 电光火时间 云瑶瑶将这些零碎的信息串联在一起 心中有了一个猜想 涂山静同样想到了这一层 两人扭头 默契地四目相对 派龙引卫 彻查云里士 命令吩咐下去后 云瑶瑶心情饶好 正准备带着图外妃四处逛逛 却听到远处传来一阵喧哗声 爱看热闹达人 瑶瑶立马凑到人堆中 往人群中央看 这位兄台 里面发生了何事 怎么这么多人围住了这里 云瑶瑶随口问旁边 同样在凑热闹的香客 香客见到云瑶瑶的脸 惊艳了一瞬 兄台 你长得真俊 跟你站在一块 我就跟土匪似的 云瑶瑶点头 他对暴君的颜值外形 也非常欣赏 我也是这么觉得的 香客一时间 被对方的石成惊道了 你还真是一点都不客气 兄台 这被人群围住的 乃是我们烟炽王朝的第一神人 国师 云瑶瑶诧异 国师 十八年前预言 云瑶瑶和云烟烟其中一人 是大福瑞的国师 小说里描写他的笔墨虽不多 但是是一个非常玄乎的存在 麻烦让让 云瑶瑶立马挤进人群 挺拔有形的身材 和优越的五官 瞬间吸引了乡客们的注意 周深气度不凡 不是有钱就是有身份 关键是 还十分有亲和力 一看就是当女婿的最佳人选 哎 这位公子可有婚配 我家女儿去年极平 我经营着京城三家酒楼 我李某作东 公子要不要来酒楼 与我家小女吃个饭 这位公子 眼看着有好几位女人 甚至是操汉子的手 要摸上她的胸膛及臂膀了 屠山镜连忙挤进人群 与云瑶瑶站在一起 冷冷地瞪了一眼骚动的人群 云瑶瑶立马搂住屠胶妻的肩 对大家礼貌一笑 家中已有暴躁胶妻 可惜没那个福气了 见状 蠢蠢欲动围来的人群才散开 看了眼屠山镜 先是惊艳 又是摇头叹息 又冷又凶 白瞎了这副好皮相 还是这公子好啊 平易近人又有脸 可惜了 生平第一次见到如此好的女婿人选 真舍不得放手 听到周围人的议论 云瑶瑶弯腰附在屠山镜耳朵边 没想到你的身体还挺受欢迎的吗 屠山镜散发着生人物镜的冷气 没有回答 她并不受欢迎 相反 人人对她敬而远之 她想说 只因住在里面的灵魂是你 才会如此被人喜爱 两人终于挤到了人群中央 云瑶瑶指 见到一白衣男子 先锋倒鼓 白发飘扬 浑身有一种引入凡尘的脱俗感 白衣男子却十分热情地与大家打招呼 场面像极了现代爱豆与粉丝见面 生生与这份气质割裂开 见到云瑶瑶图山镜两人 国师勾唇一笑 等你们很久了 走 一起用个午膳吧 云瑶瑶 三人就这么一起吃了午膳 等图山镜单独找国师问完 心中疑惑 云瑶瑶才终于等到她 她悄咪咪咪将一块价值不菲的美誉 塞进了国师的手中 国师差一条眉 你这是什么意思 云瑶瑶一本正经 没什么意思 就是一丝一丝 你懂我意思吧 国师笑了 你真有意思 想问什么 直接问吧 云瑶瑶直接不客气地问了 十八年前 国师说的大福瑞 是云瑶瑶还是云烟烟 国师淡淡一笑 当然是你了 云瑶瑶 云瑶瑶微诧异 对方果然有点东西 她又问 这次神情十分严肃 我为什么会穿进一本小说里 你在这所经历的一切都是真的 为何还把它当作小说 而不是真实存在的世界呢 云瑶瑶 我又为什么会和屠山镜互换灵魂 冥冥之中自有定数 云瑶瑶 那我会和屠山镜换回来吗 会的话 是在什么时候 换回去之后 我们还会继续换吗 等你们 迈入下一个阶段 国师官方的回答了她的废话 云瑶瑶听得云里雾里 思绪烦乱间 国师的身影已经走远 只留下一句话 剩下的问题 等下一次见面 再为你解答 云瑶瑶还是没搞懂 秉承着不懂就不懂吧 能早晚击败她的事 早晚都会击败她的原则 索性不再去想 这次在明光寺 惬意地游玩了足足七天 强迫让工作狂图山镜 只处理虚她下决策的大事 两人才回到皇宫 啊 又是需要天天早六上朝的日子 这次上朝 云瑶瑶发现 她的四位爱卿 都肉眼可见地憔悴了 尤其是周思人 简直像被吸干了精气 如同一朵秋末的老菊花 干瘪又皱疤 林青蹄也熬得眼眶深凹 出为女官的关婉玉 也同样如此 至于受云瑶瑶暗示 又新开了两本画本的敌顺制 精神更是萎靡 感觉身体被掏空 脑袋里挤不出来一滴了 见这场景 云瑶瑶是十分欣慰 且这次互部麾下的官员们 多了很多新面孔 大多是任人为贤提拔上来的 品行端正 能力出众 这七日 屠山镜远程下达了一系列铁血手段 借以互部倒台之由 大力打击朝廷中的贪污腐败现象 让朝臣们是怨声载道 颇为不满 再者 周四人上台互部上书后 那每一项从互部批下来的拨款 都是算了又算 一分不多 一分不少 恰好够用 多要一分钱 周四人这铁公鸡 立马就心疼地嚷嚷开了 要钱没有 再啰嗦 你们一分都别想从互部拿 他们这些朝臣原先的潜规则 便是 拨款要比实际的预算多上一部分 那多的一部分 便是用于各路上级官员捞油水 或者行方便用的 现在这一部分直接砍了 不是直接要了他们的命吗 涉及到切身利益 朝臣们的不满与怨气更大了 纷纷不客气地进见 高位 云瑶瑶将底下众朝臣的表情 都收入眼底 但笑不语 云瑶瑶倒是明白 为何朝臣们此次的怨气会如此大 烟斥王朝 讲究为官清廉 主流文化更是崇尚两袖清风 静止享乐 这就导致朝廷官员们的愤怒实在不高 仅能图文宝有余 云瑶瑶对此只想说 放你娘的狗屁 辛苦读书这么多年 考取了功名 才换得入朝为官的机会 结果你跟我说 月薪三千 老子辛苦前半辈子 就是为了创造美好生活 和家人过上好日子的 贪污腐败之风 如此猖獗严重 除去前朝的不作为 便是还有这一层次的原因 俸禄太低 云瑶瑶迎着底下朝臣们的怒怨 站起身 缓缓道 诸位爱卿 朕今日有一事宣布 朝中官员们的俸禄 都将进行上调 周尚书 将重新制定的 官员俸禄标准 告诉诸位爱卿 周四人这才从怀里 拿出一折文书 倾壳两声后 缓缓念了出来 随着一个个官职的 俸禄标准被念出 众大臣脸上的愤怒怨气 顿时消散 什么 他的俸禄 竟长了十倍之多 什么 还制定了一系列具体的赏赐规矩 如在职期间 做出某某重大贡献等 得良田美宅迎钱 朝臣们皆是惊喜 其中 也有个别为官清廉的大臣 不禁以秀式类 他的发妻两年前得了重疾 每日的汤药 就是一笔大开支 可他 虽在朝中为官 却不耻那些贪污受贿的行为 因此 原本不多的家底 很快就见了空 那时他连馒头 都舍不得吃 心中原本坚定的清廉正直信念 摇摇欲坠 发妻明白他心中的坚持 顾宁愿最后不再喝掉命汤药了 也不允许他违背做人的原则 老天啊 你为何不开眼 看见诸如他之类的清官之苦 早日让这位明军登基呢 那他如今下朝回家 是不是还能看到 发妻做好羹汤 笑脸盈盈地等着他了 周四人宣布完俸禄调度 又宣布了一项政策 朝廷为官者 为官三年以上 直系后代 可直接入国子鉴 免除任何述修 接受官学 为官五年以上 俸禄问题解决了 后代的教育问题也解决了 两者都是实际的切身利益 这下子 各位朝臣还有什么可说 他们齐刷刷跪倒在地 不论自己之前从属的阵营是哪方 这一刻 他们只是切身利益 得到了保障的朝廷官员 带了几分真心的声音 响当在整个宣政殿 震耳欲聋 陛下圣明 陛下万岁 万岁 万万岁 第四十章 男子女子皆可自由地行走在阳光下 皇城脚下 一座具有浓郁历史气息的博物馆 建造完成 屠山镜此时站在博物馆二楼往外延伸的望楼处 闭逆着下方浩荡拥挤的人群 博物馆外 一排禁军呈半圆状威缩的护卫这方 最外层 是为地水泄不通的百姓们 刚从朝廷告示上看到这博物馆的概念时 百姓们就觉得十分新奇 又听到里面的展品 是从烟斥第一贪官楼上书家中抄的时 更是解气 终于等到了博物馆开馆这日 百姓们早早在此等候 就想进去一探究竟吗 听说这里面有无数价值连城的宝物 金玉瓷器 名画骨藏 上骨宝剑 我一个平民百姓 能亲眼看到这些 就是死也无憾了 这博物馆真是新奇 我活了这么久都没听说过这种 妙妃娘娘能想出此法 真是神了 对了 这博物馆的馆主是哪位大臣 听我二姨父的邻居的三外甥的手足他掌柜说 这博物馆的馆长正是妙妃娘娘 妙妃娘娘 屠山镜的身旁正站着两位强装笑意 实则满身怨气的官员 他们两人本是在朝中围官 现在却被调到一个妃嫔手底下 当个博物馆的领事官 两人心中不满 但谁叫妙妃 如今正得圣宠吗 不仅能随意出宫 还能担任这博物馆的馆长 文书 清冷沉静的一声命令 打断了两人的思绪 遵命 娘娘 两人连忙恭敬地将文书展开 一人拉住一边 方便屠山镜送毒 此时该称呼我为馆长 屠山镜充满威慑的眸子 扫了两人一眼 上位者的压迫感立马袭来 两人心里一哆嗦 正色道 是 馆长 等反应过来 自己刚刚的表现又深居懊恼 怎么就被一个久居后宫的嫔妃唬住了呢 镜还对他产生了面对陛下时的紧张畏惧感 屠山镜一挥手 镜军们立即将手中的井重重震在地上 齐声大喝了三声 肃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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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吵闹的人群这才静了下来 屠山镜站在望楼上 高处风大 卷起他的紫色华服 烈烈作响 末发飘扬 他宣读文书 清冷铿腔的声音传递到每位百姓的耳中 经陛下下令 供烟斥百姓观赏 博物恰文 方能通达古今 顾名为博物馆 底下的百姓 正正地看着望楼上的人影 除去那张绝色出尘的脸 此女子风仪高华 气势凛然 面对如此多的人 仍旧能挤背高抬 落子铿腔 实乃 震撼 顿时 百姓掌声如鸣 发出振振叫好和夸赞之音 其中有不少的少年狼心中 小鹿乱撞 情愫顿声 之后的日子里 他们便懂得了一个道理 少年时不能遇到太过惊艳的人 否则以后总是念念不忘 后半生皆是遗憾 可偏偏突然有不合时宜的声音 从下方的人群中响起 博物馆乃陛下下令建设 此馆意义非凡 怎能由一女子担任馆长 那从此 无论是平民百姓 还是达官贵族 进入博物馆 不都被一个女子压了一头 我还听说 这馆长不仅为女子 而且是堂堂的妙妃娘娘 后宫娘娘 不为陛下延绵子嗣 竟公然抛头露面 成何体统 人群顿时哗然 中间自觉分开一条道路 一摇着折扇的青年 缓缓走来 青年眸光闪烁 三角眼里满是青面 见周围百姓们的情绪 被他调动起来 立马又说了一番慷慨激昂的话 话里话外 皆是挑拨 大胆 进军立刻就要冲出来 将青年拿下 图山静挥手制止 但莫僻尼的眸光 落到青年身上 又是朝廷某帮人派出的吧 见不惯女子担任馆长 更想自己分到博物馆的利益 可不敢对君王公然呛声 就将矛头对准了一个女子 图山静闻言走下二楼 出了博物馆 缓缓来到那青年的面前 虽身高不如对方 可身上的气势却直接将对方 碾压成了地上的蝼蚁 因馆长是女子 就修于进博物馆 你修在何处 修于自己无能 只能看他人大方一彩 便仰仗世俗对女子的束缚 来满足自己卑劣的自尊心了 图山静的目光清明锐利 直接刺得青年心中一痛 不由地退后两步 她立着声音 恼怒地大声反驳 胡说八道 我怎会如此没有气度 女子本就该待在宅院 妙妃娘娘更该待在后宫 一心一意为陛下延绵子嗣 要是世间女子都像妙妃这般 出来抛头露面 那整个烟尺王朝 不就乱了套 换作从前 图山静是从未考虑过这个问题的 可从她来到 一具女子身体中 才发觉 这世间对女子的束缚实在是多 切身感受到了女子的种种不义 图山静冷笑一声 目光如见 朝廷已有第一位女官 为陛下清风 陛下也亲口说过 阴阳调和 能者皆用 方为正道 你质疑的种种 皆是陛下所做的决定 陛下身为九五至尊 尚能有此魄力 你一介无能之辈 却只会在这大放厥词 真是可笑 天下万物皆生于二 人之身体有阴阳调和 社会本源也更因阴阳调和 不论男女 不论贵属 都可自由地行走在这片土地上 谬论 一片谬论 被女子当众训斥 青年气的胸膛起伏 当即忘了对方的身份 手指就要指向对方 图山静直接以手中文书相果 手腕一扭 青年的手指就发出了 骨头碎裂之声 再伸出一脚 对方已狠狠地摔倒在地 静军立马压住了青年的双臂 就往外拖 图山静扫视了一眼众人 落字铿锵 还有何人有异议 所有百姓皆是一片漠然 方才图山静的一番话 确实是震慑到了他们 且最近富贵先生所开的画本 木兰从军也震撼到了他们 再加上陛下 身为烟斥王朝最尊贵之人 既让女子为官 又让妙妃娘娘任馆长种种魄力之举 起了表率作用 皆说明 女子是可能能做出一番大事的 主要是 这些拿刀的侍卫们表情好凶 他们也不敢有那个胆子在反驳 图山静将百姓们的表情都收入眼底 或震撼 或深思 或不满 或愤怒 或畏惧 或只想早早冲进博物馆一看 图山静知道 日后这条路还长 但今日一世是个开头 来日方长 未必不能实现 他还不知道 今日过后 他的人生轨迹 已悄然地发生了一丝改变 博物馆的望楼上 两位官员神情震撼 最初心底存的那丝轻视 早已消失不见 他们喃喃感慨道 不愧能得圣宠 娘娘身上 真有几分陛下的影子 两人对视一眼 再次深以为然 果然 一个被窝里 睡不出两种人 接到对面的阁楼中 两双眼睛将博物馆外的镜框 尽收眼底 宁英满脸兴奋 拍桌大笑 骂得好 说得好 打得好 父亲您看 妙妃娘娘都出了皇宫 还任了这博物馆的馆长 我为何不能入朝当女官 宁英的对面 一方脸威肃的男子放下茶杯 如今朝廷中只有一任女官 此路艰难 为父不想让你前路艰难 最后落得 父亲 让楼建山和户部倒台 不是更艰难吗 毕下都能做到 我又为何没有 可能克服女官道路的艰难 宁英反驳 唉 为父不想让你躺朝廷的浑水 那您就舍得 让我躺宅院的浑水 宁英在反驳 为父会为你寻得 像为父一样靠谱的男子 像父亲这般值得托付 可以依靠的男子世间有几个 打着灯笼都难找到 这倒也是 可 父亲 你总说孩儿的 才能不输男子 你方才看到妙妃娘娘的一番表现 真就没有任何出动吗 父亲 罢了 罢了 为父就在给你一年时间 若是不能在朝廷上混出个什么 那就老是回家听我的安排 找人嫁了 记住 万万不可卷入朝廷的任何一方阵营 女儿明白 谢过父亲 第41章 狠人云李氏 带着绝育坟 走遍天下 前清殿内 屠山敬政 认真批阅奏折 云瑶瑶最近迷上了富贵先生的画本 便捧了本最激情肆意的风月文 躺在榻上看得津津有味 正看到关键处 殿门外传来小五子的声音 启禀陛下 汉陵院临世讲求见 带阵处理完手头的这件事 云瑶瑶眼睛都没往画本上移一下 殿门外 小五子抱歉一笑 临世讲 你也知道的 陛下他正是繁忙 有时那是忙得脚不粘地 连用膳都忘了 自然明白 陛下如此勤政未明 乃烟斥之福 林清蹄敬佩不已 连九五至尊的陛下都如此忙碌 他这个做臣子的 还有什么资格喊泪呢 以后 夜眠的时间 还要再缩短半个时辰 向陛下学习 内心好一番自我扑扑后 殿门内才传来疲累低沉的声音 林爱卿 进来吧 一踏进殿内 林清蹄就看到 身着龙袍的男人 刚放下奏折 一旁的贵妃踏上 摇手中正拿着画本 刚与云摇摇换完位置的涂山镜 将目光落在画本上 这一看 他的耳朵立马羞懒得红了 看得都是些什么不知羞的东西 简直有辱斯文 他和上画本 平复了一会心情后 再次打开 接着往下看 林清蹄拱手行礼 参见陛下 参见妙妃娘娘 爱卿快平身 云摇摇目光和蔼 可是云里士那边有消息了 是 林清蹄点头 看了眼涂山镜 云摇摇挥手道 此事也与爱妃有关 朕信任你与爱妃直说无妨 这信任两字 直接将林清蹄这颗忠诚心暖的 不要不要的 他立马递出一折文书 陛下 微臣根据陛下的猜测 想查此事 发现以下疑点 秋烈日前夕 燕册王妃曾回过云家一趟 陛下凝聚明光寺前 燕册王妃也曾回过云家 回到王府的第二天 他便求见了泽王 这次见面之后 泽王恢复了对燕册王妃的宠幸 受药粉和绝四粉的出现前 燕册妃都回云家见了云里士 因此推断 这些药粉是从云里士手中流出的 林清蹄又递出一折文书 云摇摇翻月开 上面记载着的是十几年前的往事 云里士在生下燕册妃后 有一段时间 曾疯狂寻求淮南寺 治不孕的方子 后来便放弃了 同时 云梁之后 不管在那多少心切 都无法再有子嗣 云里士本是受昌献殿时 李和之女 李家自云梁在朝中立文脚跟后 便一家子都搬来了京城 居住在城东的李府 借着云梁的事 现如今也算成了半个门地 李和西夏有一子两女 长子西夏无任何子嗣 二女儿就是云里士 三女儿因不受宠 从小在乡下被乳母抚养着长大 孕有一子 丈夫因病去世了 按照这十分巧合的时间线 微臣猜测 云里士长大后 不知从哪得来的绝四分 直接给父亲 李和与他的大哥都下了 因此 两人不能再有任何子嗣 李和的三女儿 能免于此祸 就是因为 他从小不在李府 云瑶瑶点头 和尚文书 跟他猜测的一模一样 云里士用他不知道 从哪学得歹读的绝育法子 先是把亲生父亲绝育了 又把自己的大哥绝育了 看来是同样不想放过李府的家产 等他生下云烟烟 发现自己不能再怀孕了后 防止有人撼动母女俩的地位 索性把云梁也绝育了 这云里士 也是个狠人 带着他的绝育粉 走遍全天下呀 云瑶瑶勾传一笑 不知道云梁得知自己 不能再有子嗣 全因最亲密的诊鞭人导致 会是什么想法 要不 先告诉云梁 这个惨痛的真相 让他后院着拔火 云瑶瑶心里这样想 林青蹄又递过来一本文书 陛下 这是有关李和长子 李南通的情报 云瑶瑶好奇结果 既然特意提到了此人 想必是接下来计划的重要一环了 云梁升到李部上书后 便给了个李部的官职 给李南通做 可这李南通的能力实在是差 云梁怕有朝一日 自己被他连累 又剥夺了他的官职 因此 这李南通对云梁心中有怨 后来 又因为李南通和云梁都没有儿子 便把主意都打在了 李和三女儿的儿子身上 慈子年仅八岁 天资聪慧 两人都想让他改名跟自己性 由自己抚养 这是第二个矛盾 如今李南通 就是一个混吃等死的闲散公子 日日坐吃山空 除了逛烟花之地 就是禁赌方 或者与其他顽固子弟 斗区区听戏曲 微臣认为 可以从他身上下手 让他与云梁狗咬狗 或许有意外收获 此法可行 云咬咬就喜欢跟聪明人打交道 想是少 他放下文书 沉思片刻后 露出一抹笑容 熟悉他的屠山静 一眼就看出来了 某生死薄心里的坏水 又在咕咚咕咚地疯狂吗 林爱卿 今日有时 可是你的被刺日 林青蹄疑惑点头 是的 陛下 这被刺日 是屠山泽与屠山静 在明光四夜会时商定的 屠山静以口信 将林青蹄约到京城的某座酒楼 屠山泽的人手 会在酒楼附近埋伏 只要林青蹄一出现 就会直接杀了他 云咬咬神秘笑道 计划照旧 林爱卿将计就计 假装身受重伤 但地点 虚幻 星号 兜赢赌方 兴奋的嘶吼声 伴随着懊恼悲伤的喊声 一同响起 头子碰撞的声音 更激得人心血翻涌 一踏入这 心跳就不自觉跟着跳快了些 一融了一番的云摇摇 手里拿着银子 好奇地往各个赌桌上瞧 还时不时跟着头上一柱 其余伪装成赌徒的龙影卫们 一边装成赌徒投注 一边还要注意自家陛下的安危 操碎了心 谁家皇帝会偷偷让属下 伪装成他待在皇宫 然后他再偷跑出宫 来到赌方啊 许氏新手保护期 云摇摇这次的运气好的出奇 刺刺压对 不一会儿 鼓囊囊的银子 便和周围人羡慕极度恨的目光 一同涌了过来 这位兄台 面生得很啊 第一次来都赢赌方吧 乔兄台出手阔绰的模样 家中可是经商的 有人好奇问道 云摇摇但笑不语 他怕说出来 自己是当皇帝的 把你们吓死 完够了 云摇摇来到另一个赌桌上 目光落在一秃顶虚胖 神情为你的中年男子身上 根据画像 此人就是整日无所事事 礼合的长子 李南通 李南通 此时已经输了一把又一把 他神情胶着 将胜的最后一把银子 重重置在赌桌上 老子这次压大 开 头筒打开 三二 小 庄主笑眯眯地将银子 都扒拉在自己面前 李公子 今日的银钱都输光了 可要借贷啊 李南通懊悔 又愤怒地一锤堵桌 不要 滚 我刚刚应该压小的 这时 一道轻飘飘的声音 从他后脖梗钻了过来 胸台 掐指一算 你今日必遭劫难 破完财后 又有血光之灾 不过还好 你今日遇到了我 第四十二章 想给他一脚 又怕对方爽到 这晦气的话 让李南通火冒三丈 可看到 那张俊美的脸 他又消了怒气 逆云摇摇一眼 说吧 找我什么目的 云摇摇摇着折扇 用锦能两人听到的声音说道 助我对付云梁 是成之后 我给你想要的 李南通冷笑一声 一副看傻子的表情 你已经是第108个 跟我这么说的人了 我虽然是不喜着云梁 但是我又不蠢 我跟他是一家人 他出了事 我还能逃得了 再说了 李一辅 是沾了他的光 才能有现在的好日子 我对现在每天时嘛 都不用做 只要混吃等死 还有钱花的日子 非常满意 别说你能给我更多的钱 给我大官当 我李家离了云梁 就没那个能力 守得住更大的家产 我也没那个能力当大官 所以 死了这个心吧 我不可能帮你的 云摇摇微微诧异 没想到这李南通 表面浑恶度日 心里却跟快明镜似的 也算不蠢 云摇摇不急不缓 转身就要走 哦 这样啊 原本我还想告诉你 不孕之正的真相 现在看来 是没那个必要了 这话一落 李南通的眸光紧缩 脚步一顿 不孕之正 一直是他心底最深的痛处 原本他娶了第一个正妻后 还能将无后之过 归结到女人身上 可等他纳了一个又一个的妾室后 他们的肚子 十几年都没有动静 问题就只能出在他身上了 尤其是他的正妻 与他合理改嫁后 两年就抱了三个 这简直就是在狠狠打他的脸啊 父亲也多次指着他骂 李家的香火 就要在他身上断了 李南通面色难看 你先说与我听 我就考虑帮你 云瑶瑶轻轻一笑 摇头 现在是你有求于我了 这一笑 瞬间就将李南通看呆了 云瑶瑶今日穿的是滑白警服 原本冷俊金贵的一张脸 经过易容后 便为了清晨俊美不安事事的公子哥 简直在李南通的审美上 疯狂蹦迪 没错 李南通有龙扬之痞 尤其好俊美的小白脸 看着云瑶瑶那修长有形的身材 李南通想 如果对方是他 自己在下面也是可以的 李南通炙热地盯着云瑶 云瑶瑶咕咚一声咽了下口水 这样吧 你跟了我 我给你想要的 云瑶瑶 突然给他整着死出 看到对方眼中对自己的觊觎 云瑶瑶明白了 麻的 原来是个死断秀 林青蹄怎么没跟他提及这点 不然他就换种方式来了 云瑶瑶此时也打消了 在拿捏对方的心情 直接道 你的不孕之症 是云里士所致 这话猛地将李南通从一你中拉了出来 他神情震惊 云里士早已惦记着整个李府 他得来绝四粉后 先是将你和你父亲都给绝四了 又因自己生下云瑶瑶后 难以怀孕 索性将云良也给绝四了 不然 怎么有如此巧合的事 等你那卧病在他的父亲一死 他将李府三女儿的儿子抱走 改姓云 你又一死 李府就能名正言顺地入他手中 现在 你还能觉得 只要云良不倒 你李家 就能一直跟着沾光 你就能一直过着混吃等死的优渥生活吗 李南通浑身站立 此刻原先所有的事都串在一起 他心乱如马 与此同时 赌方外的官道上 一辆马车正往这边行驶 经过赌方时 马车突然停了下来 林青蹄从马车上下来 往赌方快步走去 埋伏在斜对面酒楼附近的 泽王兵马 立马心里一戈登 情报说他从不是赌 突然停下进赌方 应该是察觉到什么了 不好 赌方人多眼砸 快趁林青蹄还未进赌方时 杀了他 李南通浑浑噩噩 刚出赌方的门 便见到一大群蒙面带刀刺客 朝着他的方向冲来 他顿时双腿发软 双骨颤颤 身后的云瑶瑶 顿时惊讶大喊 你这是招惹了谁 竟然派这么多人杀你一个 我也是倒霉 偏偏今天来找你 赶紧跑啊 可李南通此时 像四肢五孩都不受控制了般 根本动不了 只能惊恐地闭上眼睛 李南通 啊 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们的 从他身边经过的刺客们 有病吧 眼瞎看不清 他们追的是林青蹄啊 还被吓尿了熏他们一脸 云瑶瑶又重重叹息一口气 你个废物 要不是 看在你对我有用的份上 我根本不救你 说完 云瑶瑶一脚 将他踹在地上 拎着他的腿 就赶紧往赌方里跑 李南通本就贪生怕死 根本不敢睁眼看 就一个劲地扯着喉咙 啊啊的好 云瑶瑶慢悠悠地 随着慌乱逃跑的赌徒们跑 一下子 地上的李南通 撞翻了一个赌桌 一下子 他的脑袋磕到了墙上 又一下子 不知道 谁慌乱逃跑的脚踩进了他的嘴里 那味道犹如发酵了 十天十夜的酸菜 再加入粪水 扫水 和乞丐的头油 一同搅拌成 李南通哇的一声就吐了出来 云瑶瑶更加嫌弃了 一惹 呃熏熏 云瑶瑶将目光落在 混在赌徒中逃命的林青蹄 有荣隐为伪装成的赌徒们 混乱地拦住刺客的路 林青蹄倒是安全 溜了刺客一会 林青蹄才假装被劈中 嘴里喷出了早就备好的猪血 倒在地上 颤颤巍巍地伸出一根手指头 指着刺客们 你 你们是谁 陛下不会 放 放过你们的 说完 林青蹄就白眼一番 昏了过去 云瑶瑶对此表示 演技远不如他 官道上巡逻的官兵们快到了 刺客们这才快速离开 云瑶瑶也拖着李南通 离开了赌方 将他扔上一辆马车 往李府的方向驶去 马车内 云瑶瑶淡淡地腻了他一眼 李南通 现在已经安全了 你可知 今日是何人想害你 李南通这才敢睁开眼 不自觉将自己的身体 往云瑶瑶边上靠了靠 云瑶瑶想到 对方试得断袖 想给他一脚 又怕对方爽到 只得挪远了点位置 保持距离 李南通抹了把鼻涕眼泪 我 我不知 我平日不语 与他人结仇 云瑶瑶寻寻诱导 无仇人 那就是熟人下手了 有意思 李南通 你好好想想 你今天死了 谁能获得最大的利益 刚刚在赌方云瑶瑶的一番话 本就让他信了大半 恨上了云理事 现在又经历一番惊心动魄的刺杀 李南通脑海中 第一个就想起了云理事 是他 肯定是他 只有他有动机杀我 李南通 看来你的处境 比我想象的要糟糕许多啊 云瑶瑶笑脸盈盈 李南通心一横 直接忍着痛跪在了云瑶瑶面前 大人 我助你对付云良 你派人保护我 云家先对我不忍 就别怪我对他们不义了 大人 你想让我怎么做 云瑶瑶一摇折扇 云良云理事 不是想将你三妹的儿子 过继到云家吗 你亲自将孩子送到云家 再找借口 在云家住几天 然后 便将云理事对云良下了绝四分的事 无意透露给他 第四十三章 云良初次受着一众注目里上朝 今日是宁英做女官的第三日 有一个当立部尚书的爹 宁英入宫便担任司博一职 平时的工作 就是整理宫中的藏书典录 虽做着一些繁琐的杂事 宁英也觉得十分自在 他与宫中另一位女官官婉玉 已经见过面了 对于这位只身折服在 前仓部侍郎身边 取得账簿的女子 他十分佩服 虽然两人如今都是没有实权 只能都转于皇宫中的女官 但他相信 只要好好干 日后 两人皆会有上朝义政的机会 宁英心中鼓足干劲 抱着晒好的几本藏书 抬手挺胸 朝前方走去 忽然 前方走来一对禁军 为首的是一个虎目窄纯的男子 宁英立马恭敬地退于一旁 低垂着头 却不想禁军头领 直直朝着他的方向而来 你就是宫里第二位女官 宁英 禁军副统领董广 居高临下地问他 宁英不卑不亢地抬起头 迎上董广的视线 是的 大人 看到来人的脸时 宁英愣了一下 父亲曾提前嘱咐过他 女官前路艰难 在皇宫中 尤其得注意一人 还把对方的画像给他看了 董广 曾想追随父亲悲剧 便记恨上了宁家 后入宫当了禁军 先帝在位时 爬到了禁军大统领的位置 待新帝上位后 便为了副统领 父亲对他的评价是 一个心眼比屁眼还小 牙字必报的小人 见到本统领 既不行礼 也不尊称本统领的姓 在宫中对禁军无礼 你是何居心 重重的一声 呵斥在宁英耳边乍响 宁英入宫前 是学过几天宫中规矩的 知道对方是故意挑刺 小不忍责乱大谋 就当彩衣鱼珠了 宁英不卑不亢地 对董广的话照做 董广冷笑一声 抱着肩又找茬 宁英都一一照做 见对方不喜不怒 董广觉得无趣 直接一把打翻了宁英手中的骨骑 骨骑掉落在地 多了几次折痕和尘土 宁英惊呼一声 立马就要蹲下身去捡食 一只大脚踩在了上面 还用力碾了碾 董广发出一道夸张的惊呼声 你这女官 怎么拿东西都拿不稳 害得本统领没反应过来 不小心就踩了上去 女人果真是无用至极 连一点小事都做不了 还当官 还是想着 如何将家里的男人伺候好 日后有个依靠吧 话音一落 身后的禁军们 立马发出阵阵哄哮声 这便是董广在宫中的一贯形势 降为副统领后 心中有怨 就将怨气撒在一些低微的工人身上 以前是欺负太监宫女 现在建宫中有了女官 便时常来找女官的叉 宁英满身怒意 伸手捡起那骨骑 董广嘴角勾起一丝恶劣的笑 再次将脚伸出 这时 一道冷冽低沉的声音 打断了董广的动作 住手 扇离直手 欺压女官 董广 你该当何罪 这一瞬间 董广和其余禁军们背后 皆是冷汗直流 脑海中立马浮现出 陛下那张冷丽威严的脸 他们就算再大胆 也是私底下欺负些没有地位的工人 还有 陛下此时不应该再上朝吗 禁军跪倒一片 陛下恕罪 听到脚步声走近 董广小心翼翼地抬起头 发现是妙妃等人后 立马松了口气 随即扶起被戏耍的愤怒 董广起身行礼 态度轻慢了许多 参见妙妃娘娘 是这女官不敬在先 我等只是教她规矩 方才之事如何 陛下自会有她的定夺 屠山竟冷眼逆她 听到对方还要告状 董广更是不屑 还把自己当皇后了 娘娘 宫中规矩不可丢 选秀的第一批秀女 很快就要进宫面圣了 陈建议 娘娘您与其管一个毫无干系的女官 不如思索 如何让圣宠长存 董广敢如此无礼的原因就是 妙妃与云家闹僵了 只是个仗着有圣宠 无背景的嫔妃 不会为了个女官 真得罪了禁军 牛秀儿怒气甜胸 直接冲上前 就是朝董广一声吼 那响亮的声音 震得她耳膜生痛 大胆 竟然望一娘娘之事 董广怒目相迎 懒得再多纠缠 行完礼 就带领着一众禁军 扬长而去 看着董广等人离去的背影 屠山竟眸光烈烈 从前是她忙着整治朝廷了 放松了内功 诸如董广之类的人 也该除了 宁英感激地对屠山竟拱手 微臣参见妙妃娘娘 多谢娘娘出手相助 屠山竟没有回她 而是打量着宁英 这位与自己 结拜成异性兄妹的女子 一想到云瑶瑶 顶着自己的身体 在树下与她呼喊兄妹 肉麻地将两人的断发 缠在一起 屠山竟就浑身打了个寒颤 画面太美 不敢直视 屠山竟抖落一身的鸡皮疙瘩 带着牛秀儿离开了这里 宁英盯着那娇柔 却十分有气势压迫感的背影 不禁感叹 终于见到了传书中 刺杀皇帝 以正清白的妙妃 这浑身的气度 怕是君王也莫过如此了 宁英不知为何 就想起了她的竞凶 上次一别她才反应过来 自己什么都交代了 对方却只留下一个名字 让她想找都找不到她 如今她已在皇宫任女官 不能再随意出宫 不知以后 还能不能有与竞凶见面的机会 此时 宣政殿内 一片热闹之音 这事还得从三天前说起 一伙盗贼本是潜入云府盗窃 结果却撞见了云家丑事 云良愤怒用鞭子抽七 因为对方竟给她下了绝四分 让她从此不能再拥有子嗣 多带毒啊 多好的谈资啊 有了这个秘密 与你冷战的妻子 都会立马和好来听八卦了 于是 这个丑闻 先是传遍皇城的大街小巷 又传到了朝廷官员们的耳中 今日上朝 云良就受着一众朝廷大臣们的注目里 被孤立了好久的云良 突然又被这么多人关注 他静猛地鼻头一酸 是那碍眼的林青蹄 被刺杀后终于病危死了吗 怎么今天这么多人看他 人群中 酷爱以头枪地 拔刀自吻 撞住 而死得玉使摩拳擦掌 脑海中 快速打着等会进剑的草稿 最近陛下形势挑不出错 朝廷百官们 有楼建山这个前车之剑 又经历生俸禄一事 也老实了一段日子 搞得他都沉寂了好久 他可是专门负责弹劾劝的御使啊 朝堂如此太平 怎么能行 好在云良出事了 御使泥铁菊猛地跪在地上 以头颗地 大呼道 陛下 微臣有一事不得不揍 云遥遥见这场景 可就不困了 何事 爱卿奏来 朝廷百官包括云良 都将目光落在了泥铁菊身上 云尚书后宅不宁 竟被自己的姨娘下了绝四分 导致再无子嗣 后宅之事都治不好 何以至朝堂大事 微臣弹劾云尚书能力欠缺 不足以担任礼部尚书一职 云良的双腿一软 从心地跪了下去 贱人 竟又是冲他来的 陛下 微臣也是受害者啊 请陛下明察 第四十四章 不写这些无用的废话 朕会更好 好不容易逮着了一个 怎会轻易放过你 泥铁菊又是一番慷慨悲愤的表演 一个接一个的帽子 往云良的头上扣 直到说得口干舌燥了 倪铁菊才抱紧笼住 头发花白的脑袋 就欲往上面撞 陛下 云良身为礼部尚书 都能放任自家的女人 做出如此伤天害理 违背礼法之事 此事影响甚大 要是有其他女眷学了 重则导致礼崩越坏 秩序乱套啊 微臣以自身性命 请求陛下剥夺了云良的尚书之位 放你娘的狗屁 老子是被害者 说的他才是那个凶手似的 云良宽宽磕头 陛下 倪玉使随意给微臣扣帽子 颠倒是非 含了臣子的心啊 微臣看他是老的头昏眼花了 请求陛下提前让他告老还乡 倪铁菊撸起袖子 哎嘿 你爷爷的 不就弹劾你两下吗 还让我告老还乡起来了 倪铁菊很下心 把脑袋往笼柱上一撞 发出咚的一声沉响 陛下 云良不配做上书之位 云良 陛下 让倪铁菊告老还乡 两人这一来一回 精彩极了 周四人一看 这可是个好机会啊 能趁机踩上云良一脚 他正想出列掺和进去 却不想互部的队列 先跳出一个显眼包 此人正是在家养伤了好一段时日 近日才回到朝廷的高冲光 高冲光恭敬的朝云遥遥行了个礼 随后冲到了云良面前 一顿贴脸嘲讽输出 什么绝了欲的大公鸡云家的香火 要在你这里断了生不出儿子的男人 犹如有鸟的太监被淹了的人 不配当朝臣等等 什么难听骂什么 什么醉戳人痛脚就喷什么 直接把云良气得够呛 差点一口气就当场撅了过去 一众大臣们 包括高位上的云遥遥 看得是津津有味 这不比看美人跳舞精彩多了 可惜现在上早朝的 是他云遥遥 不然也能让图爱妃 见见这精彩的一幕了 三人互相对喷了好一会儿 云遥遥才悠悠地出声道 好了 朝堂之上 莫遥喧哗 云良愈修愈死 恨不得当场拔剑砍了高充光 他愤怒地指着他 陛下 高郎中如此责辱臣 宁可要为臣平平礼 云遥遥轻飘飘到 高郎中欲前失礼 罚奉半年 高充光这才晋升 冲着云良不屑地冷哼一声 反正他家里有钱 罚奉路半年而已 他就知道 陛下只是表面不待见他 实则离了他高充光这个嘴涕不行 云良一甩袖子 狠狠瞪了高充光一眼 心里恶狠狠想着 回去便从那件人手中弄来绝四分 把这高充光也给绝育了 高位上 云遥遥又道 云尚书 只是倪玉使说的 有些话也是在里的呀 云良悲愤诉声道 陛下明鉴 微臣也是一心里里不知事 宅院才会出此披露啊 云遥遥当然知道 光凭倪玉使那一番 没有多少道理的弹劾 就录了云良的尚书之位 哪有这么简单 云尚书 朕自然明白 只是宅院不宁 何以致正事 朕会派人协助云爱卿 彻查云里试一试 他今日最终的目的 除了看戏 便只剩探查真相这一个 云里试都能有那个决心 把云良给绝育了 那云瑶瑶母亲的郁月儿中 是否也跟他有关呢 下完潮 云瑶瑶神清气爽地 往前倾店赶 图爱飞应该和他的美食 小可爱们一起 在店门外等着他了 真饿啊 一来到前倾店 便看到窈窍身影旁边 跟着各座山雕 旁边的工人们 手上端着各色美食们 爱飞 秋日风寒 别动坏了身体 快随陷进去 云瑶瑶热络地 牵住了图山静的手 往店内走去 图山静手心一僵 耳朵快速划过一抹红 他倒也知道 如今的秋寒以来 自己都忘记了多穿鞋 倒先来关心他了 感动没超过十秒 手心一空 云瑶瑶已经朝着 摆在桌上的美食而去 嗷呜嗷呜地大口吃 图山静 原来是冲着膳食去的 图山静任命地坐到了书桌上 拿起一本本奏折 开始批阅 可这段时日的某些奏折 总让他有些难评 以前都是指精简地说正事 现在竟有个别大臣 在奏折中夹带私货 夸起了他 比如陛下英明神武 赤手郑乾坤 陛下万寿无疆 圣体康太 国运必将永世昌盛 还有诸如 气度恢弘人后 李贤爱絮明命 勤政爱民忠厚人数 权略善战内政修明 明章之至此类的词 从前从不会出现在他身上的 现在都一个劲的夸 图山静面色晦涩 放下一本 又拿起新的一本奏折 这一本 拍马皮拍的 更是令他猝不及防 还肉麻地关心起了他 图山静直接被恶心到了 他挥笔就写下一句 不写这些无用的废话 正会更好 云瑶瑶见到他这模样 好奇地凑了过来 怎么 有人在折子里骂你吗 看完奏折后 云瑶瑶嘎嘎乐 原来都是夸我的呀 果然我已经朝着外人明明郡 逐渐靠拢了 这个非常有眼光的臣子是谁 第四十五章 你死了 才是真正的为夫君着想啊 公布的一个原外郎 名为廖之涵 图山静将折子放下 廖之涵 云瑶瑶在脑海中 搜寻着小说里 有关此人的描述 想了好久 才从一个角落 捡起了这段零碎的记忆 此人苦寒出身 围观清廉 唯一的发妻 因支持他的围观原则 甘愿断了续命汤药 因病去世 最后 他因不愿奉承 隐隐狗狗之辈 死于汹涌的朝廷洪流 短短的几句话 就是他的一生 云瑶瑶明白 廖之涵为何会在奏折中 大肆夸他关心他了 铲除蛀虫护部 大力打压朝廷中 贪污腐败的现象 让廖之涵看到了 皇帝整顿朝廷的决心 身奉入管教育 又让他看到了 为臣子考虑的诚心 这两套组合拳下来 朝廷中 诸如廖之涵的清廉正直之臣 哪能不交付出一番真心 郑愁手头缺人呢 哈哈 又有可以替他 努力打工的臣子们了 云瑶瑶记下了 廖之涵等人的名字 暗暗想着等会派人 好好查一查 这几位臣子的长处 以后哪里需要 就往哪里搬 忠臣们 通通进我云瑶瑶的碗里吧 云瑶瑶在想着 如何收服大臣时 屠山镜已经拿起另一本奏折 细细看了起来 十日后 便是选秀的 旧一世 从来都是掺杂着各种势力纷争 有意争权升官的朝臣们 将自家嫡女送进宫 有意扶植未来太子的筹谋已久 培养各种好生养 亦掌控的女子送进宫 甚至还有弑君的 邻国的奸细等等 皇帝则通过宠幸 升贬各位后宫女子 达到制衡朝廷的目的 但他平日里 处理政事已经很忙了 更何况 他现在的身份是宠妃 他可不想 将自己的时间浪费在宫斗上 可皇帝后宫空虚 不凡严子寺 又是一大把柄 涂山静翻阅秀女们的情报折子 眉头微皱 以前寥寥几个宋敬宫中的女子 都是想杀她的 现在竟真有大臣 想将家中嫡女宋敬宫 甚至还有真心爱慕 敬仰她的贵女名女们 争着入宫 他偏头看了一眼 靠在贵妃踏上的云瑶瑶 手指揉着太阳穴 乱套了 涂山静干脆将折子给云瑶瑶 让她处理自己惹出来的风流债 云瑶瑶 你觉得应该如何处理 云瑶瑶接过折子 这一看 她的眼睛就亮了起来 哎呀 我怎么把这茶忘了 这么多美人入宫 我身下 这头沉睡的巨兽也该 一听到沉睡的巨兽这五个字 涂山静就嘴角抽搐 面色一黑 她怎能想出如此 犹如斯文的词 卖身求荣 红女人的事 朕绝对不做 云瑶瑶瞥瞥了她一眼 语气老成的劝道 涂山静 你还是太年轻 不懂女人的好 涂山静沉默了 你一个生死不 就懂女子的好了 云瑶瑶一夜 突然想到了什么 露出一抹狡黠的笑 涂山静 你不会 还没体会过女子的好吧 那又如何 涂山静迎上她的毛子 逐步靠近 弯下身 气息喷洒在她的脖梗间 姿势暧昧 语气却带着恶劣玩味的威胁 怎么 你要让朕体会一把吗 正好朕的身体 是女子 你要是敢用朕的身体 去睡女人 朕用这具身体 自我体会一把女子的好 也并非不可 你 云瑶瑶只要一想 那个画面 就觉得辣眼睛 她一把推开涂山静 指着她怒骂 你敢 死变态 没注意到两人之间的力量差距 涂山静 只感觉一股重力袭来 下一秒 她就摔了个大屁蹲 一脸猛逼加不可置信地 看着云瑶瑶 仿佛在说 你竟敢摔阵 从来没有人敢摔过阵 朕第一次被摔 感觉脑瓜紫嗡嗡的 屁股也生疼 哈哈 见这场景 云瑶瑶笑的眼泪都快出来了 又怕把自己的身体摔坏了 云瑶瑶赶紧过去扶起涂山静 仔细检查身上 有没有哪块 磕着碰着了 幸亏衣服后 没摔破皮 哎呀 这块清了 摸摸伤 痛痛飞 本想训斥的话语 憋了下去 见对方 那关心担忧自己的模样 涂山静别扭的偏过脑袋 初次摔它 朕就原谅你 这粗手粗脚的生死伯霸 哄完图爱飞 云瑶瑶打消了 广开后宫的想法 又将手里的选秀折子 看了一遍后 忽然 她想到了一个好办法 越想 云瑶瑶就越觉得此法甚妙 涂山静 这事其实很简单 我不仅能将它处理好了 还能将它变成一件大好事 云瑶瑶勾起一抹神秘的笑 不过这次进宫面圣的秀女考核标准 须改一改 型号 云良下朝回到云府 看着身后跟着的陛下轻视 心里头就乱如麻 不行 一定不能让陛下 从那贱妇口中获得 对他不利的东西 云良让管家端来吃食 和善道 于父已经被我 关进了厢房 三日未尽水米了 我先送点吃食给他 再交给诸位 侍卫们点头 云大人 您请便 云良独自端着吃食 来到云理事的房间 开门进去后 便平退了守门的下人 此时的云理事 哪还有半分从前风光的样子 头发凌乱 气息虚弱 浮肿的双眼里 布满了红血丝 看到来人 云理事哽咽道 夫君 妾身真的知错了 你就看在烟的份上 原谅妾身吧 云良沉着脸 将饭菜 端到他的面前 没有回答 云理事也顾不上那么多 三天的饥饿 已经将他折磨 递人不忍鬼不鬼 他夹起饭菜 就大口地往嘴里送 一直吃到肚子撑得难受 他才停下来 眼泪啪哒啪哒落在碗里 他的秘密 到底为何暴露了 他毕竟陪了云良 二十多年 还为他生下一女 就算被他知道了真相 他相信对方 也不会狠到 真要了他的命 云理事抬起头 又要求情 却被云良眼底的冷漠 绝情刺地说不出话 正厅里陛下派来的人 正在等候 我等会 便会把你交给他们 他们的审讯手段 你撑不住的 要是你说出些什么 不利于云家的事 不仅是我 连烟都会被你连累 云良蹲下身 手指轻抚云 李氏的脸 又缓缓滑到他的发丝上 拔下一根簪子 递到他的面前 云良的声音 温柔似从前 可话意 却让人胆寒发颤 夫人 你不是说爱我吗 将绝四粉那些东西 交给我后 便自吻了吧 你死了 才是真正的为了 夫君我和烟着想了 枕边人的声音 似所命恶鬼的嘀喃 云理事瞳孔紧缩 不敢置信 一向疼爱他的云良 会说出这样的话 可想到云良 对一手帮扶起他的发气 凌清俊都能做到 默认他下毒害死他 对他平时展露出的疼爱 也不过是在 不影响他的情况下罢了 真爱 真是可笑 云良这个狼心狗肺的东西 他最爱他自己 他只爱他自己 可云良说的没错呀 他如今已经败了 再活下去 只会连累烟 更会让烟抬不起头 云理事又哭又笑 整个人似颠若狂 他充满恨意地瞪了云良一眼 那东西 在一二位出格前的 房间里的床底下 里面有 说完 云理事留恋地 再看了眼四周 燕儿 母亲去了 下一秒 他拿过云良手中的簪子 狠狠刺入心口 夫人 云良抱着云理事的身体 大声嘶吼 流下了鳄鱼的眼泪 快来人啊 夫人自尽了 喧闹的屋子 不一会儿 就恢复成一片寂静 床底下 钻出了一道身影 身影心有余悸地拍拍胸口 云良 你可真是个狠心王八呀 第四十六章 他装了一天乞丐 才讨到的钱 那玩意儿 竟然在云烟烟的房间里 难怪怎么都找不到 云良等会肯定 还会在皇帝的人面前演戏 我现在 赶紧先去拿到 李南通抖抖身上的灰 便偷摸摸地离开了房间 此时云府都在为云里 是自杀死亡一事 上下忙碌 李南通很轻易 就偷溜进了云烟烟的房间 果然从床底下 找到一坛木盒子 里面装着数个瓷瓶 李南通用纸 将里面的药粉 分别包起来 又从墙上扒了点墙灰装回去 这才和尚谭木盒 满意起身 二妹 就让这些好东西 在大哥手里发光发热吧 李南通敲咪咪 又回到自己的厢房 开始收拾东西 如今云里氏一死 李家必定得不到云良太多的庇护了 说不定还会被他记恨上 皇帝刚刚还派了人来 云家沈云里氏 那说 民云里氏 肯定惹了事 不行 京城不能呆了 这几天回去 让父亲 收拾家里的钱财 回老家吧 至于和那个郡公子的合作 也就此作罢了 李南通的脑海中又浮现出 那张俊美白净的脸 忍不住咕咚咽了一下口水 他实在是缠对方的脸和身材 想到怀里刚得的迷情粉 李南通心里生出了个邪念 要不 睡完他再走 有那等美色的小白脸 还亲自过来拉拢他 定不可能是身份高贵的主 约出来尝完对方的滋味 他就立马坐上马车 离开京城 应该不会出什么问题 想到这 李南通离开了云府 往兜营赌方赶去 果然 在赌方门口 不远处见到了一个棚头垢面 手上绑着一圈麻绳的乞丐 这是小白脸 与他约定的传递消息之人 李南通走到乞丐的面前 蹲下身 用紧能两人听到的声音道 我这里有云良的要命把柄 让之前 见我那人三日后 单独来盛容酒楼三楼的包厢见我 带上一千两银子 说完 李南通顺手 将对方碗里讨到的铜板 揣进自己怀里 便扬长而去 他装了一天乞丐才讨到的钱啊 云宁宫内 关婉玉和宁英 恭敬的立于下方 等待上座之人的开口 禁军副统领董广 如此欺辱你们 可想报仇 图山竟抿了一口茶水 禀告娘娘 董副统领未高权重 卑职不敢去想 只想做好自己的分内之事 在宫中磨练了一段日子 关婉玉早 已练就了一番官方的废话 宁英琢磨 不透对方的心思 也道 卑职负义 不敢去想 那便是想 董广善离职守 妻如女官 铲除此等人 不仅是本宫的意思 也是陛下的意思 图山竟放下茶杯 视线落到两人身上 他这次不单单 要铲除董广等人 还要将禁军势力 彻底授予麾下 对其中心怀不轨的异己 来一次彻底的清理 关婉玉和宁英 就是计划中的一环 听到这话 关婉玉和宁英 都诧异地抬起头 关婉玉心中感激 陛下平日里如此忙碌 都能为女官们出头 她果真没有追随错人 娘娘面冷心善 同样值得尊敬 宁英则是震撼 上午娘娘才为她解过困 下午便很快和陛下 决定要铲除董广 如此有魄力 为臣子的人 实乃值得效力 两人恭敬行礼 一口同声道 娘娘 卑职需要怎么做 图山竟将接下来需要做的事 都告诉了两人 两人连连点头 听着计划 看向她的目光 越发黏腻肉麻 一口气说完 猛然对上两人 彻底崇拜的目光 图山竟搁登住了 现在的臣子是怎么了 在奏折中 说出那番肉麻的话 也就罢了 怎么在现实中 也如此粘腻 图山竟想黑脸 训斥两人以下饭上 却又想起了 云瑶瑶的处事方法 罢了 要向云瑶瑶学习 这两人还有大用 你们二人入宫 便表现上家 身为女官 事事尽力 赏 一批珍贵的首饰 赏了下去 两人彻底 被这个面冷心善 出手阔绰的娘娘折服 多谢妙妃娘娘 三日光阴转瞬即逝 生容九楼三楼 便装的云瑶瑶 和李南通相断做 你说拿到了云良的致命把柄 是什么 在何处 云瑶瑶悠悠问道 李南通拍了拍骨囊囊的胸口 都藏在这了 一千两银子呢 云瑶瑶将银票拿出 李南通面色一变 我不是说过要银子的吗 怎么给我银票 银子太重 银票方便 怎么 不要银票 你想跑路啊 云瑶瑶的目光清明 像是要看穿了他 笑话 我在京城过得这么滋润 怎么可能要跑 银票就银票 来 同我喝杯酒吧 第47章 京城水太深 他要回乡村 一杯酒下肚 见对方眼神逐渐迷离起来 脑袋一沉 便趴在了桌上 李南通大喜 二妹的这些东西 果然好 第一次如此紧急地做这种事 再加上害怕紧张 竟让李南通更加兴奋 也幸亏他被酒色掏空了身体 那方面不太行 时间短小在这个时候 显得尤为有优势 李南通焦急地截着衣裳 一边色眯眯道 小油雾 今儿个竟然也好好宠信你 另一只手正忍不住 往云瑶瑶身上摸去时 云瑶瑶懒得装了 牵住他的手腕 一扭 再抓住对方的臂膀 就狠狠往地上摔去 李南通一面着地 某处也直挺挺地戳中地面 折了 下一秒 一道撕心裂肺的惨叫声响起 啊 云瑶瑶悠然起身 从怀中掏出一柄锋利匕首 蹲到他的面前 笔划着 李南通通地浑身站立 痛哭流涕 你 你怎会知 几天时间 就能拿到云良的致命把柄 当他这么多年是白干的 还是你对自己的废物 定位认知不准确 云里是自尽 你想跑路是对的 可惜又找死地回来招惹我 说吧 你觉得自己能得手的依仗是什么 还有 你二妹的东西 又是什么 李南通此时毁得肠子都清了 他就不该在领跑路前 还起了色心 果然色字头上一把刀 仙人成不起我 冰凉锋利的匕首 在驳梗滑动 一股毛骨悚然之感 顿时爬上李南通的四肢五孩 他立马害怕的招了 我说 我全说 别杀我 呜呜 李南通将自己 为了偷云里式的绝四粉 报复他人 偷溜进他房间躲起来 结果撞见云梁 又听到秘密抢先一步 将东西截糊的事都说了出来 又将他从云里 是那里得来的药粉功效 都合盘托出 那迷情粉能迷惑住人 短暂地 让对方听你的话 第二天又会失去吃下 迷情粉后的全部记 我这才敢下给您啊 而且我绝对没有任何歪心思 刚刚只是想让大人 帮我检查下痔疮 大人您就饶了我吧 云瑶瑶冷笑一声 一脚踹出 李南通昏了过去 等他再次迷迷糊糊醒过来时 发现自己被麻绳捆住了手脚 嘴也被不塞住了 丢弃于包厢的角落 而那小煞神正带着几人 在包厢中央喝酒吃菜 李南通立马闭上眼睛 假装还在昏迷 饭桌上 一直关注着李南通这边的龙影味 朝云瑶瑶使了个眼色 云瑶瑶微微点头 其中一个龙影味 立马开始了他的表演 声音满是奉承 大人果然料事如神 幸亏及时发现了 这李南通心怀不轨 不然恐将坏了云大人的大事 云大人 哪个云大人 不会是他想的那个云大人吧 李南通心里一咯噔 竖起耳朵继续听 云瑶瑶洋洋得意地 斟了杯酒 六赞谬赞 本大人再厉害 也比不过云大人的千分之一 云大人才是真正的神机妙算啊 宫艳刺杀一事兵行显招 把云大小姐送到了暴君身边 云二小姐送到了泽王身边 埋下两颗棋子 说来这绝四粉真是妙 云大小姐利用它 让狗暴君不能再有子嗣 云二小姐利用它 让泽王断了有男嗣的可能 皇家仅剩的两个血脉 就此断了子嗣传承 以后还怎么继承江山 龙影味佩服自家陛下的演技 连自己都骂 于是一个接一个演得更加奇迹 哼 表面上云大人步履艰难 被百官排挤 实则一切尽在他的掌控中 这烟炽王朝 迟早会落到云大人囊中的 我们啊 等着日后云大人 成为这烟炽王朝的君王时 谋一份从龙之功 就是那云大小姐没有眼色 入宫成飞 逃了云大人的管制 便真以为自己有靠山了 不再听云大人的话 还好云二小姐聪会听话 对了大人 这里男通如何处置 云瑶瑶冷哼一声 云大人本就只是 借他的口揭露出云里是绝四粉一事 如今他失去了作用 等会我们九族饭饱后 杀了就是 是 大人 月听 李男通的心就月沉下一分 嘴唇直打哆嗦 太可怕了 简直太可怕了 云良的心机之深沉 比他想象的远要可怕 他贪图的 竟是皇位 还有陛下和泽王 也被他耍得团团转 惊恐之余 李男通心底 也隐隐升起一股 得知了惊天大秘密的兴奋 要是他能活着逃离这里 再将消息告诉陛下 或者泽王 那他可就是 护国有功的大功臣了 还用得着回乡下避难 想到这 李男通再次睁开眼 确保小煞神 一众人都背对着 自己没注意这边后 疯狂开始挣脱麻绳 直到将手都磨出血了 才挣脱开 他又连忙 将脚下的麻绳也给解开 饭桌上的云瑶咬豪气得一挥手 今儿个好不容易出来一趟 你们几个 再去搬两坛家酿过来 很快 相防只剩下云瑶咬一人 李男通平住呼吸 捏手捏脚地起身 挪到房门时 猛地推门 拔腿就跑 快抓住他 看着李男通疯狂逃命的背影 云瑶咬露出一抹微笑 就喜欢这种自觉上多的小可爱 去吧去吧 快去告诉泽王这个惊天大秘密 让他和云良互相伤害吧 李男通一路惊险地逃命到了泽王府 看到守卫在王府外面的侍卫们 他如同看到亲爹 留下两行类 我要见泽王 事关泽王未来的子嗣绵延 有人在后面追杀我 你们快护住我 侍卫们一听 立马将李男通团团包围住 侍卫头领前去禀告泽王 屠山泽最近有些烦忧 得知云良竟然被他的夫人给下药绝育了后 他的疑心病顿时又犯了 云烟烟是云理师的女儿 也是自己的枕边人 她 是否也有那个可能仪器之下 把自己给绝育了 于是这几日云烟烟设法想见她 她一概不见 拖下人送汤送粥过来 她也一口不碰 万一里面就有绝四粉呢 这时 有人传报 听到子嗣这两个字 屠山泽心里一咯噔 下意识心声不好 等听完李男通一把鼻涕 一把泪的夸张哭诉时 屠山泽整个身子瘫在椅子上 面如死灰 完了 千房万房 还是没有房住 她 也被绝育了 屠山泽仍抱有最后一丝希望 秘密将腐衣传来 一番望闻问切后 腐衣瞳孔紧缩 嘴唇直打哆嗦 肾音窥虚 肾阳不足 阴阳极具双窥 甘脉寒宁 此 此乃男子不欲之正啊 这话如一道晴天霹雳 彻底将屠山泽心底最后的侥幸劈碎 腐衣跪在地上 抖如筛康 李男通也立马跪下 见腐衣那害怕的模样 心底慢慢升起一丝不妙 他可是将这个惊天大秘密 告诉了泽王的大功臣 泽王应该不会恩将仇报 杀人灭口吧 泽王平日可是最为爱民清明 思绪飘远间 李男通胸口一通 只见背后出现两个暗卫 一人一剑将他和腐衣捅了个对穿 断气前 李男通只有一个想法 京城水太深 他要回乡村 第48章 两人情意见农石 当场表演的打铁 风和日丽 惊风欲落 御花园内一片喧闹朝气 第一批秀女正式入宫 此时都在御花园内等候 准备面圣 每位秀女的脸上皆是忐忑期待 时不时露出羞懒的神情 与秀女们的少女怀春相反 一旁 不少大臣们面露不满 焦头接耳地吐槽着 谁家陛下给秀女初提出五杯茶水 如何分给六位大臣 本官女儿被淘汰的问题 更匪夷所思 竟然问如何将梳子卖给僧人 这不是故意为男人吗 用心培养了好几个秀女 结果通通在入宫前被奇葩提问毕了的大臣 苦涩地摇摇头 不说话 一旁 时常担忧自家优秀的嫡子 会被有龙羊之痞的陛下看上的大臣 深沉开口道 诸位同僚 陛下不会仍旧对男子感兴趣 故意想将此次选秀搞黄吗 大臣们立即想起了 从前上朝时有龙羊之痞的陛下 点名自家嫡子的可怕场景 互相对视一眼 凝重点头 极有可能 诸位 我们必须阻止这事的发生 让选秀顺利进行下去 众人思绪万千石 一道响亮的陛下驾到 妙妃娘娘驾到 想起 所有人立马跪下行李 云瑶瑶和涂山静一前一后 缓缓入场 看着那大片嫩粉色的光景 云瑶瑶心里乐开了花 为了保持人设与逼格 她面上只得冷壳一声 平身 短短的两个字 涂山静听出了云瑶瑶内心的骚动 她又开始用拉尔的气泡音说话了 眼见自从见到了秀女 云瑶瑶的目光便一刻 涂山静不知为何 心里发毒 于是 涂爱妃默默地坐到自己的位置 浑身开始冒哀怨的冷气 云瑶瑶开门见山道 秀女十人一组 上前面胜 小巫子立马安排前十位秀女 来到云瑶瑶面前 秀女们害羞待怯 双眼盈盈地望着云瑶瑶 这便是陛下 好生俊美神武啊 秀女们纷纷露出自己最完美的角度 等待自己被挑选上 谁知陛下只看了她们一眼 便一副公事公办的态度 拿出纸笔挥手道 先美人来一段自我介绍 介绍内容需包括擅长什么 有过什么经验 如果入宫能在哪些方面 发挥自己的作用 范围不限 各位美人畅所欲言 秀女们 虽疑惑 第一位秀女还是盈盈一拜 柔声缓缓道 禀告陛下 名女名采薇 琴棋书画都略精通 经验 名女宝读 女德 女剑 内训等 惠女工 名女身子好 是抑郁体质 如果入宫 名女必能为陛下繁衍子嗣 越说 采薇心里就越骄傲 选秀时 她便是生生 靠着自己的抑郁体质 杀出一条血路的 云摇摇听完 抬头看向她 采薇心中惊喜 她就要成为第一个 被陛下选上的秀女了吗 谁知陛下36度的嘴 说出了一句冷冰冰 令她心碎的话 看到了吗 这个就是负面例子 接下来不要给出与她相同的回答 下一个 这不同寻常的选拔标准 立马让接下来的秀女心里一咯噔 第二位上场的秀女 神情明显紧张了起来 禀告陛下 名女唤青言 擅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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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铁 这话一落 她自己都脸红了 声音带了颤音 继续道 有过七年的打铁经验 如果入宫 我能为陛下 为陛下 表演打铁 秀女们纷纷垂下脑袋 疯狂憋笑 大臣们更是摇头叹息 收回视线 陛下不准说擅长 琴棋书画女工这些 选秀的女子 不就只能老是说出其他的了 看来此女子 又是某位大臣 从民间找来的 后来才培养了 琴棋书画的民间女子了 云咬咬沉思 点头 七年的打铁经验 不错 有一计之长 你留下 以后有机会 把她派去公布 秀女们 大臣们 不要抑郁体质的大家闺秀 要一个会打铁的 难不成两人情意浓浓时 让对方给你表演个当场打铁 火星子四箭吗 画面太美 不敢直视 果然 陛下是故意 想破坏这次选秀 立马就有大臣上前劝阻 陛下 选秀事关后宫 可不能儿戏啊 陛下您的标准是否有误 陛下 您已上位快一年 后宫至今只有妙妃娘娘一人 此次选秀 得多纳妃充嬴后宫 才好延绵子嗣啊 御使们直接冲出 又欲壮主以劝谏 云瑶瑶早就考虑到 又会出现这个场景 她只起一旁图山静的手 冷哼一声 震在身边 不留只略通 琴棋书画女工等的女子 只留像妙妃这般 有长处且独特的女子 妙妃 你向诸位演示一番 突然被cue的图山静 接下来 在云瑶瑶的指挥下 图山静不情愿地演示了一遍 武能骑马射箭 渐渐命中把心 耍刀弄枪 样样不在话下 文能提笔书法 快速速 正式接通 她每表演一个才能 云瑶瑶就满一点头 然后夸夸夸 妙妃真棒 妙妃厉害 妙妃大才 转身望去 见对方的眼里满是欣赏 搞得图山静越表演越起劲 不经心底飘飘然 直接将对面大臣盘里的 骑沙的溃不成军 意识到自己在做什么 图山静眼神一沉 落下最后一字 你说了 回家再多练练吧 自诩为圣骑手的大臣 面色一白 眼面修奋离场 因一张老脸都丢尽了 一旁另一个 跟图山静比竹树比输了的 臣子见到这 不经心情好了很多 还乐呵呵地安慰起了她 自己的失败固然难受 但同僚的成功 更令人无法接受 所幸 同僚她也败了 哈哈 图山静的一番操作 直接将在场的诸位臣子 堵得说不出话了 还想劝谏的 又怕自己这张老脸 被妙妃狠狠踩在地上一顿摩擦 还是算了 臣子们是彻底服了 此等妻女 陛下从前是吃地有多好啊 这也让秀女们压力山大 妙妃娘娘长得 已经够艳雅群芳了 现在表现出的才能 还如此震撼 怎么比 根本比不上 云瑶瑶扫尸一周 将秀女们的神情看在眼里 她有一点波 朕知你们皆是形貌双全 可随着时间流逝 人老色衰后 容貌与身材 结成了无用之物 能伴随你的 只有知识 技能 有不同于常人的一技傍身 才好安身立命 云瑶瑶这一说就说了好一会儿 直到将这群秀女们 洗脑的双眼冒光 才停了下来 朕脸盲 对美丑没有概念 说完这句话 看到一旁美丽动人的图外飞 云瑶瑶莫名觉得自己这句话 没有说服力 于是 她指着一旁的牛秀 知道她为何能入宫侍奉妙妃吗 秀女们摇头 此人长相怪异 实乃不知 她为何能入的宫 秀儿 向他们展示一番你的力量 牛秀儿恭敬地行了个礼 然后走到一棵树面前 一拳下去 那树断了 见众人皆是震惊地张大了嘴巴 牛秀儿猛牛害羞 奴婢天生神力 见笑了 云瑶瑶又道 若是有贼人近身妙妃 秀儿一拳便能杀了她 你们说 这一技之长重不重要 秀女和大臣们 皆是一片漠然 确实重要 360行 行刑干破坊 妈呀 上辈子念到习惯了 突然说吐鲁嘴了 云瑶瑶不动声色 威速纠正 这话是不对的 应是360行 行行出状元 云瑶瑶露出一抹资本家的浅浅微笑 所以 诸位美人 大胆地展现出你们的长处 女官预备迎成员们 统统进阵的碗里吧 第49章 陛下 不幸您听听民女的心跳快不快 启禀陛下 民女唤庆甘师 擅长艳师 曾女扮男装 跟随武座师父学艺过四年 后又独立担任武座三年 堪破林阳俊断掌案的武座 便是民女 如果进宫 民女能为陛下查探尸体的死亡原因 协助破案 解除尸语 一口气说完这些话 庆甘师沉着冷静的外表下 终于露出一丝忐忑 她在赌 女武座这条路 实在是太艰辛了 骑士 冷眼 阴谋 举步艰难 女扮男装 又迟早是个大隐患 因此 在她得知陛下任了女官后 她就想法子 混进了绣女的队伍 经过层层选拔 走到现在 庆甘师想入宫为妃 走一条更容易当女官的道路 让陛下看到她的能力 而方才陛下展现出的魄力 也让庆甘师决定直接说出实话 这话一落 秀女和大臣们皆是一阵哗然 当初勘破明镇江南的断掌案的武座 竟然是个女子 当时多少武座 朝廷检验官都束手无策 难怪 那武座打响名气后 就突然销声匿迹 想必是女扮男装被发现了 女子当武座 真是晦气 实乃大答案 更称得上惊世骇俗 一个与尸体打交道的女子 竟还敢出现在陛下面前 陛下定会直接砍了她 谁知云摇摇直接朝着庆甘师走去 双眸认真地打量着她 越看越满意 从你步入武座这一行后 想必是受了很多苦的 朕的身边 能者皆可留 不论男女 不分高低贵贱 你 留下 庆甘师眼睛呼的一酸 从她步入武座一图后 围绕她的言语 从来都是不解 质疑 恶意 第一次有人同她说 你肯定受了很多苦吧 这话比她从前遭受过的任何攻击 还令她想哭 令她忍不住卸下所有防备 露出自己的柔软 庆甘师迎上云摇摇的目光 声音哽咽 名女多谢陛下 陛下宁静后 如果愿真心待我欣赏我 名女庆甘师 也绝不背叛 鞠躬尽瘁 一个与尸体打交道的晦气 武座进入后宫 岂有此理 立马又有玉石以头枪地 激愤近见 云摇摇冷冷地逆他们一眼 有意见 有意见便去宣政殿的龙柱上撞 撞死了也算你们轻始流明 作为君王 不能适当地露出暴君的一面 那还当个屁啊 这威胁的话一出 建官们立马老实了 连眸光都清澈了不少 嘿嘿 职业习惯上来了 陛下您请继续 下一位 有了庆甘师这个先例 接下来 秀女们心里再也没有任何顾忌 陛下 名女换书签 擅长朱蒜 算术 记长 蜀钱等等 家父开了十多个胭脂铺 以前都是名女管账 从未出错 如果进宫 名女能为陛下记掌 云瑶瑶满意点头 你留下 周爱卿最近是日干夜干 村口的驴都不带这么连轴转的 听闻她的便秘 又严重了许多 先培养培养 以后有机会 把她派去户部 替周四人分忧 下一个 名女换耐血 心跳比常人快上一些 有十四年的心跳加快经验 不幸陛下您凑到名女的胸扑前 听听名女的心跳快不快 什么玩意儿 云瑶瑶赶紧挥手 下一个下一个 名女换乌听兽 擅长招风影蝶 略通授语 云瑶瑶一下子来了兴趣 好生特别的技能 你展现一下 乌听兽走出队列 翩然起舞 不一会儿 竟真招来了不少蝴蝶和蜜蜂 围绕在她周身 云瑶瑶更加感兴趣了 将阵的饭桶牵过来 立马有人去御马院 将还在脚草的饭桶牵了过来 乌听兽走到饭桶的面前 将手轻柔地附在她的腹侧 仰头与她嘀嘀咕咕地念叨着什么 过了一会儿 乌听兽松开手 向云瑶瑶行了一礼 见乌听兽面色犹豫 云瑶瑶直接道 直说便可 陛下 他说 小气的两脚兽 叫我来也不给点吃的 来天等你想起我时 让你的热脸贴我的冷屁股 这话一落 众人竟在一匹马上 明显地看到了 名为局促与尴尬的情绪 云瑶瑶满头黑线 是这匹贪吃纯马 能够说出的话 你留下 下一位 明 明女唤萧嫣然 擅长哭 从小哭到大 如果进宫 呜呜呜哭给 陛下 陛下 看呜呜呜呜 云瑶呜 会哭能在出病时有用 可皇宫也不能天天有人出病吧 下一个 陛下呜呜呜呜 明女唤方瑶 擅长造瑶 哦 你造个瑶试试 方瑶缓缓来到云瑶瑶面前 低声与云瑶瑶说了些什么 云瑶瑶点头 可 方瑶儿立马转身 欣喜地对着剩下的秀女们说 陛下方才已认定了明女的能力 封明女为常在 今日名额已满 剩下的秀女们可以直接离场了 这话一落 秀女们脸色一白 掩不住地失落难过 有的秀女已经抽抽答答地哽咽了起来 大臣们面露遗憾 这么快就没热闹看了 小巫子立马上前留牌子 刺香囊 见这场景 云瑶瑶失笑 方才她与朕聊的是闲话 同你们说的是谣言 选秀继续 方瑶儿你留下 入宫后不可随意造谣 方瑶儿欣喜 遵命 陛下 秀女们 今日的心情七上八下的 接下来 云瑶瑶又留下了的听力势力 超乎常人的 会治香的 会医术的 直到天色接近黄昏 这次第一批百多号秀女们的圣上 亲自选拔才结束 云瑶瑶将留下的七人 都封为了答应 她不希望 她们在最青春的年纪 就被困在四四方方的宫墙中 只等待一个男人的恩宠 更希望他们能各自发挥才能 摇摇生辉 朕是智性恋 钟爱聪慧又努力的女子 谁能为烟尺王朝 做出越多的贡献 朕就越喜爱 说到这 云瑶瑶支起了一旁吉祥物 图爱妃的手 开始洗脑 妙妃为何能一直受圣宠 她聪慧勤 每日起得比朕还早 操练身体 博览群书 精益求精 为朕分忧 博物馆便是妙妃出的主意 如今也是她一手负责 因此 妙妃的才能让她 不用拘于一面宫墙中 谁能做到像妙妃这样 她有的 你也会有 看到七位答应 又是被自己洗脑的呼吸粗重 目光冒着火星子 云瑶瑶才满意地停了下来 朕的未来女官们 都卷起来吧 第五十章 爱妃 朕又来哄你了 这几日 图爱妃又又又又浑身冒冷气了 事情还得从几天前说起 总共三批秀女面胜完毕 等了十八位答应后 原本冷清安静的后宫 彻底热闹了起来 某位答应天真烂漫地 在御花园扑蝴蝶 扑着扑着 就扑到了刚下完巢的云瑶瑶怀里 云瑶瑶摟搂着这位答应的细腰 浅笑 你是故意的 还是不小心的 答应羞答答地 将身子移在她的怀中 臣妾是心仪陛下的 正好瞧见这一幕的屠山静气地 当场黑了脸 又或是某位答应前一秒 还灵活地在树上蹿来蹿去 峨眉山的坡猴都追不上她时 下一秒见到一道明黄色的身影 就柔弱地跌下了树 被云瑶瑶接住 云瑶瑶公主抱着答应 满脸无奈 调皮 树上危险 下次不许了 再次撞见这一幕的屠山静气地 整整一天没有理云瑶瑶 于是 某天云瑶瑶下完 朝往云宁宫赶时 大老远就听到了牛秀儿 那牛摸般响亮的哭声 呜呜 娘娘 您是不是失宠啊 娘娘您明明 那么好 云瑶瑶理直气壮 十分心虚地将牛秀儿等工人平退 与屠山静四目相对 爱妃 换这名字 一看屠山静那忧怨的样 就知道 她是真的生气了 云瑶瑶觉得自己 顶着对方的身体 顺便撩妹的行为是不太好 于是 她决定先发制人 占据道德高地 屠山静 我好失望 你不相信我 你明知道 我说他们进后宫的原因是什么 我还不是为了培养人才 巩固你的统治 为烟赤王朝做贡献 屠山静气急返校 你还狡辩 我没狡辩 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呢 你不是人 哎嘿 拐着弯骂谁呢 你确实不是人 你是生死部 屠山静眼睛一眯 眸光危险 难道你之前说的 都是骗我的 云瑶瑶差点就搬起石头 砸自己的脚了 她冷笑一声 我当然不是人了 我是地府高贵的生死部 内心补充一句 我是你爸 光荣伟大 骂脸丸 云瑶瑶笑眯眯的 开始给炸毛的暴君顺毛 哄暴君的第一步 甜言蜜语必不可少 你说 你跟他们吃什么气呢 我每日见的最多的是谁 还不是你 我为什么会费时间 跟他们周旋 也还不是为了你 我是为了你在培养女官啊 甚至我从地府来到凡间 也是为了你 巴拉巴拉 都是为了你 云瑶瑶噼里啪啦 说了一大堆 见屠山静的表情 瞬间缓和了很多 她立马从怀里 掏出了一个栩栩如生的木人 哄好暴君的第二步 送个小礼物 木人正是身着龙袍 威严肃穆的屠山静 送给你 屠山静诧异结果 谋底有些动容 你做的 云瑶瑶转移话题 捂着肚子 可怜兮兮 我最近好像吃杂了东西 刚刚下完 朝就急着来找你 没用早膳 现在肚子好痛 哄好暴君的第三步 事后示弱 反客为主 果然 这话一出 屠山静便站了起来 立即派工人来不早膳 不好早膳 云瑶瑶虚弱白手 不行 我肚子还是好痛 需要人喂 屠山静又站起身 正换牛秀来喂你 云瑶瑶立马端起粥 我肚子好像好了点 还是我自己来吧 看着云瑶瑶一口口干完了粥 还饶有胃口的 吃了几块点心 屠山静皱起的眉头 才松了下去 她转身朝着置物架走去 将木人放置在一个 金丝楠木盒子中 屠山静眸光晦色 只副妈撒了好几下木人的头 才合上盒子 第一次有人送她礼物 得收好 在屠山静的警示下 云瑶瑶对接下来 头怀送抱的女人们 可谓是太监进了妓院 有心无力 搞得云瑶瑶给她们 洗脑打击械时 都得当着一众工人的面 要光明正大的 还不能有什么 超出边界的肢体接触 持续了好几天后 云瑶瑶不爽了 凭什么呀 她现在才是暴君 她想怎么干就怎么干 于是 云瑶瑶又恢复了 从前的嚣张 然后 暴君罢工了 她不披折子 不处理政务 也不联系心腹了 云瑶瑶发现了 一个残酷的事实 她没她不行 云瑶瑶一气之下 气了一下 然后屁颠屁颠地 拎着新礼物 去云瑶宫找屠山静 爱妃 朕又来哄你了 想着好一段时间 没有宠幸过妃子了 怕传出自己 不行的疯言疯语 云瑶瑶当晚 就翻了屠山静的牌子 次日 两人从龙床上醒来 云瑶瑶一脸忧怨地 准备早溜上朝时 身后的声音 徐徐响起 下朝后 朕给你看一出好戏 宣政殿内 云瑶瑶坐在高位 威肃地看着下方 如今的朝廷局势 已悄然发生了一丝变化 原因无她 云良彻底被孤立了 原本的她 还是潜藏的泽王党 任朝中其他党派 如何孤立奚落她 云良至少心里有个盼头 她可是泽王的人 是泽王的底牌 可前段时日 泽王突然对她闭门不见 书信也一概未回 随后 礼部她原本一手提拔的 泽王党人员 礼部侍郎上官名 突然被刺了她 疯狂地轻占收拢 她在礼部的市里 云良至此 还有什么不明白的 她被泽王猜忌 并且抛弃了 云良想了整整一夜 还是未想明白 泽王可能会因为那毒妇 对自己下绝四分 而猜一烟 可为何会猜忌到她身上 甚至不惜要对付她 云良想了很久 最终归结于 泽王这个狼心狗肺的东西 一早便是打算 培养更信任的心腹 来取代她礼部上书的位置 皇帝和泽王都在对付她 如今的云良 低调的不能再低调了 生怕出错 云良此时 无比庆幸自己谨慎的性子 从前的把柄都销毁了 前有狼后有虎 她云良必要抵住这股洪流 抱上一条新大腿 云瑶瑶将自己的视线 从云良身上收回来 嘴角带笑 云良 你已成颓败之势 别再做无用的挣扎 你的下台 只是世界问题了 第五十一章 最快捷的法子 便是最缺德的法子 这次早朝听完朝臣们的起奏后 云瑶瑶便充分发挥 明君体恤臣子的美好品德 周爱卿 听闻你最近情于互部之事 又要兼顾运河的预算调度 案集都严重了 郑记欣慰 又十分心疼 这是 郑让善太医配的药 每天冲水泡芙 可极大程度地缓解肝结之症 周思人面露感动 陛下 狄爱卿 郑心得一个可以改善先天之急的药方 下朝后 你待回府 家中亲人无忧 爱卿才可更心无旁骛地工作 狄顺志目光黏匿 谢陛下 林爱卿被刺客所伤 重病在床 郑甚担忧 两位爱卿等会前去探望时 替郑带去几株千年人参灵芝 这一套组合拳下来 看得有些臣子 心里是酸溜溜的 羡慕吗 羡慕不了一点 一点也不羡慕 云摇摇又看向坠于公布末尾的一位臣子 公布袁外郎 廖之涵可在 郑崇敬地望着高位君王的廖之涵一击灵 立马拱手出炼 禀告陛下 臣在 廖爱卿不用紧张 朕知你从前围观清廉 智节不够 又得知你的发漆 竟为了让你不动摇心中之志 生生断了调命汤药 朕甚是触动 故朕追风爱卿的先夫人 为高杰书人 赐告命 廖之涵不敢置信地抬起头 眼眶一热 泪水差点掉了出来 多年前他第一次立于朝廷之上 望着高位君王 他壮志愁愁 心底对自己说 臣节不屈 只以立朝端 可简单的高峰亮节四字 在朝局黑暗 立志腐败的前朝 恪守起来有多难 他甚至开始动摇起自己的原则 索性 索性如今一切的坚持 都迎来了回报 还有陛下将他从前所做的一切都看在眼里啊 如果他的发漆在天有灵 见到今日之景 知道他有了告命 该有多高兴啊 廖之涵声音颤抖 几滴热泪 溅在了洗得发白的朝服上 微臣今后定当继续恪守本职 为君分忧 为民解仇 为国保太平 微臣谢过陛下 微臣带王妻 谢过陛下 一句将他所有坚持看在眼里的肯定 一个对他王妻的告命追风 彻底将廖之涵拿下 其余朝臣对廖之涵投来了羡慕的目光 得了陛下的欣赏 那就是搭上了升职加薪的快马车啊 而兵部队列的第一人 兵部尚书宁守离见到这 只内心感慨 陛下如今的攻心之术 甚是恐怖 却没诚想 下一秒 吃瓜吃到了自己头上 宁爱卿 听闻你的女儿入宫 做了第二位女官 有如此魄力 真不愧虎父无犬女啊 宁守离不卑不亢的拱手回道 说来惭愧 陈女性子执拗 不欲婚嫁 无奈之下陈 与她约定任女官一年 若不能为烟斥做出大的贡献 便辞官回家 老实嫁人 三言两语 赶紧将宁英当女官的主动性 与皇帝推行女官之质的行为撇开 明摆着一个态度 勿拉拢 不吃你这套 其余朝臣见到这 还有什么不明白 陛下这是又想对兵部下手了 可兵部尚书宁守离 可是块臭石头 从不参与任何党派之争 人狠话不多 连平时的人际交往都少 人家也确实有那个实力 他只艰行两件事 保烟斥 见职责 要说周四人那次 是他们看走了眼 宁守离这次 是绝对不可能再投于陛下阵营的 云瑶瑶点头明白 但笑不语 宁守离默默地回到自己的位置 不为所动 两人的视线交锋后 激发了云瑶瑶的好胜心 宁爱卿 咱们来日方长 反正他坚信一个原则 只要锄头挥地好 没有墙角挖不倒 下朝后 忽然有禁军快步走来 焦急禀告 陛下 冷宫那边发生了一件事 还需陛下定夺 又有禁军 走到郑玉离宫的宁守离面前 宁大人 此事也与大人有些关系 卑职建议大人也一同前来 这就是图山静说的一出好戏吗 来了兴致的云瑶瑶 当即迈着六亲不认的步伐 朝冷宫赶去 时间往前推一个时辰 关宛玉和宁英两人 鬼鬼祟祟地各自离开了指手 来到一个废弃冷宫 暗中监视两人的禁军 立即将消息禀告给禁军副统领东广 东广冷笑一声 眼底划过一丝狠色 终于让我抓到你们的把柄了 多日前 妙飞竟然真将他欺压女官仪式 告知了陛下 他被罚了半年的俸怒 作为一个心眼 比屁眼还小的人 董广彻底记恨上了 关宛玉和宁英两人 于是他派出禁军 暗中监督两人 终于发现了他们的秘密 关宛玉与宁英竟生出了别样的情愫 多次趁着夜晚独处 互诉终肠 这件事 让董广彻底兴奋了 这可是大罪 而且两位女官搞伤了 还可以借着这件事 彻底废除女官之质 这次的监视抓到了证据 董广当即带上了几个禁军 朝着冷宫赶去 一边派出自己的心腹禁军 去宣政殿那边传递消息 去将陛下叫来 将宁守离也叫来 让他看看自己女儿的丑态 等到董广赶到冷宫时 正好看到关宛玉与宁英两人牵住手 轻逆地凑在一起 似是亲吻 躲在宫墙上的董广 兴奋地握紧拳头 白日轩迎 等陛下和宁守离他们来了 你们就死定了 殊不知 在他们的身后 还躲着几人 正是图山静和龙颖卫 龙颖卫原本得知 今日派给妙妃时 还挺高兴 妙妃为人高冷惊傲 是个有原则之人 谁知跟着妙妃出任务后 才发现 又是跟陛下一样的操作 躲在暗处鬼鬼祟祟的偷窥 图山静指挥他们 你们 从背后把他们几个打晕 龙颖卫心里苦 不是偷钱就是偷窥 现在还要做他们 最为不齿的偷袭了 他们堂堂龙颖卫 真要在偷偷摸摸的道路上 一去不复返了吗 冷飘飘的危险视线袭来 嗯 龙颖卫立马一击零 一个个把董广等人打晕 图山静将迷情粉 倒进董广几人的嘴里 负责钓鱼的关婉玉和宁英 听到声响 两人分开 从冷宫中走出 对着图山进行了一礼 便连忙离开 图山静又派龙颖卫 将董广几人的外衣 扒了个金光 扔进冷宫里 迷情粉很快发作 董广几人搅和在了一起 做完这些 图山静躲在暗处观察 你以为他此次铲除 董广等人会制衡施压 再展现出雷厉风行的铁蟹手腕 非也 图山静决定来点简单粗暴的 最快捷的法则 便是最缺德的法则 灵感来自于云咬咬缺德法则 将一切收入眼底的龙颖卫 不忍直视地收回视线 互相对视一眼 还是那句老话 果然 一个被窝 第五十二章 好脏的宫斗 好不要脸的手段 云咬咬和宁手离 大步走在前方 紧握成拳的双手 暴露了宁手离心中的交集 与他有关 不就只有他那在宫中 当女官的独女了吗 他就不该同意 宁英入宫的 两人的身后 还坠了一大群 跟来看热闹的臣子们 一个个的都不嫌是大 枯燥的生活来点火花 等众人到了冷宫时 吃瓜的群众 已经多到了正路 都站不下 一双双眼睛瞪大了 盯着冷宫殿门 禁军一脸羞愤 陛下 里面有人行大逆不道之举 他们身份特殊 还需陛下定夺 群臣们一听 更加兴奋了 他们倒要看看 有多大逆不道 云咬咬一挥袖子 满身寒意 将一个发怒前召的君王 演绎得栩栩如生 打开殿门 随着殿门被缓缓推开 里面的光景露了出来 一片短暂的鸦雀无声后 朝城们瞳孔地震 嘴唇颤抖 恨不得自戳双目 果然 太太太大逆不道了 啊 老夫的双眼被落到了 白日轩盈 犹如斯文 不忍足瓜 真乃斯文扫地 丧心病狂 令老夫灵台崩催 饶氏 身为变态的云摇摇 见到这场景 都直呼太变态了 达便与酸奶齐飞 赤黄共雪白一色 几乎是瞬息之间 所有人就用手挡住了眼睛 然后悄悄悄地拉开一条缝 继续跳脚大骂 而打开殿门的禁军愣了 手都在颤抖 里面的人 不应该是那两个女官吗 怎么变成董副统领他们了 禁军又连忙将殿门合上 整个身子瘫软在地 完了 一切都完了 董副统领要完 他 也要完了 云摇摇还在震撼中没有回过神来 屠山静便带着一众工人 从另一条路走来 陛下 发生何事了 同样大为震撼的小五子 立马回过神 向屠山静 禀告了方才的具体情况 屠山静一听 冷声道 董广身为禁军副统领 擅离职守 聚众会乱后宫 其罪可诛 一众大臣此时也回过了神 纷纷见言 陛下 董广等人最大恶极 当于武门处以车裂之行 以警校友 此人不死 难消其罪啊 臣复义 臣复义 见状 云瑶瑶点头 来人 将董广等人拖出去 明日五十三刻 武门问斩 是 见陛下已经处理完这件事 大臣们纷纷离场 想着赶紧回家 看看美妾喜喜眼 宁守离退下前 深深地看了一眼冷宫殿门 所以 今日这事 是陛下下的套 那她的女儿 又在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 等人群散开 云瑶瑶与屠山静并力而行 垂头凑到她耳边 这就是你说的好戏 嗯 好啊 没想到你竟是这样的屠山静 云瑶瑶想象中的好戏 图爱飞运筹帷幄 心机深沉 铁血手腕 大杀四方 现实中的好戏 图爱飞钓鱼执法 背后偷袭 下迷情药 当场抓奸 好脏的宫斗 好不要脸的手段 不过 我喜欢 云瑶瑶勾起一抹阴险的笑容 这三字 直接将图山静所有的话 都堵在了喉头 心跳又加快了许多 近期偶尔会出现这样的症状 图山静怀疑这具身体有先天之急 图山静心里这样想 面上正色道 这方法确实是简单粗暴 却十分有用 董广以除 残余势力的清理 只是时间问题 行 你办事我放心 云瑶瑶一把搂住 范搭子图山静的肩膀 意气风发 御膳房最近新来了个 擅长做早膳的江南御膳 走 带爱飞用早膳去 庆着凉意的秋风阵阵刮来 可肩膀传来的温度 却暖得人心头一趟 图山静眸光晦涩 那星际的症状又出现了 嗯 看来须早日将太医请过来 为他诊断身体才行 时间 慢慢从云良被孤立中流逝 在图山两亡的双重打压下 云良过得是异常凄惨 从前他依仗自己是礼部尚书 利用植物之变 在科举考试中调换试卷 将某些提前打过招呼的 世家子弟的试卷 调换成成绩优异的 寒门子弟试卷 从而让他们获得入朝为官的机会 这个把柄在他得势时 可以作为利益交换 可如今他落魄了 那些受益者们 便都巴不得他去死 好永远将这件事掩盖下去 事态炎良 一群良博小人 云良愤怒归愤怒 却也知道如今的形势 再待下去 只有死路一条 于是他表面垂死挣扎 暗地里已经转移不少银钱 提前打点好 准备跑路去邻国了 改头换面后 他云良又是一条好汉 临走前 为了报复那群良博小人 云良假意再次上门求助 然后将绝四粉下给了他们 尤其是那高冲光 云良冒着又被他狠狠羞辱一顿的风险上门 将整整一包绝四粉都下给了他 他云良过不好了 你们这群小人也都别想好过 统统断子绝孙吧 要不是怕引起怀疑 云良甚至想将绝四粉 下给屠山静和屠山泽 今日便是云良正式跑路的日子 原本他独自一人偷偷跑路 是最稳妥的方法 可云良毕竟是他唯一的子嗣了 如今云良没了云家做依靠 在泽王府的下场可想而知 于是云良派人向云烟烟传递了消息 让他找个借口出服 来到一间烟纸铺中 替身和人马 他都提前准备好了 云良很快出了皇城 来到郊外 他拉开马车帘子 看向小路尽头 不知为何 今日他总有些心慌 仿佛会发生什么大事 又等了小半炙箱 小路上终于有一匹马风驰而来 云烟烟坐在后面 眼含泪水 爹 我来了 看到云烟烟的脸 云良才将心放进了肚子里 让云烟烟上了马车后 云良便赶紧让马夫赶路 突进一片林子时 前方突然冲出一众手持长刀的人马 拦住了马车的去向 为首的 正是被刺过他的礼部侍郎上官明 看到来人 云良心里一咯噔 上官明怎会在这 他的行踪竟然暴露了 上官明骑着马 笑得肆意 云良 你这是要逃去哪 如果我抓了你献给陛下 又是大功一剑啊 云良冷笑一声 若是你只带了这么些人马 死在这的 便是你了 来人 云良一声令下 四周立马冲出不少手持弓箭的精兵 包围了上官明等人 既决定要逃 又怎会没有其他准备 上官明 是你尚赶着来送死的 云良满是狠色 被弓箭手包围 上官明也丝毫不慌 嘴角依旧带着势在必得的笑 云良内心的慌乱又上来了 他连忙挥手下令 杀了 一个他字还没说完 后背突然传来痛意 云良不敢置信地扭头看去 只见云烟烟已经将匕首刺入了他的后背 夜屋夜屋地流着眼泪 燕儿 你 云烟烟根本不敢去看云良的眼神 他哽咽道 爹爹 对不起 我已经怀孕两个月了 王爷已不能再有子嗣 万一我担下的是男孩 那便是他唯一的世子 以后我和孩子 都有想不尽的荣华富贵 爹爹 燕儿不想去逃命 爹爹如此真是燕儿 想必是愿意为了燕儿去死的 您死了 燕儿才能继续得到王爷的恩宠啊 云良嘴角渗出鲜血 手慢慢垂了下来 好生熟悉的话 林清君死前 他对他说 你死了我 才能活得更堂堂正正 不用遭人白眼 夫人爱我如命 想必是甘愿父皇权的 云里士自吻前 他对他说 你不是说爱我吗 你死了 才是真正的为了夫君我和燕儿着想啊 却没曾想 终有一日 这些话反噬到了他自己身上 第五十三章 这一波 他在大气藏 上官明笑得得意 云良 你没想到 自己有朝一日 会栽在亲生女儿的手里吧 从今往后 汝之味 无作之 上官明带着云烟烟云良等人 回到了皇城 直奔皇宫而去 一路来到御花园 见到那道明黄色的身影 上官明扑通一声跪在地上 眼底满是燃烧的野心 微臣上官明 不如陛下使命 带回了罪人云良 其余等候在御花园的大臣们 见到失血过多的云良 皆是一惊 云良竟然真的跑了 事情 还得从今日下朝说起 云良因病缺席 而他们刚下朝准备回府时 则王出现在了皇宫 对陛下说 发现自家侧妃被云良掳走 云良恐有密谋 随后上官明主动请命去追 所以他们这群臣子 便在御花园等候消息 一起用了午膳 上官明又递出几封书信 和一本文书 启禀陛下 微臣前几日便察觉云良有密谋 派人查后才发现 他与邻国通信 将家产转移到了邻国 伪造了一个假身份 准备叛逃 云良身为本国礼部尚书 知道许多烟斥机密 还叛逃他国 其心可诛 云瑶瑶结果书信和文书 细细扫了一眼 都是确凿的证据 上官明又到 微臣此次去追云良 发现他还养有一匹兵马 幸亏烟侧妃大意灭青 出手相救 才控制事态 云瑶瑶一副惊魂未定的模样 他柔弱地擦擦眼泪 吟吟一败 陛下 罪负做出如此伤天害理之事 臣妾虽不忍 也只能大意灭青 以保烟斥平安 屠山则轻抚着云瑶瑶的背 因而莫怕 此事不是你的错 陛下会理解你的 很快 臣子中便有责王党初恋 义愤填膺道 陛下 云良勾结他国 意图逃出烟斥王朝 其罪当诛 上官侍郎追回罪人有功 礼部也有臣子纷纷出列道 上官侍郎在礼部恪守本职 贤能持重 乃社稷之臣 微臣建议尚书一职 由上官侍郎带领 臣妇意 云瑶瑶抿了一口茶水 眸光晦涩不明 先是则王出面 又是上官明请命追人 拿出罪证 燕测妃大意灭青 众大臣一起请愿 多么地顺理成章 符合正统 看来则王和上官明 对将礼部收入囊中 今日是势在必得了 诸位爱卿说的确实在里 礼部不能一日无上书 云瑶瑶气定神闲地放下茶杯 上官明抬头 心底一喜 筹谋许久 这上书的位子 终于是他的了 可是 君王话音又呼的一转 震得林爱卿也有话说 人群中 一道修长如竹的身影 大步走来 脚底生风 身后还跟着一众人 林清廷拱手行礼 落字铿枪 微臣林清廷参见陛下 林清廷的出现 让在场所有人都愣住了 半月前 林清廷被刺客伤及要害 卧病在床 半月未来上朝 林府不时传出他病危的消息 如今他意气风发地出现在这 哪里有半分受伤的模样 上官明见到林清廷 仿佛一盆凉水从头顶浇下 他隐隐感觉 事态要不受控制了 陛下 微臣信不辱命 搜集到了醉沉云良的罪证 献呈给陛下 林清廷将证据呈上 身上突然迸发出一股摄人的威势 一字一句道 陛下 云良利用植物之变 先后调换了36名寒门考生的试卷 科举作弊 罪不容诸 寒门考生销亮 参与了六年前的会试 因考卷被换 名落孙山 替换了他考卷之人通过会试 参加电视 如今再朝为官 任国子建兼城 寒门考生王日寒 寒门考生时听寒 寒门考生 林清廷每说出一个名字 就有一人从他的背后走出 直到说了足足十一位寒门考生的名字 林清廷才停了下来 他眼中晕着怒火与悲痛 继续道 剩下的二十五位 寒门学子孙衡 六年前引考卷被换落榜 再过三年 复经赶考时遭遇匪盗 死于匪盗之手 寒门学子李潭 六年前引考卷被换落榜 在过三年复经赶考的途中 风餐露宿 引了不解水源 长急发作而死 寒门学子南木 三年前在贡院参加会试 九日考试中突发长急 好不容易撑过会试 在接榜时得知自己落榜 心灰意冷下 当场撞墙身亡 寒门学子陆景 剩下的二十五位 都是因考卷被换落榜后 发生了大大小小的意外 如今已不在世间的寒门学子 那些偷窃了寒门学子人生的人 春风得意马蹄疾 一日看尽长安花 而被偷窃之人 或艰苦重考 或落魄认命 或在重考途中一命呜呼 如此情境 怎能不引人愤懑 饶氏早就从林清廷书信中得知 科举作弊案的云摇摇 听完这一番话 见到性命仅存的十一位寒门学子 心里也不由深深触动 古代的科举考试 何其艰难 寒门学子 想依靠科举改变命运 又是何其艰难 历史的洪流中 这些寒门学子 都只是一颗微不足道的沙力 组成了后世历史书上 轻描淡写的一句科举之难 难于上青天 而这时代的伊丽莎 落在每位寒门学子的头上 便是足够能压垮他们的一座大山 如今亲眼见证 更觉震撼 云梁 你可真该死啊 林清廷 云摇摇起身 身形挺拔 气势凛然 明黄金龙爪袍托于地上 翻飞如燕 陈在 林清廷跪在地上 此次的科举作弊案 朕甚是心痛 林氏 讲你破案有功 朕惊认你为礼部尚书 在职期间 不允再出现如此不公现象 你可能做到 林清廷迎上云摇摇的视线 一片正色 林清廷直接揭露了此事 还了这些寒门学子一个公道 上官明做的那些 与林清廷做的这是相比 算个屁啊 饶势则亡党 也根本没有能够反驳的由头 他们齐声大呼 陛下此举盛名 臣等无任何意见 云摇摇又看向上官明 此刻他眼底 还带着深深的不服愿意 上官明 你身为礼部侍郎 竟对云梁所做之事毫无察觉 生生让三十六名寒门学子 受了如此冤屈 朕甚是怀疑你的能力啊 上官明匍匐在地 满身惶恐 陛下恕罪 云摇摇又看向其余臣子 悠悠一笑 让人汗毛顿术 倒是没想到 朕的臣子中 竟也有科举作弊 偷窃他人人生之人 接下来 云摇摇直接根据 林清提给的名单 通通赐死 一番血洗下来 众大臣已是惊恐万分 可偏偏这次陛下的赐死 是名正言顺 天理所在 明心所向 他们还得赞一句名句 图山则面上气弹云贤 拱手称赞一声陛下圣名 实则差点咬碎了牙 四舍五路之下 不等于他白忙活一场 惹了一身骚不说 还为别人做了嫁衣 云摇摇看着 已暗自破防的骚包孔雀 淡淡一笑 当初让林清提假装被刺杀 他打的就是把他当成 对付云梁的底牌的主意 假装病危 实则暗地里疯狂寻找 收集云梁的罪证 云梁在图山静 图山则的双重打压下 迟早在朝廷混不下去 他在浅浅一分析 便猜到了云梁那老小子会跑路 于是让龙颖为日守夜守 终于逮着了他逃跑的日子 再让林清提在今日正式出现 利用云梁的罪证 打出一手王诈 则王啊则王 没想到吧 这一波 他在大气层 第五十四章 这一刻 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 看到陛下与林清提君臣和睦 目光粘腻的模样 不少臣子酸了 前有一个周思人 跟了陛下后 成了户部尚书 后有一个林清提 现在成了礼部尚书 好心动 好想抱上陛下的大腿 也体会一把升官 如喝水般简单的快乐 不行 他们可是高贵的中立派 绝不躺朝廷的浑水 刚刚定是不明生物 占据了他们的脑子 才生出这样可笑的心思 对 没错 就是这样 绝不羡慕 各屁 前清宫内 云瑶瑶与林清提单独议事 屠山静坐于一旁 捧着本画本看 陛下 这被调换考卷的十一位寒门学子 您打算如何处理 林清提问 爱卿有何高见 云瑶瑶随手翻开本折子 思绪放飞 刚刚为了拉满逼格 茶水喝多了 现在感觉旁观胀胀的 林清提 承认为 巴拉巴拉 说了一大堆后 云瑶瑶敷衍点头 阿对对付 你去办吧 爱卿办事正放心 林清提又到 如今云良已扶珠 云李氏自问 李南通也死了 云府中还剩一人 李和三女儿的年幼独子 话还没说完 云瑶瑶打断了她 死亡微笑 此人交给爱卿 处理便是 说完了没 她要去开闸放水了 林清提自顾自地道 此子年仅八岁 天资聪慧 有过目不忘之能 是个可造之才 那微臣便将她留在陵府 等等 云瑶瑶又打断了她 此子如今没了李府做依扣 朕甚是联系 便将她留在皇宫吧 送到国子见读书 云瑶瑶心里的算盘 打得霹雳啪啦响 如今朝廷大臣中 遭老头子比较多 剩下的功龄 也不知道还有几年 现在来了个八岁的小天才 先培养着 就算她以后三十岁 才能入朝廷打工 那也能干个三四十年啊 划算 爱卿可还有事要饼 林清提摇头 那便下去忙吧 见此 林清提拱手行李 便匆忙离开了 当了礼不上书后 她确实有得忙了 只希望头顶的秀发能顶住 慢点秃 等林清提正式离开 云瑶瑶立马从椅子上弹起来 撩开龙袍 快步朝着一旁的侧房走去 憋不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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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快 屠山静便听到隔壁传来震耳的放水声 哗啦啦的 还伴随着某人舒爽的长嘘声 屠山静 自己听自己出小宫 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别问 问就是一言难尽 放完水 门外的太监立即进来 换新宫筒 等太监离开 云瑶瑶迈着六亲不认的步伐 回到了屠山静身旁 两人换了个位置 屠山静便认真地处理起政务 这次云瑶瑶没有在悠闲地躺着进食 而是拿起纸笔勾勾画画着 屠山静好奇瞥了一眼 他的字不像他想象中的那样 风姿绰约 笔是豪纵 而是如恶鬼扭曲 惨不忍睹 难道是他们地府的字 写着写着 他便壮若癫狂了起来 不时眉头紧锁 脑脑脑袋又突然欣喜若狂 奋笔疾书又忽然卡顿 烦躁地用手指 缠了屡头顶的头发 然后一个用力拔了下来 他到底在想什么 如此用功 等等 屠山静突然反应过来 云瑶瑶烦 可拔的是他的头发 助手 放开朕的头发 屠山静牵住了云瑶瑶 想继续拔的手 抱一丝抱一丝 云瑶瑶抱歉一笑 继续苦思民想了起来 只见他那张一向冷冰冰的脸 又露出极其丰富多彩的情绪 习惯了的屠山静也没再打扰 对于云瑶瑶的表情神态行为 他已是曹多五口 底线一将再降 屠山静心想 只要他不惊害到 用他的身体当街出弓 当街拉屎 那他都是可以接受的 屠山静继续处理起了正午 时间缓缓在这幅 岁月静好的模样中消逝 忽然 一道声音从耳边乍响 终于搞好了 云瑶瑶欣喜地将云达宣纸递过来 屠山静揉了揉耳朵 自然接过 前者名为造纸术 后者名为印刷术 云瑶瑶扭了下酸杖的手腕 一脸兴奋 都是比烟斥王朝 现在的造纸印刷术 先进很多的技术 也多亏他在现代时 是个网瘾少女 特爱刷短视频 短视频博主们 又一个个卷出了天际 什么制作九死九生的 九转还魂单 花费一年时间 还原古代宫廷菜 还原改良个古代的造纸术 和印刷术 对于这群博主们来说 都是小意思了 屠山静看着几张宣纸上的内容 越看 眼睛便越亮 这些简单廉价的材料 经过这些工序 最后真能造出纸来 云瑶瑶点头 当然 而且质量更好 产量更高 这改良过的印刷术 真能做到如此效率 屠山静又问 云瑶瑶在点头 有过之而无不及 瑶瑶出品 避暑精品 屠山静捧着这两张纸 仿佛捧着珍宝般 两人都深刻地明白 这两样技术的重要性 寒门学子 为何求学读书如此困难 一是知识太闭塞了 书是珍贵物品 很多寒门子弟根本买不起 只能去借 再摘抄下来 如此一来 费时又费力 二是文化传承不易 只少又贵 印刷效率也低 像富贵先生的 画本能如此流传 只因他太过受欢迎 书局愿意费力去印刷 画本通俗易懂 还引人入胜的内容 也让民众自发地传播 可学习的书籍 是做不到这点的 这两项技术 如果真能得到应用发扬 对文化发展的意义是重大的 除去这一层面的大意 云瑶瑶还有一份私心 他如今所在的屠山静这具身体 身为君王 有天然的权威性和被民众敬仰的身份 可屠山静所在的云瑶瑶这具身体 只是后宫嫔妃 又是女子 处处受限 所以 他想为云瑶瑶打造一个新人设 能够脱离云妙妃这个身份 被万民敬仰的新人设 有国师的大福瑞预言在前 博物馆一事反响也不错 前来观养的民众络绎不绝 又为云瑶瑶增加了民性力 之后再将造纸术 印刷术等等的功劳 都推在他的身上 在左以富贵先生这个顶级营销号的侧面洗脑 将他云瑶瑶打造成天降福瑞 真龙转世 来拯救烟斥王朝的神 妙啊 真是妙 云瑶瑶拍了拍屠山静的肩膀 正色道 屠山静 我会将这两项技术的功劳都推在你身上 这两件事就交给你去办了 这一刻 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 第55章 编官告急 明将军一判 面对屠山静疑惑的视线 云瑶瑶开始解释 还记得当初 我说过 让你在这具身体里 悟到什么才能换回来吗 体会到女子的不义 体会到人生的意义 人生的意义是什么 那便是付出 贡献 爱与尊崇 你顶着女子的身体 将造纸术 印刷术这两项技术发扬光大 推动文化与教育的发展 这就是付出贡献 让受益于这两项技术的民众爱戴你 这就是爱与尊崇 你身为君王 能力很强 虽然平时还要忙着处理政务 稳固朝廷兼顾博物馆 但我相信 你能做到的 凡人 我都已经透提了 接下来 就是你好好刷分的时候 屠山静 总觉得他在忽悠自己 可一桩桩一件件的事 又足以证明 他是不同于这个世界的生死部 好 他到 云瑶瑶有一点没说错 他能力强 办好这两件事 对他来说并不难 也就是 晚上燃烛服案 多两个时辰的事 说干就干 屠山静立马着手构思启动方案 廖志涵 此人如今对朕甚是忠诚 也是公布的臣子 熟悉流程 便着手 让他去负责 听到暴君这话 云瑶瑶满意点头 放权于臣 给予信任 能不自己干的 就尽量少干 屠山静又写了几个人名上去 都是他平日里善用的 云瑶瑶事实提醒 后宫的答应们 可是我们的人才预备赢 别忘了他们 于是 屠山静又添加了几个名字 书签 善管账 可让他负责预算支出 没亲资 善 简单的几句话 立马将他们安排得明明白白 云瑶瑶是越发满意 暴君身上 越来越有他的影子了 不戳 云瑶瑶不忘恳切地嘱咐 你身上的担子越来越重了 有些事尽量交给手底下的人去做 千万不要熬坏了身子 周四人 就是因为多道如山的工作 把本就严重的便秘 熬到了雪上加霜 云瑶瑶可不想 万一以后换回去了 他得到一个脱发 便秘 黑眼圈黄脸泼的身体 屠山静迎上对方认真的眸子 知道 他又在关心自己了 嗯 你也是 云瑶瑶正要感叹 暴君也会关心人了时 对方认真的补充了一句 朕说的是少吃点 瑶瑶疑惑 我吃的很多吗 齐鸣为咬 化而为鹏 屠山静握着毛笔 在宣纸上寥寥勾勒勒几笔 一只费劲扑腾着翅膀的圆滚滚大鹏鸟 就跃然纸上 顾鸣 咬大鹏味 瑶瑶震怒 屠山静 在君王的鼎立支持下 造纸方和印刷方如火如荼的建立生产了起来 当初博物馆一出 每日都有络绎不绝的百姓前来参观 其中不乏从外地特意附近的 听说是妙飞想出的概念 不少百姓都嘖嘖称奇 纷纷想起了国师从前说过的大福瑞预言 等造纸方和印刷方的第一批成品出现 不仅是百姓 就连大臣们也惊呆了 如此成本低廉 成品优质的纸张 如此高效率的印刷 这得带动烟斥的文化和经济发展一大截啊 再加上富贵先生这个营销号的适时传播歌颂 百姓忠敬真有不少人认为 妙飞是福星转世来造福烟斥的 一切都在慢慢朝好的方向发展 唯一的不足 便是兵部尚书宁首离 跟快又臭又硬的毛坑石头般 对他的招揽依旧不为所动 天光破晓 晨曦微亮 云摇摇如一句提线木偶 脑袋空空地前往宣正殿上早潮 为何他的眼里长寒泪水 来到宣正殿坐到笼椅上 看着底下黑压压一片的官服 云摇摇打起精神 有势起奏 无势退朝 朝臣还未来得及起奏 宣正殿便有禁军交集前来禀告 手中拿着一封书信 陛下 边关告急 云摇摇一击灵 沉声道 说 边关来报 宁大将军一夜之间连丢两城 宁大将军也被匈奴俘虏 剩下的士兵如今都棘手在笼城 匈奴王忽掩去放话 以笼城交换宁大将军 不然就杀了他 将他的头颅挂在城墙上 以助军威 话音一落 众大臣哗然 宁手离更是脸色一白 连连往后退了好几步 最后被人扶住 才勉强稳住身体 边关战事前段时日传回的消息 还是一片大好 宁将军不日后便能凯旋归来 如今怎会一夜之间连丢两城 宁手离实在是不敢相信 回禀尚书大人 战报上说是有人泄露了军情 禁军看着头发花白 已不负从前威风的老人 犹豫片刻 忠视道 有逃出的参将猜测 军情为宁将军泄露 且宁将军是故意被俘 这句话如投进油锅中的石子 顿时让朝臣们炸开了锅 宁手离怒目相对 气急攻心 一派胡言 我而赤胆担心 戎马一生 怎可能做出叛国归降之事 我宁家满门中殓 更不可能出个叛徒 大臣们此时哪里还顾得上宁手离的质问 纷纷胶着地讨论着边关局势 笼城可是烟斥北方的险要重地 要是笼城在尸首 匈奴长驱直入 烟斥就危险了 对啊 怎会一夜之间连丢两城呢 宁将军是怎么手关打仗的 哎 真是失职 匈奴也真是贪婪狂妄 竟敢说出 用宁手将一人来换笼城的想法 怎么可能 那逃出的参将 说的会不会是真的 毕竟一夜之间连丢两城太过蹊跷 听到这些议论 宁手离讽刺苦笑 胸膛的一片热血 更绝七寒 冻得骨头都疼 三十年前匈奴来犯 是他宁手离拼了命 才保下的边关 凯旋回宫后 却因被先皇忌惮 无奈卸了一身盔甲 在兵部为臣 他的五个儿子继承了他的骁勇善战 先后入了军营领军打仗 其中四个都陨落在了战场 为国捐躯 独胜一个大儿子 常年驻守边关 镇压匈奴 这么多年来 他宁家皆是以身报国之人 为烟斥做出多少贡献啊 如今他儿被俘 却无一人考虑惋惜他儿的命 还竟是猜忌怀疑 宁手离自己也明白 以拢成换他儿的命 他不会同意 就算是姜儿本人 以他的血性 定会直接自伪于城前 可他就是觉得心寒 宁家人的命 就这么不值钱吗 看着朝廷下讨论的激烈 云瑶瑶也十分头疼 他本来就是个间接性努力 持续性百烂的性子 只想循序渐进地当个明君 结果突然给他整出这么大幺蛾子 云瑶瑶开始回忆袁书的剧情 袁书中宁大将军宁守将 镇压下了边关匈奴 凯旋回宫 可如今宁大将军却连丢两城 被匈奴俘虏 其中唯一的变数 就是他云瑶瑶穿过来了 他穿过来改变了哪些剧情线 改变最大的 便是身为袁书男主的泽王 难道又是他 云瑶瑶不敢轻易下定论 毕竟这是叛国之罪 泽王应该不会没底线到这程度 而且这是棘手级了 以整个笼城换宁守将一人 这根本不可能 宁守将叛国 云瑶瑶更觉得不太可能 毕竟他爹他妹妹都在皇城 宁家更是满门中恋 直接放弃一位半生都在守护疆土的将军 云瑶瑶也做不到 他有良心 且云瑶瑶在收服宁守离前调查了宁家 他们对朝廷失望了太多次 一旦这样做 不仅会彻底含了宁家人的心 恐怕也会生出其余变数 有什么两全其美的法子吗 此刻 云瑶瑶帅气的脑袋瓜子里 飞快转动的齿轮 几乎擦出了火星花子 下方 宁守离的老眼含着悲勇的泪 死死盯着高位之人 陛下 你也会像他们一样 做出这样的选择 甚至是怀疑他们宁家人吗 第五十六章 不愧是他破格招入后宫的 下完朝 云瑶瑶心不在焉地 准备回前清殿 正好碰到赶来的屠山静 看样子 他也是刚刚得知了这个消息 两人视线交流一番 便平退了身后的宫人 朝一旁的假山走去 商量着 两人耳边忽然传来了声音 你可知被禁军重重把守的西晚宫 里面住的是什么人 云瑶瑶立马牵住屠山静的手 带着他的身体 往假山处躲延十点 没注意到 屠山静听到西晚宫三字 突然微变的神情 女子隐隐带着兴奋的声音 又响了起来 里面住了两位 一位啊 是当今圣上的亲生母亲 另一位 是十几年前匈奴战败求和送过来的质子 啊 另一位听众十分震惊 太后与敌国质子 奴婢未曾听说过 宫中有太后 而且敌国质子 两者怎会住在一起 信息量过多 且有些炸裂 云瑶瑶之棱其耳朵 继续偷听 这是本主旨 同你一个人说 你千万不要告诉其他人 小主放心吧 奴婢嘴最紧了 听说这位太后 曾在少时与匈奴王有过一段精识绝恋 中途两人产生了误会 于是太后生下孩子后 便伤心欲绝地回到了烟斥 谁知又被先皇看上 强招入宫 生下了陛下 匈奴王得知自己的女人在烟斥皇宫 还成了皇帝的宠妃 大怒 派出三万骑兵 欲踏平烟斥 夺回自己的女人 然后呢 听众的情绪被勾了起来 焦急问道 然后匈奴战败 匈奴王心生一计 将两人的孩子当成质子 送到了烟斥皇宫 他没与孩子说 烟斥皇宫有他的母亲 只是让他隐忍折服在烟斥 想法子 抢回皇帝的那个宠妃 也就是太后 然后呢 然后 最戏剧的事情发生了 质子在隐忍折服中 慢慢爱上了这位宠妃 宠妃看着质子的长大 从他身上看到了匈奴王的影子 也将自己对匈奴王的爱 转移到了他身上 太后竟然爱上了自己的亲儿子 太后当初 离开匈奴王时 以为生下的孩子已经死了 所以并不知道 他是自己的亲生儿子 质子爱上了亲生母亲 太后将亲生儿子 当成了爱人的替身 匈奴王不知自己的亲生儿子 给自己戴了绿帽子 真乃唏嘘 天哪 听众发出了 他词汇库中 最能表达此生震撼的词 云瑶瑶也大为震撼 如果有一个表情包能代表 他此时的心理活动 那必然是死猪惊呆下巴JPG 同时 云瑶瑶向涂山静 投去了怜悯的视线 可怜的娃娃啊 谁知涂山静的脸漆黑如炭 咬牙愤怒道 他说的话 除了西晚宫里住着的是太后与质子 其余皆是假的 可 云瑶瑶愣住 表示怀疑 会不会是你不知道 云瑶瑶 涂山静彻底炸毛 剑豹君真的怒了 云瑶瑶闭脉 敲咪咪将头从甲山探出 朝着说话的两人看去 一见到那张眼熟的脸 云瑶瑶顿时无语住了 哦 说这个剑豹宫廷密室的事 那位因擅长造谣 被召进后宫的女子啊 那没事了 果然很擅长造谣 说地如此言之凿凿 说得如此细节具体 好似事情发生时 他就躲在主角们的床底 主要是自己还真信了 不过 他还是第一次听到 暴君亲生母亲的消息 竟然还在世 云瑶瑶正准备出面训斥惩惩一番 脑海中转动的齿轮 忽然咔嚓一响 扶至心灵 有了 他知道如何解决 宁首将被匈奴俘虏仪式了 涂山静 这芳瑶的身世有问题吗 云瑶瑶顺了下涂山静的毛 涂山静目光幽深 身是清白 这个影响砍他头吗 云瑶瑶又问 作为皇帝 你应该是培养了不少在匈奴的奸血 嗯 你到底想做什么 没回答暴君的话 云瑶瑶冷壳一声 便从甲山后面献出身来 背后造谣太后 该当何罪 云瑶瑶的出现 直接将芳瑶的六魄 吓飞了五魄 他扑通一声跪在地上 避 避 避 陛下饶命 完了 舞到正主面前了 云瑶瑶含着脸 训斥 朕是否同你说过 入宫后不可随意造谣 芳瑶呜呜呜呜地点头 又害怕地磕头求饶 是说过 刚入宫时 他也紧记着陛下教会 不在后宫造谣声势 可其他有长处的答应们 要么被派去为陛下做事 无事的 也有陛下派来的教导师傅 精进长处 他一个只擅长造谣的人 就这么闲下来了 人一闲就容易出事 尤其造谣 就像是他的天性 根本控制不住自己呢 今日 他见四下无人 脑袋里那根名为造谣的精 就再也忍不住了 便浅浅 根据自己的猜测 造了个谣 谁知 巫 他就知道自己这张嘴 迟早会出事 不 这次是直接出病了 下化线 陛下饶命 贫气真的再也不敢了 方瑶儿毁得 肠子都轻了 云瑶瑶用眼神警告完 方瑶儿一旁的婢女后 便让这位婢女退远一些 单独跟方瑶儿说 你可想将功不过 云瑶瑶立声问他 想想想 方瑶儿疯狂点头 眼中闪过西记 朕给你指一条名路 匈奴王本有十三个儿子 在为王位的互相厮杀中 现在只剩两个 一个是骁勇善战 手段狠辣的忽掩素 受匈奴王重视 已有新王之士 一个便是从小送到了 烟赤当质子 已被匈奴王放弃的忽掩目 匈奴信奉巫师 正会秘密送你去匈奴 路上会有人教习你有关 巫师的知识 到了匈奴 你便用伪造的巫师身份 会有人配合你的 在云瑶瑶的认知中 巫师就如同现代天桥底下算命的 除去有点小本领外 还要有见人说人话 见鬼说 鬼话的能力 随口胡周的随机应变能力 正好 这位方颜 在这方面是佼佼者 你要做的 便是想办法让匈奴王相信 忽掩素不是他的亲生儿子 质子忽掩目 才是他仅存于世的亲儿子 方颜擦去眼角的泪 眸光闪动 造谣忽悠人 不就是他最喜欢 且最擅长的事了吗 第57章 陛下 我不想呢 方颜正色领命 贫妾必定竭力而为 嗯 完成得好 回来论功行赏 云瑶瑶不忘记画饼 听到这话 方颜更心潮澎湃了 其他答应们都太卷了 他已经苦自己无用太久 如今 他方颜 终于能为陛下 能为烟斥做出贡献了 贫妾定不负陛下所托 一旁的屠山镜 见到这场景 忍不住嘴角抽抽 他还总是能物尽其用 不断地出乎人意料 匈奴王的宅院 恐怕咬着一把火了 云瑶瑶派来一批龙影卫 将此事交给他们去办 今日方颜假死脱身后 就直接秘密前往匈奴 龙影卫听完这个计划 心中满是敬佩 不愧是陛下 想出的谋略 就是阴险缺德又好用 不过此时还在皇宫 戏需要做足 云瑶瑶眉头一拧 愤怒呵斥道 瑶答应 你背后妄议太后 造谣声势 触犯皇室威严 来人 拖下去斩了 龙影卫立马凶神扼杀地 拖住方颜 就往下待 方颜此时还沉浸在自我价值 拖住他的龙影卫 戳了戳他的手臂 挤眉弄眼 谁被砍头 能像你这么高兴啊 赶紧装一装 不然等会被其他工人瞧见 就露线了 方颜会议 拼命压下飞上天际的嘴角 挤出两滴眼泪 大声哀嚎 呜呜陛下饶命啊 贫妾再也不敢了 啊 你个昏君 我方颜做鬼也不会放过你的 龙影卫 倒也不闭眼得这么认真 另一边 宣政店店门口 宁首离战了好久 最终还是决定去寻陛下 谁知陛下没寻到 倒是碰见了他在宫中任女官的女儿 傅剑 宁英轻声惊呼 多日不见亲人 他鼻子忽然有些酸 宁首离瞪了他一眼 宁英立马反应过来 宫敬对着宁首离行了个礼 参见尚书大人 嗯 宁英身后的工人 自觉退到一旁 给父女俩独处的空间 父亲 你怎么没有回府 是家中发生了什么事吗 宁首离将今日朝廷的事情 告诉了宁英 宁英面色大变 大哥怎可能会叛国 一夜之间连丢两城 太蹊跷了 出卖军情的人 身份定不低 宁首离苦涩一笑 是啊 你都能明白的道理 偏偏许多人不知 今日陛下 未在朝廷上发表看法 为父思来想去 还是决定寻陛下一趟 宁英立马宽慰 父亲你放心 陛下思想开明诱人后 女儿认为 陛下不会像旁人那样 猜疑忌惮宁家的 陛下 或许对此事有办法 宁首离十分诧异 你不是刚回京城 还怒骂过 当今君王是冷血暴君 如今怎么突然改了看法 宁英有些不好意思 在关婉玉 这个陛下吹得长期洗脑下 她早已心生尽虫 以前年少不懂事 反正女儿就是觉得陛下很好 就说抗衡群臣立女官一事 就十分有魄力 父亲 明日早朝陛下 肯定会对此事做出处理 在此之前 你先不要轻举妄动 别被人钻了空子 宁英的话 让宁首离渐渐冷静下来 她最终离开了皇宫 等宁首离走后 宁英脸上的忧冲重现 她何尝不担心大哥的处境 不知为何 她忽然想到了义兄 自信术结败后 两人就再也未见过面 义兄是个有主意的人 若是他在此 或许能想到解决的法子吧 此时 宁英的好义兄 云瑶瑶演完一个震怒的暴君后 便晃悠到了西晚宫 西晚宫位置偏僻幽静 殿门外有禁君 将宫殿层围住 守备森严 本国太后 与敌国质子住在一起 太奇怪了 不过 方才见屠山静 一副不想多提的森寒模样 云瑶瑶也就没有多问 她大步踏进了西晚宫 一入墓地 便是一个雷若少年 独自坐在凉亭边 几背青弯 将手中的红色鱼石投入壶中 引得一众锦理前来争抢 压黑的长发倾斜而下 一半落于腿前 一半搭在手腕上 更显柔弱 纤细与破碎 许氏察觉到了一道炙热的视线 在自己身上 少年扭头 回望了过来 她的眼睛很空灵 一被盯上 便油然伸出一股 被紧缠喉骨的深深窒息感 瞬间 云摇摇体里的剑并胶雷达 疯狂嘀嘀地响 此人危险 是个并胶 这时 屋内传来了一道声音 静儿 你去哪了 下一秒 一个身着墨绿功夫的女人 便急不走了出来 静儿 你是不是在躲我 你快给我出来 女人原本是朝着凉亭的少年冲去 见到云摇摇时 脚步一顿 又朝着她冲来 眼底带着疯癫 静儿 原来你在这 云摇摇还未反应过来 手臂 就被对方重重一鸣 疼得她当场化身痛苦面具 眼见着女人 还想抬手给自己一个大逼兜 云摇摇连忙牵住她的手 后退到安全距离 令堂的 不讲武德搞偷袭 静儿 你怎么躲开了 女人愤怒不减 乖 让母后打起巴掌 不 应该用簪子在手上滑几道血口 这样 你父皇就会来看我了 你就说是德飞派人干的 女人拔下簪子 直接朝着云摇摇刺来 云摇摇往后躲开 想起洗澡时 从这具身体上看到的细细秘密 深浅不一的疤痕 眸光晦涩不明 所以 涂山静身上的伤 是来自她生物吗 你个没用的废物 你要是再有出息先 你父皇就会来看我们了 都是生了你 我的身材才会不负从前 才会失宠 你这个只会带来灾恶的灾心 云摇摇突然觉得 心底很烦躁 又愤怒 她眼底最后一丝情绪消散 止于冰冷 云摇摇伸出无情铁手 往女人的手臂上 狠狠凝了一下 用力到脚趾都在发力 女人疼得当场就哭了出来 满脸的不敢置信 仿佛养了多年的温顺宠物 突然咬了自己 母后 刚刚父皇告诉了 我你失宠的原因 云摇摇一脸认真 一听这话 女人静了下来 诡异地盯着她 什么 云摇摇凑到她耳边 悠悠道 因为她 爱上了男人 什么 女人崩溃了 男人 我如何能变成男人 她为什么会爱上男人 啊 见状 云摇摇挥手让侍奉的婢女 将她带进了里面的房间 庭院中只剩下云摇摇和胡眼目 两人静静相望 云摇摇走近 两者的高度差 让她低腻着对方 眼底满是上位者的威慑 胡眼目 你三岁时便被匈奴王送来烟斥当质子 如今已有十七年 生母被害 生父将你彻底忘记抛弃 你可想回匈奴 或者说 你可想回去复仇 朕 可助你 听到这话 胡眼目轻轻歪了下头 眉眼带着笑 陛下 我不想呢 第五十八章 朕会欧力给 你也要欧力给 云摇摇一叶 按理来说 这种被抛弃的质子 不应该心中有怨 恨不得立马势力加身 翻身浓奴把歌唱 然后牛逼哄哄地杀回老家吗 哦 对方是个病骄 病骄的脑回路 一般不太正常 那你下半辈子 就在这西晚宫 永远发烂发臭吧 云摇摇冷声道 发烂发臭 胡眼目空灵的毛子 忽然变得兴奋起来 我本就是一滩烂泥 这次对于我来说 最合适不过了 多谢陛下 云我在这西晚宫 发烂发臭 胡眼目真诚地对云摇摇行了个礼 正好这时 刚被婢女哄回房间的女人 又冲了出来 持着簪子四处挥舞 劲儿 我想到了 我将你献给陛下 你让她来看看我 一日敷七百日恩 她不会对我如此残忍的 婢女一个没拉住 女人的簪子 便划破了胡眼目的手 白皙鲜弱的手臂 渗出血珠 婢女赶紧将人拉回房中 胡眼目愣了一下 连忙将鱼石拿来 沾上她的血 小心翼翼 一滴都不浪费 鱼石变得更加鲜红 然后被她一把撒进壶中 鱼儿 与我一同发烂发臭吧 轻柔的声音 温良又悚然 云瑶瑶 一股深深的无力感 浮现心头 云瑶瑶尽量让自己 以病交的思维 与对方沟通 胡眼目 独自一人发烂发臭 有什么意思 将整个匈奴拉下漩涡 与你一同发烂发臭 那才有意思 胡眼目认真地思考了一下 确实 还没等云瑶瑶接着洗脑 她便一笑 不过这就如了陛下的意 我不喜欢 我喜欢让所有人都 同我发臭发烂 哎 这死烦骨仔 云瑶瑶反问 那你为何不让太后 同你一起发烂发臭 胡眼目一脸 看傻子的礼貌表情 她把我当成她儿子 因此我才能跟她住在一起 在皇宫活得滋润 如果让她发烂发臭了 我便只能回到冷宫 过上被人欺凌 没饭吃的日子了 人得先活着 再发烂发臭 云瑶瑶 你还怪聪明的累 死病骄 你不怕朕杀了你 云瑶瑶问完 眼睁睁地看见对方眼底 又闪烁起奇奇怪怪的浓烈兴奋 不怕 如能真切地体验一回死亡 我一向往 两人目光炯炯的大眼对小眼 云瑶瑶一时间被干沉没了 正当她聪明脑瓜子里的发条 咔咔转动时 对方温良礼貌的声音再次响起 陛下 我改变主意了 陛下三天寻我一次 每次陪我说上一会儿的话就行 寻满五次 我便答应陛下前往匈奴 为你搅得他们不安宁 好 云瑶瑶起身 匈奴王给的期限正好是半月 这忽掩木到底是真没心没肺 还是贾温良无辜 这半个月 他一探便知 云瑶瑶毫无留恋 转身就走 西晚宫的门再次合上 忽掩木垂下头 白皙指尖一下一下地拨弄着青丝 喃喃自语 陛下如今的躯窍下 似乎住了另一位灵魂呢 不多时 云瑶瑶来到了云宁宫 手里还提着小点心 脚步生风 爱飞 朕来了 推门而入 一眼便看到美人正认真服安 周身气度清冷谎言 不愧是暴君 他还以为对方仍旧心情不佳 没想到他早就脱离了情绪 认认真真干起了活 云瑶瑶一屁股坐到了图山静旁边 将小点心推过去 来点 图山静放下毛笔 视线落到云瑶瑶的头顶 自然地伸出手指 将发烧上的落叶摘下 然后接过点心 金贵优雅地吃了起来 云瑶瑶的视线落到桌上的宣纸上 图山静四条漫里将一个点心解决后 便解释到 造纸房和印刷房的第一批成品 反响很不错 甚至超乎了我的意料 博物馆的反响也十分不错 因此 正想再建一个藏书馆 藏书馆 没错 里面的书籍要涵盖广泛 既要有学问书籍 如四书五经 也要有技能书籍 如艺术器用农具播种等 能开明智 洋文化 经技术的 通通要有 且免费开放给百姓 但借走私自观缆便要收费 按时归还 且书籍无破损 便可以将费用归还给百姓 听完 云瑶瑶有些诧异 这个概念 不就是现代的图书馆吗 没想到 图山静不仅能力强 眼界也高 云瑶瑶由衷地夸赞道 图山静 你如今是真正地 在往明君靠拢了 她自豪地笑了两声 还是我教得好啊 罢了 她一向是如此有自信 你觉得如何 云瑶瑶想了想 补充道 藏书馆中 要有一片地方 专门来放女子的毒物 据我所知 这个朝代女子大部分的毒物是 女德 女界 内训等 讲究三从四德 福威七刚 女子只能在家打理家务照顾老小 一门 不出二门不卖 这已经深深刻在很多人的心底了 直接粗暴废除不现实 我们便边心的女子毒物 既要有 花木兰 那样的画本毒物 也要有教女子立身之道的毒物 让更多的女子 觉醒自立的意识 图山静 那边女子毒物 便交给汉林院去做 云摇摇摇头 只有女子才能真正地感受到 身为女子的智固与不义 女子毒物必须交给有文化 有觉醒意识的女子去编撰 关婉玉和宁英两人就很合适 他们二人已经在宫中待了一段时间 是时候给个机会 让他们升到朝廷为官 图山静又道 京城文化经济繁荣 石字的人多 可其余的都城却不是如此 若是其余都城也都建起了藏书馆 民众的石字是一大难题 因此 我打算在藏书馆旁边 再建个小一些的石字馆 每日有先生教习一些简单基础的字 只要想学 皆可进石字馆中学 云摇摇竖起大拇指 大意 他差点忘了 这是古代 很多穷人都不石字的 但穷人家也知道万般皆下品 唯有读书高这个道理 藏书馆和石字馆一出 将改变多少人的命运 先在京城建立第一座大型藏书馆 再到烟斥的每个都城 疑点阔面 最终不满整个烟斥 不管是求学艰苦的寒门学子 还是愚昧无知的普通百姓 或是女子 只要想 皆可学 文明的火炬 便能传承发展下去 长远看 更能推动整个烟斥的生产力发展 而且 现在正是改良版造纸书印刷书刚出的时候 能脸大笔的财 此事不见 更待何时 这两件事办好 云摇摇都不敢想 他在民间的呼声将有多高 又是朝烟斥王朝的神人社 努力的一天 云摇摇拍了拍涂山镜的肩膀 鼓舞道 能者多劳 藏书馆和十字馆的事也都交给你了 依旧冠你之名 欧利给 涂山镜疑惑 欧利给是何意 云摇摇解释 这是我们地府的词汇 就是努力干 奋斗的意思 涂山镜明白了 淡淡道 正会欧利给 生死薄 你也要欧利给 云摇摇疯狂憋笑 好 我们一起欧利给 第59章 见一个对一个 见一双对一群 宁首离回府后 便有管家禀告府里来了位贵客 正在后院秘密等候 宁首离赶紧来到后院 涂山则见到来人 面露忧色 连忙起身 方才得知宁将军的遭遇 本王十分忧心 故冒昧前来打扰了 本王一向是敬仰宁家的 要是没有你们护着烟斥疆土 恐早就被匈奴践踏 此事定有蹊跷 本王也绝不相信 宁将军会叛国 这话说得恳切又漂亮 饶是知道对方别有用心 宁首离也不由得心中触动 微臣谢过王爷 涂山则接着道 按照本王对陛下的了解 定是不可能以拢成 换宁将军一人 可宁将军对烟斥 做出如此多的贡献 本王不忍 他死于匈奴之手 本王更不忍满门中烈的宁家 就此断了传承 宁首离苦笑一声 王爷 如今我儿已落到匈奴之手 定是守卫森严 涂山则两步走近 握住了宁首离的手 正色道 宁老将军 如果你愿意相信本王 助本王一臂之力 本王定全力一事 带回宁将军 从前最受宠的皇子 一大批前朝之臣 投于他的麾下 怎可能没抵御 要是则王愿意帮他 将而或许真能得救 可那就代表 他宁家彻底断了中立的立场 投身于则王阵营 躺进党派之争的浑水中 加二 可加二是他们 宁家最后的难死了 宁首离根本不敢将这个消息告诉夫人 怕他晕死过去 屠山则继续言语恳切地道 宁老将军 如果连你都不想办法救宁将军 那他可真就身陷淋雨了 兼守的最后一根稻草 他彻底动摇了 子王 我 可此时 耳畔突然想起了女儿对他说的话 宁首离咬牙 神情挣扎了片刻 终是朝屠山则拱手道 多谢王爷相信明家 微臣想等陛下明日做出决断后 再想他法 屠山则面色微致 挤出一抹笑容 无妨 那便等宁老将军明日再给答复 转身的瞬间 屠山则神情冷了下来 心底的忌惮快要吞没了他 屠山静 你如今竟如此得诚信 断不能再这么继续下去了 天际露出了雨堵白 皇宫内的风有些呼啸 瓜地云瑶瑶身上的龙袍 烈烈作响 他大步走向宣政殿 一扫从前早六上朝的怨气冲天 整个人神采异议 只因今日 有一场骂战要打 云瑶瑶刚在龙椅上坐下 屁股都没热乎 底下朝城门的剑岩 便如漫天雪花 呼啸而来 陛下 匈奴如今对龙城虎视眈眈 务必派去新的将领作证啊 陛下 两成失守 将领被俘 宁将军失责重打 且既有叛国嫌疑 陈建议直接剥夺了宁将军的将军之位 陛下 宁将军如今处境微妙 宁将军之父宁尚书 又为兵部尚书 管武官任命 如今情势下 陈建议宁尚书先暂时离职 等到宁将军一事查清后 再做决断 陛下 有臣子是真心提供建言 也有臣子在趁乱浑水摸鱼 为了个人利益 而搅乱局势 big done 对于这种人 云遥遥见一个对一个 见一双对一群 宁将军有重大叛国嫌疑 梁给氏对边关战士 竟如此了解担忧 朕甚是欣慰 那便派你去边关监军 如拢成有任何插持 朕拿你是问 暂时及了兵部尚书的职 那兵部的事宜 谁来处理 你来是吗 还摇头否认 朕看你打的就是这个主意 一个个的边关连丢两成 已是丢脸 如今在朝廷上 还闹起了内讧 简直让人耻笑 云遥遥又将视线 落在一前排朝臣身上 此人慈慕笑脸 看似和善 可方才句句夹着刀片 朝向宁家的话 都出自他口 杜尚书 如此针对宁家 怎么从前要上战场时 没看到杜家有人去呢 端起碗来要吃肉 放下筷子就骂娘 吏不尚书又怎么样 他还是九五至尊的皇帝呢 该对还得对 本还默不作声的周思仁等人 兼陛下表了态 立马加入了这场战斗 狄顺志 林青蹄两个有文化的喷子 拐着弯边各种典故骂人 最近便秘厉害的周思仁 本就一身的火气 便趁着这个机会 统统发泄了出来 再加一个嘴见到 令人心慌的高冲光 直接戳着人痛楚喷 不一会儿 宣政殿内就安静了下来 一时间纷纷都不敢 出皇帝军团的眉头 见此 云遥遥目光 锐寒帝扫了重臣一眼 威俗道 朕心中已有决断 云遥遥点了几个屠山镜 提前安排好的人 笼城坐镇的将军 便由龙将军担任 监军游 匈奴那边是半月之期 一夜之间 连丢两城的事情 真相到底如何 朕会查清 在事情未查清楚前 宁将军的命 朕会想法保下来 不叫任何戎马医生的将军 寒了心 之后 谁再敢妄议此事 朕就将他九族 都发配到岭南去挖野菜 合格的明军 也需要适当地发疯 震慑朝臣 这招九族萧萧乐 果然奏效 朝臣们静若寒蝉 不再敢作声 陛下已经表态 看来在事情未查清之前 他是铁了心 要护着宁家了 没有确凿证据 他们这些臣子 就是想再乱舞 也根本没有办法 一个个只得乖乖硬下 大喊一声 陛下圣明 朝臣中 宁守离不敢置信地 看向高位君王 今日早朝前 他设想过很多种情况 陛下或会顺着小人的意 借机一起施压 及了他的职 以收拢兵部势力 陛下或会为处中立 既不管被俘的江二 也不对宁家施压 一切静待事情真相出来 再做决断 可他独独没想过这一种情况 陛下坚定地站在了宁家这边 并且说 会护住江二的命 这一份认同 这一份信任 让宁守离寒了多年的心 再次剧烈跳动起来 身为朝臣 身为武将 谁不将中军护国的信念 杀虑了多次 被猜忌怀疑的痛苦 才一次次磨灭了心中的热血 止于失望 宁守离眼含热泪 暗下决心 陛下 若你是真心信任宁家 若你真能保下坚的命 他宁守离 他宁家 愿为陛下驱使 第六十章 朕 被绝育了 云摇摇将朝臣们的反应收入眼底 他大步走出宣政殿 长呼一口气 一个字 爽 直到回到前清殿 云摇摇都是一片神清气爽 图山静早就在前清殿旁后着了 双手还各自提了两个铁块 做托举动作 不愧是卷王 连等他的间隙 都要做一组运动 他那原来都是脂肪软肉的胳膊 如今应该练就了完美线条 对比之下 爱躺爱吃 爱摸暴君腹肌的云摇摇 心里少有的生出了一点愧疚 罢了 等会浅浅做几组运动吧 来到殿内 平退工人 图山静拿起奏折批乐 不忘问起今日朝堂上的情况 我办事 你放心 云摇摇黑羞黑羞地坐着俯卧撑 又练了十几组卷腹 以保持暴君腹肌的手感 做完 云摇摇的后背 已渗出不少汗水 便拿起一旁的干净衣服 换了起来 图山静 力不上书渡灌流 你对此人是什么看法 图山静边服案处理政务 边答道 你想对付他了 云摇摇笑道 你不也早有这个想法了吗 闲了一段时间 该拿下一位开刀了 听到这话 图山静对上他的眼神会心一笑 好 他放下奏折 提笔在宣纸上 给云摇摇剖析杜冠流此人 杜冠流是两朝重臣 手握重拳 掌力部 也是勋贵 前朝时罪得圣宠 被册封为渡国公 公英三代 赐免死金牌 杜家家族显赫 百年基业 图山静会了夫人物关系图 图山静会了夫人物关系图 图冠流的妹妹是前朝皇后 先皇死后 殉葬一同入了皇陵 杜冠流的嫡女受先太后喜爱 被封为丹陵郡主 有封地 如今年龄已有二十一 为婚嫁 杜冠流的儿子 大多在朝廷为官 杜家子弟 杜冠流培养的新妇等 依仗杜冠流的历部尚书之位 也多居于朝廷为官 势力庞大 若说铲除楼剑山 是将苍天大树中 隐藏最深的蛀虫找出来 铲除杜冠流 便是将这棵苍天大树连根拔起 此人野心勃勃 势力庞大 为大患 宣旨上的人民触目惊心 让云瑶瑶择舍感叹 而且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点 云瑶瑶补充道 杜冠流的野心 不止于谋一份从龙之功 他还想培养未来的皇帝 杜冠流势力虽大 可他自己造反称皇 终究不服正统 会被万民破骂 因此原书中提到过 杜冠流将自己的女儿 也就是那位郡主 嫁给了屠山泽 便是为了让郡主生下世子 日后带屠山泽推翻屠山静的统治 登基上位后 将世子推为太子 再将太子推为最后的皇帝 云瑶瑶将这些告诉了屠山静 铲除杜冠流前 不能让他投于则王阵营 否则会成大患 要是放在从前 这件事确实难搞 按照时间线 杜冠流应该已经与则王接触上了 只是还未将郡主嫁给他 正式战队则王 可现在 天变了 屠山泽被绝育了 再也不能有任何子嗣 要是杜冠流得知了此事 还会让他的女儿嫁给则王吗 那必然不啊 怎样才能让杜冠流得知此事呢 云瑶瑶摸着下巴思索 很快 他便露出了一抹阴险的笑容 有了 妙啊 真是妙 屠山静微微挑眉 是何办法 你到时候就知道了 云瑶瑶神秘一笑 对了 我正好有件事想问你 何事 直说便是 云瑶瑶凑过来 在屠山静耳边轻声嘀咕了几句 瞬间 屠山静就变了脸色 羞难气氛难堪 最后耳间敲眯眯的红成一片 闭嘴 别娇羞嘛 所以 是今满则疑吗 好奇宝宝瑶瑶认真提问 云瑶瑶 不许再说此事 你原先也会这样吗 为什么会这样啊 也是同归水一样 一个月来一次吗 但我最近来得有点平凡 是内分泌紊乱了吗 哎 别走啊 你还没回答 我的问题呢 很快 前清殿的门被从里推开 美人红着脸 在前方气鼓鼓地走 君王焦急地伸出尔康手 在后方大步追 小五子见到这景象 不由地偷笑两声 表示磕道了 而且 陛下还换了身衣裳 看来前清殿内 方才经历了一番造人计划的大造特造 黄色的诞生 指日可待啊 秋阳正宴 气爽天高 今日宣正殿内一片空荡 群臣全都聚集在御花园 拜神祭祖后 便喝着菊花酒 云摇摇坐在高位 看着底下性质并不高的朝臣们 表示理解 就像是现代的社畜 好不容易法定节假日 能放假一天 却要花半天时间来公司团建 换做谁都只想眉眉躺在家里 不过没关系 你们的性质 很快就能大高特高了 众人推杯换盏 各自说着客套话 云摇摇分发下员工大礼包 抽空还与图爱妃来个交杯酒 充分展现出自己与爱妃的恩爱 图山泽见到这场景 眸光闪烁 经云良一事 他已经没那么信任云摇摇了 可自从云摇摇到了图山靖身边 图山靖便一直得势 还收服了几位重臣 这让图山泽对福瑞预言一事 更加深信不疑 如今图山靖的势头强劲 断不能让云摇摇 继续待在对方身边了 他要找机会将云摇摇抢过来 若抢不过来 那便杀了 而摇摇军团 周四人狄顺志林青提料之涵等人 正围着宁守离笼络感情 狄顺志 宁尚书不要愁眉苦脸的吗 相信陛下 他既然说了会护住宁将军 便一定能护住的 周四人 来 喝酒 以后我们就是同僚了 为陛下做事 前途一片光明 一向不善交集的宁守离 别扭地将身子离远了些 与其生硬 谁与你们一个阵营了 本官一向中立 你就嘴硬吧 陛下这般好的明君 愿意护你是你的福气 嘴上说着中立 实际心底的天平 早就在昨日早朝时 偷偷倾斜到陛下身上了吧 廖之涵露出一脸看穿的笑容 被瑶瑶军团嫌弃疏离的 高冲光文言看了过来 嘴角一撇 阴阳怪气道 宁尚书 能被陛下看中 你就偷着乐吧 宁守离 忽然这时 变故突生 一位禁军首领 压着一人来到云瑶瑶面前 正色道 启禀陛下 此人方才在酒醋房鬼鬼祟祟 尤为可疑 微臣在他身上搜出了一包白色粉末 以交给太医查验 朝城中有人认出了此人 这不是礼部的善不思误吗 云良在时 此人可是最会拍他的马屁了 云瑶瑶威慑含烈的目光直射向他 如实招来 你在酒醋房做了什么 启禀陛下 微臣受王室云良的在天之灵所托 在你的酒中 臣子冷笑一声 忽然挣脱了禁军的束缚 笑得狂倦嚣张 下了绝四分 这话一落 众人哗然失色 云瑶瑶手中的酒杯 顿时脱落掉地 他不敢置信地喃喃自语 震 震 被绝育了 第六十一章 看看是哪些倒霉蛋喝到了绝四酒 一旁的屠山镜立马站起身 面露忧色 握住了云瑶瑶的手 陛下 实则凑到他耳边轻声道 这便是你的妙计 别装过了 再装就不像了 云瑶瑶拍了下屠山镜的手 目光与他交流 别急 他八百个新颜子的套路咬 怎么可能没考虑到这点 很快 云瑶瑶便镇定下来 眸光恢复漆黑漠然 笑话 震入口的东西 都是经过了层层检查 岂会被你着了到 寒烈声音 不带有任何感情 拖下去 斩了 禁军立马拖着男人往下退 大臣们互相对视一眼 纷纷从中嗅到了不对 面对此情此景 陛下竟表现得如此镇定 不对劲 不对劲 那便可能是陛下真的喝下了绝四粉 为了眼下这件事 稳固统治 以谋后手 才特意赶紧让此事翻篇的 足智多谋的屠山泽自然也想通了 他不动声色地朝杜冠流的方向看去 两人视线交汇 杜冠流心里已有了打算 陛下呀陛下 原本见你势头正盛 他心中已经摇摆了 可偏偏你着了贼人的道 被绝育了 那他便只能彻底倒戈于泽王阵营了 杜冠流两步冲出 半跪在地 神情恳切 陛下 您的身体事关江山设计 此事不能大意 微臣求陛下请来太医一看 以宽城等忧心 杜冠流一出 立马有不少渡派党羽也冲了出来 微臣请求陛下请来太医 即便是不汤浑水的中立党们 也跪成一片 微臣请求陛下请来太医一看 至于御使们 四处瞧了瞧 有的冲出去报警假山 有的跑到池塘边上做事要跳 还有的 从同僚衣裳上撕下一块布条 绑在脖上 纷纷以命相携 陛下 微臣以性命相求 毕竟此事实在事关重大 一个无法有任何子嗣的皇帝 如何传承延续烟斥江山啊 云瑶瑶刷的一下站起身 指着臣子们 周身力气横生 你们 周斯人等人 立马护在云瑶瑶面前 开启喷人模式 无奈此次群臣们的战斗力 实在太高 堪堪打了个平手 高冲光嚣张地用手指向臣子们 你们大胆 谁要赶上前冒犯陛下一步 便从我的尸体上踏过去 下一秒 高冲光被某大胆臣子一拳打昏 还有臣子趁乱补了几脚 这时 善太医不知 被哪个臣子偷偷请了过来 他正色拱手行礼 陛下 听为有贼人对陛下下药 请陛下将手伸出 微臣一探便知 此番驾驶 众臣施压下 云瑶瑶是不得不测了 独坐在位置上的屠山泽 心情饶好的 又饮下一杯菊花酒 屠山静 没想到你也着了云良的道 简直天助我也啊 哈哈 陛下 脉相平稳有节律 脉体扩大 跳动有力 气运充盈 龙体安康 龙马精神 不愧是陛下 屠山泽手一个不稳 酒水洒了出来 善太医一番真诚又羡慕地彩虹屁下来 差点让臣子们 以为他是陛下派来的拖了 一旁的小巫子忽然想到了什么 惊喜道 陛下 您方才赏了奴才一壶菊花酒 莫非那绝四粉是下在了奴才喝的那一壶里 太好了 奴才本就绝了四 这绝四粉被奴才来说毫无用处 云瑶瑶松了口气 恐是如此了 随后 灵力威慑的谋光射向了朝臣们 朝臣们缩了下脑袋 都老实了 脸上闪过些许尴尬 哈哈 他们能有什么坏心思呢 这不是太关心陛下了吗 关心则乱 求亲法 还未等云瑶瑶降罪 却看到那男人又挣脱了禁军的智骨 狂倦嚣张地指向朝臣们的方向 暴君 竟然你逃过一劫了 无妨 除了专攻击你个狗暴君的酒里 我在攻击臣子们的酒里 也下了绝四粉 哈哈 不知是哪位姓鱼儿喝了那坛酒 我恩施云良受过的罪 你们这群小人也受一受吧 这话一落 朝臣们面色皆一白 脚步不稳 贱人 竟还有他们的份 云瑶瑶似笑非笑 善太医 方才朕的爱卿们如此关心朕 朕也甚是担忧他们 如今爱卿有难 你赶紧前去为他们一探身体吧 大臣们现在的心里很矛盾 既害怕自己喝到的 就是掺了绝四粉的酒 想立马把麦验证一下 又害怕万一真的被绝育了 那就是当着所有人的面 公开处刑呢 可群臣逼君刚过 现在谁敢拒绝 只能听天由命了 老祖宗啊 请保佑喝到绝四粉的 是他的死对头吧 大臣们如丧考彼地闭上眼 任善太医 一个个地上前把麦 事已至此 屠山静当然猜到了云瑶瑶的计划 先以自身为影 经历一番百官逼君 再借以下药者之口 皇帝都被逼着把麦了 你个臣子还想躲 根本不可能 如此一环扣一环 真是妙 屠山静面露欣赏 感觉被卷到了 心中暗暗下定决心 接下来的造纸方印刷方 藏书馆十字馆等事 他定要办得漂亮 脉相平稳 肾气十足 恭喜大人 没有喝到那坛酒 听到这话的臣子们 如释重负 如获新生 随后连忙追随在 善太医身后看戏 哈哈 看看 是哪些倒霉蛋喝到了绝四酒 见这场景 屠山静偏头低声问云瑶瑶 你没有给他们下绝四粉 云瑶瑶摇头 当然没了 我才不干这种缺德事 慎音亏虚 慎阳不足 乃男子不遇之正 大人极爱 听到这话的臣子们 眼面痛哭 又羞又愤 一边用手直拍大腿 一边骂 云良你个天打雷劈的鼠背啊 屠山静挑眉 无声发问 云瑶瑶眼睛一瞪 我真没下 这些人自己不行 还怪在绝四粉上 拔到后面 善太医也累了 仿佛一个无情的把脉机器 说出的话 已经非常精简 他对着杜冠流摇摇头 大人节哀 杜冠流立马面色煞白 见此 云瑶瑶补充道 哦对了 给杜冠流一人下了 毕竟他家族庞大 又擅长开枝散叶 该早点绝育 屠山静一笑 干得漂亮 把着把着 善太医最终还是来到了 屠山泽的面前 屠山泽此时以心乱如麻 他万万没想到 最后是冲着他来的 他心中一狠 咬向舌尖 口中躺出鲜血 身子往地上倒去 九里 有毒 第六十二章 杀病骄 得用亲情刀 泽王党大臣立马急了 善太医 你身上可带了解毒之类的药 快带王爷去太医院 善太医愣了 他闲着没事 坐身上带解毒的要干嘛 不过事关重大 他赶紧派人去搬王爷 云瑶瑶眉毛一条 专门为你个骚包孔雀设的局 怎可能让你轻易跑了 云瑶瑶大步走上前 挡在太医面前 双眼粗暴地撑开 屠山泽的眼皮 神情严肃道 泽王中的是寒笑半步颠 快放下他 千万不能移动他半步 一张位移天下的脸 加上质地有力的声音 众人虽觉得寒笑半步颠 这个名字十分离奇 却无一人怀疑 云瑶瑶呵斥道 善太医 愣着做什么 快给泽王看看 紧闭双眼的屠山泽气得 差点咬碎了牙 该死的屠山静 静阴险如斯 什么狗屁含笑半步颠 本王看你是想搞我想的要发电 屠山泽倔强地 将双手放在自己的腰身 善太医怎么掰都掰不动 无妨 摇摇会出手 他伸出右手往桌上一挥 一个酒壶便被带落掉地 落下的方向正朝屠山泽的裤裆 致命打击 哦 屠山泽差点疼的眼珠子突了出来 善太医眼疾手快 一把擒注则王的右手手腕 细细把脉了起来 不多时 他的眉头紧锁 输了口气 禀告陛下 泽王并未中毒 脉象平稳 方才许是气急攻心下 才吐了血 泽王党刚松了口气 却听到善太医诱导 只是 泽王也中招了 泽王党刚刚放落的心 瞬间又狠狠提了上来 杜冠刘吉问 善太医 何意 善太医叹息 将话说明白 与杜大人一样 乃不欲之脉象 刷 泽王党猛逼了 泽王仅有两个女儿 还未有男嗣 烟测非腹中 还未知是男侍女 就算真是世子 仅有一个 万一中途夭折了呢 唉 这该如何啊 杜冠刘也猛了 看来 泽王是不能再投靠了 培养未来皇帝 只有将女儿 送进皇宫这一条路 他目光炯炯地盯着 威肃君王 筹谋着接下来的计划 而被众人同情惋惜的 屠山泽 则紧闭双眼 原地躺尸 继续假装昏迷 此情此情此时此刻 他哪还有脸醒来 该死的云梁 该死的屠山记 今日之仇 来日他定十倍奉还 型号 云宁宫内 善太医细细为屠山静把脉 娘娘 脉相平稳顺畅 与两月前相比好了许多 善太医提笔重新写了张方子 之后的药方 可三日一次 药量减半 联合三个月 必能彻底调理好体内就急 屠山静将药方收下 淡淡问道 善太医 除去体寒 本宫身体可有其他问题 善太医微笑摇头 无 娘娘如今身体安康无忧 气色都好了许多 娘娘可是身体上 感觉有什么不失之处 部分病症不会体现在脉象上 娘娘可将具体症状 讲与微臣听 屠山静持一片刻 报 本宫有一位友人 他近来时常会出现 心跳加速之症 情绪也会被影响 善太医一愣 可是暴躁易怒 还伴随着焦虑 非也 平和舒心 且会欣喜期盼 善太医 有点耳熟 好像在富贵先生的画本中看到过 善太医是探问 嗯 是不是有时会不由自主地想起对方 无法左右自己的思绪 此症状在睡前最为严重 屠山静点头 有人他说是 善太医更加确定 是不是见到对方会欣喜雀跃 不见时会忍不住想念 甚至在做其他事实 都会应景地想起对方 屠山静又点头 有人他说也是 善太医浮浮胡须 露出一抹笑容 娘娘 你这是患上相思病了 屠山静低垂思索的眼眸忽然一颤 相思病 他堂堂一介君王 竟患上了相思病 震惊之余 屠山静不忘嘴硬 是本宫的友人 好好 是娘娘的友人 患上相思病了 善太医笑得乐呵 此病唯一的药方便是相思之人 一是 需要向对方勇敢地表达内心的感受 二嘛 多与对方相处 最后便是要让这段关系 有更进一步的进展 嘿嘿 他暗示得应该够明显了 皇宫如此空荡 娘娘是该与陛下造几个皇子公主了 进一步的发展 屠山静仔细斟酌这句话 善太医的目光实在是太之热八卦 屠山静受不了 挥手让他离开 过了好一会儿 屠山静终于认清了一个事实 他害了相思病 而且相思的对象不是人 而是 一个生死薄 此时的被相思之人 云摇摇正站在西晚宫 长叹一口气 又来到了这个 令人公寒的地方 推门而入 疯癫太后 看到他 先是深情地换了身件 然后冲过来 就要给他大逼动 是他先爱上我的 说好的 爱我护我一辈子 可等我沉沦后 他便很心冷漠地脱身离开 再也不来看我一眼 静儿 他爱上了男人 你又长得这般好 你去求他 让他来看看母后好不好 云摇摇擒住女人的手 女人身子缩了一下 怕对方又凝自己 透出一丝委屈 静儿 你怎么突然不听话了 你不是一向听母后的话吗 听到这番理所当然的话 云摇摇心底 生出一股无名怒火 含着脸 盯着他的眸子 一字一句道 听话是因为在乎你 不要把这份在乎 当成你伤害他人的医长 我宁念 你知道痛 心里会怕 那你从小加在我身上的伤 我不会痛 不会怕吗 被偏爱的 永远有恃无恐 当这份偏爱 被你消耗殆尽 那便是你真正 一无所有的时候了 女人被这话 下地动也不动了 眸子一顺不顺地 盯着云摇摇 有委屈害怕 也有茫然试错 婢女这事赶紧上前 将女人带回了房间 梁亭里 忽掩木未完井里 直勾勾地盯向来人 狭长勾人的眉眼 弯起一抹弧度 陛下 我等你许久了呢 云摇摇来到忽掩木面前 坐下 来之前他认真想了很多 回顾了他看过的 无数病交小说 驯服病交的 唯一方法是什么 那必然是用爱感化 爱情 他肯定是提供不了的 那便用亲情刀 想到这 云摇摇露出一抹慈祥的笑 将面前之人想象成是 自家处于叛逆期的逆子 昨夜周公托梦 告诉朕 我俩前世是父子关系 今是你来到烟炽皇宫当质子 便是来同我续父子元的 咋呀 今日想吃什么 想玩什么 直说无妨 爹通通满足你 第六十三章 阴哥 让爷好好疼疼你 忽掩木 云摇摇从背后拿出波浪鼓 转了转 发出清脆的响声 又拿出唐葫芦 唐人 小点心等吃食 塞进忽掩木的手中 云摇摇笑得慈祥和蔼 以他看过那么多 并教小说的经验 并教从小过的 就不是正常人的生活 主角拿出一碗白粥 一张睡得舒适的床 就能将对方感化 年少不得之物 困其一生 云摇摇摇的 不仅仅是半个月之后 将他送回匈奴 与宁将军交换 而是收服他 驯服他 能为他所用 将匈奴搅个天翻地覆 白劲如豆腐的手指 捏着波浪骨 忽掩木毛子微睁 你来真的 云摇摇 我的好大啊 不然呢 听到这个称呼 忽掩木手指一顿 过了一会儿 他笑了 笑声断断续续 温软悠然 透着愉悦和好笑 云摇摇 有那么好笑吗 跟黑魔仙小月似的 忽掩木笑完 抬眸直勾勾盯着云摇摇的毛子 视线炙热了不少 好的 父亲 听到这两个字的云摇摇 差点没绷住 此情此景下 他一个变态 都觉得有些变态 但这并不妨碍 云摇摇多一个儿子 他高兴应下 哎 好大 于是 接下来 云摇摇单刀直入 直进主题 给忽掩木吸气脑来 你此番前去匈奴 并不是为了爹的一己私心 巴拉巴拉 为了维护世界和平 为了爱与正义 巴拉巴拉 此乃大义之举 巴拉巴拉 你配想太妙 等说的云摇摇 自己都喉咙冒火了 他才停了下来 好大 你对爹方才的话 可有什么想法 忽掩木勾起唇角 眉眼弯起如星月 父亲说得在里 云摇摇心未点头 如此可叫也 可我更喜欢同旁人 发烂发臭呢 忽掩木笑道 孽子 第一次交锋 云摇摇有被气到 不过还有四次 来日方长 完成聊天任务的云摇摇 头也不回地离开了西晚宫 重阳节的次日 正好是十日休幕 顾名思义 朝廷官员们 每十天就可以有一天的时间 用来休息 先帝在位时 荒淫无度 不理朝政 从五日休幕 改为三日休幕 还时常缺席早朝 卷王屠山进上位后 直接改成了十日休幕 后来与云摇摇互换 政权逐渐稳固 他觉得时机到了 还想改成半月休幕 被云摇摇严厉制止了 就算是生产队的驴 也得歇一些再干啊 主要原因还是 云摇摇不想连续半个月 都是天蒙蒙亮就早朝 那样的话 他的容貌 他的身材 还有他的良好素质 和高尚品德 甚至灵魂 都会被毁灭 且这几日 对付杜冠刘杜家 云摇摇发现 杜家势力盘根错节不说 还极其团结 动他们一下 便立马反弹报复时下 要么细水长流 陪杜家磨个几年十几年 要么就憋个大招 组一个团灭局 统统统绞杀 思来想去 云摇摇还是决定放假三日 和自己的心腹大臣们 组一个团建局 既是联络感情 也是共同商议 接下来的对策 团建的地点 便是在北运河上 这次的开凿南北运河 一共分成了五段 共同施工 北运河便是三百年前 便建好了的 这次动工只是阔渠 正好寻视一番 北运河的情况 云摇摇与屠山静 轻装打扮后 便秘密出了皇宫 半天后抵达北运河 坐上了万福舱 周四人林青蹄 敌顺之三人看到 云摇摇和屠山静 立马恭敬行礼 参见陛下 参见妙妃娘娘 云摇摇扶起他们 诸位爱卿 微服出行 不用多礼 船缓缓使动 带起水花 众人在船舱内坐于一桌 林青蹄主查 众人围绕着 怎么干倒杜家 各自发表意见 周四人 杜家抵运深厚 私下的产业 更是遍布烟斥 微臣觉得 可以从他们的产业下手 周四人惦记着杜家的钱 尤其是当了户部上书后 处处花钱 周四人恨不得一分钱掰成两半话 狄顺志 杜家子四多 难免有仗着杜家的势力 为非作歹的 微臣建议 可从杜家子弟的罪证上 寻找突破口 审人查案 可是他的强项 虽然狄顺志在得知陛下 想干杜家后 就立马着笔 开始抹黑重伤杜家 林青蹄放下茶杯 杜家的丹林郡主 手里有免死金牌 微臣建议 可从丹林郡主下手 让杜家少一份底气 云摇摇点头 林爱卿想法与我相同 一旁 涂山竟忽然抬眸 淡淡道 丹林郡主的封地 在濮阳县 正是北运河的途径之地 陛下此次寻游运河 是特地想与丹林郡主碰面 这话一落 三人皆恍然大悟 云摇摇抿了口茶水 笑道 知我者 爱非也 众人的话题 便转到了丹林郡主身上 说起这丹林郡主 也是个奇女子 十岁前平庸如常人 一次落水后 像是忽然开了痣 不仅聪慧有想法 更能随口吟诗 潜词造句 令不少文人为之折服 那诗写得是极其极好 林青蹄一连用了三个集 连他这个状元郎 都满是羡慕 什么风格 皆能游刃有余地写出 且他的灵感 仿佛不会枯竭般 也是因他的才华 先帝先太后 才会如此欣赏他 后来更是赐下了免死金牌 众人畅谈着 便已到傍晚 江峰熙熙 天窗上繁星点点 手中有美酒 身边伴美人 好不容易 能有这么惬意的时候 云瑶瑶来了兴致 此等美景 爱卿同振完 几局真心话大冒险如何 何为真心话大冒险 爱卿们疑惑 云瑶瑶将玩法说了出来 这也是妙飞想出的游戏 众爱卿们 立马上到的 对着屠山静一阵夸 随后兴致勃勃地 加入了这个游戏 云瑶瑶派人 拿来意识了雌性的思南 拨动手柄 手柄缓缓停下 指向了周思人 周思人叹了口气 果然天生运气被 陛下 微臣选真心话 云瑶瑶想了想 认真发问 听闻爱卿家中虎气甚凶 爱卿可有被他打过 这话一落 众人皆目光炯炯地盯着周思人 周思人脸颊微红 一张糙脸 此时竟投出些娇羞来 经常 狄顺志第一个笑出了声 林青蹄和屠山静 也是忍俊不惊 带上了思笑意 周思人找播 佳琪也是为了我好 大是轻骂是爱 说完 便转动了手柄 手柄听到狄顺志面前 狄顺志的笑容将住 面对周思人 跃跃欲试的小表情 他立马道 我选大冒险 周思人摸着下巴想了想 奸笑道 对着林大人娇羞一笑 撅起嘴 右手握拳 轻轻砸他胸口 道阴哥 让眼好好疼疼你 然后飞去相吻 切记 相吻一定要发出响声 狄顺志死亡微笑 周大人 真要玩这么大 周思人云淡风轻 不必当真 在陛下和娘娘的火热注视下 狄顺志一边脚趾 抓地头发发麻 一边对着林青蹄 做完这套动作 林青蹄 被罚的明明是狄大人 为何他也有一种 受到惩罚的感觉 狄顺志转动手柄 手柄指向了林青蹄 有狄顺志这个先例在 林青蹄麻溜地选择了真心话 秉承着要丢脸 就一起丢大脸的原则 狄顺志笑问 听闻林大人身边 至今未有任何女人 身体必然是经满则疑了 那林大人上一次移经 是在何时何地 这个炸裂的问题一出 林青蹄的脸瞬间就红了 她嘴唇孽如 不敢置信地指着狄顺志 你 你 在四双眼睛的好奇注视下 林青蹄终究还是 身弱文盈地说出了答案 接下来 变成了三个人的互相伤害 问为何不是五人的互相伤害 只因涂山静运气太好 至今都未转到她 至于云摇摇妈 运气挺差 被转到了好多次 可问的都是诸如早膳吃啥 醉惜哪位臣子等的小问题 别问 就是臣子被君王的人情世故 不知转了多少次后 思南的指针终于朝向了涂山静 拨动指针的周思人高兴坏了 终于轮到娘娘了 涂山静眸光幽暗 真心话一出差错 那便大冒险 反正他们碍于身份 不敢让她做惊世害俗的事 大冒险 周思人自然也想到了这点 她咧嘴一笑 说了个自认为微不足道的事 娘娘 您主动亲一口陛下的嘴便成 第六十四章 娘娘在上 交付皇帝别想逃 这话一落 两人皆是差人 狄顺志第一个小小声的起哄 亲一个 亲一个 涂山静喉咙滚动 与云摇摇目光相对 耳间悄然地变了颜色 她站起身 朝云摇摇走去 步伐逐渐坚定 记忆知晓 自己是患了什么病 那便正面她 善太医说的进一步发展 那便从一个亲吻开始 随自己亲自己时需要一定的勇气 涂山静走到云摇摇面前 俯下身 手附上对方的后脖梗 两人的距离一下靠近 陛下 可以吗 娇柔暧昧的声音 从自己的喉咙里发出 涂山静面色一红 低沉思雅 还带着强装镇定的男婴回复她 爱妃轻震 自然可以 话还没说完 温热的唇便附了上来 将云摇摇所有的话堵在喉头 嗯 哇 旁观的三双眼睛 激动的瞪大了 陛下被娘娘抢吻了 还是以这种羞耻的姿势 简直 简直 太令人兴奋了 狄顺治的脑海中 已经构思出十几篇羞耻画本 什么 娘娘在上 陛下别想逃 交付皇帝 今天又被娘娘强上了 诸如此类的标题 云摇摇瞪大了眼睛 看着自己的脸 正忘情又羞涩地亲着自己 一时之间 不知是害羞更多 还是惊恐更甚 羞难 紧张 猛逼 心跳如雷 种种情绪交织在心头 最后化成脑中一片空白 只于眼里看到的对方 深情 专注 还有思思说不清到不明的涟漪裹挟着 云摇摇当过女人 也当过男人 就差当阴阳人了 两世为人 她竟弄不明白 此时此刻 自己心里头的真实想法 不知怎的 云摇摇又想起了现在的人设 她堂堂一个杀人不眨眼的暴君 竟在臣子面前被抢吻了 一可忍叔叔不可忍 她要在上面 云摇摇一把将图山静的身体拉入怀中 两人的高低位置立马调换 她一手托住对方的屁屁 一手俯上她的后脑勺 带着侵略性与报复性 直接恶狠狠地亲了上去 云摇摇不懂得亲吻 便将对方想象成一块牛排 深肯硬膜 反正就叫上劲了 出长则路的图山静 心跳如雷 丝丝电流从她的嘴唇传遍全身 心中喜悦与艳足交杂 她竟回亲了 如她所想 她果然心悦于自己 于是 图山静就算嘴都快被啃破了 也尽力去迎合对方 光与影投射在地上 两人的身躯越发交融 空气中 影有名为暧昧心动的英子 在躁动升温 这番激烈的战况 直接将围观的三人看震撼了 他们恨不得当场画成一张床 让两人开干造皇子公主得了 饶氏娃都有三个了的周思人 也羞得直无眼 嘴唇颤抖 这这这 这怎么能算是犹辱斯文呢 明明是陛下寻忧运河 都不忘自己身上的 颜绵皇家子嗣之责 由此明君 真乃烟斥之福 两个单身狗林青蹄 和狄顺之抱团取暖 感慨又心酸 呜呜 果然一个人久了 就见不得这种画面 祝幸福 请所死 三人 陛下 娘娘 沉退了 说完 三人拔腿就离开了房间 倾城拔丝地瓜的两人 过了好一会才分开 各自汲取着新鲜空气大口呼吸 脑中一片空白 胸腔剧烈跳动 图山静还未找到话头 就听到云瑶瑶声音微颤 出大事了 何事 图山静神色一正 他 云瑶瑶指着裤裆 表情难言 醒了 图山静 不多时 房中传来两人僵持不下的声音 你点的火 你负责给我熄灭 你忍忍 现在不是时机 等我们换回来 便给你熄火 你想得倒霉 今朝有酒今朝醉 今朝有狼今朝睡 不给睡我就只能用五姑娘了 正好我这段时间 一直没机会试什么 不许 把泻裤穿上 这也不行 那也不行 那就让我剁了这根罪恶之缘 与小巫子作伴 云瑶瑶 图山静 再次被整破房了 他好生好气地安抚人 毕竟知道了自己的心意何在 哄人是应该的 可一看到哄的是自己那张脸 还是耍性子的自己 图山静就一言难尽 想一拳给过去 于是 图山静既要安抚对方 又要洗脑自己 皇城附近我有一些良田商铺和美宅 我将契约都交给你 你想用它做什么便做什么 图山静知道 云瑶瑶是爱财的 当初她将牛袖偷藏的地气房旗交给她时 她眼睛亮得连南欲进贡来的夜明珠 都要暗淡三分 云瑶瑶果然被吸引住了 一些 成交 我先去让这根罪恶之缘 冷静冷静 浴桶内 云瑶瑶一边躺着 一边盘算着 如今手里头的资产 太多了 多到让她的嘴角 根本停不下来 她脑子里虽然有很多经商的点子 可这么多产业 仅凭她一人 是做不起来的 她缺人才 却在商道一行中 有突出能力的人才 缺很多这样的人才 想到这 云瑶瑶扬倒在木桶上 长叹一口气 人才啊人才 哪天你们才能自己主动送上门啊 洗完 换上一身玄黑滑服 云瑶瑶来到甲板 夜风拂过 带来丝丝凉意 耳边这时 忽然传来一阵情音 调子缠绵柔情 极为悦耳 周思人等人都来到了甲板 忍不住看向秦瑶的来源处 江面上越来越多船只 朝着这方靠拢 众人的目光所惠之处 皆是那艘坠着鲜花与青纱 秦瑶鸟鸟鸟的花船 江风拂过 还带起一阵香气 勾得人心神荡漾 云瑶瑶的目光 往汇聚而来的船上 粗粗掠了一眼 几乎没有百度船 大多是奢华的游玩船 里面估计在着达官贵人 和富有商人 他好奇问道 船里是何人 为何如此受追捧 几人回过神 立马你一言我一句的解释 这是满玉楼的花船 有如此阵仗的 应当就是满玉楼的花魁 苏妙妙 此女子才貌双绝 会吟诗弹唱 急受贵人文人与富商的追捧 一首霓裳语一曲 更是惊绝天下 但只有得她欣赏之人 才能听上一曲 纵是千金也买不来 云瑶瑶皱眉 满玉楼 想起来了 原小说提过满玉楼 直白说 就是背后有朝廷支持的妓院 里面的女子 都是受家人连坐之罪的影响 脱梁为剑籍 里面有的女子 甚至刚出生 就被送到了满玉楼 卖艺又卖身 普通妓院运气好点的女子 还有可能熟身 满玉楼里的女子 一辈子都只能困死在里面 一个吃人不秃骨头的地方 作为现代人 云瑶瑶是完全接受不了 这种吃人的地方 没办法将所有的妓院废了 这个扯着朝廷虎皮的满玉楼 必须绝了 思索间 花船中已经传出女子轻柔的声音 哪位公子能对上这句诗 小女子苏淼淼 便亲自来到公子的船上 奏上一曲 霓裳与一曲 话音一落 立马有不少人争相抢着对诗 可都没有引起花船内女子的回应 忽然 不远处的一艘船上 传来了雄词莫变的声音 苏淼淼回味着这首诗 眸光越发的亮 好诗 真是巧夺天宫的一首 还没等花船主动靠近 那船里的人满是讽刺道 不必了 此情此景 再送你一首诗 烟笼寒水月笼沙 夜薄情怀敬酒家 商女不知王国恨 隔江游唱 后听话 烟斥边关连丢两城 身为百姓 该怀有忧国之心 你们却还有心思 在这风花雪月 你身为花魁 更是魅惑人心 唱着谜谜之音 烟斥百姓 当以你们为耻 这话一落 众人哗然 本还争相引起 花魁注意的男人们 羞恼地缩进了船内 这首诗写得实在是好 里面的讽刺意味 也实在是拉满了 没法子反驳呀 花船内的苏淼淼 更是面色一白 尊严全无 这时 又一道冷冽威缩的男鹰 从另一艘船上响起 我倒是不认同这话 说话的正是云瑶瑶 她心里已经确定了 嘲讽之人是谁 那位落水转性 出口成章的才女子 穿越者 丹林郡主 度目的这首诗 确实不错 但对方用错了地方 苏淼淼等商女 也是身不由己的苦命人 自己的泥潭都逃脱不了 谈何忧果 国有危难 百姓自当时刻 怀揣着忧果之心 文人可以以笔为枪 商人可以捐银捐粮 何尝不是贡献 据我所知 满玉楼里的女子 大多是犯了大事的家族女眷 苏姑娘更是从不知事实 便来到了满玉楼 她们所得几乎归于朝廷 流入国库 苏姑娘的所作所为 难道称不上是为朝廷做贡献 这番话一出 立马赢得了不少男人们的喝彩 她们像是挣回了面子 又从船里露出脑袋 一个接一个地道 这位兄台说得不错 我们可不是单纯的风花雪月 苏姑娘的劳动所得 是给国库的 我们是在为国库送银子 就是 国家有难 我们又不能上战场打仗 通过这种方式 为阉斥做出贡献 有何不可 我们是为国而享乐 听到这些话 云瑶瑶笑了 真不要脸啊 不羞愧也就算了 还给他们能耐上了 第六十五章 以石乾坤大 游脸草木深 云瑶瑶心里咕咚一下 冒出坏水 清了清嗓子道 诸位兄台真是有大意 闲暇之余也不忘国事 在下深受触动 故捐出白银五千两 望满玉楼带交到国库 以助烟斥击退凶母 花船附近的贵人文人商人们 立马惊声 深吸一口气 哪里来的有钱冤大头 五千两 真敢捐啊 虽然能来这里的 大多是一至千金得起的 可一次性捐出五千两 也太毫无人性了 狄顺志等人 立马就明白了 自家陛下的意思 狄顺志往四周环顾一圈 终于逮着了个眼熟的人 他躲到黑暗中 掐着声音 哎 那不是前世前庄的前老板吗 前老板付的流油 手指盖里漏点 就够人吃一辈子的了 别人都捐了五千两了 前老板不出来 一丝一丝 被认出的前老板 听到这话差点吐血 可碍于这么多人在 不好砸了自家钱庄的招牌 又有五千两 这个惊天数字在先 他只好咬咬牙 捐出一个数 前老板吃了个血亏 心里自然是不得进击了 便也环顾一周 看到有自己认识的 就学着狄顺志的话 道德绑架 于是 接下来的场面 变成了逮着认识的就坑 主打的 就是一个我都捐了 你也别想跑得互相伤害 个别囊中羞涩 又丢不起那个脸的文人们 见状不对 直接划船逃离现场 速度快到 船将都要轮出残影了 见状 云咬咬乐的不行 国库资金 又添一笔 此刻 待在花船中的苏淼淼 触动极大 从前他接受的思想 皆是自己是有罪之身 地位低贱 需好好在满玉楼里洗刷罪恶 一辈子都困死在满玉楼和花船中 恩客们表面捧着他 心底是 瞧不起他的 待到他年老色衰之时 纵使再有才华 他们也不会多给正言 忧自己的下场都来不及 他又有什么资格 以什么身份去忧国呢 今日是第一次 有人以这种角度 说他为朝廷做出贡献 给了他一份尊重 想到这 环抱琵琶的苏淼淼 眼角湿润 几倍不自觉挺起了几分 多谢这位公子出言相助 淼淼敬公子的慷慨 想为公子奏一曲霓裳与一曲 不知公子可否方便 云摇摇 自然方便 花船靠近万福舱 在众人的羡慕目光下 手持各种乐器 身着留下彩衣的女子们 顺着架好的梯子 来到万福舱上 开始演奏霓裳与一曲 肃苗苗手持琵琶琳舞 其余十三位女子 池沁萧珍迪等伴奏 同时 舞姿随着鲜乐变幻 飘飘若流风雪回 急速如游龙寿巾 眉带有姿 风秀传情 跳珠汗玉 一曲完毕 万福舱上的众人沉浸其中 久久不能回神 啥 云摇咬豪气挥手 小巫子笑呵呵地派人用托盘 装来满当当的金银珠宝 分发了下去 看着下方美人们 不时投来的重敬仰慕目光 和一句接一句的中听话 云摇咬心里舒坦得不行 这就苦了牛秀 她满是警惕不平 凑到图山静耳边轻声道 小姐 你看他们 图山静正思索着云摇咬的是出神 她在想 人与生死步 根本是两个不同的物种 若是想与她延绵子嗣 是否可行 若是可行 生下的是人还是小生死步 等等 若是她一直悟不到人活着的意义是什么 一直不换回来 中途两人情不自禁有了 生子的便是 小姐 您虽然长得国色天香 可这花魁也不赖 那胸都比奴婢的头还要大了 陛下会不会一个高兴 把她招进宫啊 图山静回过神 她瞥了一眼牛秀儿的大方脑袋 诞生道 你的头更大 啊 牛秀儿别嘴捧着自己的头 猛牛怀疑牛生 奴婢的头竟有如此大吗 两人交流间 云摇摇已将欣赏的目光 放在了这群女子身上 众女子面对着炙热的眼眸 饶势之恩客 皆薄情狠心 也不禁被对方极为出众 金贵的身形气量 乃至容貌财气所打动 心神荡漾 与这样的人共度一夜 是完全不亏的 谁知对方三十六度的嘴 说出了冷冰冰令人心碎的话 你们每人来一段自我介绍 介绍内容需包括擅长什么 有过什么经验 能在哪个领域发挥什么作用 范围不限 各位美人畅所欲言 脸带春意的美人们 陛下的老毛病 这是又犯了 连烟花女子都不放过 苏淼淼最先冷静下来 大放得体地道 小女子换苏淼淼 从济世起 便待在满玉楼学琴棋书画 查到诗文都略精通 最拿手的是霓裳与衣曲 在满玉楼中最正银子的 便是小女子 其余女子也纷纷到来 跟苏淼淼的回答大差不差 听完 云瑶瑶点头 倒是没有出现很特别的人才 云瑶瑶又道 矮色瞳孔直直盯着他们 一派正色微素 你们可想改变如今的处境 女子们又是一愣 自从他们脱梁为剑籍 进入满玉楼后 便再也没有翻身的机会 运气好的 等到年老色摔不受恩客追捧了 便在满玉楼里 当个教导的妈妈 或是伺候起居 干杂活的婆子 劳碌致死 可更多的是在接客过程中 患上花柳病 早早就死了的 一卷草稀果实 便扔到了荒郊野外喂野狗 改变处境 对于他们这样低贱有罪的人 无异于痴人说梦 可当这个男人说出这些话时 他们却不敢怀疑 仿佛真有那个可能 他们收起方才的魅色 正色道 锦号三四 想 做梦都想 锦号三四 云瑶瑶从这十几位女子的回答中 便看出来了 他们琴棋书画样样精通 诗文查到各有所长 被培养的既有才华 又有情商 可最终 是为了魅恩客 卖肉体 被榨干最后一滴血 太过残忍了 可他们毕竟是有罪之身 以古代的社会结构和关系纽带来说 诸九族和连坐之罪 是有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 他们需要受罚 但是换一种形式 满玉楼可继续存在 但里面的规矩统统改了 卖一不卖身 里面女子的衣食住行 和身体健康也需得到保障 你们皆是有罪之身 那就按照罪之程度 定下你们需在满玉楼呆的年限 中途有立功者 按照功劳的大小 可减去相应的年限 年限一满 恢复良极与自由身 从劳动所得中 拨出一笔银子或者田产等 作为生活保障带走 多劳多得 少劳少得 锦号三四 在满玉楼里 不可摒弃身上的自尊和骨气 你们与恩客只是各取所需 他们需要附庸风雅或风花雪月 你们需要熟行和赚银子 你们代表的是 深陷淋雨的女子这个群体 身处困境 更该有破局之心 不屈之志 说到激动之处 云遥遥将潘玉良 甘古拜 梁红玉等人的故事 润色一番 娓娓道来 她的口才和洗脑能力一向好 这三人的故事说完 不仅是苏苗苗等人 饶氏一旁的周思人 林青蹄狄顺志 甚至是涂山静 也不由得心生触动 感觉胸膛像是燃了一把火 我今日给了你们一个机会 你们是被庇护的一方 我希望以后 你们能将这份庇护传递下去 拯救同样身陷淋雨的女子 他们三人皆受过沦为寄身的苦难 却能靠自己逆天改命 潘玉良在一一道 做出杰出贡献 甘古拜在正一道 为无数女子争取权力 梁红玉领军护国 如何逆天改命 全凭你们自身 云遥遥的话 阵笼发聩 像一把锐利的刀 割开了他们已经挥败的表皮 胸膛中那颗沉寂已久的心 此刻剧烈跳动 仿佛下一秒就能冲出胸膛 此刻他们全然没有去想 云遥遥所说之话 能够实现的可能性 他们的日子 实在是太没有希望了 便无比渴望有一个机会 他们的脑海中全是幻想着 自己就是潘玉良甘古拜 和梁红玉等人 如何去逆天改命 他们眼中的蹊跡和斗志 此刻磅礴到 令人无法忽视 等到苏淼淼等人离开 云遥遥才卸下一身的气势 坐在位置上 毫无形象的咕咚咕咚喝水 洗脑好归好 就是太费嗓子了 他没那么有能力 能救下千万个苏淼淼 他只能从根源出发 丽女观 杨思想潜移默化地去影响 改变男尊女卑和女子命贱的观念 让下一个路口 出现千万个踏来就苏淼淼 云遥遥此时还不知 今日他拨下的一颗种 来日将会给他带来多大的惊喜 云遥遥将满玉楼一事 交给了狄顺志去办 狄顺志拱手称氏 眼中的崇拜和年龄又多一层 陛下实在是太厉害了 男儿之身 至尊之位 能如此为这群女子考虑 更是不易 还有那潘玉良刚古拜梁洪玉的故事 也得开几个画本 如此传奇的女子 当阳 怎么办 越来越想把佳姐介绍给陛下了 一旁 屠山镜的眸光 一顺不顺地落在那道身影上 她好像更加明白自己 为何会对一位 住在自己躯壳中的灵魂心动了 已是乾坤大 有连草木深 此等星镜 更彰显出她的强大之处 与此同时 一艘船正靠近万福舱 船上 站着一位戴金 刹劈滑长的女子 此人正是丹陵郡主 她收到皇帝 要出功训游运河的消息后 便主动出击 假意出游散心 实则借机偶遇 当她凭借画像认出皇帝后 便故意出了这个风头 既展现出自己的诗人才华 又彰显出自己的爱国风骨 谁知这屡诗不爽的一招 却在陛下面前翻车了 杜洛林立马补救 她迎风而立 气势不凡 将自己的姿态放得谦卑 方才的诗 确实用得不妥 公子的一番话 实在令我羞愧难当 我愿亲自向公子道歉 第66章 恐龙抗郎是何意 杜洛林来到了万福舱上 她站在甲板处 不动声色地 打量着面前的两人 她没想到 画像上的陛下 远没有真人的一半帅 出众的外形气质 天下至尊的身份地位 这个男人 配当她杜洛林的另一半 杜洛林又将视线 放在打扮肃静 却不也貌美的女人身上 眸光闪烁 云摇咬啊云摇咬 公验之后便判若两人 又是推出博物馆 又是传扬花木兰的故事 你也是穿越者对吗 想到这 杜洛林的呼吸 都加重了三分 警惕 危险 兴奋 激动 种种情绪混杂心头 最后化作面上的平静 她大方地展颜一笑 抱歉 方才是我失言 凶台之话 让我受益匪浅 不知凶台如何称呼 云摇摇保持人设 态度不嫌不淡 无妨 性静 静凶 杜洛林顺其自然地与其攀谈了起来 言行举止 丝毫没有顾及男女大方 故意将涂山静冷落在后方 杜洛林情商高 说话不卑不亢 有得人心 一番交谈下来 云摇摇的脸上 已经有了淡淡的笑意 见杜洛林看向江面的波澜 云摇摇连忙朝涂山静 疯狂识眼色 你个损色 忘记刚刚我们是怎么商量的吗 还不给我演 涂山静内心一番犹豫羞耻 最终心一横 将自己的君王身份抛之脑后 他咬住嘴唇 小拳拳搅着手帕 声音娇柔 公子 北运河途中的风景极好 濮阳县远远不及 你就陪切身继续游运河吧 云摇摇故作不悦 沉声道 我已做出决定 不必多说 涂山静乖巧点头 不敢多说 只暗暗满怀敌意地 瞪了杜洛林一眼 见此 杜洛林唇脚微钩 他说 为何陛下与云摇摇之间 总有一股奇怪的气场 原来是表面恩爱 实则貌何神离啊 既然两人不相爱 那他的插入 也就不算是小三行为了 杜洛林卸下最后一丝 身为现代人的心理负担 越发轻易地与云摇摇摇摇 直到有人过来禀报事情 云摇摇才匆匆离去 甲板上 只剩杜洛林与涂山静两人 江峰拂过 吹地两人的发丝 烈烈飞舞 两人的表情 几乎在云摇摇前脚离开 就瞬间变了 四目相对 空气中 隐隐有火药未散发 杜洛林最先开口 我们是同类人 对吗 涂山静眸光冷淡 你说的是哪种同类人 杜洛林痴笑一声 现在只有我们两人 何必再装 以防万一 他还是出口试探到 攻击中的战斗机 涂山静毫无反应 杜洛林继续道 鸡变偶不变 涂山静眸子微眯 杜洛林信誓旦旦地 致出最后一句 恐龙抗狼 涂山静说的什么屁话 一句也听不懂 见此 杜洛林彻底确定了 对方同样是穿越者 若是古代土著 肯定听不懂她的话译 会面露疑惑 而对方毫无反应 一直都是那副 云淡风轻 胜券在握的模样 显然是对这几句话 十分熟悉 此女心机之深沉 恐怖如斯 杜洛林扭头 看向江面上的波澜起伏 诞生道 别装了 我们打开天窗说亮话 你入宫的目的是什么 你如今在百姓中的呼声很高 还做出种种立民之举 你想当皇后 江面雾气生腾 朦胧了 涂山静眼底的情绪 你处心积虑 接近陛下的目的 又是为何 我猜猜 世责王无用 所以杜家转而投靠陛下 而你 作为杜家的嫡女 入宫成妃 便是杜家与皇室 绑定关系的最好举措 杜洛林吃笑一声 发上惊诧晃动 与其透着傲气 我喜欢和聪明人打交道 看来我们的最终目的是一样了 锦号三四 你有一个当礼部尚书的舅舅 但家族势力的庞大 是你远远想象不到的 我既是郡主 有免死金牌护体 背后又有整个度假 父亲更是礼部尚书 你拿什么跟我争 涂山静想了想 语气认真 你远不能及得美貌和身材 杜洛林被这真诚地回答一夜 拒谣中多了一丝恼怒 方才陛下爽快地答应了 来我的封地蒲羊县一游 他应该是认出了 我是丹林郡主 顺意而为 我入宫是迟早的事 男人最是喜心厌旧 到时候 看你拿什么与我争 涂山静想到了什么 又补充一句 除了美貌和身材 还有你远不能及得聪明 你 杜洛林气急返笑 你还真是脸皮厚 任贤革心 坚毅果敢 宽以待人 财思敏捷 既有强大之行魄 又怀有怜悯之心 说到这 涂山静的嘴角扬起一抹弧度 眼底带着心碎的光 等他回过神 看向一旁的杜洛林时 微不可插地摇头 十个你都比不上一根汗毛 杜洛林的表情将在原地 对方神情话语中的嘲讽拉财 意味太大了 而且如此平静 又一本正经地说出来 仿佛在阐述一个既定的事实 这波伤害力度 直接拉满 他嘴唇哆嗦 一时间说不出反驳的话 最后撂下一句神经病 就气急败坏地离开了 涂山静回到云摇摇的房间 将方才的事情经过 详细告诉了他 顺带问了一只友的疑惑 攻击中的战斗鸡是什么鸡 鸡变我不变是为何 恐龙抗狼又是何意 见对方问的一本正经 云摇摇差点没憋住 笑了出来 嗯 这么跟你说吧 大忽悠云摇摇又开始了他的展示 我在生死部上 查阅了杜洛林的生平往事后发现 有关他的记录 竟然在十岁后便是一片空白 为何 只有一个原因 真正的杜洛林 在十岁的那次落水便死了 现在的杜洛林 是不同于这个时代的一亩灵魂 所以他说的这些话 估计是他那个时代的语言 图山静了然点头 感觉自己的世界观又被冲击了 竟还存在其他时代的人 仅好三思 饶氏经历过生死部和灵魂互换 图山静也觉得匪夷所思 云摇摇则是分析着 方才新得到的消息 他总觉得杜洛林这人有些矛盾 他十岁穿越过来后 便想方设法改善自己的处境 谋得免死金牌和郡主之位后 便苟在了小小的濮阳县里 说明是个有危机意识的 但没野心 且顶着各方面的压力 一直到二十一还没有婚嫁 说明要么没遇到合适的 要么是作为现代人的他 接受不了古代男人的三妻四妾 可如今却积极地接近皇帝 愿意跟一群女人争 还要当皇后 不 云摇摇总觉得 其中还有蹊跷 除去杜家施家的压力 杜洛林是不是还怀揣着其他目的呢 眼见着云摇摇 又开始一边思考问题 一边无意识地揪自己头发 涂山静嘴唇微动 最终还是别过脑袋 眼不见为近 他拿出一些书信 静静坐在另一旁处理了起来 不多时 云摇摇一拍大腿 面色欣喜 警号三四 有了 不管杜洛林的目的是什么 云摇摇带人接物 只看一个原则 对方能不能为自己所用 那杜洛林 有没有可能被他拉拢到自己的阵营呢 云摇摇凑到涂山静的耳边 露出一抹坏笑 等到了郡主府 你需要演一场戏 到时候 你这样那样 听完 涂山静的神情复杂 如此简单便可 云摇摇得意一笑 最快捷的解决方法 往往只需要最简单的忽悠套路 次日 万福舱抵达北运河中段 一群人下了船 杜洛林热情的禁地主之意 早早便吩咐马车等候在江边 将一众人接到了郡主府 稍作整顿后 云摇摇带着周思人等人 离开了郡主府 借口体验当地的风俗民情 杜洛林闲不住 思索再三后 便独自来到了 涂山静所住的小院 院门的侍卫 见到杜洛林正想行礼 杜洛林挥手止住 踏进院中 目光寻视一番 看到远处的女人 正独自坐在凉亭里 她脸上 扬起一个巨傲的笑 握紧手中的香囊 便搭不上前 云摇摇啊云摇摇 你如今有把柄在我手中 看你怎么办 可近了才发现 对方似乎 对着空气在说话 杜洛林止住脚步 连忙将身影 引进一旁的假山后 竖起耳朵 悄眯眯地偷听了起来 谁知偷听到的第一句话 就让他浑身血液凝固 瞳孔剧烈地紧缩着 狗系统 如今这个崩坏的小说 世界我已经修正了一半 等到我完全修正好 就能回到现代 你没有骗我吧 第67章 兄台 你要同我吵如如吗 那就好 涂山静叹了口气 继续道 可这次的度假 不是那么好对付的 杜家的势力盘根错节 对涂山静的地位威胁很大 万一失败 整个小说世界都会崩坏 所有人都会死在这里 而且 杜洛林还是个穿越者 隐患极大 系统 你刚刚探查到 他身上带有系统之类的金手指吗 不多时 涂山静松了口气 警号三四 只是个普通的穿越者就好 警号三四 偷听到这 假山后的杜洛林 心底已然掀起了一片惊涛骇浪 原先建立的所有认知 在此刻统统摧毁 他没有想到 这个在历史书上 找不到存在的烟尺王朝 竟然是个小说世界 而他一直误以为的穿越者云摇摇 竟是个带有金手指系统 和修正任务的穿输者 原先的杜洛林心底 还一直隐隐带着 身为接受过先进思想和教育的 现代人的优越感 可现在与拥有系统的云摇摇一对比 还斗个屁啊 难怪涂山静 自从遇到云摇摇后 便一路像开了挂式的 不仅在民间洗白成民君 又是接连铲除户部里不等 等等 事情的重点并不是这个 杜洛林的表情开始凝重起来 云摇摇说 这个小说世界会崩坏 所有人都会死 而他正在修正这个世界 是什么意思 杜洛林立马竖起耳朵 又偷听了一会儿 结合所有线索 他心中有了猜测 云摇摇的修正任务 正是稳固屠山静的统治 利用自己所拥有的高级文明 开化这个愚昧落后的封建古代 修正好后 系统就能送他回家 想明白后 杜洛林心底被压抑了十几年的执念 此刻再次破土而出 他兴奋的眼睛都红了 云摇摇有回到现代的途径 那他弃暗投名抱紧云摇摇的大腿 是否也有可能回家 杜洛林压下这份激动 赶紧翘无声息地离开了假山 暗处的龙影卫 见此朝屠山静比了个手势 屠山静点头 他站起身 目光停留在已无人的假山上 透出些许疑惑 云摇摇教给自己的话 他一句也听不懂 什么小说世界穿越者系统带有系统的金手指 杜洛林那个时代 竟已发展到这程度了吗 陈思坚 院门外传来了声音 屠山静收起表情 看向院门 是杜洛林光明正大的再次踏入 他来到屠山静面前坐下 将手中的香囊放到桌上 直接开门见山道 我昨夜想了整整一个晚上 我跟你争的一面不大 入宫当皇后 是我父亲施压 相比于一个不慎就粉身碎骨的皇宫 我更想待在濮阳县 当个吃喝享乐的郡主 这香囊是云烟烟托人交给我的 是你这句身体十四岁秀给则王的 上面还有你的字 这东西落到不怀好意的人手里 能大做文章 现在我把它给你 就当做我们合作共赢的诚意 杜洛林从昨日的大放狠话 到现在的乖巧求和 云瑶瑶的计谋竟这么好用 屠山静不动声色地将香囊收下 勾纯 你想如何合作 与此同时 浦阳县街头 身着简易的云瑶瑶症 饶有兴致的游赏街头 身后跟着的周四人 林青蹄等人 没有那么大的贤情雅致 纷纷忍不住出声 公子 如今 我们到了郡主府 可是对付丹林郡主的好机会啊 明早便要启程回京了 时间紧急 属下建议早些采取行动 公子 几人还想说 云瑶瑶慵懒地往后挥了挥 握着折扇的手 本公子自有妙计 丹林郡主一事 你们不用管了 回归正题 随我前去体恤一番鸣情 云瑶瑶一个闪身 就来到了一座茶楼 聚集悠闲品茶 打发时间的闲人之地 正是听八卦的最佳地方 点上几壶招牌后 云瑶瑶便和几人悠闲地 品起了当地特色茶 三人见自家陛下 胸有成竹的模样 那颗担忧的心 也落回了肚子里 几人品茶聊天 聊完时事政治 便拍起了马屁 公子 这小小的濮阳县 都能呈现出一派 欣欣向荣之势 可见如今天子哲鸣 百姓安居乐业 属下甚是赶送黄人 老油条周思人 深情恭敬地 对着半空拱了拱手 狄顺志不甘落后 目光黏匿地看向云瑶瑶 方才属下在街上 见一六岁质子出口成章 言行举止 更是有理有得 一小地方的质子方能如此 可见整个烟尺的孩童们 接受黄恩赵府 真乃天子之光照耀天下 帝王之德传帝万方啊 两人筐筐 就是一顿彩虹屁输出 这无脑夸 都把云瑶瑶整地 有些不好意思了 然后三人的目光 同时投向了清高姑雅的林青蹄 看他会怎么拍马屁 林青蹄微微思索片刻 放下茶杯 语气吭腔 气会改度用闲才 名阳国父万朝来 一统乾坤江山定 悠悠万世人皆赞 迎上云瑶瑶动容的目光 林青蹄泪泪闪烁 当今天子之功属下无以言表 唯有心怀感恩 盼望着自己这三尺威命 一介书生 能为天子鞠躬尽瘁 死而后已 云瑶瑶大为感动 握紧林青蹄的双手 天子也定不会负你们的 这将一旁的周思人 嫡顺志气得牙痒痒 夸就夸 还造上尸了 造尸也就算了 还流上猫尿了 林尚说 你的清高和风骨呢 争宠之心此刻到达了顶峰 周思人和嫡顺志 将最后一丝节操抛之脑后 也纷纷动情流泪 大表忠心 为何君臣之间的相处 总是如此粘腻肉麻 别问 问就是人情世故 四人君臣之情声温间 大唐中央说书先生的声音 也飘了过来 却说那香妃入宫后 那是日日 思念着自己的心上人 压在枕头下的木偶 是心上人刻破了三根手指 才刻好的吉吉里 愿他日日如争木偶 笑颜如花 手上的红绳 是心上人去寺庙 拜了三天三夜求来的姻缘绳 愿日后能够求取到他 可在相爱的两人 也抵不命运地捉弄 他入了宫 心爱之人 也被迫娶了自己的妹妹 两人在相见时 身边都已是他人相伴 苦涩一笑 皆是心痛入魂 说书先生说的 那叫一个如气如素 催人泪下 情到深处 还以小女人姿态 用手帕试了试泪水 茶楼在座的众人皆是神情动容 议论纷纷 有人甚至已经偷偷地抹起了眼泪 云瑶瑶听着听着 逐渐感觉有些不对劲了 怎么有股莫名的熟悉感 他看向灵桌的男子 轻声问道 这位兄台 这说书先生说的故事 怎么如此熟悉 是富贵先生新写的画本吗 灵桌男子闻声扭头 看到周思人等人 心中了然 哦 是那年匿的私人组啊 夸皇帝就夸皇帝 一个个整个给眼神拉丝 言语肉麻 互相有短袖之痞似的 怪恶心的嘞 等到男子看清云摇摇的脸后 脑袋瞬间放空 呼吸一重 好一个玉树凌风 风华独角的郡公子 不知怎么的 男子就嘴在前面飞 脑子在后面追了 兄台 你要同我炒如露吗 云摇摇脸色一变 滚 嘴瓢男子旁边的查克 立马出来打圆场 这位兄台 我这有人有识口不择言 多有得罪 多有得罪 查克神秘兮兮地凑了过来 兄台所问我可以解答 这说书先生说的 可不是富贵先生的新画本 而是如今被世人 津津乐道的一段故事 兄台你有所不知 别看妙妃娘娘 如今与陛下是一段佳话 在她未入宫前 与泽王有过一段凄美爱恋 两人那是相爱的 叫一个惊天动地 感动上仓啊 巴拉巴拉 查克描述的 那叫一个会声会色 仿佛事情发生时 她就趴在三人的床底下 说到信头 她凑到云摇摇耳边 黑黑一笑 要我说啊 陛下头上绿的都能跑马了吗 听到这 云摇摇的脸色彻底沉了下来 好歹毒的造谣 好阴险的计谋 既能挑拨离间皇帝与妙妃的关系 让朝堂有觐见的把柄 让皇帝施了威严 让妙妃从此陷入自证漩涡 最重要的是 一旦这些流言蜚语传遍世人 就算见再多的博物馆造纸方藏书馆 提起妙妃 最先说起的 就是这段被人津津乐道的三角恋 造谣仪式 本就对男子更加宽容 女子容易被泼更多污水 灌上红颜祸水 荡妇等等羞辱名称 直接破了她的造神计划 涂山泽呀涂山泽 一旦多鸟 这招够狠 第六十八章 祝公子二龙戏诸 三年爆俩 茶楼是待不下去了 云瑶瑶等出了茶楼 来到街道上 陛下 此事必有蹊跷 妙妃娘娘绝无可能背叛您 林清廷面色恳切 狄顺志同一点头 此事背后 必有人推波助澜 其心可诛 周四人思索片刻 莫非是则王 既能离见陛下与娘娘 又能借妙妃一事 削弱林尚书在礼部的事 云瑶瑶沉思片刻后 事宜林清廷放心 我自然相信妙妃 现在要紧的是找到反击之道 一群人正欲回郡主府商量对策 街道的不远处 突然传来了骚动 娘嬉皮的 这小子跑得比兔子还快 只见街道中央 十几个大汉气喘吁吁地 追着一个年轻男子 脸上的愤怒 像是要当场将他生吞活泼了 围首的大汉停下 怒号一声 谁能抓住他 赏白银五十两 话音一落 街道左右两侧 本在看戏的百姓们 呼吸一众 纷纷朝着疯狂奔跑在前方的男子 涌去 场面愈发混乱 云瑶瑶等人 正想离这个热闹远点 却不想 那走投无路的男子 突然将目光落在了他们身上 眼睛刷得一亮 哀嚎着跑了过来 公子 二舅 三叔 四哥 我终于找到你们了 有人欺负我 你们一定要报我报仇啊 瞬间被人群包了饺子的云瑶瑶等人 守在暗处的龙影卫 见状不对 立马拔刀冲出 将百姓挡在外圈 百姓和大汉们 见到这群凶神恶煞 一看便杀人如麻的侍卫们 皆是心中发怵 往后连退几步 这时那声音 一改委屈害怕 嚣张狂冲地大笑道 你们知道我家公子是谁吗 他可是 说出来怕吓死你们 命重要还是银子重要 你们自己掂量这半吧 还不快滚 大汉们被唬住了 咽了口唾沫 撂下一句狠话后 便灰溜溜逃离了现场 百姓也赶紧离开这方 年轻男子健壮松了口气 讨好的朝为首的云咬咬行了的大礼 多谢公子出手相救 大恩不言谢 在下就不谢了 祝公子一帆风顺 二龙细珠 三年爆俩 四 男子一边说 一边转身就想跑 扭头的瞬间 十几把蹭亮的大刀架在了 他的脖梗处 一滴冷汗 顺着他的脸庞流下 云咬咬扇着折扇 走到男子面前 笑道 你倒是有意思 刚利用完我就想跑 哪里有这么好的事 男子嘴唇一撇 立马哭喊着求饶 这位公子 在下实在是没有办法了 我上有七十老母 下有三岁质子 家中还有一残疾虾妻 不能出事 哦 云咬咬似笑非笑 你看起来也就二十出头 那你老母还真是老当义壮 老棒生猪 不知他看到你如今之镜 会不会老泪纵横呢 龙颖卫差点一个没憋住 笑了出来 陛下您还怪会使成语的嘞 龙颖卫将刀紧了紧 重重一喝 胆敢欺骗公子 该死 男子身体一抖 面色发白 说说吧 他们为何追你 云咬咬笑容渐淡 你又是何人 细细道来 男子闭上眼 内心苦涩一笑 没想到 自己这是刚出虎穴 又入龙潭 此人看似金贵和善 却处处笑里藏刀 对方明显不好糊弄 他只得将事情经过娓娓道来 我本是松香县的一个小贩 靠走货赚点银子 后来发现 倒卖更挣钱 就干起了倒卖 等到手里头攒了一笔不小的银钱后 就自己来到黄城盘商铺做生意 我的生意越做越大 接触到的贵人也越来越多 这群冤大头 花钱如流水 一个个又及其重面子爱攀比 很多都爱养宠 以彰显自己的身份 鹦鹉金雕 骏马等等 利用这点 我想到了一个赚钱的门路 锦号三四 说起自己最擅长的生意 男子的眼里闪耀着光芒 我购置了一批小猪仔 对外宣称 是从西月而来 还编了得好听的名字 一枕粉断史 但这远远不够 我又为其编了得厉害的故事 一枕粉断 始源是上古神兽 洪荒时伴随着日月星宿而生 富有灵性 长天地之气韵 财运观运桃花运等 皆囊括其中 尚可吞噬日月灵气 下可改变气韵 一番造势后 我定价一千两银子一头 物贞献瘦 且对外陨落 一枕粉断史身怀神兽血脉 长到人腰身粗 便会停止长大 如若不是 包已就换新 当时此物一出 瞬间就风靡了整个皇城 到后面 就连京城的不少贵人 也花重金买我的一枕粉断史 我靠这个 赚了我这辈子都不敢想的银子 男子激动完 便叹了口气 面色颇有些惋惜 直到有人发现了 我还做着卖猪肉的生意 话音突转 众人结实一愣 没反应过来 云瑶瑶很快就明白了 这群有钱冤大头买了他的猪后 发现猪越养越大 还以为是血脉不纯 纷纷私底下 以大猪换小猪仔 继续养了起来 而他既赚了卖小猪仔的钱 又把大猪杀了卖肉 赚了猪肉的钱 还不用花一分钱养猪 一猪二转 那群有钱冤大头 含泪承担了所有 嘿 真黑呢 比现在的中介都黑 云瑶瑶了然 你的骗局被识破后 那群冤大头 也就成了大家的笑柄 他们怒而追杀你 你因此落得了如今处境 男子点头 没错 一旁的周思人 看不起他的做法 摇摇头 不服礼义道德的歪门邪道之法 拿着这些银子 你不会觉得心中不安吗 男子打量了周思人一眼 毫不在意的一笑 锦号三四 万中则不便礼义而受之 万中与我美滋滋 见周思人正欲愤怒 男子的神情正了正 盯着他 一字一句地反问道 你以为这群贵人是真正在乎 一枕粉断石本身 在乎故事的真实性 不 他们恼怒的 只是附加在他身上 能够彰显身份的东西 被人揭开了罢了 正穷人辛苦 大半辈子 从嘴里省下的三瓜粮枣我 才会心中不安 正这群合不食肉迷的贵人们的银子 我心安理得 我活了二十二年 悟到一个道理 如今世道 阶级分明 钱都是流向不缺钱的人 穷的人能穷到冻死在路边 冬日卖炭换粮 为了活下去 卖掉孩子 而富人养的宠物过的生活 都奢命到你想象不到 我挣富人们的银钱 助身陷苦难的穷人们 我顶佩绝佩天仙佩 佩想太妙 这如捣豆子一般的话 砸猛了周思人 他嘴唇孽如 想要反驳 却发现对方的话 看似很不讲道理 可细细一品 竟莫名的有些道理 周思人一噎 偏过头 强词夺理 男子不再理会周思人 忐忑地看向云摇摇 他知道 这里主示的是 这位气度不凡的贵公子 再下该说的不该说的 把小的当个屁放了 云摇摇收起折扇 笑脸盈盈地看向此人 你这人真的很有意思 有商业头脑 又有奸商手段 为人圆滑又通透 能屈能伸 听他后面说的话 也像个有情有义的人 昨夜他还心心念念地伤到人才 现在不就出现了一位吗 第69章 闭下一张嘴 能把对方忽悠瘸了 云摇摇的目光越发炙热 看得男子心慌不已 咽了口唾沫 我乐个老天爷 他不会是看上了自己吧 青天白日的 不带小姑娘出来风花雪月 而是带着三个各有特点 有点姿色的大男人 还用这种火热的眼神看自己 自己确实长得一表堂堂 玉树临风的 可不至于吧 男子打了个寒颤 我最后再问你一个问题 云摇摇以折扇之间 点向不远处的巷子口 他们 是你的什么人 那里黑压压一束牌的小脑袋 正鬼鬼祟祟地探出来 皆是担忧紧张 看到众人的视线投过来 那一拍脑袋 立马就缩了回去 阿疼 你踩到我的脚了 我不是故意的 哥哥的脖子上架了好多刀 他们不会杀了哥哥吧 男子的眼神瞬间一冷 脸上不负讨好之色 你想做什么 有什么你冲我来 他们还只是个孩子 云摇摇没回答他的话 而是思索到 他们肯定不是你那捏造的 七十老母生下的 那就是 你捡来的 或者买来的 能挣大钱的 都是聪明人 我不信你在卖猪时 没给自己留下卷钱跑的后路 可依旧落得如此境迭 或许是因为舍不下这群孩子 你说 你挣富人们的钱 住身陷苦难的穷人 说的就是养活这群孩子 且可能不止 这十几二十个 对吗 男子眼底浮现出深深的忌惮 对方的猜测 都对了 他从小吃百家饭长大 过得孤苦伶仃 见惯人情冷暖 这世道被亲生父母卖掉 从小流浪 被人牙子 拐走的孩子太多了 他一瞧孩子那双黑七七 可怜巴巴的眼神就受不了 见一个养一个 随着家里吃饭的嘴越来越多 他的钱包瘪了 才铤而走险 想到了卖小猪仔 警号三四 你到底想怎样 警号三四 男子咬牙道 你只需回答 是或不是 云瑶瑶淡淡一笑 是 云瑶瑶满一点头 我这里有一条名路 既可以让你摆脱他人的追杀 也能让这群孩子有处可去 你要还是不要 男子抬起头 目光带着深究 什么路 你想从我这得到什么 让你继续做生意的路 我手里头在京城 有不少铺子良田美宅 我也有不少经商的点子 就缺一个打理的人 你帮我经营 我与你们庇护 当然 你也能从中获得 不菲的利润分成 男子没想到 对方看重的是这点 如今自己的处境 已经不能再差了 极需要一个翻身的机会 对方给的条件 也实在很诱人 自己一分钱不用出 帮他经营铺子良田美宅等 就能获得利润分成 最重要的是 对方能给予自己庇护 做生意这么多年 他领悟到最深的一个道理 便是背后一定得有靠山 不然什么绊子 都敢往你身上使 男子的态度瞬间转变 一双精明凤眸 满是讨好之色 朝云摇摇拱了拱手 语气犹豫 公子说的条件自然是好 可利布侍郎的儿子 也买过我的猪 此人牙字必报 得知被戏耍后 他派了好几批人追杀我 此次回到京城 要是公子 您的势力比不上高价 在下就脑袋搬家了 利布侍郎的儿子 牙字必报 狄顺志表情惊诧 不会是高冲光吧 男子点头 正是此人 男子本以为是高价的势力 吓到了几人 结果他们揭露出一丝笑意 周四人打句道 高冲光那小子 也着过你的道 还真是恶人自有奸商魔 哈哈 林青蹄都能想象到 那嚣张跋扈的 高冲光领着头小粉猪 到处彰显自己的身份 结果得知 被戏弄了的跳脚模样 他笑着摇摇头 此事你不用担心 公子说能庇护你 便能庇护得住你们 还有其他问题吗 云瑶瑶气定神闲道 男子连忙摇头 没了没了 对方连高价势力都毫不畏惧 这根大腿 他暂时抱了 云瑶瑶示意龙影 为将刀放下 向巷子里不时紧张探出的 小脑袋们招招手 都过来吧 巷子里的脑袋们 立马如警惕的小兽缩了回去 特意压低的稚嫩声音 再次传出 警号三四 他发现 我们了 快把石头抓紧点 那群拿到的坏叔叔一过来 就拿石头砸他们 警号三四 我的石头刚刚掉了 我可以捅他眼睛 那我抓他当 可是哥哥还在他们手里 万一他们生气了 把哥哥的脑袋砍下来怎么办 那我们就把哥哥的脑袋 当成石头砸死他们 给哥哥报仇 男子 这群小逼仔子们 小处强大 一打 酒楼 一间偌大的包厢中 一群脏兮兮小孩 一边大口躲依着桌上的美食 一边含糊不清地甜甜喊着 哥哥女人真好 你是个大好人 哥哥你长地 也像天神下凡 哥哥你好高 我家哥哥踩个板凳 都碰不到你的鼻子呢 这次小孩们喊的哥哥 不再是男子 而是大方请客的云摇摇 男子摇头 这群没有警惕心的小崽子们 陌生人的东西 也敢随便吃 小星被卖了 还替人数钱 听到稚嫩夸音 云摇摇勾唇 豪气地放下茶杯 再把这里的招牌上一遍 一道道美味真修成了上来 男子捧着面前炖的软糊香喷的猪蹄 啃了下去 满脸幸福 啊 真香 吃饱喝足后 云摇摇和他谈起了京城的产业 良田和美宅可以先租出去 至于商铺 用来做何种生意 怎么做 这个很重要 卖的东西 我们必须将它打造成一个品牌 品牌简单来说就是 打造品牌 必须要取好名字和讲好故事 当然 营销也很重要 营销的意思就是 情感营销 巴拉巴拉 人的兴趣和体验 是连接品牌和买者的创意点 洗脑的广告 巴拉巴拉 名人效应 不断推心出心 让品牌始终处于关注之中 事件营销 赞助 跨界联名 价格定位方法 预售 会员制 名人带货 对方一口气就说了几十个他 从未听过的词汇 等到听完解释后 男子心中是赞叹佩服和深深的折服 仿佛此刻打开了一扇新世界的大门 千言万语 最后化作一句 妙哉 真乃妙哉 在下自认为在生意上有些天赋 可比起公子来 当真是井底之蛙啊 男子一边感叹 一边朝云摇摇行了的大礼 这下 他是彻底服气了 云摇摇云淡风轻地抿了口茶水 这才哪到哪啊 现代做生意的 那是一个个卷出了花 各种营销手段层出不穷的 生怕被这个飞速发展的社会 遗忘淘汰了 当然 现代的奸商也见得更加防不胜防 不都说消费者走过最长的路 就是奸商的套路 云摇摇放下茶杯 目光深邃幽远 又开始化饼了 我的目标 不仅仅居于京城一鱼 也不满足于整个烟斥 我的产业要遍布邻国外邦 甚至海的另一边 你听到这话 可能会觉得可笑 可你想想 如今形势 天子折名 大力推动运河 等到南北运河一通 沿到商业繁荣 至少会迎来一个爆发 这是第一个风口 天子开明 未来不仅会大力与邻国通商 带到烟斥王朝繁荣昌盛后 他还会发展海运 造船远航 与海的另一头的王朝国度 进行通商交流 这是第二三个风口 人有多大胆 地有多大产 如今点子 银钱 庇护你都有了 只要你能抓住风口 放手一搏 一切皆有可能 云摇摇将手放在男子的肩上 语气满是寻寻诱导 如此种种 未来脚下所到之处 为何没有可能遍布你我的产业呢 而你 我的大掌柜 将是我最得力的助手 也将成为天下第一商 未来史书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刷 这话一落 男子胸膛中的一腔热血 此刻像是彻底沸腾了 着得他 呼吸都滚热 德公子信任 在下必定不负公子所托 云摇摇微笑点头 我自是认可 你的能力 才将这些事交给你 多谢公子 一旁的几人 互相对视一眼 露出一抹你懂得的笑容 不愧是陛下 一张嘴就把对方忽悠瘸了 只有周思人尴尬地抓了把屁股 好生熟悉的话术 猎场杀虎时 陛下好像跟他说过差不多的话 当时自己的反应 比这小子好不到哪里去 嗨 当局者迷 旁观者轻吗 不知公子如何称呼 男子压下机动 恭敬问道 敬山徒 敬掌柜 男子恭敬拱手 你换何名 云摇摇突然想到 聊了这么久 还不知道对方姓名呢 男子挠了挠头 脸色有些羞难 低声道 在下名字有些不吉利 鸣鸣鸣鸣 裴前货 云摇摇 裴前货 第七十章 把暴君的恋爱脑吸了出来 直到夜色渐晚 一众人才从酒楼分道扬镳 裴前货怀揣着西冀 激动前往京城 云摇摇等人则是回了郡主府 这次回府 云摇摇敏锐地发现 杜洛林对自己的态度发生了大转变 依旧热情妥贴 不过却刻意保持了距离 看来暴君那边的计划进行得非常顺利 Omega 夜晚 云摇摇和涂山静同处一屋 互相交换白天的信息 杜洛林主动与我达成了合作 涂山静将白天与杜洛林的谈话 事无巨细地告诉了云摇摇 时间回到白日 小院凉亭内 杜洛林将香囊交给涂山静 两人谈好如何合作共鸣的事以后 她便逐渐打开了心扉 你穿来这个位面 是快乐还是压抑 涂山静双眸幽深淡漠 将问题抛了回去 你穿来已经13年 应该明白我的感受 杜洛林仔细观察对方的神情 却发现对方跟个面瘫似的 根本看不出任何情绪 杜洛林叹了口气 得嘞 从表情管理上 就可以看出 普通人和天选者的差别了 难怪系统选她不选自己 杜洛林拢了拢身上的胡球 见对方已不想说话 她心里就跟猫爪挠痒似的 越想跟她搭话 于是有一搭没一搭地聊了起来 说实话 我没穿越之前 还真幻想过 有朝一日 要是穿越了怎么办这个问题 觉得自己 应该能靠着现代人的知识 在古代干出一番事业 比如做生意 成为全国首富 发明火药称王称霸 甚至是女扮男装科举 考功名当官等等 可等自己真的穿了才知道 封建古代 真是个吃人的地方 这里等级森严 底层穷人的命不值钱 下人犯了错 可以随意打杀 人可以当成物品买卖 女子要乖乖待在闺中 学好琴棋书画和女工 为的就是 以后找个好老公嫁了 自己地位不高的话 就看着自己的老公 找不同的女人 还要跟这些女人斗智斗勇 疯狂生娃拼娃 吐槽起古代来 杜洛林简直有说不完的话 直接能化身化牢 见对方没反应 杜洛林有些不满 你难道不别点反应吗 吐槽不配合 乐趣少一半哪 涂山静敷衍地点了下头 嗯对 见状 杜洛林才满意地继续吐槽起来 杜家子四多 女人也多 实话同你说 15岁那年 我就差点 死在我爹的外事社的一个局里 宅斗真的很残酷的 踩地捧高 刀光剑影 背后插刀等等 说多了都是嘞 所以 等我翅膀硬了后 我就立马离开杜家 跑到了浦阳县狗着 其实我还算穿了个很好的身份 至少是地位尊贵 吃穿不愁 要是穿到个穷苦人家 杜洛林摇摇头 责了一声 想到了什么 杜洛林神情痛苦 也不管对方有没有在听 自顾自抵倒 最重要的是 古代没有马桶空调冰箱汽车手机 我不能追剧 刷短视频 看我爱斗跳舞 看小说 跟我闺蜜分享帅哥 这简直比杀了 我还难受 涂山静被他痛苦的一声咆哮吓了大跳 冷冷地扫了杜洛林一眼 唇角不满名气 真国造 跟牛秀儿似的 不过云瑶瑶平时话也多 却丝毫不让人厌恶 还时常令他觉得 内心祥和愉悦 岁月静好 涂山静想 这就是人与生死不得差别吧 杜洛林此时 是哀怨又想哭 继续自言自语 十三年过去了 也不知道我爱斗发福了没 还有我穿的前一天晚上 第一狗仔放出预告大瓜说 某千万粉丝实锤他房 那天晚上我好奇地跟我闺蜜猜人猜到三点 谁知眼睛一睁一闭 瓜没吃到 我人就穿了 当时我人都骂了 诅咒这些爱放预告瓜的狗仔们 也体会一把穿越 而且还是穷命 还有我闺蜜 这个不听劝的死恋爱脑 不知道他现在又被哪个男的骗得 裤衩子都不剩了 这个狗鼻骨带 谁爱穿谁穿 爸 妈 我真的好想你们啊 杜洛林彻底绷不住了 嗷嗷哭了出来 这些在他心底憋了十几年的秘密 从不敢告诉任何人 只能在一个个深夜时 将这些记忆反复回荡在脑海中 成为支撑自己努力活下去的念想 在遇到同为穿越者的人后 他才敢彻底释放出来 守在院落门口的侍卫们 听到这牛蛙一般响亮的哭声 还以为是自家郡主去找查 反被打了一顿 立马就要冲过来 静了才发现 是郡主自己委屈地在那儿求安慰 侍卫们匆匆又退下 可惜 涂山静不是穿越者 不能明白他的痛苦 而是在思索 马桶空调是何物 闺蜜是什么 狗仔又是何人 狗与人相爱诞下的新物种吗 涂山静对杜洛林所在的这个世界 是越发好奇了 哭了好一会 杜洛林才渐渐平息了情绪 他吸着鼻子 好奇问道 云瑶瑶 我还没问你在现在是做什么的 女总裁吗 你担心你爸妈吗 你 话还没说完 涂山静打断了他 眸光灰色深沉 我是孤儿 一句话 毒死杜洛林接下来的所有问题 啊 哦 人在尴尬下就容易忙起来 杜洛林尴尬地撩了下头发 又拿出帕子擦擦手 最后喝了口茶水 他面露抱歉 不好意思啊 我不知道 警号三四 无妨 我早已习惯 警号三四 见对方越是一副无所谓的样子 杜洛林心里就越懊悔 自己怎么能随便问别人的私事呢 难怪云瑶瑶私底下看起来高冷沉默 不苟言笑的 原来是家庭原因啊 又简单聊了两句后 杜洛林就匆匆离开了院子 听到这 云瑶瑶扑斥一声笑出了声 一句话 让杜洛林愧疚一晚上 你忽悠人的本事 也越来越炉火纯青了 涂山静嘴唇微沟 这是你教我的 忽然对上涂山静似笑非笑的炙热眸光 云瑶瑶一愣 有些不自在地偏过头 暴君最近是怎么回事 不自称震也就算了 还开始动不动就看着自己笑 云瑶瑶犯了嘀咕 不会是在船上那次轻得用力过猛 把她的恋爱脑都吸出来了吧 你说什么 涂山静没听清 没什么 云瑶瑶转移话题 说起今天自己在外面的经历 等听到留言一事时 涂山静沉了脸 我还没找她的麻烦 她竟敢先动手抹黑你 云瑶瑶听出了蹊跷 你抓到了涂山泽的把柄 涂山静点头 我截获了一些书信 线索指向她 宁将军被俘 连丢两成之事 与她脱不了干系 内斗也就算了 竟做出勾结凶猫的走狗之事 我还是高估了她的底线 云瑶瑶摇摇摇头 此事我会继续深查 如若是真 我会亲手以叛国之罪处置她 涂山静谋中 闪过一丝杀意 好 云瑶瑶走到屏风处 将外袍吞下 挂在上面 身上止于白色礼仪 流言一试 你已经有了解决的对策 涂山静的话语虽是疑问 语气却是肯定 云瑶瑶惬意地躺到床上 将手背到脖子后 翘起二郎腿 看起来心情不错 脚尖还一抖一抖的 至我者 大鹏飞烟 涂山静默默地 收回了自己的视线 虽心疑的是她的灵魂 可每当看到 她顶着自己的身躯 做出些崩坏形象的动作时 就仿佛看到了欠揍的自己 内心难免爱恨交织了 云瑶瑶从床上坐起 兴奋地说起了自己的对策 涂山泽这招确实狠 可她唯独没料到 我和你互换了身体 是命运共同体 一容俱容 一损皆损 这种事 自证确实难 无论怎么解释 只要百姓的注意力在你身上 就很难洗清 所以 我打算直接不证了 不证 涂山静神色微差 没错 我打算以牙还牙 用魔法 打败魔法 云瑶瑶露出一抹坏笑 第七十一章 惹谁不好 非要惹瑶瑶 何为魔法 听到地府新词汇 涂山静虚心请教 你可以理解为法术 现实生活中一般是不存在的 继续说我的妙计 说到搞事情 云瑶瑶眼里都是光 涂山泽知道 利用百姓爱八卦人 感情私事的天性 想出这个 我自然也可利用这点反击回去 八卦嘛 越狗血 越反转 越诈恋 才越令人上头 涂山泽的故事 靠的是青梅竹马的遗憾 被命运捉弄的有情人中 不能成眷属的凄惨 以及堂堂君王 竟被戴了绿帽子的新奇取胜 那我的故事 可要更复杂了 云瑶瑶端起了 说书先生的姿态 正经微作 眉眼生动 世人只知泽王风流多情 对每个女子都谦和体贴 因此 自愿进泽王府的女子 是数不胜数 这也成了一段佳话 可世人不知的是 泽王患有罕见的暗急 名为可夫症 对与女子肌肤相贴 有着变态的需求 一日不贴个十几次 便会呼吸困难 浑身难受 此病让泽王极其困扰痛苦 府内的女子 也是她 为了缓解可夫症 纳入后宅的 其实她一个都不爱 直到云瑶瑶拉长了声音 她遇到云瑶瑶时 又犯了病 不得已碰了下云瑶瑶的手臂 就是这一碰 泽王近整整半个月未在犯病 回想起那日的惊鸿一瞥 心跳如雷 泽王知道 她此生的命中注定 出现了 从此 一段孽缘拉开了序幕 说到这 云瑶瑶喝了杯茶水 泽王一再追爱 却屡屡被拒 心灰意冷下 再加上可夫症的折磨 泽王因爱生恨 开始了虐心之旅 从此她淘汰期 她抢取豪夺家 囚禁小黑屋 她插翅南非 却宁死不屈 谁知一场宫宴 云瑶瑶隐忍折服 利用刺杀 嫁给了心仪的陛下 未婚妻变嫂子 看着两人恩爱的模样 图山泽度恨灼心 性情大变 直接阴暗扭曲了 在暗暗向自己的皇兄 和皇嫂下伴子 相爱相杀下 图山泽某日惊绝 她竟也爱上了自己皇兄 不可宣之一口的禁忌之恋 让她心中越发痛苦 锦号三思 云瑶瑶学着图山泽的模样 抱着头 低声嘶吼 我一定不是天底下 唯一一个爱上了女人 又爱上男人的人 不 我爱的只有云瑶瑶 可我为什么看到皇兄 与他人亲热时 会心如刀割 想把她藏到泽王府 只给我一个人看 锦号三思 我到底爱的是谁 锦号三思 观众图山静此刻的表情 惊掉下巴 JPG 云瑶瑶演完 又想到了什么 熬队了 差点忘了图山泽 被绝育这事了 云瑶瑶轻轻嗓子 会声会色地继续道 而重阳节公宴那日 死去云良的 反扑后手 让图山泽变成了太监王爷 他彻底黑化 巴拉巴拉 此处省略瑶瑶出品 狗血炸裂故事一万字 锦号三思 说完 怕图山静听不懂 方才故事中几个新名词的意思 云瑶瑶还贴心地解释了一番 怎么样 云瑶瑶微微挑眉 这个故事 可比图山泽变的那个 更有吸引力吧 饶式图山静 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 也被云瑶瑶的故事震撼到了 何止是更有吸引力 这简直太 太 图山静一时间想不到形容的词语了 估计图山泽的亲母 听了这个故事 都得直接接关而起 云瑶瑶还以为图山静是觉得 此法太过缺的阴损 虽然这个故事是挺缺德的 于是坐到他面前 准备劝一劝 谁知图山静忽然抬头 对上他的眼眸 再加上一点 什么 图山泽黑化后 不择手段 勾结匈奴 出卖情报 以边关两城作为交易 换得了一支铁血骑兵 为的就是 以后兵指皇城 杀哥夺妻 坐上皇位 云瑶瑶一愣 看着对方认真的眸子 两人的唇角都不自觉微微弯起 这条留言十分高明啊 直接堵死了图山泽以后 起兵造反的路 故事有了 接下来就是如何传播了 对于这点 云瑶瑶更有心得 如今 我们打的是舆论战 在我们地府 要打舆论战 四种人或不可缺 分别是营销号 大V 水军和公关 云瑶瑶分别给图山静 解释了这四个名词的意思 警号三四 聪明机智的我 当然就是这个公关了 骄傲瑶瑶浅自夸一下 至于营销号 可以是说书先生 可以是戏班子 也可以是满玉楼的那群女子 他们负责 替我以不同的形式润色 传播这个故事 有号召力 粉丝众多的大V 富贵先生最合适不过了 就由他来 至于水军嘛 收买些普通百姓和乞丐 或者让龙影卫们稍加伪装 混进普通百姓中 也可 简简单单几句话 云瑶瑶顿时把自己手底下的人才 安排得明明白白 他泼他的脏水 我泼我的脏水 这场舆论战最后的结果如何 就看谁更胜一筹了 云瑶瑶眼底泛起一丝冷意 涂山近此刻 哪还有对此次流言危机的任何担忧 他默默在心里 给涂山择点了一炷香 惹谁不好 非要惹云瑶瑶 现在好了 要被报复了 自求多福吧 四日一早 云瑶瑶一群人 从郡主府离开 万福仓离岸 朝京城的方向而去 杜洛林依依不舍地 在岸边朝屠山敬挥着小手绢 云瑶瑶 你一定要早日完成系统任务啊 云瑶瑶抵达皇宫时 已经到了深夜 沐浴过后 换上一身轻便长服 就朝西晚宫的方向而去 云涅子所说的三日之期 再过半个时辰就要过了 本来就琢磨不透病交的心思 云瑶瑶可不想再生出其他的变故 踏入西晚宫 云瑶瑶立马换上一副 威严而不识温情慈祥的笑容 好大 爹来看你了 谁知一入墓地 便是坐在凉亭旁的两人 齐齐扭过头 太后看起来 疯得没那么厉害了 一边打哈欠 一边表情委屈 忽掩目却看起来 病得更厉害 她凉凉一笑 将手中的鱼石放在桌上 起身 身后的池子里 漂浮着满满一片 翻肚白的井里 像是被撑死的 忽掩目的眉眼带着笑 盯着云摇摇 目光令人生出一种 锦缠喉骨的窒息感 你再不来 我都打算同这群井里 一起发烂发臭呢 第七十二章 镊子嘴还挺刁 云摇摇眉毛一竖 朝着忽掩目 就是一声重重的呵斥 你个镊子 为父辛苦在外政营前 养活一大家子 你就天天喊着 发臭发烂 实在是含了为父的心 云摇摇将带来的糕点和小玩意儿 放到忽掩目面前 转身就欲走 这一套连招 倒让忽掩目有些错不及防 他愣了两秒 下意识到 等等 云摇摇顿住脚步 动作流利地回到忽掩目面前 坐下 知错能改 善莫大焉 为父这次就不与你计较了 忽掩目 一旁的太后看看忽掩目 又看看云摇摇 想靠近 可上次被云摇摇那么一凶一宁 他心底有些畏惧委屈了 劲儿 你当爹了吗 可他看起来比你小不了几岁 你那么小就能流肿 太后又摇摇头 不对 他也是劲儿 怎么会有两个劲儿 难不成我当初生的是双胞胎 太后嘀嘀咕咕 我生了两个皇子 立了大功 陛下怎么不过来看看我 陛下定是 被那些女人勾了心 一定是得飞 是他拦住陛下 不让他过来的 眼看太后又要发颠了 不远处的两个宫女 连忙上前 看着那张 与图山近五分相的脸 云摇摇中事 有些不忍心 从带给忽掩目的礼物中 拿了一个庙里 供奉过的香囊给他 没有任何女人拦他 父皇本就天性风流 处处留情 后宫的女人多地如衣服 怎可能将真心给予一人 床底之间 他舒服了 自然是什么话都说得出 今日他能将心掏给你 明日 他也能掏给别人 第一次见到太后 云摇摇就派人 查了他的生平往事 秦燕如 本是一个民间小商贩的女儿 生来一副动人的美貌 可当没有能护得住 这份美貌的能力时 那便是灾难 秦燕如被当地 六十八岁的地主看上 地主买通了牙役 随便定了个罪 将他的父母押入牢里 一番用刑后 让两人一命呼吁 逼秦就范 走投无路时 他遇见了来到当地 威服私访的皇上 皇上也看上了秦的美貌 为他杀地主呈献令 两人过了一段恩爱日子后 便把他带进了宫 秦燕如将皇帝视为救赎 依靠和此生所爱 可宫中美人本就多 又恰逢选秀 更多的年轻漂亮女子 送进了宫中 于是皇帝很快就将这好人 忘了个一干二净 重重因素下 秦燕如疯了 将真心付给一个 依靠不住的男人 被他伤透了心 却挥边朝向 将真心付给自己的人 虐待自己的亲 你明明认得清真正的劲 却将另一个人当成劲 还将他带在身边 说明你离不开劲 你依赖劲 给你带来的最后一丝温情 践踏劲的真心 又要劲的真心 秦燕如 你为何如此自私 你何时才能清醒过来 说吧 云瑶瑶就重重地挥开了他的手 所有的遮羞布在此刻揭开 太后捂着脑袋 一脸痛色 不 你说的都是假的 都是假的 一旁的两个宫女 此时伸出的手 都快抖成了帕金森 生怕被这激烈的争吵波及到了 人头不薄 见陛下转过身去 两人才敢动 心一横 直接一左一右就架起太后 像是背后有疯狗碾式的 飞快朝房中奔跑 手中紧紧攥着的香囊 此时飘出鸟鸟清香 让太后的脑袋清醒了片刻 她盯着那道修长挺拔的身影 双目流出一行泪 不知不觉中 进而就从不到桌子高的小人 长成了如今的身量 让她只能仰望 太后闭上眼睛 短暂地清醒 让她想起了很多往事 她一边哭 一边以仅能自己听到的声音 喃喃自语着 不是的 不是这样的 入宫之后我才发现 陛下的恩宠稍纵即逝 宫内的女子 又各个都有身份 她们想看笑话了 就过来踩我一脚 心情不顺了 便能随时设计害死我 我只能装蠢装疯 怀上你时 母后被人陷害 差点流产 母后不想你被害死 也不想你被他人养着 我只能这样 让她们当个笑话看 看你何时会死在 自己的亲生母亲手中 让陛下冷落你 想不起你 让所有人都觉得 我们母子不足为惧 可装着装着 我也分不清 到底什么是朕 什么是假了啊 太后的神情 又恢复了疯癫 发力将旁边的宫女撞开后 便疯湿地跑进了屋子 哈哈 哈哈 亭子里终于安静 云摇摇头疼地 揉了揉自己的太阳穴 不知怎跌 每次看到丰太后 她心里就来气 可能是想到了暴君的小时候 一身的旧伤 来自至亲之人的伤害 宫中的刀光剑影 阴谋诡计 全靠自己一人扛了下来 一个没有靠山的不受宠皇子 能坐上如今的地位 可想而知 吃了多少苦 因此初次见面时 她眼底透出的暴力 不信任 冷漠 不尽人情 才会如此明显吗 想到了什么 云摇摇摇摇头 嘴角又浮现出一丝浅笑 如今的屠山镜 对比起以前的暴君 确实变得可爱多了 一旁 忽眼目的视线灼灼 云摇摇自顾自来到凉亭边 倒了杯水喝 润润嗓子 将带的东西 交给忽眼目后 云摇摇与她普及起了 如今匈奴的局势 话刚说半句 忽眼目就打断了她 温良眨眼 陛下 我还未答应 要去匈奴呢 你说寻满你五次就去 这次已经是第二次了 我又一定会寻满的 四舍五入之下 不就等于你要去了 云摇摇头头是道 上次还叫我父亲 这次又称 我为陛下了 你这孽子 怎么还跟 为父生疏起来了 为父不会害你的 忽眼目一想说话 云摇摇要么是直接出声打断 要么就拿出些小玩意儿 跟哄孩子似的 敷衍地哄哄她 两人之间的氛围 竟维持在了这样一个 诡异的平衡中 对此 云摇摇十分满意 果然 杀病骄还得用轻轻刀 等说得口干舌燥时 天色已是浓黑一片 云摇摇起身 准备离开 一道温良的声音叫住了她 父亲 下次见面 不要带糖葫芦糖人 蛋黄酥这种甜腻的东西 我不爱吃 鱼儿也不爱吃 好好 下次见面 酸苦辣咸 都给你带个便 云摇摇背对着她 往后摆摆手 镊子嘴还挺刁 说完 便头也不回地离开了西碗宫 任务完成 回龙床找图爱飞睡觉觉 第七十三章 陛下刀 刀刀致命 晨曦微亮 云摇摇前往宣政殿上早巢 现在早起对于云摇摇来说 已经没有那么困难 因为她发现 自己竟然已经能做到点醒 甚至提前醒 待 这该死的早巢 这该死的生物中 坐上龙椅 云摇摇俯视着下方 黑压压的一片熟悉人影 三日不见 居然有点想念 自己这是和他们相爱相杀出感情了 正出神间 下方传来扑通一声众响 随后是撕心裂肺的上剑之声 把云摇摇吓吓了一跳 陛下 微臣有要事相扁 身为御史的尼铁举 已经三天没有见颜了 三日休目期间 她是苦心故意地 搜集各种可以上剑的事件 皇天不负有心人 终于被她找到了 今日早朝前 她在心中打了好几遍妇狗 灌了好大一杯茶水 为的就是此刻的发挥 对于御史这份工作 尼铁举是真心喜爱的 走 云摇摇指出冷冷的一个字 陛下 三日休目期间 微臣也不忘自身职责 游走民间 为陛下体恤民情分忧 可微臣却从民间听到了一个故事 此故事传扬甚广 影响甚大 恐影响陛下龙威 影响 尼铁举正欲口若玄河地说下去 云摇摇直接道 停 此事朕已知道 是有心之人故意背后抹黑 不必再说 被打断施法的尼铁举 陛下 臣至少还有三千字的稿子没说呢 其他的御史健壮纷纷上前劝谏 陛下 此事事关重大 您莫要为了妙妃 以大话小啊 陛下 您要以大局为重 大臣中 有泽王党和杜家党派 也出来浑水摸鱼 搅乱局势 一人两人的话 碍于皇威 屁都不敢多放两个 可一群两群的话 身体往其他大臣背后一缩 就什么贱言都敢往外蹦了 于是 朝廷中越来越多的臣子 就妙妃与泽王有私情一事 上前贱言 此事关乎皇家的脸面 锦号三四 无风不起浪 流言不会空穴来风 锦号三四 锦号三四 这可是 一顶天大的绿帽啊 万一妙妃诞下子嗣 都不知道到底是皇子 还是世子 锦号三四 见言如雪花一般 铺天盖地而来 饶氏云摇摇 已经做好了准备 都被吵得耳疼 这便是屠山泽的 计谋高明之处 人人皆知 世上的流言半真半假 可一旦所有百姓 都传这个流言 当大臣们纷纷为这个流言 说出一些杀人诛心的谏言 你能完全不被这个流言影响吗 你能不因这个流言 生出丝毫的猜忌和嫌隙吗 可惜 他与屠山竟互换了身体 两人立意共体 肩不可摧 是最亲密的关系 摇摇军团这时轻轻嗓子 开启了反击 狄顺志和周思人直白地对 林清廷引经据点地骂 再加上一个小嘴抹了蜜的高冲光 朝廷上的局势立马翻转 呈现出分庭抗礼之势 宁守离嘴唇涅如 也想帮陛下说句话 陛下能下此结论 定是调查清楚了 你们这样是 着了背后抹黑之人的 话还没说完 就有臣子直接对他 宁上说 宁大将军 还没洗脱叛国勾结之罪呢 您还是先顾自己吧 你 宁守离气的一甩袖子 不再参与 见高卫那人迟迟没有出声 有些特意搅乱局势的臣子们 蹦搭得更欢了 有几人甚至直接建议 让妙妃自行请罪 卸下妃位 不少大臣皆有些沾沾自喜 没想到有朝一日能见言地 让陛下都无话可说 许是有了温柔香 陛下如今的脾气收敛了很多 就是陛下的这些心腹 一个个小嘴 跟抹了粪水似的 臭不可闻 云瑶瑶凉凉地扫了一眼这群人 默默地记在 自己路关玉被赢的小本本上 诸位爱卿 说完了没 瑞丽风寒的声音一出 众朝臣立马从心地安静了下来 云瑶瑶的目光如刀扫过朝臣 李四成 你说无风不起浪 朕也听说过一个留言 李四成你宠妾灭妻 后宅不宁 还与自己亲弟的小妾勾搭在了一起 此事竟是真的 李四成面色一白 扑通一声就跪在了地上 黄鼠正 有留言说你贪污过几千两银子 此事看来也是真的 你回去叫上自己的酒足 一起洗干净脖子 等死吧 梦思叶 不多时 地上就齐刷刷跪了一片 都在喊冤 云瑶瑶冷笑一声 此时怎么不说流言为真了 听风便是雨 宁将军一事也是如此 凶奴还未有动作 朝廷内部就先乱了 这次有心之人抹黑妙飞也是如此 妙飞建博物馆 改良造纸书印刷术 又建藏书馆和十字馆 你们扪心自问 有多少人的功绩比得上他 不好好 为自己的政绩想办法 却挥刀朝有功之人 朕看你们是如内有吉 地下的老祖宗 知道你们做出这些蠢事 都得诈师把你们带走 一顿指着鼻子骂 把臣子们骂得狗血淋头 面色羞愤 恨不得找条缝钻进去 方才还觉得 陛下脾气好的臣子们 此刻默默在心中留宽面来 温和个屁啊 陛下刀 刀刀致命 云瑶瑶知道 能来这里上朝的 没几个蠢的 高冲光除外 新盐子都一个比一个多 他们如此 是因为阵营不同 利益不同 或是故意搅乱局势 或是被人当刀使 可正是这样 才让云瑶瑶觉得心泪 都是烟斥人 为何在大势大飞面前 就不能团结一心 同仇敌忾 反而处处挥刀向自己人 一群反骨涅沉 迟早把你们统统整顿咯 云瑶瑶的视线 落在杜冠流所在的利部行列 又慢慢移到了 位于杜冠流身后的男子身上 高德香 高冲光的父亲 任利部侍郎 都说上梁不正下梁歪 有妻子必有其父 此人跟高冲光一人有一个德行 高德香是跟墙头草 拍马屁技能满级 最标志性的就是 他那一张谄媚的笑脸 高家士族本在他手底下落魄了 谁知生生靠着舔杜冠流 又智能了起来 高德香自己也爬到了侍郎之位 杜洛林是插在杜家的一根针 只能在关键时候 才能发挥关键作用 那高德香 是否能被他策反 成为他未来对付杜冠流的一把刃呢 与此同时 匈奴 地牢内 一扎着辫子的高壮男人 挥舞着手中的鞭子 狠狠抽象背绑之人 道次带起丝丝血肉横飞 如起了一场血舞 喷溅在忽眼素的脸上 忽眼素眸光凶狠 神情越发兴奋 更加用力地抽着 被绑的 与其说是一个人 不如说是一团血肉 更加贴切 然后是这样 这团血肉 也凭借着自己坚强的意志力 不发出一声求饶 只传出痛苦的闷哼 堂堂骁勇善战的宁大将军 现在像条狗一样 落到我手里了 哈哈 你的骨头在硬 看有没有我的铁边硬 忽眼素放下手中的道次边 来到火炉面前 里面正放着一条鞭身 被烧得通红的铁边 铁边的材质本就硬 鞭身还被烧得通红 一边下去 不能将人骨头打碎 也能叫人活生生痛死 忽眼素缓缓来到凝手江的面前 弯下腰 附在他的耳边 反正你要活不久了 我实话告诉你 你振前失策 中了我的陷阱 正是你们烟尺人出卖的情报呢 凝手江的瞳孔猛然一缩 说完 忽眼素宁笑两声 身子退后 舔了舔唇脚 手中的铁边 就正欲朝宁手江身上 用力抽下 第七十四章 他方眼儿 一定是个成大士的 就在这千军一发之际 牢房外来的人 连忙制止 左贤王 谗于有令 宁将军不可杀 须收服 忽眼素只得放下鞭子 神情凶悍不满 父王有我一员猛将 足以护卫凶母 还收服宁手江作甚 烟尺人也根本不可能 拿笼城交换他 还不如早点杀了 把他的尸体挂到城墙上 震慑那群烟尺人 侍卫不敢多言 看到宁手江身上的伤 太过触目惊心 只得先处理了他的伤势 处理完 侍卫才将人 带到可汗的帐里 宁手江只感觉 自己浑身都火辣辣的痛 就连呼吸 都有一种灼痛之感 他费力地睁开眸子 上座 一位头发花白 目光凌厉的男人 正盯着自己 宁将军 你这是何苦 匈奴王呼掩渠摇头 你可知连丢两城 是烟尺人出卖的你 见宁手江未说话 呼掩渠继续寻寻善诱 宁将军 本王知道 你铁骨铮铮 不会屈服 可你不为自己想想 也应该为你的亲人考虑 他们如今的处境 不比你好啊 宁手江身体一僵 呼掩渠走近 居高临下地俯视着他 以一种充满怜悯的语气道 你应该猜到了 你护卫边关失责 活着的人会将所有责任 都推卸到你身上 混在其中的叛徒 也会向皇宫传达 是你勾结匈奴 出卖军情的消息 你觉得 皇帝听了这个消息 会如何处置宁家 宁手江心中一痛 眼里充满了哀伤悲用 他自然猜到了 朝廷不少臣子 对父亲的兵部尚书之位 虎视眈眈 巴不得宁家出事 父亲让位 先帝本就忌惮宁家 不满宁家功高盖主 因此 他才自请去边关 常年镇守边关 为的就是打消皇帝的忌惮之心 让家人在京城过得安心 新帝 才继为半年多 正忙于收拢权利 不说忌不忌惮宁家 就说此事正好方便 他趁机收拢兵部势力 又如何会帮宁家 从他重计被俘的那刻 宁家的结局就已注定 宁家背上叛国之罪 宁家人 全部处死 悲痛恍惚间 宁手江头顶的声音再次响起 在两城失守 宁将军背负的消息传回皇宫后 百官指着宁老将军的几粮鼓骂 皇帝勃然大怒 将宁家上下全部压入了天牢 即日问斩 算算日子 你家人问斩的时间 就在三日后 你宁家满门中烈 各个都是为国捐区的铁血男 到头来 却死在了自己人的手里 可悲 可叹 宁手江打断了忽眼渠 声音嘶哑 我知你想做什么 不必多说 宁家的家训是中军护国 不管发生什么 就算是死 宁家人也不会违背 忽眼渠面色一变 呵斥道 本王倒是看错了你 中军护国 中的是什么军 猜忌怀疑 甚至是灭你全族的军 护国 护的又是什么国 出卖你抛弃你的国 你宁家这不叫有情有义 是愚蠢 是自私 为何不忠于一个 信任你忠用你的军 朝廷那帮子虚伪小人 和冷血暴君 根本不值得你护 只有无辜的黎明百姓值得 何不臣服匈奴 踏平烟斥皇宫 让百姓生活在一个 明智的统治下 这样 才是真正 为了烟斥的黎明百姓后 只要你答应归降本王 三日后 你家人被斩 我就能派人为你截下他们 带回匈奴 信念重要还是家人的命重要 这三日 你好好考虑吧 带下去 侍卫立即拖着宁首将的身体下去 宁首将闭上眼 一行血泪流了下来 狡兔死 走狗砰 宁家从来都只有一个信念 那便是中军报国 为何就是如此简单的一件事 就要遭受无数的猜忌怀疑 被自己人出卖伤害 最后落得如此下场 三十年前 匈奴来犯 只差两成就打到了京城 是父亲拼了老命保下的烟斥 十四年前 匈奴卷土重来 是二弟三四弟 靠自己的血肉之躯 战死沙场 护下的烟斥 如今 如今宁家只剩他一个子嗣 却被自己人出卖 宁家全族最后也死于 他拼命护下的烟斥手中 何其讽刺 何其悲凉啊 宁家这么多年来 心中坚持的信念 真的是错的吗 待宁守将离开 忽掩渠坐回狐蚁 哼 倒是快硬骨头 不过再热的血 经此一遭 也该凉了 唯一让忽掩渠奇怪的是 烟斥皇宫传来的消息 那皇帝竟然放话查明真相前 要护住宁家 真是可笑 帐外 侍卫前来传话 禅于 月昆巫师已到 忽掩渠立马回神 快请他进来 说起这月昆巫师 那可是一位奇人 他十五岁前 只是一位普通人 某日家中 附近天降异象 七彩虹光挂在天际 方圆百里的杨马牛 皆撞树而死 自发献祭 带一到雷电 披向月昆巫师的屋子后 他彻底苏醒了神志意志 从此性情大变 一手补竹出神入化 既能驱邪避恶 又能消灾降福 忽掩渠近来身子越发不爽力 老了 做很多事 也开始力不从心 故换来这传说中的月昆巫师 为自己的身体降福 不多时 一脸上画着繁琐古老花纹图腾 脖上挂着一串凶兽之牙 足足有六十六颗 囊括不同凶悍猛兽的女子 缓缓走了进来 忽掩渠正想说话 却看到月昆巫师 眉头突然一皱 快步来到忽掩渠的面前 一言不发 拿出补挂 补完 月昆巫师重重叹了口气 又释然地喃喃自语 或惜 福之所以 福惜 或之所福 原来如此 看病最忌讳的就是 大夫沉默皱眉叹起三连招 看巫师 更忌讳对方出完这三套连招后 还神神叨叨地说些自己听不懂的话 忽掩渠立马急了 挂像是吉士兄 月昆巫师 你说的这话 到底是何意思 月昆巫师悠悠道 十四年前 匈奴战败 蒙受屈辱 可汗宁将最不受宠的儿子 送到燕赤皇宫当质子以求和 此乃或是 却为现在保住了一丝福 忽掩渠越听越糊涂 这是怎么还跟他那个妻子有关 他只得耐着性子继续听 您为了培养出最有能力的左贤王 放任在匈奴的十二个儿子竞争厮杀 如今只剩忽掩宿左贤王一人 他骁勇善战 有勇有谋 定能率领匈奴征战四方 本为服侍 可他偏偏不是可汗的亲生儿子 顾服生出了祸 这话一落 忽掩渠瞳孔紧缩 呼吸都开始急促起来 月昆巫师 你是否看错了挂像 月昆巫师摇头 可汗 您照我之前 想必是打听过我的能力 我已觉醒神意 天神庇佑 从未捕错过挂像 此事可汗仔细调查 便能知道真相 忽掩渠沉默片刻 终是挥手 你下去吧 此事不可跟任何人说起 是 可汗 月昆巫师悠悠退下 转身的瞬间 月昆巫师 也就是可今打造了这个牛逼巫师人设的方摇 嘴角微微勾起 人老了 本就更喜爱胡思乱想 疑神疑鬼 尤其是如今的忽掩宿 已有兴亡之势 众人拥护 做事非常有主见 既让忽掩渠觉得欣慰 又让他忍不住猜疑和忌惮 如今怀疑非亲生的种子 已经在忽掩渠心底种下 接下来 就等他自己茁壮成长 他方摇继续添柴家伙 和陛下安插在匈奴的针发挥作用了 他就知道 他方摇一定是个成大事的 匈奴要被他挑拨离间成功了 方家的族谱 都得从他 方摇开始重新编写 帐内 忽掩渠满脸一斗严肃 单凭月昆乌氏的一面之词 他当然不可能立马相信 可此事事关重大 必须调查清楚 他才能安心 换来心腹 将此事交代下去后 忽掩渠坐下 神情有些恍惚 许氏忍不住顺着自己的猜疑 就思索了下去 越想 觉得忽掩素不是自己亲生儿子的证据就越多 不必再多想 许氏那月昆乌氏有问题 一切都要调查清楚 再下定论 不管如何 那已被他放弃的质子必须找回来 宁守江也不能再收服或者杀了 他需用宁守江的命换回他儿的命 忽掩渠有些头痛 如此一来 匈奴和阉斥的博弈 就又变成了匈奴落于下风 嘴上这样说 忽掩渠心里还是忍不住瞎想了起来 当时忽掩素的母亲 是被自己看上抢抢过来的 跟了自己之后就很快有了素 莫非他早就与以前的肩夫 不行 不能瞎想 素儿的眉眼也不太像自己 不能再想下去了 那肩夫长什么样子去了 第七十五章 力度刚刚好 猛逼不伤脑 烟斥皇宫内 云瑶瑶下朝后 与自己的心腹们在宣政殿外闲聊 高冲光在瑶瑶军团中 虽一向是被排挤孤立的命 可耐不住他的脸皮后 硬要往一群人里凑 尤其是在陛下的面前刷存在 放在从前 云瑶瑶只觉得 他显眼包 眼不见为敬 可如今 自己描上了高冲光的父亲高德香 高冲光此举 正得他意 诸位爱卿皇城的第一家藏书馆 和十字馆已经建好 朕遇着私服前去一看 哪位爱卿愿陪朕 云瑶瑶淡淡一笑 调某条高姓鱼 果然 周四人几人正想说话 高冲光就立马冲出来了 还用屁股猛地撞开了 挡在面前的林青蹄 陛下 微臣有时间 微臣愿意陪陛下去 一定给陛下安排得妥妥的 高冲光谴媚笑道 狄顺之皱眉 你来凑什么热闹 你 高冲光反唇相机 狄大人 你最近要整顿安排满御楼 周大人是户部尚书 林大人是礼部尚书 皆事务繁忙 哪里抽得出时间 只有我最合适 同陛下去 云咬咬醋眉 故作勉强答应 也是 你们三人皆要为朝廷之事分忧 那就由高爱卿吧 高冲光得意一笑 暗暗寡了林青蹄一眼 一副嘚瑟欠扁的样 等着吧 看我怎么在你们 忙到无暇顾及圣宠之时 抱紧陛下的大腿 压死你们 皇城主接到 各色酒楼十四商铺 一间挨着一间 零次致笔 路上行人街面带笑容 一副热闹之相 云咬咬和高冲光两人 看完藏书馆和十字馆后 正准备前往高冲光 安排好的酒楼用午膳 云咬咬则在心里盘算着 待会儿怎么忽悠高冲光 给他画几个又香又大的饼 让他策反他爹 高冲光的面色 这时忽然一变 撸起袖子 哎嘿 这天杀得死骗子 竟还敢出现在京城 看老子怎么教训你 说吧 朝云咬咬恭敬地 交代了几句后 就朝着不远处的人影冲去 高冲光刚冲到 裴前霍的面前 裴前霍就反应了过来 身体连忙往一旁躲开 高冲光一个没杀住 脑袋就往地上栽 还好云咬咬反应及时 一把上前拉住了 高冲光的身体 这才避免了 他摔个狗吃屎 高冲光心里感动 目光黏腻 陛下果然是他为心腹 是在乎他的 裴前霍心中 正叫苦不迭碰到了麻烦 等看到云咬咬的脸后 他惊喜万分 公子 你怎么在这 高冲光指着裴前霍大声告状 公子 这人招摇撞骗 还骗了我的银子 您一定要为属下出气啊 谁是你的公子 你朝我的公子 换公子做神 裴前霍皱眉 放你娘 你爹 你奶奶 你爷爷 你姥姥 你祖宗十八代的屁 这是老 我的公子 高冲光愤怒道 你没事吧 这明明是我的公子 你算什么东西 也配合老子一个公子 什么档次 高冲光不屑地喷了回去 啊对对对 他是公子 我是你老子 你现在老子公子都有了 行了吧 赔钱货撇嘴嘲讽 我去你 心好心好心好 避避 心好心好心好 小英 心好心好心好 哟哟哟你急干嘛呀 避避 小英 云摇摇头一回看到有人跟高冲光喷的有来有回 不禁观摩了回 等等 怕两人当场干架 自己一下子折损两名人才 云摇摇还是插进两人的中间 以风寒的眸光威胁两人臂脉 有没有一种可能 你们两人的公子 都是我 赔钱货 高冲光 等弄清楚事情原委 知道和自己的死对头跟了同一个主 两人的脸色跟吃了屎一样难看 还要被迫握手言和 一笑闭恩仇 高冲光阴阳怪气 赔钱货 你还真是有本事 连公子的大腿都抱上了 赔钱货虽仍旧不知云摇摇的真实身份 也不忘阴阳回去 高大人也不赖 要德行有口技 要能力有口技 要样貌 还是有口技 不然怎么能得公子青睐呢 口技 等于一张剑的令人发指的臭嘴 此梗来源于 因高冲光的嘴太过招人恨 有才子 给他以经中有善口技者作为开头 编了手骂他的文 你 云摇摇 好了 不必再争 云摇摇与赔钱货闲聊了几句 听到他决定做酒水生意 进展计划都很顺利后 云摇摇满一点头 高冲光心里警铃大响 他看向赔钱货身后的孩子 眼珠子一转 赔钱货 这个孩子是你的人 一副被虐待过的模样 不会是你干的吧 赔钱货瞪他一眼 你少一几多人 公子 这是我 方才在路上碰到的 这孩子这么瘦弱的身躯 竟搬些有三个他中的货物 还被监工鞭打 我于心不忍 就派人把他买了下来 说到这 赔钱货就气愤 问了才知道 这竟是慈佑局的孩子 慈佑局 云摇摇簇眉 对这个名字 没有任何印象 赔钱货解释道 慈佑局是先帝乃士设立的 由朝廷出资抚养收留 无家可归孩子的地方 交一门手艺 带到成人后去留自院 三十岁以上五子四的人 可来慈佑局登记收养 这本是一件攒功德的好事 可今日我才知道 慈佑局的根本就是一群渣子 拿着朝廷的俸禄 干些丧良心的事 不仅打骂磕待这些孩子 逼他们以各种方式挣铜钱 不然就不给饭吃 最可恨的是 他们还与人牙子勾结 卖孩子 这话一落 云摇摇面色黑沉 看向了站在 赔钱货身后不远处的小男孩 面黄肌瘦 衣着蓝褛 神情怯弱 露出的脚踝处还有伤痕 一看就是常年被虐待 营养不良的小孩 云摇摇的声音寒烈了下来 朝廷竟还存在着这样的地方 带我去慈佑局 我来还你们一个公道 几人坐上马车 朝着慈佑局的方向而去 很快就来到了一条偏僻的巷子 巷子尽头 一座挂着慈佑局三字 还掉了漆的牌匾的宅子 映入眼帘 高冲光为了表现 直接就一脚踹开了慈佑局的门 嚣张跋扈地喊话 你们这群 话音戛然而止 门口 一个刀疤脸 一拳砸了过来 高冲光 力度刚刚好 猛逼不伤脑 下一秒 他白眼一翻 昏了过去 云摇摇 院子中央 几个高壮如牛的大汉们 面色不善地看了过来 找茬的 一旁的龙影卫 立马将手放在腰侧的刀上 护在云摇摇身旁 轻声道 公子 这些人手有老茧 是炼家子 身上有血腥味 许是穷凶极恶之徒 第76章 招财惑惑 不怕困难 嗯 云摇摇一秒变脸 扇着折扇 一副清澈愚蠢的 有钱冤大头公子哥形象 七 真废物 带下去 龙影卫摸不准 自家陛下到底想干嘛 只得先把高冲光带下去 掐他人中 云摇摇微微抬高下巴 轻蔑地瞥了几人一眼 一脸傲涩 买人 二十个女孩 二十个男孩 身上无病 干净点的 有吗 大汉们心中的警惕 消散了大半 吃 又是那种钱多的 没地花的公子哥 怪不得阵仗这么大 当然 我们慈悠局最不缺的 就是孩子 大汉们往里头吆喝一声 主事 来活了 大汉带着一众人来到内堂 只见一续着山羊湖的男子走出来 见云摇摇等人穿着贵气 一身的不菲之物 他笑眯眯报了个价 三十两银子一人 公子一次性买这么多 在下斗胆做主 给公子抹个零头 给一千两即可 钱不是问题 孩子在哪 我要亲自挑 云摇摇豪气道 孩子正在房间里面休息 我现在让他们收拾一下 公子稍等 很快就带他们出来见你 说吧 山羊湖男子穿过走廊 来到一个房间外 正欲开门 云摇摇示意龙影卫冲出 将他压在地上 你们做什么 山羊湖男子愤怒道 外面的大汉们听到声音 立马抄起家伙冲了进来 龙影卫几招 就将他们制服 云摇摇走上前 将那扇门打开 一股臭味扑边来 只见房间内 垫着一张张破旧的草席和稻草 几十个孩子密密麻麻地挤在里面 孩子们皆身着蓝绿 分为几批 有的手里拿着一个装有铜板的破碗 头发糟乱 身体脏污 街身有不同的残疾 不知是天生还是人为 有的陆夫穿青纱 脸上还涂了拙裂的胭脂 呆呆地坐在原地 还有的蜷缩在角落 似乎是病了好久 虚弱地连听到开门的声音都没有反应 一双双稚嫩怯弱的毛子望过来 除了畏惧 更多的是麻木 只一眼 云瑶瑶就降门合上 调整了下呼吸 好一个慈佑局 无家可归 无处可去的孩子们 以为这是能收留容纳 自己的温暖港湾 殊不知一踏入 便是噩梦的开始 浑身的价值 连骨灰都要被一群恶人压榨至尽 原来很多他看不见的小地方 也能催生出大鳄 云瑶瑶恢复成傲气公子哥的模样 狠狠踩向山羊湖男子的背 好啊 你们慈佑局果然卖孩子 还虐待孩子 本公子要行侠仗义 把你们通通送到官府 山羊湖男子挣扎 破口大骂 小子 行侠仗义不是这样行的 你知道我们上头的人是谁吗 不想惹上麻烦的话 现在就赶紧给我滚 云瑶瑶吃笑一声 那你知道我是谁吗 还用别人压我 本公子不怕 你们去报官 你们则带着他们 同本公子游街 让所有人都看看 本公子怎么承恶阳善的 山羊湖男子急了 大吼道 小子 我上头的人可是度假 京城第一世家的度假 碾死你 如同碾死一只蚂蚁 奉劝你 不要多管闲事 你是度假的人 那我还是皇帝呢 云瑶瑶仿佛听到了一个天大的笑话 龙颖卫疯狂憋笑 陛下这事又要开始疲了 到这 龙颖卫怎么可能还看不明白 陛下是在钓鱼 让他说出 死有局真正的幕后之人 龙颖卫一个个上到地接话 嬉笑 那我们还是 皇帝手中最厉害的一只心腹军呢 那我是匈奴王 给我一千两银子 奉上整个匈奴 你口中的靠山度假 莫非是度假的远亲的小舅子的邻居 他二姑的儿子吧 吹牛不打草稿 抖门了呢 山羊湖彻底被激怒了 开始口不择言 不知天高地厚的无知小儿 你听好了 老子上头的人 是度国公度尚书家的五公子 敢跟度假作对 你们死定了 山羊湖以为这群人听到后 避讳两股颤颤 疯狂求饶 毕竟在整个皇城 度假最大 大到可以压死人 可他没想到 自己说完后 这群嚣张挑衅之人 一片平静 那傲气蠢公子 收回自己踩在他身上的脚 视线突然变得冷立 原来是度假的五公子 山羊湖满是不解惊疑 他们为何不怕 他们知道自己说的是 京城第一世家大族的那个度假吗 巡逻的禁军来了吗 云摇摇问 龙影卫正想禀告 门外突然传来 阵阵急促归整的脚步声 是一批禁军匆匆赶来 公子 已经来了 禁军们直接冲来 将山羊湖男子和大汉们压住 又搜了一遍整个辞幼局 山羊湖此时在禁军队伍中 看到了与自己有过点交情的人 他立马呼唤 实眼色 谁知那人却当他如空气 丝毫不搭理 山羊湖彻底崩溃了 这人不是清楚 自己是度假的人 还巴结过自己吗 今天这是怎么了 他们明明知道 自己的靠山是度假五公子 还敢这样 这群人怎么敢的 搜查完 禁军的小头领 恭敬地朝云瑶瑶行了的大礼 禀告陛下 辞幼局搜得管事之人九人 孩童一百零三人 云瑶瑶点头 应该还有一批孩童 被派到外面正迎前了 把他们也找回来 是 陛下 毕 陛下 山羊湖瞳孔紧缩 心中一直依仗的那丝侥幸 彻底崩塌 我刚当都说了 云瑶瑶瑞丽风寒的目光 从山羊湖身上刮过 声音如索命鬼首 朕 是皇帝啊 刷 山羊湖面色发白 一个情绪剧烈波动下 直接昏了过去 高冲光这时悠悠地醒了过来 见陛下已经处理好了这些事 立马谄媚地拍着马屁 痛骂慈祐局 云瑶瑶 慈祐局一事影响恶劣 需好生处理有关人员 慈祐局需彻底整顿 这群孩子 也需得到妥善安置 高冲光 陛下 此事事关重大 交给微臣去办 微臣必妥善处理 可听到慈祐局的幕后主使 是杜家五公子后 高冲光一愣 跟杜家有关啊 那自己还是别沾边了 高冲光 陛下 姿势体大 微臣一个人 处理会不会 云瑶瑶打断了他的话 高爱卿 你可是在担忧 此事与杜家有关 你怕得罪了杜家 而你的父亲 是立部侍郎 在立部尚书杜冠流手下做事 高冲光迟疑地点点头 是 云瑶瑶苦口婆心 目光中包含的柔和关怀 仿佛在看自己的功骨之辰 高爱卿 朕是真心 欣赏你的才能 个屁 周爱卿和林爱卿跟了阵后 如今都做到了上书之位 至于敌爱卿 他十分满意自己的官职 不愿变动 如今只剩你了 高冲光面露感动 谁听了这话 不得说一句 他才是陛下的真爱啊 朕一直想给你个晋升的机会 这个机会 今日就来了 你父亲穷其一生 都只到立部侍郎的位置 而你 有无可能借此次辞幼局一事 做到立部上书的位置呢 巴拉巴拉 此事皆与不皆 全凭你个人 推心致富的信任 加一个又香又大的大饼 这套组合拳 直接把高冲光打晕了 他感觉自己呼吸都有些急促 上书之位 谁不想做 高家族谱上 没出过一位上书 若是他真有这个可能 都能以自己的名字开头 自立一本族谱了 可杜家不好对付啊 管他好不好对付 先对付了再说 回家策反爹去 从始至终 咱自信放光芒 只憎恶别人 从不质疑自己的高冲光 都没有怀疑过 自己的能力 是否配得上上书之位 见高冲光已有一动之色 云摇摇不再多说 微微一笑 他的鼓动已经做好 接下来 就看高冲光 能不能给他一个突然的惊喜了 而裴前活 直到离开辞幼局 整个人都是恍惚的状态 感觉像是踩在云端 他人生中第一次抱上的大腿 竟是陛下 自己这是走了什么狗屎院 有了陛下荡靠山 以后谁还敢阻拦他做生意 主要他还能掌握第一手的情报 抓住风向 直接呈上朝廷政治决策的快船啊 要是当初他知道 那人是陛下 哪用陛下威逼利诱啊 就算是让他现身 他咬咬牙 也是可以的 高兴得意者 裴前活心中又猛然生出了危机感 陛下身边定是人才众多 绝对不止他一个做生意的 要是自己在一众人才中表现平平 陛下必会抛弃自己 以后这妖妞的靠山能从哪找 不行 这段时日的休憩时间减半 好好铺在生意上 他至少得让生意先步入正轨 才能松懈 招财活活 不怕困难 冲 第77章 热心群众 龙影未也 云摇摇脚步如风走在前 小五子提着大包小包的东西跟在后 看着自家陛下 那发自内心的开心 小五子心里头是既欣慰又焦急 陛下对娘娘那是真心宠爱 不仅时常业遇娘娘十三次 连长服出宫都不忘给娘娘带礼物 就是娘娘的肚子怎么迟迟没有动静 天知道 她有多想侍奉小皇子 或是小公主 思绪纷飞间 一只手将一份礼物对过来 你和秀儿氏主有功 这次振出公带的礼物 你和他都有份 小五子的眼睛瞬间就含了两泡泪 深情凝望着自家陛下的俊朗面容 陛下 牛秀儿嘴巴一扁 面色动容 郑欲发出他标志性的牛摸声 逼 云摇摇怕自己的耳膜承受不住 立马用礼物塞到他面前 手动臂脉 摸 行了 自己玩去吧 朕与妙飞独处一会 云摇摇接过东西 转身合上了云音宫的大门 爱飞 朕来了 听到声音的图山静 放下手中的毛笔 一边活动下酸胀的手腕 一边看向来人 你今日出宫所为何事 嘴上虽在问正事 目光却忍不住 落在云摇摇提着的大包小包上 这是什么 特意给他买的吗 真是的 送礼就送礼 还特意为他出一趟工作什么 图山静心底泛起丝丝密意 连带着处理了一上五事物的疲累 也一扫而空 见云摇摇提着东西朝自己走来 图爱飞傲�开心 伸手手去接 结果云摇摇从他身侧擦肩而过 直接将东西放在了另一张桌上 接了个空气的图山静 等云摇摇放好东西 坐到图山静面前时 发现暴君情绪忽然变差了 看向自己的眼神 还隐隐带着哀怨 又咋了 喜怒无常的 莫非是大姨妈来了 算算日子 好像就是这几天 想到暴君又要为自己挨姨妈之痛 云摇摇同情地拍拍他的肩膀 正色道 辛苦了 记得多喝热水 图山静 云摇摇喝下一杯茶水 将自己出宫的事 娓娓道来 这次出宫 本来是想暗示高冲光策反他爹 没曾想撞破了慈佑局一事 还牵扯出了背后的杜甲 我让高冲光 全全负责慈佑局一事 高调严惩相关人员 此举 算是与杜甲宣战了 你这边做好准备了吗 若是如今还畏畏缩缩 那阵这个皇帝就白当了 图山静冷哼一声 眉目间霸气肃杀净险 你想做什么 便放手去做 朕为你兜底 多了个杜甲 也就是从他本就繁忙紧迫的时间中 再挤出一两个时辰的休憩时间罢了 好 不愧是霸气侧漏的图爱飞 云摇摇就爱这种 他在前方想干谁就干谁 想招揽谁就招揽谁 暴君在后方替他处理好了一切的感知又 两人具体商量了一番 今后针对杜甲的对策 两日后 是京城第一家藏书馆和十字馆 正式开馆面试的日子 此两馆建成的意义重大 既能传扬文明 开化百姓 显示出印刷术和造纸术的高效率之处 又可彰显烟斥国力 显大国的文明发达风范 所以 两日后 藏书馆十字馆的初次开馆面试 云摇摇和百官都决定亲自出席 共同见证这个时刻 云摇摇立压群臣 让图山静左 开场宣告朝廷文书之人 也就是在百姓面前露面 刷存在感 积累威望的人 可如今的图山静 因流言仪式 正处于舆论中心 则王两日后也会到场 这次的开馆 估计不会一帆风顺 不必担心 图山静安抚云摇摇的顾虑 你说的 谁招我 我干谁 说完所有的正事 图山静的目光 又忍不住 撇到那堆东西上了 不是送给他的 莫非是送给旁人呢 男人还是女人 亦或是烧去地府 给他在地府的好友们 不知怎的 图山静就想到了 西晚宫的忽掩木 那个手腕 还没自己一半粗的小白脸 难道又是送给他的 想到这点 图爱妃此刻极其不爽 内心泛起了酸水 心中默默想着 待会就下令 让龙影卫潜入西晚宫 把云瑶瑶送给小白脸的东西 通通没收 出神间 只见云瑶瑶突然咧着 一口白牙朝自己乐呵 猛然见到阳光开朗大男孩的自己 图山静不适应地偏过头 却看到面前桌上 摆了大堆的包装盒子 终于说完正事了 快拆快拆 这次出宫 我可是买了好多东西呢 图山静危症 手不自觉地就拆起了包装 那颗方才下坠的心此刻 已经飘在了云上 原来是买给自己的 罢了 那质子也怪可怜的 就让他先收着那些东西吧 两人兴冲冲地开始拆 都说逛街是女人的天性 尤其是自云瑶瑶穿过来后 还没正式逛过街呢 这次好不容易有时间 云瑶瑶直接解放天性 看到漂亮的 买 看到好吃的 买 看到用得上的 还是买 因此 等两人拆完包装 桌上出现了各种各样的东西 瓷器 玉佩 香囊 金玉斩弓 披薄 花垫 螺子袋 熏香 字画 绸缎 手把剑 抹额 配件 就差买个人回来了 尤其是 这里面的东西 很多都是成队存在的 这直接把图山静整心花怒放了 图山静将这些东西珍视地收好 嘴角快要飞上天际 连逛街看上某物时 也不忘给他挑上一份 生死不 你何时才能意识到 你对朕的爱已经不知不觉 刻入了日常生活细节 买这些 想必是花了不少银钱 罢了 前几日他秘密处置了几位逆臣贼子 充公了不少产业 生死不爱财 便将这些都给他吧 两日时光一事而过 皇城主街的镜头 以一座书卷气息浓郁的高楼为中心 重重把守的进军为分界线 外层的百姓们将此处围来的水泄不通 他们点起脚尖 纷纷看向这座高楼 兴奋地讨论着 听说这里面的藏书 一半是皇宫里的真集 一半是天子 从各地花重金搜集而来的 十分珍贵 何时开馆 真想进去好生观摩一下 单凭天子有此等魄力 打破各世家大族的知识垄断 让我们这些平民百姓 也能轻易读上书 就当得上明君二字 里面很多的印刷 本是采取改良过的印刷术和造纸术 妙妃娘娘真是神了 既能想出博物馆这种东西 还能改进印刷术造纸术 现在又提议 建藏书馆十字馆 才女也莫过如此了 妙妃娘娘 就是烟斥的大福瑞 是上天派到天子身边 撞我烟斥的神女 人群中 有人听到这话 不满地吃笑一声 什么神女 我看是红颜祸水差不多 又是和泽王纠缠不清 又是和陛下庄恩爱夫妻 水性洋花 放在我们村子 是要进猪笼的 有人当即反驳 什么和泽王纠缠不清 我倒听说是泽王一厢情愿 阴暗扭曲 嗨 那男子满事不屑 打断了出生之人的话 苍蝇不丁无缝的蛋 要是妙妃真端庄得体 怎会引出这些流言 说到底 还是如今的风气出了问题 女人不想着在家相夫轿子了 反倒是出来抛头露面 引邪营 那一直哀天怨地的男子 愤愤不平 压低了生意 丽女官 仲妙妃 宣扬这种风气 我乔天子也未必 有你们说的那么盛名 这话一落 男子身边的百姓们一片哗然 禁军就在附近 朝廷众臣们 也都齐聚在藏书馆三楼 这么敢说 不要酒足了 他们连忙离男子远一些 捂住耳朵 当作没听见 男子冷哼一声 沉浸在众人 接醉我独醒的优越感中 没话说了吧 你们看如今的街道上 女子人数多了多少 接出来抛头露面 一些规格女子 甚至连面纱为帽都不戴了 以面容是陌生男子 蓄意勾引 让男子不能专心做事 引发淫乱 真乃大害 要我说 就该废了这妙妃 天子自写请罪书 以告天下 废女官 养女剑 男子说得正起劲 没看见自己的身后 一位浓眉大眼的高壮男子 悄悄朝他靠近 那高壮男人 忽然就从背后 一把抓住他的手 大声喊道 大人 这里有人骂陛下是婚居 还说要陛下写请罪书 自告天下 草民怀疑 此人是匈奴派来的奸血 故意煽动分化我们烟斥的 那男子立马就慌了 疯狂挣脱 想要逃 你胡说什么 快放手 禁军飞速赶来 直接将男子双手扣押 向四周的百姓 确认此事是真后 便凶神恶煞地踹了他一脚 直接带走 经过这个小变故 有些也在说着不敬之言的百姓 立马闭上了嘴 而那举报的浓眉大眼高壮男 再次引入人流中 睁大了一双炯炯有神的虎目 准备寻找下一个目标 他可不是什么热心群众 是陛下安插在百姓中的龙影卫之一 今天他两只眼睛 就盯在这轮流放哨了 他倒要看看 有龙影卫在 谁敢砸陛下的场子 第78章 感谢楼禽兽报的金币 藏书馆外一片喧闹 藏书馆三楼望楼处 却是静谧如水 坐在此处的朝廷大臣们 隐隐分为四个阵营 以云摇摇为首的皇帝党 以杜冠流为首的杜党 责王为首的责王党 以及不汤浑水的中立党 四个党派各有心事 各怀鬼胎 皇帝党 这群反骨逆臣 陛下迟早有一天 把你们斗杀了 杜党 陛下竟言成了 慈佑局的相关人员 是仅针对慈佑局一事 还是在借慈佑局 向杜家施压开战 责王党 陛下如今可是风光得很 显得王爷像知觉了欲的落水狗 这样下去不行 得搬回一城 中立党 依旧是保持高贵的 中立立场的一天 谁也别想来挨我们 杜冠刘微微一笑 最先打破这份静谜 陛下 此有局一事 微臣也甚是震惊痛心 是微臣教子无方 那个孽子该如何处置 便如何处置 微臣毫无二言 指望陛下 不要因此误会了杜家 杜家门风清白 世代三英 是忠心守护烟斥 守护陛下的 这是要直接舍弃 妻儿保全名声了 不过杜冠刘光儿子 就有十几个 舍弃一个不成器的杜公子 也不心疼 杜冠刘这话 也是在试探自己的态度 云瑶瑶故作感动 点头 杜爱卿之心 正是明白的 云瑶瑶 哎嘿 我就不明确告诉 你想搞你杜家 自己猜去吧 微臣谢过陛下 杜冠刘深情回望 杜冠刘内心 你又明白个什么了 倒是清楚点说出来啊 搞得他现在都不知道 到底踩你一脚好 还是继续让女儿接近你 中立党门看看云瑶瑶 又看看杜冠刘 纷纷焦头接耳的低声嘀咕 陛下不会真想干度假吧 那可是度假 百年基业 势力显赫 陛下估计是发泽难财 发飘了 才做起这吃力不讨好的事 城门失火 殃及吃鱼 不管我们的事 中立党派中 宁守离望向站在妙妃身后的女儿 老眼湿润 满是欣慰 如今的宁英 已退去了一身急躁青涩 举手投足间 净显沉稳大气 方才 他激动地跑过来与自己说 与他结拜的一兄 竟然就是九五至尊的陛下 他不断夸着陛下各方面的好 说自己或许很快就能升官进宣正殿上早朝 还说他也有能力为宁家争光了 陛下呀陛下 你对人心的收服 竟已到达了这地步吗 可就算是宁守离自己 也不得不承认 他而被俘的消息传来皇城后 面对百官的刁难 猜疑与施压 陛下利护宁家 说出要保下他而的命时 这一份认同 这一份信任 让宁守离 这颗寒了多年的心 早就不自觉飞去了陛下那 罢了罢了 陛下 您与我们宁家一份信任重视 宁家 还您一份安心 如今四方势力各怀心思 就让老夫来助您一臂之力 宁守离几倍挺直 大步迈出 在众人惊诧不解的目光下 直接走到了陛下军团的身边 豪爽一笑 诸位同僚在论何事 老夫可否一听 一旁的云摇摇 虽有些诧异 宁守离会在此刻倒戈阵营 却也觉得情理之中 宁家满门中烈 一贯奉行的是中军护国的信念 实在是先帝让宁家寒心太多 他们才会失望地归于中立 宁老将军虽将 却也实在豪哄得很 想到这 云摇摇朝宁守离微微点头 目光肃然 宁老将军 放心 有他云摇摇在 必不会让你后悔 今日所做的明智之举 中立党下八都惊掉了 一个个都瞪着宁守离 说好的 一起保持高贵的中立立场 你怎么就先背叛一步了 喂 宁将军你这样搞的 我们这些中立党好像很没有良心 主要是 连你这个尚书都倒戈了陛下阵营 让他们也有一些 有一丢丢的想倒戈 一旁的屠山泽表面端着光风际月 与世无争的笑容 实则一口牙都要咬碎了 兵部尚书也入了他的阵营 那自己谋朝篡位的胜算就更小了 都是云摇摇 是他这个大福瑞影响了局势 可他放出那些杀人诛心的留言 为何没让屠山竟猜忌冷落他 今日他又为两人准备了一份重磅大礼 若是屠山竟依旧无动于衷 护着云摇摇的话 那便说明自己已无法得到云摇摇 那他便只能趁着今日杀了他 祭祀台上的香燃烧殆尽 屠山竟站起身 一身降红华服 眉眼冷肃 末发飘扬 他一步步走向望楼的栏杆 屁腻着下方乌泱泱的百姓 下方的百姓 同样望着上方那道人影 女子的出现引起一片喧哗后 又在女子威肃披靡的目光下 百姓们自发地安静下来 只正正地望着望楼人影 符合归义之令姿 读旷氏以绣群 饶是有博物馆开馆日那天 见过妙飞的百姓 此刻也仍旧忍不住感慨一句 绝色出尘 风仪高华 高楚之风 卷起屠山竟的衣袍烈烈作响 红衣与末发交扬 屠山竟宣读文书 落子坑腔 经陛下下令 藏书馆藏浩汉书海 十字馆交万名辩字 杨文明 开明智 竟显我烟斥之大国风范 百姓们心中 就算有再多八卦 听完这番话 也不由得热血沸腾 与有容颜的挺直几倍 恨不得将烟斥人这三个字 刻在脑门上 他们纷纷大声叫好 今日是开馆的第一日 为保持秩序 今日可进十字馆和藏书馆的 都是经过筛选的百姓 一共十批 分批进入 人群中 立马走出了一对身影 其中有男女老少 也有华服和寒衣 他们皆掩不住面上的激动 在禁军的带领下 朝藏书馆和十字馆走去 百姓们立起脚尖 也好奇地往里面看 恨不得将眼珠子 粘在这批人身上 好意同进去看看 大约过了半个时辰 围观百姓们 接等地抓耳挠腮 站立难安了 这群人才 满面红光地走出来 立马有百姓 朝着这群人吆喝一嗓子 怎么样 里面的书 真有说的那么多 真能什么书 都随便看随便见 还有真有先生不收书修 就教人读书十字 何止 最先出藏书馆的 是一位书卷气息浓郁的男子 他小心翼翼捧着怀中的书 牙花子都笑出来了 不同你说了 我还要赶着回去问书呢 哎呀 你好歹多说两句嘛 百姓们更加焦急了 又逮着后面的人 七嘴八舌地问 后面出来的人不急 便一个个有耐心地 回答了他们的问题 里面的书呀 又多又新 一本本街 整齐排列在书架上 单一楼 放眼望去 便有至少五十个书架 有一手上满是老茧的男子 笑地两眼弯弯 俺借了本讲怎么种田的 俺家那读过书的儿子 总跟俺说 要有门道的种田 到时候就让俺儿子看这书 教我怎么种出收成高的田 一白胡子老头摸着胡子 这里面竟有完整的皇帝内经 如此盛典也有 天子真乃大义 看完后 老夫的医术 一定会有所精进 还有位妇人 一边用手指 在手心上写写画画 一边闭眼沉思 得性的得字 怎么写来着 左边是双人旁 一横 然后一双眼睛 剩下的先生是怎么说来着 哎呦 你们干嘛 在这吵吵吵 先生刚教的字 我又忘了 哈哈哈哈 这一幅差生费尽学字的场景 把一众百姓逗笑了 还有位举止有礼的年轻女子 怀抱着一本书 眼角微微湿润 走向一群女子聚集的地方 二楼确实有一处地方 是专门存放女子的读物 这本女志 便是我从其中找到的 从前的书皆在说 女子要顺从丈夫 女子最巫视师身 罪恶视多言 女子以柔弱为美 顺从为弦 我虽心有抵触 却在当今世道的大势所屈下 品味不了其中滋味 我方才细细翻阅了几页 女志 钟所讲的道理 与我从前看过的书 截然不同 她说 女子当自立 只要自己是被庇护的那方 就永远不会有话语权 说世俗的条条框框 皆是在束缚女子 说要有破局之心 不屈之志 自立之道 说要有一计傍身 才好安身立命 说着说着 这位女子便哽咽着哭了出来 当今圣上真实魏明君 不仅肯为女子说话 海里女官 宋潘玉良 甘古拜 梁洪玉 花木兰等人的故事 更是在藏书馆 专门开辟一处女子的毒物 其他安慰她的女子们 也见面露动容 妙妃更是我等女子的楷模 在公宴时 身处必死之局 能兵行险招 还自己一个清白 又是提出博物馆 改进造纸书印刷术 现在又见藏书馆十字馆 真乃神女 我听说 圣上在选拔秀女时亲口说过 妙妃天生聪慧 却还拥有常人所不能及的勤奋 每日起得比圣上还早 操练身体 博览群书 精益求精 也是因为这圣上 才如此重视妙妃 让她能不用居于宫墙之内 妙妃身为宠妃 都能做到这样 我们这些寻常百姓 更该努力 没错 我们本就被事故矿制身处弱势 更要付出比常人更多的努力 才好安身立命 姐妹们 从今往后 我们定不能再浑恶度日 只要万千女子都有这个思想 并未知努力 我们之中 未必没有可能出现下一个潘玉良 甘古拜 梁洪玉 云瑶瑶从望楼往下看 底下人声鼎沸 百姓们皆面色兴奋地讨论着 其中更是有不少女子 居于一堆 含热泪路期盼 她有预感 藏书馆与十字馆的建立 将会是未来打破封建遭破思想 对女子束缚残害的重要一环 见此场景 云瑶瑶也忍不住嘴角勾起 心情微微澎湃 建造藏书馆和十字馆 买书印刷 虽然花费了大笔银钱 现在看来 这钱花的值啊 感谢楼秦寿死后报的金币 第79章 他们在背后屈屈你 见底下百姓们 对陛下和妙妃的呼声越来越高 图山则坐不住了 她眼神微微朝一旁的属下示意 不多时 百姓中 便有一雷若青年轻轻嗓子 几乎是用吼的声音大声说道 我烟斥有此明君是百姓之福 可妙非 话音到这便戛然而止 因为人群中 立马冲出一高壮威猛的男子 直接用手帕捂住他的口鼻 雷若青年挣扎几下 便昏了过去 龙影卫一边把人拖下去 一边朝四周的百姓陪笑道 这是我侄子 今天从家里跑出来了 他炉内有急 有风病 喜欢胡言乱语 还会用刀砍人 说着 龙影卫就从青年的怀里 掏出了一把 本是藏在自己袖子里的匕首 诺 哎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 百姓们同情不已 有风病 那可得看好了 赶紧把他带回家吧 你也是不容易 人群中 很快又有另一位男子冒头大呼 天子圣明 可身边却是疑惑 下一秒 他被龙影卫捂住了口鼻 蒙汉要让他很快就昏了过去 龙影卫骂咧咧 死小子 欠我三百两银子 可终于被我逮着了 说完 把人拖了下去 人群中又有一女子大呼 妙飞玉泽 嗯嗯嗯 嘻嘻嘻嘻嘻嘻嘻 龙影卫把人拖了下去 接下来 不断有男男女女冒头 想要说些什么 龙影卫直接抓人 无嘴拖下去三连招 到后面 龙影卫越发娴熟 动作之迅捷 甚至只要察觉到 对方有贼没鼠眼 轻轻嗓子这种前兆 就直接发动三连招 拖下去 于是 进藏书馆和十字馆的百姓 都已经换了好几批了 底下都未出现什么动乱 龙影卫骄傲揣手手 如雷达般的目光扫射全场 有我在 没意外 屠山则听着底下那一句句 陛下圣明妙妃神女下 凡两人天作之和 人妈了 他准备的重磅大礼呢 人呢 都死哪去了 吃里扒外的东西 事后本王必要 扒你们一层皮 见百姓们的爱君情绪越发高涨 自家王爷的脸色黑如墨汁 一旁的属下心凉凉 为了防止事后回府 被震怒的王爷扒掉一层皮 属下只好再次下楼 暗暗吩咐自己 卫露过面的心腹 伪装成百姓 混入人群中 心腹侍卫气臣丹田 深呼吸一口气 大喊出声 天子圣 名字还没说出口 就见人群中 突然窜出一浓眉大汉 凶神恶煞地朝自己冲来 见识不对 心腹侍卫把腿就跑 一边跑一边大喊 可身边 却有云瑶瑶这种祸国之女 龙颖卫文生 皆从四面八方急不赶来 心腹侍卫跑得更快了 运起自己毕生所学的轻功 云瑶瑶乃醉臣云梁之女 与则王有过婚约 早就与则王司定终身 是不祥之人 更是不洁之身呢 龙颖卫们追得眼睛都红了 心腹侍卫则跑得腿 快要磨出了火星花子 还得不忘扯着嗓子喊 两方就这样胶着起来了 他逃他追 他运起轻功 到处边喊边飞 随着心腹侍卫的最后一句 陛下 已被这种水性洋花的女子玩弄感情 戴绿帽子 草民实在是为你感到愤慨啊 陛下 厂商的气氛彻底到达高潮 如冷水泼进了油锅 引发一片轩然大波 百姓纷纷咋舌 自己私底下曲曲两句也就算了 还敢当着人家的面说 你是有几个九族够侃啊 不过话题已经抛出 八卦是人的天性 百姓们纷纷两两凑一堆 一边往望楼上心虚畏惧的丑两眼 一边和同伴小声在背后曲曲 还不忘露出一丝你戏品的微笑 眼看男子的话已经引发了舆论 再抓人拖走 只会显得心虚默认 龙颖卫指得懊恼停手 望楼上 朝廷百官们脸上的八卦之色 不比百姓们的轻 看看陛下 看看妙飞 又看看泽王 这剪不断理还断得三角链啊 便也敲咪咪的曲曲开了 高冲光见不得自家陛下丢面子 立马就撸起袖子 欲语底下的人开喷 这群刁民 笨 云瑶瑶拉住了她 是以信任的目光 高爱卿 正知你能力 你眼面遮掩一番 去百姓中舌战群儒吧 高情商 你能力强 更适合与百姓舌战群儒 低情商 你嘴太臭 待在上面毁朝廷官员的形象 记得挡住脸 装成百姓哦 云瑶瑶还贴心地给她派了两个侍卫 以防等会因嘴剑被人打了 多谢陛下 一番感动后 高冲光迈着节奥嚣张的 小人步伐下楼了 屠山泽见两人面色不渝 他心里憋得那股气终于出了 茶言茶语地 朝云瑶瑶抱歉 陛下 微臣虽与妙妃娘娘有过婚约 也有过而失交情 可那人说的皆是假的 陛下千万不要相信 云瑶瑶淡淡一笑 朕当然明白 妙妃是与你有过口头婚约不假 可有朕这个注意在前 妙妃怎可能还会与你有私情 屠山泽一夜 该死的屠山静 竟敢当着重臣的面 拐着弯骂她是瓦石 屠山泽还想搬回一城 站立于望楼栏杆处的屠山静 已经说话 人与牲畜最大的分明 就是人有思考能力 你所说之话 皆是听来的流言 不加分辨 便轻易相信 是蠢 明知流言可谓 能颠倒是非 置人于死地 却依旧用它诋毁他人 是坏 又蠢又坏 丢烟赤之脸 心腹侍卫冷哼一声 是流言还是事实 想必妙妃娘娘心里一清二楚 恰巧这时 高冲光已经蒙好面 混进了百姓中 听到这话 她的暴脾气顿时就上来了 那外面的流言 还说我是你爷爷呢 也没见你个龟孙 跪下来朝爷爷磕两个 听风就试语 你那不到二两种的头颅 是出生时 随其代一并减掉了吧 哦 是爷爷忘了 你天生就没有灵堂令尊 是从爷爷爷的粪便中 蹦出来的 爷爷是一把屎一把尿的 味大你啊 子不叫 爷知过 你发颠 爷的错 今日爷就效仿那暴势打子 打死你个龟孙 说吧 高冲光一把就从旁边妇人的篮子里 抓起两鸡蛋 往他身上丢 心腹侍卫连忙躲开 被高冲光这番渐言渐语气的不轻 想打他 又打不着 只得憋下 他从怀里拿出一块手帕 又道 实话同你们说 我以前是罪人云良云府中一个看后院的侍卫 不仅看到妙妃与泽王不清不楚 还看到他与好多男子牵扯不清 这手帕上绣着咬字 是某次妙妃亲手托侍卫 带交给则王的 证悟一出 四周百姓们又是一阵哗然 议论声更大了 图山静周身含义更甚 这帕子是真是假并不重要 百姓们分辨不出 此人要的 就是将云瑶瑶彻底抹黑成德性有亏 与则王有私情的女子 就算自己解释了 或直接将这人砍了也无用 百姓会依旧怀疑 字证 往往是最难的 可恰好 图山静从云瑶瑶那心学了一招 以魔法打败魔法 图山静面色素冷 目光如炬 你再说谎 先不说我从未在云府见过你 就说 你手上有老简 是常年习武之人 身有轻功 能力非凡 必不可能只是在云家看家护院 你冒着生命危险 也要血口喷人 背后必有利益推动 且你身形粗犷 胯部比常人宽 这是常年坐在马鞍上所致 种种猜测结合 你是凶奴人 图山静 泼脏水是吗 正好朕最近也学会了 如今该自证的一方变成了你 看你如何喜庆这个污名 高冲光立马怪叫一声 指着这人鼻子 难怪老子一看到 你就觉得和你天生犯冲 原来你是凶母狗啊 你刻意煽动离间陛下 和妙妃娘娘的感情 定是你们匈奴 也看上了妙妃娘娘这个福瑞 惦记造纸书印刷术 想把娘娘努了去 老子现在就化身红七公 打死你这个凶母狗 龙影卫门立马会议 充当起义愤填膺的水军们 我爷爷就是被匈奴人杀害的 有朝一日刀在手 势必图进匈奴狗 你刚才鸡里咕噜的 原来是在说匈奴话 可恶的匈奴人 你还敢踏进烟尺的土地 打倒匈奴人 事情在这一刻 直接从三角链八卦上 升到了抗匈奴情节 在高冲光和龙影卫 你一言我一句地配合煽动下 百姓们顿时觉得 自己的血性都上来了 试问 哪个烟尺人不恨匈奴啊 更何况是在如今的匈奴 连战烟尺两成 俘虏宁大将军 侮辱烟尺的局势下 那当真是对匈奴恨的睡前 都要骂几句 心腹侍卫想要解释 奈何如今的局面 已经混乱到 根本不容他解释 百姓们便一个个上头地 都要冲来打他了 甚至有个更激进的大娘 直接抓起自家玩裤裆里 辛拉的一炮屎 就狠狠往他的脸上砸去 那温热旁臭的感觉一袭来 心腹侍卫当场就忧了 偏偏大娘还不解气 一边抓屎 一边追着他丢 一脸的悲愤 都是你们这些匈奴人 害得我而在边关当兵 八年未归家了 砸死你 最后 心腹侍卫在大娘的丢屎攻势下 硬生生臭晕了过去 泽王阵营 又损一鸣 第八十章 泽王要把陛下 翻来覆去的酿酿酱酱 干倒匈奴人后 百姓们一个个都挺着几倍 鱼有熔烟 一个字 爽 派了不少奸细 潜入我们烟斥地盘 高冲光挥舞着拳头 下次老子看到这种意图 煽动分化我们的 见一个打一个 混在人群中的龙影卫们 眼珠子一转 一个个粗声粗气的冒头说道 妙妃娘娘天女下凡 福瑞在世 改进造纸书印刷术 让匈奴惦记上了 我们一定不能着了匈奴人的道 要保护妙妃娘娘 哼 我看不止匈奴人惦记吧 妙妃娘娘一心为名做善举 竟有人泼脏水 传妙妃娘娘入宫前 与泽王有私情 故意诋毁娘娘 离间与陛下的感情呢 啊 还有这事 对啊 要我说 这背后的歹人 就是想要陛下听信流言 将娘娘打入冷宫 那样 娘娘以后还怎么为百姓谋福利 做善举啊 哎呀呀 我光顾着吃瓜了 竟没有想到这一层 这人也太陷恶了吧 这一番对话 也让百姓们醒悟了过来 对哦 光顾着吃这段三角链的瓜 他们根本没考虑到 这些流言会对妙妃娘娘 产生什么严重后果 要是陛下一怒之下 真废了妙妃娘娘 以后他还怎么为烟斥和百姓 带来更多的福瑞啊 涉及到切身利益 百姓们不淡定了 一个个自发地为妙妃澄清起来 望楼处 涂山泽深呼吸了好几口气 才勉强维持住自己那与世无争的笑容 计策一败再败 这种机会不可多得 这一次 他要亲自出手 涂山泽缓缓起身 来到望楼的栏杆处 故意与涂山静并肩立 眉眼温柔谦和 看向下方 诸位请肃静 静君立马一捡底地 大喝了三声 百姓们安静下来 涂山泽 本王已经听说了 有关妙妃娘娘的留言 这次百姓聚集 本王须亲自澄清 还妙妃一个清白 本王与妙妃少时相识 先帝只赴为婚 本王也欣赏妙妃的才情 这些通通不假 忽然 涂山泽看向一旁的降红人影 嘴角扯出一丝苦涩的笑 那双看狗都深情的桃花眼 也流出丝丝哀伤 声音低哑 可是 本王与妙妃并无私情 他与陛下 才是天造地设的一对 大家切勿在因为本王重伤妙妃了 说吧 涂山泽垂下眸子 脸上闪过一丝痛色 涂山泽还特意让身子微微颤抖 整个人仿佛此刻要碎掉了般 说出这番艰难 痛苦 沉重 折磨自己的话 敲你马得 绿剑巅 云瑶瑶快忍不住自己御翻的白眼 就差把我就是跟妙妃有私情 我就是在这欲盖弥彰 你们赶紧继续猜测 重伤妙妃写在脸上了 涂山泽冷眼看着眼上瘾了的涂山泽 眉头微醋 掩盖不住脸上的嫌恶 死骚雀 不知今早刚跟哪个女人撕混完 身上一股难闻的水粉味 涂山泽则心中得意 他苦心经营多年 各种做善事 拉拢明星 非常清楚 自己在百姓中的声望 他样貌也是公认的京城第一 现在与云妖妖站在一块 狼才女貌 更能引发遐想 这还不得让这群听风就事语的蠢民们 彻底站在自己这边 涂山泽不动声色地 朝底下的百姓们看去 谁知他们不是面露惋惜动容 而是两两凑在一堆 不断朝自己投来猥琐的目光 涂山泽 怎么跟他想象的不太一样 罢了 他们定是碍于皇威 只敢在私底下 为自己鸣不平 想到这 涂山泽演得更入戏了 不断朝涂山镜 头去深情又隐忍的目光 整个人看起来都要碎掉了 涂山镜 忍不了了 想把他头砍下来 震的刀呢 而百姓们狗狗碎碎讨论的话题 却不是涂山泽心里想的那样 泽王眼睛是抽抽了吗 他的身体也抖得好厉害 不会是可夫症发作了吧 我低个老天爷 可夫症不就是耍流氓吗 泽王不会当场阴暗扭曲 占妙妃娘娘的便宜吧 不一定 泽王心里还偷偷爱慕陛下 等会可夫症发作了 跑去摸陛下也说不定 嘿嘿嘿 长得人模狗样 咋内心这么变态呢 还说要把陛下带回家藏起来 是想把陛下翻来覆去的娘娘降降吧 陛下实惨 只有我一人觉得 泽王和妙妃娘娘站在一块 妙妃娘娘的气势 直接压过她一头吗 感觉泽王配不上妙妃 还有泽王勾结凶奴仪式 到底真的假的 龙影卫们听着百姓们的议论 露出一抹微笑 陛下真是神了 今日种种 果然都如陛下所预料的那样 他们继续发挥水军的作用 我有小道消息 说是真的 不然骁勇善战的宁将军 怎会被俘 大燕赤 又怎么会连丢两成 泽王还靠这个 跟凶奴人换了一只金旗 啊 那这泽王 也太不是个东西了吧 高冲光 则是将自己脸上的布拉紧了点 直接贴脸放大 对着涂山泽的方向喊道 泽王爷 听说您如今已经变成了太监王爷 在下这有支男子不孕不育的药 您要不要啊 王爷 在您此刻说下这番澄清的话时 究竟是不愿你爱而不得的妙妃娘娘受伤 还是故意想让你不可宣之一口的禁忌之恋的陛下听到 试探他的心意呢 泽王不愧是风流倜傥第一人 爱上自己的嫂子也就算了 还爱上了自己的亲哥 不过 做事要凭良心 您自己阴暗扭曲也就算了 怎么能勾结匈奴 出卖烟斥 这话一落 四周百姓皆震惊地 看向高冲光 今日怎会有如此多不要九族了的群众 是个狠人 不过爽了他们这些吃瓜群众 于是 百姓们的曲曲声更大了 一个个看向望楼处图山泽的眼神更加猥琐愤怒 图山泽的脸色 刹那间变得黑沉 你在胡说什么 他的心腹此时跑过来 低声在图山泽耳边说了些话 图山泽脸色一变 狠狠瞪了高冲光一眼 一切皆是有心之人作祟 你们丘中了套 可图山泽的解释 在下方黑压压一片的百姓议论声中 显得如此苍白无力 一团怒火憋在心口 下不去也上不来 图山泽还想解释 却见这群刁民中 有位妇人往自己孩子的裤裆里一掏 抓出一团褐色物体 正欲往自己的方向丢 图山泽提脚就跑 灰溜溜离开了栏杆 等回到自己的位置时 听到不远处有人扑斥一笑 扭头望去 是脸上嘲讽意味十足的图山镜 云瑶瑶以口型朝他道 这一波流言反噬 滋味如何 今日会发生的一切 大致都在云瑶瑶的意料之中 他知道 图山泽不会放过这种好机会 必会使阴招 因此 藏书馆十字馆的开馆之日 不是青天间算的 而是他特意选定的今日 四日前的晚上 与图山镜 商量出对付流言的具体对策 次日进行布局 寻找收买合适的说书先生 戏班子 满玉楼女子 乞丐 百姓 富贵先生 龙影卫等等 次次日进行排练 熟悉话术 部分人初次传播流言 次次次日继续传播流言 舆论开始发酵 次次次次日 也就是今日 在泽王没有意识到 舆论风向已经不对的情况下 这则有关他的炸裂狗血上头流言 已经传遍很多百姓 他若是今日出手 必是败局 图山泽根据心腹的话 此刻也推测出了这点 脸色难看得不像话 攥着茶杯的手越发收紧 清金爆起 他苦心故意经营多年的名声 此刻通通被这些流言毁了 图山镜 云瑶瑶 你们够该死 图山泽松开茶杯 茶杯落地 发出碎裂的声音 下一秒 空中隐隐传来什么东西 破空激荡的声音 图山镜警惕抬头 只见面前的几个方向 急速飞来十几只羽舰 以破空之势 包围之态 直朝他而来 第81章 谁敢动他 朕便杀谁 亦便突生 护卫在图山镜身边的龙颖卫 立马抽刀抵挡 守卫在下方的进军和龙颖卫 也抽调出部分兵力 朝箭矢飞出的方向追去 羽舰又射出了第二波 更加密码 图山镜本就是习武出身 这具身体 更经过了他 长段时间的刻意训练 碎落了一只羽舰 朝他肩膀袭来 图山镜身子用力一侧 便躲了过去 转身欲跑回内堂的瞬间 他的瞳孔一缩 只见中立党所在的阵营中 一大尘面露惊恐 他旁边的侍卫 已经抬起手臂 袖下的铁剑 以灵力之势飞出 直朝他的心口而来 剑矢扎进图山镜心口的那刻 侍卫和大臣 双双吐出一口黑血 似是独发身亡 倒地没了气息 图山镜的身子 半跌倚靠在栏杆上 嘴唇煞白 云瑶瑶几乎下意识站起身 拨开护在面前的龙影位 大步朝图山镜的方向跑去 将人抱在怀里时 云瑶瑶脑子已是一片空白 身子的手一直在抖 这一刻 他的第一想法 不是怕自己的身体没了 而是怕住在这具身体里的灵魂 彻底死去 你不会有事的 云瑶瑶的声线也有些颤抖 他尽力环抱着图山镜 忽然 云瑶瑶落在图山镜胸口的视线一致 短剑的一半已经深入心口 而从中不断渗出的血 是黑的 剑上又多 图山镜此刻倒在云瑶瑶的怀中 看着对方的模样 忽然笑了 上一次他的心口受伤 还是他亲自刺的 这次受伤 他便如此魂不附体了 缘分和情感 有时候真是说不清道不明 无 无妨 图山镜费力地支撑起自己的手 想摸摸对方的头 告诉他 别担心 他遭遇过的刺杀 少说也有十几次了 每次都命大的活了下来 我 抬起的手 牵扯着心口更痛 图山镜忍住 将安慰他的话说完 我命 大 会死 我也绝不会让你死 云瑶瑶吼出这话 一滴晶莹溅在他的脸上 太医们已经赶来 纷纷为图山镜治伤 图山泽也担忧地快步走来 站在一旁 面露忧色焦急 可图山镜分明从他眼里 看到了掩饰不住的得意 图山泽此刻心中 确实是愉悦又解气的 云瑶瑶身边守卫森严 他本就没想着 靠那些埋伏的箭手杀死他 只是可惜了他一名死士 和一位心腹 那位前不久 才倒戈他阵营的心腹大臣 临死都不知道 一切都是他做的局 不过换走一位 图山镜身边的福瑞 直了 图山镜嘴角忽然扯起一抹笑 他闭上眼 一只手往后撑住栏杆 下一秒 他忽然起身 目光凶悍冷冽 直朝图山泽扑去 一股大力将图山泽扯来 两人同时摔倒在望楼的栏杆上 在图山泽惊惑的目光下 图山镜大声嘶吼 是你 你不仅勾结匈奴 还收买臣子 想在今日杀了我 好让陛下彻底失去福瑞 底下百姓们正惊慌着 猛然听到望楼栏杆砰的一声 下意识往上看去 便瞧见了这一幕 又猛然间听到这样一个大瓜 一时间连跑都忘了 说完 也不用图山泽推开 图山镜便施了最后一丝力气 闭上眼 身子往下倒 云瑶瑶接住了他 心底酸涩又复杂 自己都这样了 还不忘在百姓面前 黑图山泽一把 加大对付他的筹码 不过这一黑 不仅彻底将对图山泽不利的流言坐实 而自己 也可借这个把柄 对图山泽施压 这就苦了本就提心吊胆的太医们 再次把图山镜的身体稳住后 开始与阎王爷抢人 云瑶瑶深呼吸一口气 不再去看图山镜 闭上眼 等再次睁开眼时 以恢复冷静 他眼底一片力气 发好施令 善太医 不管付出什么代价 他的命一定得保下来 云瑶瑶又看向图山泽 眼底杀意涌动 来人 将图山泽拿下 押入天牢 则王党立马冲出劝谏 陛下 此事只是妙妃的一面之词 便将责王押入天牢 是否太过武断 陛下 杀害妙妃的凶手一目了然 就是这里四成 他和侍卫都已经畏罪自杀了 不可随意冤枉人啊 为了一个妙妃冤枉王爷 不怕寒了 云瑶瑶两步走到他们面前 俯视着他们 目光骇人漠然 好似刮骨的寒刃 凶手是谁 朕自会调查清楚 君是君 臣是臣 朕的决定 轮不到你们智慧 妙妃是朕的福瑞 是朕的枕边人 国师更是说 他关乎整个烟斥的国运 谁敢动他 朕便杀谁 就算是你们的主子 屠山泽 朕也 赵 杀 不 物 这直白的话 直接吓得他们连连后退 射人的压迫感 更是让他们背后冷汗直流 身上都产生了虚幻的痛意 恍惚间 好似从前那个手上沾满了鲜血 杀法果断 性格诡绝难测的君王 又回来了 深夜 乾清宫 云瑶瑶的面色 是掩不住的疲惫 白日回到皇宫后 他就一直陪在屠山静身边 就他的太医 换了一波又一波 其中也有宫外来的明依圣手 揭说剑指差一分 就刺进了心脏 可见上有毒 太医们用尽手段 才解了毒 勉强吊住他的命 能不能扛过来 全看天意 丝丝酸涩和痛楚 从心口蔓延 遍布全身 活着的人都能如此痛 屠山静癌的那一件 该有多疼 可现在不是上春悲秋的时候 云瑶瑶捂住心口 调节了一下呼吸 再次睁眼时 他已经恢复了沉静 诸位 正想先杀了屠山泽 如今度假还在一旁虎视眈眈 此事必定是艰难险阻 诸位可愿 随朕一同前行 周四人 林青蹄 狄顺志 皆面色坚定 微臣早就说过 不管前路如何艰难 微臣都誓死追随陛下 云瑶瑶对他们的态度不意外 他又看向了宁守离 宁老将军 此事事关重大 牵扯也甚大 你现在退出还来得及 宁守离恭敬拱手 微臣今日 既然已在众目睽睽下 走到了陛下身后 便是决定追随陛下左右 绝不后悔 云瑶瑶动容 将他为带回宁守江所部的局 告诉了宁守离 匈奴那边一切都在顺利进行 不出意外 六日后的半月之期一到 宁将军就能平安回到烟斥 听到这话 宁守离老眼湿润 他自知江儿回烟斥的艰难 他心底也已做好了最坏的打算 接受江儿死于匈奴手下的恶号 可没想到 陛下那次的允诺 不是随口安慰 而是真正的付诸了行动 去筹谋 去布局 宁守离半跪在地 声音哽咽却坚定 谢陛下信任他 谢陛下对他伸出援助之手 微臣 誓死追随陛下 一旁的几人也见面露动容 对宁守离的反应早在预料中 他们如此忠诚追随陛下 不都是因为陛下信守承诺 真心为臣子考虑 心怀天下百姓吗 嗯 云瑶瑶扶起宁守离 我们继续商讨对付则王一事 几人就情报中则王的势力 和如今朝廷的局势逐一分析了一番 周四人道 既要对付则王 又要防着虎视眈眈的杜冠流 此事确实坚纳 一想到今后身上的重担 周四人感觉自己的屁眼 又开始隐隐作痛了 宁守离点头 不知刘言称 则王出卖军情 换取匈奴的一只铁骑 是否为真 若真 还需找出这只铁骑 一网打尽 林青蹄沉思 则王已不再能有子嗣 杜冠流断不会再与他合作 如今陛下 对杜家展示了对付之意 又极力先对付则王 杜冠流乐得其见陛下 与则王消耗 他好作收鱼翁之力 他还会出手 等等 云瑶瑶打断了他们的伤头 郑和时说过 不与杜家联手了 陛下 你要与杜家联手 云瑶瑶点头 眼中闪过一丝寒意 但不是招揽 而是 借刀杀人 对于杜家 云瑶瑶从来没有过招揽之心 原小说中有过一个情节 那时的则王 还是没有被绝育的龙傲天男主 拉拢到了杜冠流 某年烟斥的冬天强冷来袭 下了整整七天七夜的大雪 屠山泽和杜冠流 想出一毒计 拦下了朝廷 拨下的震灾粮 碳和冬衣 不仅如此 还出手脸粮 脸碳 脸冬衣 高价卖出 发灾难财 并放出暴君在宫中享乐 酒池肉林的流言 这七日 无数百姓冻死饿死 街道上再也不见任何流起 皆是冻尸 这是直接引起了明辩 屠山泽趁此机会 扯起正义之势的大旗 谋朝篡位 不仅坐上了皇位 还赢得了一众百姓的拥戴 杜冠流慈等人 云瑶瑶不可能拉拢 云瑶瑶将自己心里的初步想法 与几位商量了一番 几位臣子也纷纷出谋划策 商量出了一个大致对策 几位臣子皆是满意辅长 只有宁守离一人 面色有些复杂 满是皱纹的老颜 瞅了眼威速冷冽的陛下 默默在心里嘀咕了一句 陛下看起来威严又正直 怎想出的计谋 如此奸诈和不要脸呢 第八十二章 医术奇界 娘娘要被气醒了吗 次日 一道圣旨快马加鞭 送到了濮阳县丹林郡主的手中 听完宣读 杜洛林人妈了 兜兜转转 自己还是得入宫 而且直接被封为了贵妃 云瑶瑶那边到底发生了什么 很快 度假也传来了消息 还派了好几个杜冠流的心妇 跟在自己身边 两日后 杜洛林风光进宫 被封为林贵妃 当夜 陛下就传他事情 杜洛林 感觉自己像过年前待宰的猪 被洗了好几遍 浑身香喷喷后 被抬到了乾清宫 呃 低神 他虽然在现代天天喊着 要睡爱豆 点男模 还跟闺蜜分享 色图和小破文 但让他真刀真枪地干 他真心没那个胆子 他也怕痛 那些小破文 是怎么描述的去了 审核不让写 请读者宝宝自行想象 杜洛林感觉小腹一痛 不自觉打了个寒战 尤其是听云瑶瑶对系统说的话 屠山镜应该就是这个世界的男主 那不得像串烧烤一样啊 偏偏扛着他的太监 还讨好地说道 贵妃娘娘 陛下在那方面 可是异常地威猛神勇 妙妃娘娘第一次事情的那晚 足足叫了十三次水呢 夜风袭来 许事联想到了什么画面 杜洛林被吓得一蹶 等终于将人抬到了龙床上 太监们恭敬退下 不多时 一道挺拔高大的身影缓缓走来 杜洛林闭上眼 咽了咽口水 跳 低沉好听的男鹰响起 杜洛林 他说的是脱吧 陛下 我已 臣妾已经脱完 身上没有衣服了 人影走近 烛光倒映出 对方俊逸威瘁的脸 真是好帅的一张脸 屠山镜的颜值摆在这 杜洛林又觉得自己可以了 谁知下一秒 这张360度无死角的俊脸 说出了冷冰冰令人心碎的话 你先穿上衣服 然后在床上跳 次日 晨曦微亮 侍奉的宫人 一脸喜色地 过来伺候杜洛林洗漱 杜洛林哆哆嗦嗦地下床 脚碰到地的那刻 他立马夹住双腿 面色痛苦 真 尼玛的痛啊 宫女无嘴修笑 贵妃娘娘 奴婢听说 妙妃初次事情时 被宠幸了13次 而娘娘 您足足有16次 高她整整三次呢 娘娘真是好福气 杜洛林 她说她昨夜在龙床上 像只猴一样 蹦了整整一个晚上 你信吗 这福气给你要不要 宫女还沉浸在 自家主子受宠的喜悦中 娘娘我给您涂点药吧 涂药好得快 杜洛林 不必了 涂药就露馅了 死 双腿正是着地的那刻 杜洛林又是痛得一抽抽 哎 也不知道昨夜 听完陛下的一番话后 背叛度假 投靠陛下的决定 是否明智 弗林宫 一片受恩宠的喜色 云宁宫却是一片 呜啊 呜呜呜呜呜呜 娘娘呜呜 只听新人笑 不见就人哭啊 娘娘您如今还躺在这生死不知 陛下身边就又有其他人了 呜呜呜 一阵阵牛蛙般响亮的哭声 不断从云宁宫传出 阵飞了落在树上的鸟们 牛宫 别嚎了 不知道的 还以为是娘娘西去了 小五子吩咐手底下的人 将大批珍贵药材 送进云宁宫 看到床上的人影 她叹了口气 低声嘀咕 不过陛下这事做得确实不地道 知道陛下昨晚宠幸了林贵妃 还叫了十六次水后 身为妙妃和陛下头号CP粉的小五子 感到梦碎 又干巴巴地安慰了牛秀儿几句后 小五子离开了云宁宫 牛秀儿干了两碗饭 便又守着屠山静毫了起来 都怪奴婢 在望楼上奴婢怕自己的面容害人 给娘娘丢脸 便没有跟在娘娘身边 早知如此 奴婢是一定会守着娘娘的呜呜呜 娘娘你要是死了 秀儿也同你一起去地下 定不叫你孤独 娘娘你不知道 昨夜陛下宠幸林贵妃时 那叫一个震天悍地 听说龙床都快要被两人震塌了 可怜娘娘还不省人事地躺在这 可恶 哇嗚 哇哇哇哇 咦 刚刚娘娘的手指是动了一下吗 牛秀儿揉揉眼睛 盯了好一会后 以为是自己饮花了 于是继续嚎了起来 好了好一会 发现自家娘娘的手指 确实又动了动 牛秀儿惊喜万分 眼珠子一转 试探道 娘娘 昨日林尚书说 今日一下朝就过来看您 不是林尚书 娘娘 范桐好像跟疾风看对眼了 两人 哦不 两马过上了没羞没骚的小日子 也跟疾风无关 匈奴打尽烟斥了 连丢石城 跟匈奴也没有关系 陛下宠幸 那林贵妃十六次 天天搂着再轻小嘴 那黏糊件 林贵妃得意地 就插在我们头上拉屎了 这话说出口不久 那苍白的指尖 便轻微动了动 牛秀只是块头大 但他并不傻 一下子就想通了事情原委 只要跟陛下有关的事 娘娘就会有反应 善太医说 娘娘能不能醒来 全凭天意 那他每天 在娘娘身边加以刺激 会不会能让娘娘早些醒 说干就干 牛秀凑到屠山静耳边 轻声道 娘娘 您再不行 陛下就要把我们赶出宫了 陛下那时日日宠幸林贵妃 把她当作眼珠子似的捧着 两人那黏糊劲 恨不得以大地为床 当场就开干 林贵妃肚子里 很快就要有小皇子小公主了 陛下还广开后宫 招了上百个美人进宫 这还不算 她大搞断绣之痞 还招了几十个身强体壮的男人进宫服饰 娘娘您再不行 皇宫遍地都是小公主小皇子了哦 牛秀越说越夸张 眼见那苍白指尖 从微不可查地移动到整根手指一抽 到后面 连带着半个手掌都颤抖起来 牛秀一喜 一束奇迹 娘娘是要直接被气醒了吗 可忽然 那手掌像是被气撅了过去般 回归平静 不再动弹 牛秀又一丧 用自己那粗糙胖乎的手指 碰了碰自家娘娘的纤细指尖 这样不会把娘娘气出个好歹吧 娘娘 您快点醒来吧 我们都好担心您 第八十三章 不是暴撅 是昏撅 与此同时 宣政殿 摇摇军团的成员们 皆围着杜冠流 一句接一句的 马屁不要钱事的往外蹦 周思人 杜尚书真是好福气啊 家中嫡女蒙受君恩 族中子弟 也一个比一个出血 更别说杜尚书 您就是两朝元老了 狄顺志 杜尚书乃国之重臣 就连最清高孤傲的林青蹄 也在同僚们的禁营下 拍起马屁来 是一套一套 高冲光谄媚拱手 杜大人两朝重臣 陛下之公骨 烟斥之栋梁 巴拉巴拉 烟斥有杜大人 是国之大姓 杜冠流面上带笑 心中却冷哼一声 前段时间还对自己横眉竖眼 现在就一个个摇尾巴摇得欢快 小人行见 但不得不说 听这群人拍自己的马屁 心情畅快 浑身都舒适得不行 整个人飘飘然 尤其是这高冲光 不愧紫城副业 深得他爹马屁精的清传 新入摇摇军团的宁首离 有些尴尬 之前也没说过跟着陛下 要学会拍人马屁啊 思绪恍惚间 杜冠流轻飘飘瞥了一眼他 挑眉 宁大人怎么不说话 言下之意 他们都拍了马屁 你不来点好听话 宁首离老脸一难 罢了 一切都是为了陛下大业 他就设下这张老脸 本官方才是在感慨 杜大人为烟斥立下汉马功劳 巴拉巴拉 不要脸的老皮肤 你杜家也风光不要多久了 上座的云瑶瑶也与杜冠流 表现出一副君臣情深的模样 恨不得日日抵足而眠 杜家一时间 毫不风光 这就使得朝廷中的其他大臣 一个个面上都酸溜溜的不行 刑部队列中位于守卫的男子 眸光晦涩 此人正是刑部尚书 严清红 长得一双鹰雾锐凤眼 飞色官服下的皮肤 隐隐透出病态白 近来 陛下和杜家联合对他施压 有拉他下马之意 难道陛下 是知道了他跟泽王的关系 恍惚间 尚未传来低沉冷冽的声音 严尚书 对于泽王一事 你适合看法 严清红行礼 尽量让自己的立场有理有据 不失偏颇 启禀陛下 泽王押入天牢一事 微臣觉得稍有不妥 一切皆是妙妃娘娘的一面之词 尚无证据 有违法度 其余泽王党也纷纷出声 联合施压 陛下 你已经押了泽王三天 陛下 有失公寓 陛下 微臣请求放泽王 可如今泽王已成颓败之势 不仅在民间名声敬毁 在云瑶瑶和杜家的联手打压下 党派倒戈的倒戈 下马的下马 剩下的 要么是与泽王有很深利益交易 要么是自身实力还能挺住的 这些辩驳之话 倒显得力量不够了 对此 云瑶瑶冷哼一声 严尚书 你身为刑部尚书 便是要搜集罪证啊 只会说这几句话 那朕要你有何用 严青红立马跪在地上 背后冷汗直流 陛下恕罪 笑面虎度贯流落井下石 微臣觉得 陛下此举乃明智之举 泽王已引起民愤 不仅涉嫌谋害妙妃 勾结匈奴出卖军情仪式 也未洗尽嫌疑 绝不能放 严尚书 你怎如此偏袒责王 莫不是被他收买了 严青红声音嘶哑 本官就是论事 杜尚书误血口喷人 刑部队列中的第二人 是刑部侍郎杜秀成 杜家 一位能力超群的庞系子弟 此时眉眼都带着得意 杜大人虽说过 在林贵妃生下皇子前 杜家切不可在大事上随意出手 做了陛下的刀 不过这种 将顶头上司挤下来自己居上的好事 他还是乐得其见的 杜秀成面色微素 出声道 微臣赞同杜尚书的话 妙妃和军情都事关重大 则王为洗脱嫌疑前 必不能放出天牢 外部施压家内部被刺 严青红从未有哪个时刻 像今日这么狼狈过 可严家与则王 已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这一趟浑水 他纵是再不想躺 也不得不躺 云摇摇看着下方跪倒的严青红 眼中带着势在必得 这位被称为人间活颜旺的刑部尚书 在围观治理上 确实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 他早就想说服到自己麾下了 表面 他一直是不参与党派之争的中立党 私下 却以某些不可言说的原因 与则王立一共体 此次则王有难 正是他挖墙脚的好时机 不多时 朝堂上又就则王一事 争论得不可开交 连陛下将在后宫做事的 两位女官官婉玉和宁英 提拔到了朝廷 朝臣们都没空理会了 下朝后 只想赶紧出宫 上轿喝点茶水 润润嗓子 结果刚出宣政殿不远 就见一白发老人立于道路中间 一手抚须 一手背在身后 这白袍配清玉 一副先锋道鼓的老者模样 朝臣们身影一致 立马就有不少人认出了来人 这不是图太师吗 图太师怎么突然出现在皇宫 图太师不仅为先帝之师 也是则王之师 先帝曾亲口语诺过 可未经禀告入宫 此次前来 怕是为了则王 图太师可不单单身份尊贵 天下接门生 他手里还有先帝的一道遗诏 若是用遗诏和天下门生的影响力施压相逼 陛下恐不能再关押则王 朝臣们偷偷瞅一眼陛下的脸色 则王党更是一扫脸上的灰败 腰杆子都挺直了 目光如炬 天亮了 雨停了 他们觉得自己 又行了 来吧陛下 我们再战 图太师三两步走到云摇摇跟前 诗诗然行李作医 声音苍老 却铿枪有力 陛下 微臣此次出山 身负重任 为的是重振朝纲 匡扶君王 以满先帝昔日托付微臣之话 图太师几里呱啦 说了一大堆 不知是不是对方长期好为人事的缘故 话里话外 云摇摇总听出一丝道德绑架和居高临下 但云摇摇表示 只要我没有道德 就不会被绑架 你说你的就是 他主打的就是一个 耳不听心不凡 说的让云摇摇烦了 他鼻子发出一声冷哼 两人的身高差 让图太师只能仰望对方 只见那黑漆漆高贵的鼻孔 一张一盒 配合着下方的薄唇 说出了令图太师 差点跳脚的一番话 听君一席话 如听一席话 若图太师之言有些道理 也不至于朕听来听去 一点道理都无 若是想让朕放了则王 那便拿出洗清他嫌疑的证据 若是不让朕放 那便别成 洗清他嫌疑的证据 说的是什么颠三倒四的废话 陛下比暴君时期 还要令人发指了 简直是婚句 第八十四章 好你个老当 图太师心中满是愤怒不满 却只能声声压下 继续劝说 可饶是如此 对方依旧不为所动 图太师对皇位上 如今做的人越发不满 自发担起了见官的职责 话语中满是指责 陛下 微臣还有一事不得不见 丽女官养女力 此乃冒天下之大不为 微臣前几日翻阅了 藏书馆的几本女子读物 真乃不堪入目 残害女子的毒物 女子饿死是小 失节是大 真女才是 张显富德的典范 三从四德 才是女子正身之根本 这种毒物存在 长期下去 整个烟斥必将礼崩越坏 图太师说话 铿锵有力 引经据点 举了不少祸水害国的例子 他还眉眼略带得意地 看了朝城们一眼 等着他们立即 愤懑不平地附和自己 一同觐见 让陛下废了女官女力之举 谁知朝城们 确实愤懑不平了 可愤懑不平的对象 却是自己 朝城们 OS 唠则王就唠则王 你个不怀好意的老灯 打压什么女官啊 这段时日 烟斥大肆宣扬 潘玉良甘古拜梁洪玉等女子的故事 鼓励女子自强自立 尤其是朝廷中有官婉遇 宁英 这两位女官的例子 更有妙妃这种神人 不断带来的震撼惊喜 不少朝城 已经从抗拒厌恶到被迫接受 再到如今的蠢蠢欲动 身为男子 他们最是清楚 有些男子的感情 有多靠不住 怜姻不一定稳固 但若是入宫当女官 在朝堂中长到话语权 对于家族 助力更大 他们之中 已经有不少人 推举了自家女儿 入朝为官 人 只要涉及到了自身的切身利益 一切都会变得双标起来 不用云摇摇出口 便有朝臣忍不住出声 反驳了图太师 图太师不敢置信 背对的嘴唇直哆嗦 那浑浊老眼中的愤怒震惊 仿佛在说 你们这群叛徒 一个个都成了陛下的走狗吗 对此 云摇摇嘴角含笑 看来这段时日的努力 还是有成效的 云摇摇诞生到 图太师既知男子当自立 又不许女子当自立 这是偏偏要将人 奋出个三六九等了 那岂不是违背图太师说的 天子犯法 与庶民同罪 那便是贵人在任何情况下 都高人一等 那只许州官放火 不许百姓点灯 也是正确的了 第一次像的靶子一样 被所有人围攻 图太师一张老脸都丢尽了 开始试图攻击 其他点挽回自己的尊严 此事暂且不论 上次微臣去藏书馆 发现里面有不少真本孤本 未接受过正统教育的凡夫俗子 岂能看得懂 放在这 岂不是暴殿天物 辱没了先人的智慧 大才小用 听到这 云摇摇微微摇头 眼中的戏血更深 这图太师 比他想象中的要好对付啊 许是被捧久了 墨水比智慧多 朕以为图太师博学多才 却不想你空有学识 却缺少对云云众生的敬畏之心 图太师幼时 不也是一懵懂 未经开治的无知孩童 可家中还不是为培养你 不少真本孤本任你翻院 如今朝堂上 不乏寒门出身的朝臣 就算是往前推几代 许多大臣也是寒门出身 少时也未接受过正统教育 他们皆不配阅真书 真书孤本放在藏书馆 任百姓借远 这正说明了 造纸术印刷术之忧 天子之开明 烟斥之强大 你却只关注到了大才小用 说到这 云咬咬住嘴 深沉地看了图太师一眼 撇过头 摇头 叹息 失望之色 溢于眼表 朝臣们更不满了 好你个老当 从前在朝堂时便自视甚高 现在还讽刺他们 不配看好书 往前推几代 谁不是寒门啊 还一口一个凡夫俗子 多读了几本书 你是要成仙了不是 于是 朝臣们又是对着图太师 一顿喷 连泽王阵营中 有个少时 读书艰苦的寒门臣子 都忍不住讥讽了他几句 对完才反应过来 图太师可是为泽王来的 怎还不小心伤害了自家人 哎呀呀 一时间小脾气没忍住 图太师您继续 图太师此时 哪还能想到为泽王施压 他一张老脸红了的彻底 浑身气得直哆嗦 眼里快要冒出了石火 先帝都是在他的严苛教导下长大的 泽王也为他敬他 他一个冷宫出身 从小未经受过正统教育的不受宠皇子 登上皇位后 怎敢对他如此无礼 还有这群慕无尊上的臣子 怒火大过了理智 图太师几乎是脱口而出 陛下 微臣当初虽未正式教导过您 可您皇子时 也偷听过数次微臣授课 微臣也算陛下半个老师 陛下方才之话 是否违背了尊师重道四字 图太师此话一出 云瑶瑶彻底冷了脸 他一步步逼近 韩生道 国为大 朕身为一国之主 图太师说 朕应该尊师重道在前 还是你应该忠君进军为先 那漆黑的瞳孔太冷了 冷得仿佛在屁腻一只 可随意碾死的蝼蚁 图太师第一次见 竟被硬生生下退了两步 此刻在正眼打量这位君王 图太师才发觉 面前的图山静 已不再是少时 被自己多次抓住偷听授课 可随意训斥成见的不受宠皇子 他手中掌管着烟斥的最高权力 只要他想 便可杀了自己 想明白此事的图太师背后 惊出了一身冷汗 还想出声说些什么 却见对方恢复了平和之色 图太师 朕今日乏了 有事明日再揍 说吧 便头也不回地离开 图太师本还想拿出先帝一招施压 却也知 现在不是好时机了 只得想着 明日在踏寻正殿 此次他已摸清了朝廷的大致状况 明日过来 必能用一招逼陛下放了责王 一下朝 云摇摇就秘密叫来了龙颖卫 龙颖卫恭敬跪在地上 胸膛一片热血 换过他们了 如今正是多时之秋 陛下肯定是有能掀起一片 腥风血雨的命令下达给他们 朕有重任交给你们 上座 威肃正色的声音响起 龙颖卫激动仰头 说吧陛下 作为您手底下最精锐的军队 任务再艰难 他们也势必完成 你们今晚去把图太师的先帝遗诏 偷了 龙颖卫 第85章 明之山有虎 狂敲退堂鼓 吩咐完龙颖卫 偷图太师遗诏的具体行动方案 云瑶瑶又换来瑶瑶军团成员 这几日 不仅是云瑶瑶忙得一天 只能按时干四顿饭 没时间细品各种美味了 其余几人更是忙得脚步粘地 放眼望去 周四人时不时面色痛苦地缩放 运动一下臀部肌肉 林青蹄和狄顺之的黑眼圈 带得吓人 宁首离更是脸都熬黄了几个度 像急了秋末的老菊花 干瘤又皱疤 云瑶瑶动容感叹 诸位爱卿 这段时间辛苦了 然后豪气地发财小手一挥 大批的赏赐分发了下去 看到那赏到自己心窝子上的赏赐 几人一扫脸上的皮泪 含泪收下 他们也不想把自己泪成尸体 可陛下给的实在是太多了 扶他们起来 他们还能干 几人就屠山泽一世 再次展开了讨论 屠山泽一世牵扯甚广 一个受宠的皇子 家有预谋的为皇位筹谋至今 他身后的势力 绝对是错综复杂且庞大 就算是经历了这段十日的接连打击 受死的骆驼也比马大 且得防着他的后手 云瑶瑶瑶的是名正言顺 众望所归地除掉他 以龙隐卫的实力 涂太师手里的遗诏 应该是没什么威胁了 那杀屠山泽的最后两步 只剩能堵住悠悠众口的确凿证据 呵护他的最后一道有力防线 刑部尚书严清红 证据云瑶瑶已经准备好了 这段十日 匈奴暗卫来报 他的造谣妃 在匈奴混得是如鱼得水 表现极佳 在一环扣一环的谎言 陷阱铺设下 老匈奴王最终对他围存的子嗣 在烟斥皇宫做质子这件事 深信不疑 老王与新王之争 搅得匈奴不得安宁 匈奴那边提出用宁守将将军 交换质子忽掩目 可此次是烟斥占据了主动权 哪能那么容易让对方如愿 云瑶瑶直接把朝廷上最会距离力争 顺杆子往上爬 得欲使尼铁举 派去了边关充当谈判专家 要想要回忽眼目 必须让他们大出血一次 而云瑶瑶需要的证据 就在三日后 宁守将回到京城了 至于收服刑部上书颜青红 这是有些棘手 棘手的不是颜青红本人 而是他坚定不移 站在责王阵营的原因 他的那对恋爱脑降众儿女 云瑶瑶思绪回笼 看向几位心腹臣子 关于颜青红的家中情况 这几日 你们调查了解的如何了 这话一落 几位皆表情复杂 一脸的难评 林青提将这几日的调查结果 详细禀告 简而言之 就是能指小儿夜提的 活颜望颜青红的一对儿女 对屠山泽情根深重的故事 颜青红在刑部手段很辣 回家却是个大孝子 不知是不是真如 他老母亲经常念叨的那样 颜青红手上沾染的血太多 罪孽深重 报应在了子嗣上 颜青红后宅的女人不少 子嗣却只有两个 一男一女 皆天生身体雷弱 因此 被整个颜家捧在手心里疼爱 不安适适 备受呵护的颜家二小姐 在一场精心策划的马车失控 就每人沦陷了 对屠山泽失身又失心 如今已怀胎四月 在颜府秘密养胎 颜家当初知道 他与屠山泽的奸情后 好言相劝对方不是良人 水灼伤身 要他滑胎断绝关系 结果他当晚就上吊了三次 承载着整个颜府西纪的颜大公子 在一次游船溺水中 被屠山泽所救 说要报恩 一来二去 抱着抱着 便对他情根深重啊 放话终生不娶 面对颜家人的逼迫 甚至以死明智 人生再是难觅知己 若不能守护报恩 那他便把命还给对方 对这两个将冲 颜青红采取了无数手段 软硬皆失 气得他 差点把自己发明的颜氏 十大酷刑用上 都没能掰正两人 无奈之下 他只好暗中 从中立党 变成了责王党 等灵青蹄说完 敌顺制忍不住吐槽 这也太惊世害俗了 兄妹俩同时爱上一个王爷 话本都不敢这么写 内心 感谢颜家兄妹提供的素材 您手离一脸的后怕 泽王在玩弄 利用他人情感上 当真是可怕 幸亏当初陛下 劝阻了微臣小女 不然后果不堪设想啊 周四人敏锐地抓到了要点 试探问道 陛下 您既然已经知道 颜青红站在泽王阵营的原因 却还让微臣等 调查颜家兄妹的情况 可是 想从颜家兄妹身上入手 收服颜青红 云瑶瑶点头 没错 解决问题 还得从根源出发 周四人猝没担忧 家有三个不省心娃的他 深知教育孩子 有时有多么令人抓狂 和毫无办法 简直是千古难题 陛下 竖臣直言 手段高明的颜青红 都拿他们没办法 陛下想出手 恐怕费力不讨好 而且跟感情沾了边 怕是更难 周四人说的云瑶瑶倒是认同 恋爱脑本来就难对付 这次还是一门双将种恋爱脑 根据林青提呈上来 有关颜家兄妹的详细资料 云瑶瑶一边沉思 一边回道 确实不容易 不过都说明知山有虎 狂敲退堂鼓 云瑶瑶一致 令堂的 又嘴瓢把自己的真实想法说出来了 云瑶瑶不动声色地纠正 此理不对 明知山有虎 偏向虎山行 才是为人之道 欲是不能退缩惧怕 迎男儿上方能抵立前行 巴拉巴拉 被教育了一顿的周思人 羞愧地低下了头颅 不过 看完城上来的文书 云瑶瑶对这兄妹俩 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 心里有了对策 李朝堂正是 他的臣子们有一套 李人 还得他来 云瑶瑶嘴角一勾 将需要他们办的事 一一吩咐下去 半个时辰后 本该回到严府中的严青红 被秘密请到了前清宫 正欲惶恐不安的行礼时 上方传来了声音 严尚书 朕知你是泽王阵营 朕也知你是因为自己的一对儿女 才与泽王扯上的关系 从前的事 朕一概不追究 可这次 你想在风波中护着泽王 可这会是什么结果 一个不慎 不说你 整个严家都将毁于一旦 严青红瞳孔一缩 扑通一声跪在地上 避 陛下 他闭上眼 神情灰败 这是他藏得在隐蔽 终究还是 让陛下知道了 他何尝不想 只安稳地在其职 谋其事 不参与任何党派之争 可他的一对儿女 与泽王扯上了关系 一个有孩子 一个天天报恩报恩 除非不要这一对儿女 断绝关系赶出家门 否则 当然 这个办法他也试过 可这一对孽子 全然不在意 连性命都不顾了 依旧往泽王面前凑 一想到这事 严青红就血压升高 云瑶瑶继续施压 实话同你说 泽王的倒台 已经是大势所趋 且朕已经掌握了 足以处死他的铁证 你们想护着他 于朕来说 只是麻烦点而已 不足以改变最终的结果 到时护则王失败 他死了后 作为泽王党的你们 还能有好果子吗 轻则罢官未明 重则 朱 连 九 足 这一番敲打的话一出 严青红的后背 已经是冷汗直流 不论陛下的话 是真是假 但其中的利害关系 是真切的 可他不敢立即改变 自己的立场 他的女儿有泽王的子嗣 儿子为了报恩 几乎奉献了所有 他成为泽王党后 更为泽王做了不少事 这是不争的事实 陛下事后 真会完全不追究 他真敢信任自己 且他的降肿儿女 要是知道他 为弄死泽王发了力 恐怕当着他的面 就能抹了脖子 追随泽王而去 严青红不敢赌 他擦了下额头上的冷汗 迎着压力道 陛下 家中儿女不懂事 微臣会好生教导 但微臣绝不是 以公训私的人 如今确实没有 确凿的证据 给泽王定罪 泽王乃是王爷 关在天牢中不服 好了 朕叫你过来 云瑶瑶打断 敲打一番后 该给一颗甜枣和大饼了 云瑶瑶又道 其余的泽王党 朕会毫不留情除掉 但与你 朕有惜财之心 才会今日叫你过来 你进入刑部后的一切功绩 朕都历历在目 是个不可多得的功骨之臣 突如其来的一番夸赞 把严青红整不会了 虽然心里仍旧惶恐不安 但好歹是夸自己有能力的 他颇为受用 这时 上座君王的谋光 忽然严肃起来 你对儿女自愿与泽王断绝关系 你便从泽王党 倒戈为保皇党 为朕所用 这是朕收复你的诚意 严青红 你接还是不接 严青红注意到 对方用的措辞是 收复二字 这给予了他几分尊重和信任 身为九五至尊 对方愿意屈尊做这些事 让严青红有些动容 此事有利无害 如今跟着泽王 实在是前途渺茫 而且 陛下要真能把他那对 降冢儿女掰正过来 别说倒戈了 让他倒台都行 严青红以头点地 正声肃穆道 微臣 谢陛下恩典 第八十六章 掰正恋爱脑降众兄妹 在前亲宫处理完正事 天色已经接近黄昏 云瑶瑶揉了揉酸痛的手腕 此时心里是无比的想念涂山劲 抛去私人感情 就说处理正事这方面 是太他喵的泪且繁琐了 再这么下去 他美好的身躯乃至灵魂 都将毁灭于处理正事上 心里这样想着 云瑶瑶的脚下 已经移步到了云丁宫 还未踏入殿门 就远远听到 牛秀儿中气十足的牛魔哭声 一旁的小巫子 立马捏出两个白镜小棉球 贴心地塞进云瑶瑶耳朵里 牛秀儿生如雷 断不能让他吵到陛下尊贵的龙耳 哎 妙妃娘娘一直未醒 她如此伤心 也是情有可原 这话一落 两人都沉默 空气中隐隐多了丝忧伤 云瑶瑶脚下的步子更快了 推开房门 看到静静躺在床上的人影 云瑶瑶心里终于有了一丝安心 但也不可避免地感到揪心 她坐下 一只手握住她的手 一只手将落在她鼻尖上的发烧 轻轻剥开 瘦了 脸也苍白了 云瑶瑶接过温水 用棉花沾水 细细地为其润唇 补充水分 今天她的情况如何 牛秀儿在一旁委屈巴巴地回道 陛下 还是同往日一样 但 话还没说完 对方叹了口气 自说自话 也是 善太医说能不能醒来全凭天命 你这次伤得这么重 岂能三天就好 牛秀儿 你退下吧 朕与她独处一会 牛秀儿 只得咽下自己的发现 退出房间 看着躺在床上毫无反应的身影 云瑶瑶想杀涂山泽的心 抵达了巅峰 放心 只剩三日了 三日后 涂山泽 必杀之 照顾了一会儿 又陪她说了会话后 云瑶瑶离开房间 牛秀儿看着陛下快要碎掉的背影 咬咬牙 赶紧追了上去 陛下 奴婢今早有了发现 娘娘虽然没有醒来 却对某些话有反应 嗯 牛秀儿将今早的事情经过说了出来 当然 心虚地忽略了 自己是如何造谣 陛下搞完女人搞男人 一群人搞 大搞特搞的事 听完 云瑶瑶一扫脸上的灰败 眼前一亮 有反应 那便说明 醒来的可能性大大增加 早说啊 刚刚白流眼泪了 她差点都以为涂山竟难以醒来了 云瑶瑶转身 就再次大步踏入了房间 砰的一声 把门合上 与方才的温情默默相反 这次 她笑得得意猖狂 对了涂山竟 还有件事 忘记跟你分享了 云瑶瑶凑到涂山竟耳边 和女人睡觉的滋味 那是真好啊 你那头沉睡的巨兽 的确好使 一苏醒 嘎嘎猛 宠幸林贵妃当晚 我是一夜十八次 到后面 直接让她娇声求饶 云瑶瑶紧紧盯着涂山竟的手 果然 这话一落 手指轻微地动了下 这一招果然奏效 云瑶瑶再接再厉 果然还是得开婚 才能食髓之位 之后 我又拿了百八十个美人 嘖嘖 那是玩的花样百出 在假山后 在温泉中 在夜晚的宣政殿内 搞不赢 根本搞不赢 我还叫了个画师 当场为我画了下来 这种能彰显我雄风的画面 当然是得给我的臣子百姓们 一同欣赏了 指尖动的幅度 明显增大了 云瑶瑶继续添柴家伙 表情要多猥琐 有多猥琐 我看你 还是别醒来了 现在我处理正式辛苦了点 耐不住有美人相伴 真是神仙日子 哎 突然想到李治世家的儿子 长得不赖 那天生蛋粉色的小嘴 真想狠狠蹂躏轻晕他 得想个理由 把他照进宫才行 脑袋里又出现 他那张小烧脸了 顶不住了 现在就派人 把他秘密接进宫 说到这 图山镜整条手臂 都连带着颤抖了 到后面 甚至还发力抬起了一些 像是活跃的思想 拼命在与沉睡的身体 做着激烈的斗争 云瑶瑶也激动地盯着这条手臂 哎嘛 这招简直就是图山镜又不术 怎么没早点发现 不过动了一会 手臂又脱力归于平静 之后不管云瑶瑶怎么击 对方都没再有反应 没事 有好的征兆就行 云瑶瑶决定 以后吃完饭 就来云丁宫打卡一次 换招法击他 祝他康复 想到这 云瑶瑶这几天 心里头的阴霾一扫而空 连带着脸上都有了笑容 离开云丁宫后 云瑶瑶又去了杜洛琳娜 两人装模作样地秀完恩爱 他又来到了西万宫 离两人约定的十五日之期 只剩最后三天 对付这个精神状态 不太稳定的并交质子 云瑶瑶已经得心应手 一见面就是礼物 美食加亲切地问候三件套 让并交质子 对他打开心扉 云瑶瑶正乐呢 很快就能送走这个温神了 冷不丁听到对方 传来凉凉的一句 陛下这是在高兴 还有三日 就要送走我了 胡说 云瑶瑶收起嘴角 板脸一刺 雌腹手中线 镊子身上衣 菱形秘密缝 一孔吃吃龟 可为父纵然是心中再不舍 也不能阻了你的前途 天高任鸟飞 一无二的才能 当然是能在匈奴 做出一番大事业的哈哈 来 我们继续商讨 一番你去到匈奴之后 该怎么搅得他们乌烟瘴气 胡掩木 父亲你还真是虚伪呢 云瑶瑶 彼此彼此 你也好不到哪里去 不然怎么说 我们是父子俩呢 不多时 两人坐在亭子里 商量对付匈奴一事 好一幅父慈自笑的温馨画面 云瑶瑶出着各种阴损法子 胡掩木兴致不大 有一搭没一搭地印着 等到说得口干舌燥 才欲离去 快要走到店门时 身后传来声音 云瑶瑶扭头看去 三日后 是我们的最后一次见面 胡掩木已靠在亭子边 积其白皙的脸庞上 一双漆黑空灵的眸 他蛮唇一笑 到时 我有一个问题 等待陛下解答 不等云瑶瑶询问是什么 胡掩木已经离开了亭子 回到房间 瑶瑶疑惑 孽子想问什么 总不能是问他 是不是真是他前世父亲吧 瑶瑶表示不解 并扭头离开了 围经最重要的 还是掰正那对恋爱脑降肿兄妹 第87章 毫无争宠 皆是报复 卿尘 寒意未消 图太师站在宣政殿外 一张老脸 黑成了国灰 原因无他 自己手中的先帝遗诏 竟然被偷了 用脑子想想都能知道 定然是陛下派人来偷的 昏君 监君 等会带朝臣下了朝 他定要当着所有人的面 先发制人 逼出先帝遗诏的下落 一旁的几个太监 恭敬地搬来椅子 端来茶水 怕他这把老骨头冻着了 还贴心拿来了熔坦 图太师心中有气 见此 直接怒目拒绝 还阴阳一句 皇宫的东西太过珍贵 老夫可受不起 太监们暗暗撇嘴 抱着东西下去了 可这一等 就足足等了将近两个时辰 中途 图太师口干腿酸 阵阵出冬 微寒的风刮过脸庞 差点给他腮帮子冻僵了 他看向不远处的太监 谁知他们一个个盯着地面 连眼神都不给一个 毫无眼力见的小人 图太师也不可能设下这张老脸 他冷哼一声 胸腔里的火烧地更加旺盛 终于 在图太师差点要把自己弃绝了过去时 一道明黄色的身影 从宣正殿缓缓走出 陛下 隐隐含着怒意的 一嗓子嚎了出来 许氏刚才站得太久 腿脚僵了 图太师刚迈出一步 脚下就脱了力 直接扑通一声 跪在了地上 脑袋还顺势朝着云摇摇的方向 东的一声 磕了个大响头 云摇摇乐了 图太师 快快请起 有话直说就是 何必行这么大的礼啊 图太师原本想的是先发制人 直接开场放大招 结果是当场拉了驼大的 他一张老脸青了白 白了红 红了黑 活像的老条色盘成了金 看得众人是一愣一愣 图太师爬起来 压下心头的尴尬羞愤 声音铿锵有力道 陛下 微臣有要事 结果话还没说完 又被打断 只见周四人从朝城中出列 神情悲愤 陛下 微臣斗胆 有意识求陛下做主 云瑶瑶转过身 说 微臣家中昨日遭了贼 那贼可恶又嚣张 不仅到了微臣的财物 还在微臣的夜壶中 留下一坨新鲜夜香 巴巴 以示嘲讽 云瑶瑶诧异 竟还有此事 狄顺志也拱手出列 微臣家姐的财物也遭了欠 有了两个苦主出生 立马有不少苦主 也跟着附和 最后 他们齐齐跪在地上 求陛下为微臣做主啊 云瑶瑶怒气挥秀 岂有此理 这魔道团太过嚣张 任后不得偷到皇宫来 宁尚书 魔道团一事 你全权负责 半月之内 定要揪出他们 消首示众 给朝臣一个交代 宁首离正色抱拳 是 苦主们围着宁首离哭诉 宁尚书 你一定要为我们讨回公道啊 呜呜 这把涂胎师整不会了 话到嘴边 又吞了下去 家里遭了窃的人 有宝皇党 有中立党 还有责王党 且自己丢失的除了遗诏 还有一些财物 到底真是 这所谓的魔道团干的 还是陛下在自导自演 云摇摇这时 看向涂胎师 涂胎师方才想说什么 涂胎师一致 如今 有了魔道团这个借口 在这个当头 他还敢毫无证据地去质问 那真是不要脑袋了 保不准 对方还会给自己扣上一顶 保管一照不当 丢失先帝一照的罪名 他不仅不能再问 还得掩盖下一照丢失一事 自己打落牙齿和血吞 想明白这点后 涂胎师彻底绷不住了 只得随意找个进攻的油头 搪塞过去 罢了罢了 再缓一日 明日再想办法来皇宫捞走 看着那狼狈离去的背影 云摇摇勾沉一笑 何必呢 好好养老不乡吗 现在好了 养老金还少了一些 充实国库了 待群臣散去 摇摇军团一扫方才的悲愤 纷纷拍着马屁 狄顺之 陛下 这法子虽阴损了些 却着实好用啊 林青体点头 兵者 鬼道也 周思人 引起京城动荡的魔道团 原来是陛下的手笔 陛下 真是深谋远虑 手段高明 但云摇摇总感觉对方话里有话 当初运河募捐公宴上 周思人装穷生生 将自己饿昏过去 所以 当晚龙影未偷的第一家 就是他家 云摇摇内心略微尴尬 面上还是一派威琐 一切皆是为了烟斥 说完 云摇摇便迈着轻快的步伐 前往云丁宫 又是好一番刺激 涂山进康复后 他才离开云丁宫前往福丁宫 云摇摇一边走 一边感慨 功用皇冠不好当啊 等和杜洛林秀完恩爱 该出宫会议会 那对恋爱脑降众兄妹了 而此时 福丁宫内 一片热闹 实在是杜洛林这几日太无聊了 他从最初入宫的不安警惕 脑子里想的都是宫斗套路 回忆在杜甫时经历过的宅斗 各种提心吊胆加防备 门口那棵桃树 他还派了专人盯着 生怕有人偷偷在那 埋巫术小人陷害他 谁知几日过去 除了初次见面的警察 之后根本没人鸟他 杜洛林彻底成为闲人一个 闲到后面 他躺在贵妃榻上 抓狂地想着 这还不如宫斗呢 至少生活有些乐子 所以今天他组了这个局 就是想试探这群后宫家人们 到底打的什么主意 这群家里们一出场 就惊到了杜洛林 没有农装艳抹 没有盛装打扮 一个个都穿得舒适简单 甚至还有人穿功夫来的 长相各异 可他们身上 都拥有同一种气质 那便是自信 自意 这令杜洛林太疑惑了 他让心腹去打听过 得到的消息 他们都各自有职责在身 为陛下做事 杜洛林想 为陛下做事 那不就是想争宠 想入陛下的眼吗 可他们的表现 却给他一种十分割裂的感觉 于是 杜洛林放下自己贵妃的架子 大方又不失清静地 与他们攀谈了起来 谈着谈着 众人便打开了画匣子 舒姐姐 你如今去了护博 会不会觉得吃不消啊 姐姐算账管账是一把手 护博的人没为难你吧 舒适温柔一笑 有陛下护着 他们自然得给我两分薄面 护博能人不少 我心学了不少东西呢 亲眼也笑着道 眼里都是星光 我在公布任了的大将师做师傅 不仅心学了很多技巧 最近他还松口 受我打铁花 火树银花不夜天 那是最极致磅礴的绚烂美丽 哇 众人惊诧 纷纷笑闹着说要看 有人又道 要说我们之中 还是沁姐姐最厉害 助刑部屡破其案 当真称得上是 天下第一女舞座 沁甘师淡然一笑 笑容中藏着很多情绪 他从出入刑部的 被轻视孤立 到逐渐让他们称赞敬佩 再到后面的彻底服气 破案时 他不必再遮掩自己的性名和性别 无论是刑部 还是民间 都知道有那么一位神舞座 是个女子 名叫沁甘师 民间也自发地涌出了小批女舞座 他们不惧世人目光 以她为榜样 在自己热爱一世上 发光发亮 沁甘师眼神望向高墙外 目光动容 我们许多姐妹 走的都是寻常女子不会走的路 也多亏了陛下给我们这个机会 我们当更加底力前行 扫清前路障碍 让我们所走之路 未来有更多女子踏入 听到他们这番谈话 毫无争宠 全是报复 杜洛林忽然有些自残行贿 他还是忍不住问了一句 你们毕竟都是后宫嫔妃 难道对陛下 无任何情爱方面的想法吗 众人吟吟一笑 一个接一个地解释道 贵妃娘娘 实话同听说 陛下虽给我们机会 让我们发挥用处 但也说了 日后若是不想待在宫中了 便送我们出宫 还给我们一笔赏赐 让我们找其他男子 不过 陛下平时又不拘着我们 如今的日子充实极了 有一计傍身 又能学 又能发挥自己的用处 我以后还想当女官呢 立于朝堂之上 我当初倒是对陛下有想法 可慢慢地也想通了 陛下此等神人 不是我等配拥有的 不如专注提升自己 我不一样 但不能在宫中学到东西了 但还完陛下的恩情 我就出宫 开一座香楼 然后在京城自立女户 我日后也会出宫 待艺术成熟之际 我想当的行脚大夫 云游四海 救死扶伤 杜洛林听着听着 她明白了 古代女子受到的智骨何其多 能自立自强的途径 更是少之右手 如今陛下提供了这个机会 她们怎会如此肤浅地 只专注于争宠 有一技傍身 能自立自强 这才是她们能活得 如此自信 自意的底气 真羡慕你们 杜洛林真心实意地 说出这句话 对她们彻底放下防备后 杜洛林又有些迷茫 宫中的她们 都有自己想走的路 如今她也来到了宫里 自己又该走什么路呢 她没有特别擅长的东西 也没有特别在乎的人 钱财与权力 她都有 对了 她还有唯一的执念 便是回到现代 想到这 杜洛林的目光坚定起来 她一定要回到现代 云瑶瑶身上 可能有回到现代的办法 她要帮助云瑶瑶 一起修正 这个崩坏的小说世界 后宫女子们平时都忙 简单地喝了点茶 吃了些点心后 她们就各自告辞了 等到云瑶瑶 踏入扶林宫时 正巧看到杜洛林 坐在亭子里沉思片刻 便坚定地朝自己迈来 陛下 如今妙妃娘娘昏迷不醒 你有什么需要臣妾去做的 尽管吩咐 臣妾必竭力达成陛下所愿 第八十八章 两个叉烧准备试军 杜洛林突如其来的转变 让云瑶瑶有些诧异 不过总归是好事 云瑶瑶沉思片刻 道 朕这里确实有一件事 需要你去办 陛下您说 杜洛林跃跃欲试 妙妃如今昏迷不醒 需要点外部刺激 你便经常去刺激刺激她吧 杜洛林 格 嘱咐完具体细节 云瑶瑶离开扶林宫 不多时 她乔装打扮 一容一番 带着龙影卫秘密出了宫 皇城主街的一座茶楼内 一老头拉曲 一少女唱戏 诉说着男女爱恨的七碗之音 回荡在茶楼中 在座之人无不动容 其中更是有一对兄妹 煽然泪下 目光哀伤 为何天底下的友情人 如此难成眷属 只想与一人掌相厮守 也有错吗 一衣着华丽的娇若贵小姐 一边流泪 一边抚摸自己的小妇 她的旁边 坐着一青年男子 她手指抹撒着一枚玉佩 上面刻着的则字 快要被消磨了一半 爱人无错 与人掌相厮守也无错 错的是这个世界 说吧 两人同步叹了口气 严与幽看了眼身旁的婢女 挥手让她离远一些后 凑到自家哥哥耳边 担忧道 我们已在家禁足了五日 今日父亲才松口 放我们出来散心 你这里可有王爷的消息 我好思念他 严峰鸣摇头 等会我们找机会 向人打听一番就是 王爷之恩 我尚未还完 这次好不容易出来 我定要好生报恩的 严与幽对自家哥哥的话 毫无怀疑 甚至还有些敬佩 他报恩的决心 哥 你真是个治安图报的人 王爷和我能有你 这样的人在身边 真是好肤浅 严峰明强扯出一抹笑容 压下心底不该有的倾诉 苦涩地想到 妹妹啊妹妹 我对王爷 哪是只有报恩的心思 只是我是男儿身 注定不能名正言顺地 陪在王爷身边 只能默默守护 但你放心 我是来加入这个家的 不是拆散这个家的 兄妹俩又是一阵悲春伤秋 想到自己的经历不禁指手相看泪眼 你们说的王爷 可是泽王 旁边忽然响起一道声音 吓了两人一跳 没错 兄台你这里 可是有泽王的消息 严峰明激动起来 说话之人 正是乔装易容的云摇摇 他故作差异道 你们的消息竟如此落后 泽王四日前就因为刺杀妙妃娘娘 被打入天牢了 听说不久之后 就要问咋了呢 这话一落 兄妹俩脸色一白 不敢置信 这位公子可是说的玩笑话 言语忧嘴唇煞白 这件事 整个京城的百姓都知道 四日前藏书馆开馆日 廖妃在望楼上遭遇刺杀 亲口说是泽王下的黑手 天子当场就把泽王拿下 半个京城的百姓 都亲眼看到了 岂能有假 云摇摇灰灰折扇 唉 泽王平时最是乐善好施 光风即月 怎会做出此事呢 定是有幕后黑手陷害 不过天子都发话了 泽王这次难逃一死 可惜呀可惜 两人的身体彻底稳不住了 见状 云摇摇不在搭理两人 而是抱着一个愈合 一边听曲 一边哀伤 妙儿 你生前最爱来茶楼听戏了 老天无眼 让我们这对相爱鸳鸯 阴阳两格 一旁的严家兄妹 焦急得不行 难怪父亲这次 关我们的态度如此强硬 原来是王爷遭了难 严峰明眼睛一片心红 言语忧夜乌夜乌地哭 哥 该怎么办 我们得救责王 兄妹俩商量了好一会 最终将目光放到了 云摇摇这个看起来有钱有势 又新年子少得大冤肿身上 两人一番恳求 最终说服了云摇摇 愿意带他们 避开茶楼外守着的侍卫 逃离此处 正巧这时 跟随兄妹俩进来茶楼的婢女 面色痛苦 上前 小姐 公子 奴婢突然肚子疼痛 想 言语忧一喜 行 赶紧去吧 婢女晦涩地扫了一眼云摇摇后 便匆匆离开了茶楼 云摇摇带着兄妹俩 来到了一个包厢 找了身粗不一场 让两人扮成小丝的模样 便从后门离开茶楼 一向金枝玉叶灌了的两人 哪里穿过如此粗糙的麻衣 但想到泽王 还是生生忍住了 马车一路奔驰 最终停留在了一处宅子面前 三人下了马车 兄妹俩朝云摇摇拱手道谢 撂下一句大恩不言谢 日后再报 便匆匆离去 云摇摇但笑不语 悠哉悠哉地回到宅子里 用了扇 给花椒浇水 云摇摇抱起一旁的玉盒子 换了一副哀伤追思的表情 才去开门 眼前的严家兄妹 哪还有方才的金贵义气 只欲狼狈落魄 云摇摇故作诧异 两位这是怎么了 严风鸣丧气又气愤 我本想花银子 故意批留起帮我做事 结果被他们 抢了全部身家 还被套着麻袋打了一顿 言语幽哭的梨花待雨 我去了泽王府 谁知守门的下人不听我解释 还骂我是骗子乞丐 把我打了出去 云摇摇暗自发笑 骄养的花朵 一旦失去庇护 便容易遭受社会的毒打 他们是逃出来的 自然不敢回家寻求帮助 情报中说 京城更是没有哪家小姐公子 愿意与他们交朋友 想救出泽王 只能靠自己 两个不安世事 娇生惯养的公子小姐 离了严家的庇护 不知天高地厚的 想要去救泽王 落得如此下场 早有预料 而他 只需要扮成一个 看起来有权有势 又缺心眼的深情之人 就能让这兄妹俩自动上钩 云摇摇将两人赢了进来 好生招待一番 一番交流下来 两人就把老底都交代了 什么 你们要救泽王 云摇摇惊呼出声 还要劫狱 严峰明正色抱拳 兄台 泽王我们是一定会救的 就算付出生命 在所不辞 若兄台能相助 我们兄妹事后 愿奉上黄金千两 云摇摇气愤 你竟还用钱侮辱我 你可知金银 是这天底下最无用的东西 饶是我拥有的再多 也就不回我的庙 严家兄妹 两人值得继续劝说 说到后面 甚至开始道德绑架了 严峰明恳切道 兄台是个深情之人 体会过不能与相爱之人 长相厮守的痛苦 你忍心看到 我们也承受这种痛苦吗 你忍心看到我妹妹的孩子 一出生就没了爹吗 严语又含泪点头 适者不可追 算算十日公子的夫人 已经投胎转世好几月了 正好与我肚中的孩子年龄相仿 先夫人很有可能就投胎到了 我肚子里啊 公子 你忍心让你先夫人这辈子 不能拥有一个完整的家庭吗 云瑶瑶饶是知道 这兄妹俩的脑回路不是一般人 也被这番逆天的话 震惊到小脑萎缩 一时间说不出话来 兄妹俩只以为有戏 一人抓住云瑶瑶的一只手 左右夹击连番劝了起来 最终 云瑶瑶深呼吸一口气 压下内心的口吐芬芳 道 也罢 就帮你们一回 不过这节鱼的路是 完全走不通的 言语又交集 云瑶瑶瞪他一眼 你爹是刑不上书也不行 首先就是责王被关的位置 那可是位于皇宫的天牢 层层进军把守 一只老鼠都难以进得去 其次就算你就出来了 整个烟池立马贴满你们的通缉令 依旧走投无路 而且 劫于是诸九族的死罪 你们舍得自己的亲人 这话让两人愣了一瞬 但仅仅是一瞬 两人便坚定起来 一人做事一人当 此事是我们兄妹两人所为 与家人无关 王爷要是死了 我们也不会苟活于世 兄太 你可有其他更好的法子 云瑶瑶眸光一裂 一字一句道 唯一能救出责王的办法 便是士君 士君 兄妹俩惊了 士君不比劫于严重 云瑶瑶解释道 责王被押入天牢 归根结底 是天子想对付他 尿飞一事 只是个借口 这就涉及到了 责王党和保皇党两派的利益争斗 说到这 怕这两个叉烧听不懂 云瑶瑶贴心地说得简单浅显些 天子死了 整个朝堂就乱了 保皇党群龙无首 且天子没有子嗣 那继位的皇帝 只能是责王 只要你们士君成功 责王不仅没事 还能当这天底下最尊贵的人 而你们 两个大功臣 一个当皇后 一个封官尽绝 想无上殊荣 两人脸上满是心动 言语又犹豫道 可是士君 不也是诸九族吗 若是成功了呢 你冒的只是被诸九族的风险 而你的心上人责王 可是要被砍头了呀 云瑶瑶昧着良心 说出这番穷瑶语录 两个叉烧果然面色一正 答应了下来 若是失败 我们便与严家断绝关系 一人做事一人当 绝不连累家众 公子 请说出你的详细计划 第八十九章 等等 九族还有转机 明日天子为林贵妃设宴 以表恩宠 你们身为刑部尚书的家眷 自然有资格参加 并见到天子 我这里有一物件 或许能助 你们士君 云瑶瑶拿出一把手掌大小的弓弩 上面配有一只短剑 阎风鸣皱眉 进弓要搜身 见天子更是严格 这种东西根本带不进 谁知云瑶瑶三下五除二 就将弓弩和短剑 拆分成了一个个细小的零件 我自然考虑到了这点 这弓弩和短剑 都是可拆卸组装的 你们要做的 就是将这些零件 藏在身体各处 避开搜身 入弓宴后 迅速将其组装起来 再对着天子的心口 一击毙命 说到这 云瑶瑶自己 都有些热血沸腾 谁懂啊 手把手地教别人 如何杀死自己 组装和射准都不容易 你们今天就待在这里 紧急训练这两项 训练完 你们再回炎家 回去记得装乖 绝不泄露今天的事 而且要彻底 与泽王撇清关系 让炎尚书放松警惕 愿意带你们去公宴 炎家兄妹俩 嗯 接下来 云瑶瑶化身兼弓恶把 继续 加快速度 不能停 装的还是不够熟练 这么近的距离 连把心都射不中 干什么吃的 继续射 你们简直是我 带过最差劲的一届 蠢笨如猪 泽王还在天牢受苦 你们怎能松懈 不准休息 继续练 云瑶瑶准备回皇宫前 还贴心地留下 两位龙影卫 化身更严厉的监工 从未吃过什么苦的 炎家兄妹 在这番高强度的训练下 直接崩溃了 到后面 一边流泪 一边手脚直打哆嗦 忍不住想要放弃 直接躺下时 龙影卫如幽灵般 凑近两人耳边 恶魔低难 你们是泽王 唯一的活路了呀 爱一个人 就能为他付出所有 难道你们 为了泽王 连辛苦这一天 都做不到吗 泽王还在牢里受苦 等着你们去救啊 泽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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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人的身体和精神 都临近了崩溃边缘 耳边不断想起 如恶魔低难般的 泽王二子 在两凶神恶煞大汗的监督下 不得不一边鬼哭狼嚎 一边继续练 等到次日凌晨 龙影卫终于放两人离开 阎峰明和阎宇忧 拖着快要报废的尸体 回到阎府 见到一脸担忧憔悴的亲人时 真心实意地哭嚎了出来 爹 娘 祖母 还是家里好屋 我们以后一定好好听你们的话 再也不是小性子了 两人都对今天的经历 闭口不谈 只一个劲地哭 见此 阎夫人和祖母也不再问 都忍不住心疼地哄着两人 阎青红试探问道 那则王 听到这二字 兄妹俩身子一抖 连连摇头 不要再说他 我以后绝不想着去找他 我也不去报恩了 这话虽然是为了骗阎青红 但两人的反应 不是装出来的 半天多的魔鬼训练 他们是针对 则王二字 产生了应激 见状 阎青红皱起的眉头 缓缓展开 欣慰一笑 两个孽子终于有长进了 能改就好 改了就好啊 今日茶楼仪式 是他与陛下早就串通好的 虽不知他的一对儿女之后 经历了什么 但看两人的模样 想必是吃了一番苦头 毕竟是自己的儿女 阎青红也有些心疼 下去吧 好生休息 这几日关了你们 怕是憋坏了才逃了出去 这次就不追究 下不为例 明日宫中有宴 为父带你们去 全当放松下心情 说完 阎青红转身回厢房 脚步轻快 嘴角的笑意 根本压不下去 陛下果然有办法治他们 明日见到陛下 得找机会 好生感谢一番才是 如今孽子的问题解决了 他也能毫无后顾之忧地 投入陛下的怀抱了 哈哈 睡下后 阎青红做的梦都是香甜的 次日 宣政殿内又就 则王仪式争了起来 可相比于前几日 如今 则王党的势力 越发衰微 杜冠流之党派大发责难财 摇摇军团也不遑多让 双重打压下 则王党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少 下朝后 涂太师依旧站在宣政殿门口 被动得哆嗦 正欲上见 云瑶瑶淡淡一笑 甩出托字绝 涂太师有话 不妨等到宫宴结束再说 说吧 便头也不回地越过他 前去前清宫处理政务 夜境黄昏 宫宴开始 杜洛林盛装出席 坐在云瑶瑶身旁 两人尽显恩爱风范 下座的杜冠流剑子 心中得意更甚 在座的杜家子弟 也皆是意气风发 杜家如今 可是除了皇帝之外 最有权是最风光的一位了 上座中 云瑶瑶清楚地感知到 两道炙热眸光 放眼望去 果然是 那对叉烧兄妹 不时紧张 又充满恨意地看向自己 看来是那玩意儿装好了 那我可就要来送死了 云瑶瑶端着酒杯 走向臣子之恋 假意与臣同乐 等走到严清红面前时 严清红连忙攻身敬酒 却见一道箭矢 从侧边急速驶来 直直刺入陛下的心口 九五至尊 就这么在自己面前轰然倒下 严清红瞳孔一缩 下意识扭头 看向箭矢射来的方向 却发现是自己的儿女 两人合手 拿着一架手掌大小的公母 严清红嘴唇直打哆嗦 脑袋一片空白 还未反应过来时 四周已经响起了 尖叫声和喧哗声 呼驾 善他一快过来 严家是君了 下一秒 严清红就被禁军摁倒 以脸着地 其余严家家眷 也都被迅速控制 严家兄妹虽害怕 人耿着脑袋喊 狗皇帝残暴阴 故意陷害则王 我们这是为民除害 士君乃我和哥哥两人所为 我爹和家人并不知情 要杀就杀我们两个 听到这番话 严清红差点一口老血喷了出来 孽子 孽子 严清红怒吼 你们这群蠢货 士君是诸九族的重罪啊 为了一个男人 你们连家人的性命都不顾了吗 还只杀你们两个 简直愚蠢至极 严家全族 一个都逃不了 严峰明连忙解释 爹 不用怕 我们对准了暴君的心口 箭头我还抹了毒 他必死无疑的 到时候泽王继位 我们都是大功臣 您就是开国元老 见两人还一副有理的模样 严清红实在不知道该说什么 一个气急攻心下 他白眼一番 生生昏了过去 随后如严家兄妹所愿 严家全族 直接被押进了天楼 与泽王来了的大团圆 与此同时 昏死的云瑶瑶 从龙床上醒来 脱去外袍 露出里面的一身护甲 善太医将剑从护甲上拔出来 一脸的惊魂未定 陛下 方才真是吓到微臣了 陛下虽穿了护甲 此事还是有风险的 陛下下次尽量避免这样做 云瑶瑶微微点头 下次一定 善太医你等会 对外宣称 郑重伤不行 等到善太医离开寝宫 龙影卫秘密拖着严清红进来 此时的严清红挥败绝望 一脸的生无可恋 嘴里还不断难语着 镊子二子 看着严清红 被两个坑爹火坑到如此地步 云瑶瑶不经心生同情 他倾壳两声 言上书 看阵 严清红回神 呆呆抬起头 这一看 他瞳孔微缩 理智瞬间回笼 毕 陛下 此刻 严清红什么都想通了 镊子士君 都是陛下做的局 甲义拉拢颜家 却暗地推使他的儿女 做出士君之举 既能借 是君铲除严家 又能将幕后黑手 推到泽王身上 杀了泽王 如此不费吹灰之力 便一箭双雕 陛下的手段 真是高明至极啊 严清红知道自己 这次是再劫难逃了 索性闭上眼 不再大理 云瑶瑶冷哼一声 别将阵想得如此阴险 阵说过 看中了你的能力 收服你 便会让你心甘情愿地追随 等等 九族还有转机 严清红连忙睁开眼 爬起身 恭敬乖巧地立于一旁 陛下 陈鱼顿 您请说 云瑶瑶缓缓道 今日之事 暴露出一个很大的问题 想必你也看到了 你的一对儿女 远比你想象中的 更能闯祸 士君虽是阵提出的建议 但他们之前 可是打算劫狱就责王 严清红脸色一难 云瑶瑶继续道 他们明知 士君是诸九族的大罪 却还敢这么做 为何 他们一次次敢惹出 士端的底气 正是你们这些 做长辈的给的 你身处行部 忙于事务 对儿女缺乏管教 而你夫人和母亲 又因为严加子嗣单薄 和两人身体雷弱 格外疼爱他们 看不得他们受一点苦 他们自然而然 就变得娇生惯养 不安适适 天真自私 自以为是 理所当然 逆子如沙子 他们能养成如今的性子 做出士君之举 何尝不与你们的溺爱 和疏于管教有关 他们的性子已经养成 此次布局 须下猛药 才能让其醒悟 更重要的是 典型你们这些做长辈的 两方都须掰正 才是从根源解决问题 不然你们严加以后 有几个九族可以捉 等会在天牢里 朕还虚拟演一段戏 听完这番话 严清红正正地抬起头 心中越发羞愧 也越发地动容 明明此次就能将严加和则王 一剑双雕直接铲除了 陛下却饱含苦心 千言万语 最后化为一句 微臣全凭陛下驱使 云瑶瑶欣未点头 缓缓走到严清红面前 拍了拍他的肩 严爱卿 朕如此苦心 故意不下这个局 也是为了你啊 朕不想自己的公骨之臣 日后为了家中之事 担忧烦心 严清红感动 目光越发地黏腻 陛下 微臣何得何能 云瑶瑶触动 严爱卿 你值得 两人的视线 于此刻像是拉了丝般 第九十章 则王想越狱 快把他抓回去 天牢内 严清红被关在严家兄妹的隔壁 看到几个手拿烙铁火筒 和各式刑具的大汉 走进自家父亲的监牢 严家兄妹慌了 严宇悠 你们做什么 我爹可是刑部尚书 他不会放过你们 严封明 此事是我们二人所为 与我的家人无关 大汉凶神恶杀的瞪两人一眼 你说 跟你爹无关就无关 放心 士君可是诸九族的重罪 你们一个 也逃不了 进去不久 监牢内 响起撕心裂肺的惨叫声 伴随着烤肉味和血腥味 令人声部 啊 求求你杀了我吧 杀了我 哈哈哈哈堂堂刑部尚书 如今跟条狗一样求饶 体验着自己亲自发明的刑具 这个滋味如何啊 惨叫声如刀割肉般 让他们遍体生疼 两人面色痛苦 锤打着铁门 你们住手 我爹是刑部尚书 你们怎么敢 我们严家很快就能出去 你们住手 不然事后绝不放过你们 我给你银子 我给你银子好不好 你们住手啊 爹 对不起 爹爹呜呜呜呜 无论两人如何威逼利诱 或怒骂或祈求 狱卒都不为所动 他们只能声声听着 那痛苦的惨叫声 响彻整个监牢 再慢慢消逝 最后归于平静 爹 此刻两人是真的后悔了 他们以为天子一死 皇宫就会大乱 没人来得及管他们 等到责王上位 严家就会迎来曙光 可为什么会直接动刑啊 若是云摇摇此刻 能听到两人的心声 必定吃笑一声 刑部不动刑 叫什么刑部 插烧 双手涂满朱血的龙影卫 发出恶魔般的凝笑 拿着刑具 又来到了严家兄妹的监牢中 刚将那烧得通红的烙铁 往两人脸前一晃 就直接把他们吓尿了 龙影卫又是一番恐吓 收了一半多力气的一鞭子抽下去 两人便再也承受不住 昏厥了过去 就这 胆子比豚厚那眼还小 身体比脑袋上挂着那两球还脆弱 就这还想的是君呢 要不是陛下嘱咐 不要做得太过 他真想用烙铁在脑门上 一人印一个蠢子 一桶冷水将两人交醒 严家兄妹一睁眼 就看到自家娘亲和祖母 也被人压着 从监牢外经过 严夫人和严老夫人哭肿了眼睛 看到监牢里的两人 有过心疼 更多的是失望和悲愤 为了责王氏君 搭上严家全族人的性命 你们 你们怎可如此自私啊 兄妹俩无话反驳 痛哭流涕 只一个劲摇头 娘 祖母 对不起 不是这样的 龙颖卫将严夫人和严老夫人 带到严清红所在的监牢里 看到浑身是伤 躺在草堆里 毫无声息的人影 两人尖叫一声 便哭着扑了过去 严老夫人边哭嚎 边猛按自己的人钟 我的耳 你死地 话还没说完 严清红的脸从草堆里拔了出来 睡眼惺忪 嘴角还挂着丝巾盈 啊 母亲 夫人 你们来了 我没事 只是刚刚喊的太麦里 再加上今天的心情一提一落的 实在是心力交瘁 刚一个不小心 就睡着了 噓 我们等会说话小声些 别让隔壁的两个孽障听到 严老夫人狂喘一口气 抹抹眼泪 红 那你身上的伤势怎么回事 严清红连忙解释 都是伪造的 血是猪血 她将部分事情经过告诉了两人 说完 面色严肃 如今陛下 愿意给我们这个机会 等会你们装得像些 一定要对这两个孽障狠下心来 切勿在心软 否则 今日之景便会在日后再次成真 听到九族还在 严夫人和严老夫人狠狠松了口气 可想到隔壁的两个孽障 两人皆是头疼 严夫人还想出言提醒 幽儿腹中还有孩子 可想到今日的九族被带走 相公死在自己面前 她还是硬下心肠憋了下去 严老夫人嘴唇孽如多次 也终是闭嘴 冷声道 为了一个外姓男子 不顾全族性命 实在是令人寒心 这次必须得严惩 见状 严青红心有欣慰 你们能明白就好 开始吧 不多时 监牢中又响起了两道惨叫声 相比于严青红 严夫人和严老夫人 更是个细精 一边惨叫 还一边淒厉哀怨地指责严家兄妹没良心 中间穿插着如何对两人好的回忆 严宇忧和严丰鸣 被折磨得反复崩溃 又被龙颖卫泼了冷水弄醒 不知过了多久 隔壁的惨叫声才停下 龙颖卫捏着一节断掌 来到兄妹俩的监牢 宁笑着 两位 认得出 这是你哪个长辈的手吗 哈哈 兄妹俩捂着脑袋 痛苦尖叫 怕真把两人折磨疯了 龙颖卫 还是收起自己的恶趣味 朝监牢外使了实眼色 开启下一步计划 不多时 监牢外传来一响 有人奔走惊呼 毕 陛下驾崩了 负责用刑的龙颖卫 听到这话惊叉片刻 随后跑出监牢 消失不见 很快 有几个穿狱卒服的陌生大汉 打开牢门 扶起颜家兄妹 一脸和善 我们是颜尚书手底下的人 陛下驾崩了 你们赶紧趁乱离开吧 两人挥败绝望的脸庞 终于有了四光芒 声音嘶哑 快 快去救爹娘和祖母 颜青红等人 此时也被狱卒搀扶了出来 兄妹俩见他们身上伤痕遍布 浑身是血 气息微弱 内心的愧疚 快要淹没了两人 言语有哽咽 对不起 都是我们连累了你们 以后女儿定 定好好孝顺爹娘和祖母 呜呜 颜封明也哭 孩儿定好生补偿爹娘和祖母 以后再不让你们操心 三人冷冷地 瞥了一眼孽障们 不做回应 兄妹俩忍下心中的万千酸楚和痛苦 默默想到 家人受苦 是他们所连累 但这次 他们没有做错 天子还是死了 则王会登上皇位 颜家将会成为大功臣 到时候 爹娘祖母就能明白他们的苦心了 颜夫人终不忍心 想出声打断僵局 让兄妹俩找医师治下伤食 却见兄妹俩直接转身就走 还一边对狱族焦急道 快带我们去见则王 他定也受了很多苦 颜夫人 要不还是去慈幼局 抱养一对重开吧 兄妹俩在天牢的尽头 见到了则王 可牢中这个胡子拉叉 披头散发 身上还有味儿了的男人 着实给两人惊了一下 这个男人是谁 颜语忧当场惊呼出声 涂山泽见到是颜家兄妹 有些诧异 可听到这话 他面色立马不渝 花钱月下时喊他王爷 如今他身处牢中 他竟然就叫自己这个男人 眼中彻夜未睡的红血丝 让涂山泽看起来有些猙獰 他一着怒意 问 你们怎会在这 颜语忧反应过来 连忙欣喜地将事情经过 告诉则王 则王立马变了脸 深情地握住颜语忧的双手 急切问道 此事是真 颜峰明压下苦涩和爱慕 点头 王爷 那件直刺暴君的心口 上面还有毒 他绝对活不了 听到这话 则王一扫落魄挥败 整个人瞬间变得意气风发 和欣喜若狂 他一把 搂住颜语忧的腰身 你们颜家兄妹 真是本王的福星 日后本王定好生加赏颜家 颜语忧娇羞地 依靠在涂山泽胸口 鼻子轻松 王爷是这几日都未沐浴吗 好像都臭了 颜峰明默默守护的同时 也有些疑惑 王爷不是最光风济月 与世无争了吗 怎这次 他听到暴君死了 会开心过了头 等到涂山泽和颜家 一众人出了天牢 有说有笑时 却迎面撞上了大批的朝堂臣子 大眼对小眼硬 则王立马与最近的颜语忧 拉开三步远的距离 正色铿腔道 颜家逃出天牢 意图谋朝篡位 本王方才虚与尾夷 故意放松颜家人的警惕 为的就是将他们带到这 如今禁军已到 速将颜家拿下 朱祁九卒 颜家兄妹 颜青红嘴角冷冷一笑 没有丝毫意外 竟带原帝任禁军 将自己再次压在地上 如今 颜家是弑军的凶手 涂山泽若是想名正言顺的继位 怎可能还留着颜家 那不明摆着在说 是他涂山泽教唆颜家式的军吗 除了颜家 才是涂山泽能顺利继位的第一步啊 如此简单的道理 他的一对孽障儿女却不明白 还在沾沾自喜 颜家兄妹仍没有反应过来 不敢置信 死死盯着涂山泽 涂山泽冷眼相视 仿佛在看一个 没有任何关系的陌生人 这时 狄顺志从群尘中冲出 红着眼 指着涂山泽 别狡辩了 你与颜家 兄妹关系密切 就是你教唆的他们是君 我还查到这言语哦 早就与你苟且 堕 涂山泽怕狄顺志爆料更多消息 怒目打断 直接从旁边拔出一把剑 血口喷人 本王与颜家从未有过联系 更与这颜小姐 没有任何关系 不信本王 就证明给你看 说吧 涂山泽持剑朝颜与幽的心口 重重刺去 一旁龙颖卫 半成的狱卒手中 飞出一颗石子 将剑打歪 刺中了颜与幽的肩膀 其实龙颖卫 完全来得及挡下这一剑 但他偏步 人骂 受点情伤 才会记得更深 颜与幽心碎了 肩膀鲜血直流 却仍嘴唇涅如 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 一旁的颜丰明 嘴唇煞白 王爷 你 怕颜丰明 说出些不可宣之于众的秘密 涂山泽发狠 又朝他刺出一剑 又被石子一个打歪 刺中了颜丰明的肩膀 难兄难妹跌倒在地 肩膀的伤正好对称 两人对视一眼 同时露出一抹痛苦哀色 再也支撑不住 对喷出一口鲜血后 便昏死了过去 涂山泽暗暗松了口气 郑玉说话 却见远处一太监高兴的飞边来 兰花指一翘 各位大人 好消息 陛下已经醒了 龙体无大碍呢 哄 涂山泽脑袋一嗡 方 方才不是说 陛下驾崩了吗 涂山泽仍抱有最后一丝幻想 狄顺治李李一袍 携他一眼 你听谁说的 陛下只是重伤昏过去了而已 涂山泽仍旧不敢相信 张口道 那你 为何都来天牢这 周四人随身拿出个小签子 踢踢牙缝 有人说天牢这边有戏看 我们就过来看戏咯 小巫子朝涂山泽一笑 泽王您 不是该在天牢里吗 怎还出来了呢 来人啊 泽王想越狱 快把他抓回去 靖军立马凶神扼杀上前 如领小鸡仔般 将涂山泽带了下去 涂山泽的脸白了黑 黑了绿 绿了又白 胸膛的怒火 快要淹没了他 该死涂山靖 竟敢故意戏耍他 愤怒过后 涂山泽的眸光又危险起来 以他对涂山靖这个阴险小人的了解 他费尽心思弄出这招 必定是没别好屁 想害自己 可涂山泽想破脑袋 也想不通 对方到底要干什么 严加犯下弑君之罪 那对他来说 已经是无用的棋子 方才撕破脸皮 也影响不了什么 难道是涂山靖 知道了他脱身的计谋 不 这也与刚才这是无关 涂山泽散发思维 方才他为了 安抚言语又轻了他一口 莫非涂山靖在他的唇上下了毒 但自己如今还未中毒的迹象 比知道敌人要害你更加可怕的是 敌人已经出手 你却根本不知道对方会如何害你 涂山泽烦躁不已 该死的 涂山靖到底想做什么啊 第九十一章 此去今年 怕是难见第二面 天气寒意更甚 今日 是匈奴与烟斥谈好 将两国人质 互相遣送回国的日子 一向冷清僻静的西晚宫外 此刻正肃立着一排排的护送将士 西晚宫内 一明黄身影和白色身影 各执黑白两子 在棋盘上下地难解难分 云瑶瑶表面冷峻肃静 心底已经问候到了 忽掩木在匈奴一家老小的第三遍 临出发前 忽掩木不知是哪根筋搭错了 偏要跟他下盘棋 他云瑶瑶 虽是五子棋飞行其中的佼佼者 可为棋 他还真没下过 于是乎 怕露线的云瑶瑶 坚持只下三子 每约其名棋盘如人生 三子 就相当于三句忠告 是做父亲的看到儿子远行 留给他的殷切嘱咐和期盼挂念 云瑶瑶落下第一子 道 这第一子是冷静 此去匈奴危险重重 不管身处何种境地 为父都希望你能处遍不惊 以不变因万变 化险为夷 转危为安 云瑶瑶落下第二子 这第二子是自省 为父 巴拉巴拉 云瑶瑶落下第三子 这第三子 是 三子落完 云瑶瑶收手 忽掩木执着白子 歪头看了下 根本看不出多少的棋盘 笑了 他这次说要下棋 确实只是想确认一下 却被对方巧妙地避过 不过这已经不重要了 他坚信 面前这句躯窍中的灵魂 已不是原来的屠山镜 陛下 三日前我说过 有一问题带陛下解答 我现在可就要问了 云瑶瑶点头 忽掩木嘴角含着笑 声音彻柔天真 如今同我坐在这的你 叫什么名字呢 这话一落 云瑶瑶眸光瞬间一裂 他飞速眼下危险的情绪 道 这么久 难道还不知朕的真名 话说到这 云瑶瑶的神色再次变了 是了 他知道自己是如何暴露的了 在云瑶瑶出现前 忽掩木虽然没有见过 且接触过屠山镜 可他跟太后生活了这么久 太后的一言一行 早就在他心目中 编织出了一个完整的屠山镜 若是常人 见到真人发现与想象中不同 只会觉得眼见为实 或者人会变化 毕竟灵魂互换这种匪夷所思的事 他们如何能想到 可他是忽掩木 是一个偏执阴暗却纯真的忽掩木 有些时候 他能看到本质 也只坚持自己所想 面前的忽掩木 依旧笑得人畜无害 两人的视线交流间 皆明白了对方的意思 瞒或者骗对方 如今都是无用的了 忽掩木 已经是云瑶瑶布局中的关键一环 更何况他回到匈奴 详细调查阉斥皇宫的事后 便也能猜到 云瑶瑶 云瑶瑶看着他 我叫云瑶瑶 云 瑶 瑶 忽掩木细细难语着这个名字 很好听呢 他什么也没有多问 放下手中的棋子 起身 朝外走去 途经坐在秋千上 摇摇晃晃的太后时 忽掩木弯下腰 摘去落在太后发上的一片落叶 一笑 此去今年 他是难见第二面 母后你放过从前 好好赏一赏明日之景吧 说吧 忽掩木继续朝外走 一边走 一边扬声道 陛下 说实话 这段时日 你的某些行为 实在是拙劣幼稚又可笑 下次再用这些把戏骗人 记得骗得有诚一些 不过 也算给我乏味的生活 带来了些许乐趣 烟齿皇宫 我已呆逆 该去匈奴王室待待了 你说 拉着他们与我一同发烂发臭 该是件多么美妙的事 哈哈 推开店门之时 乌野木脚步一顿 回头往坐在亭子里的那道身影 深深望了一眼 蛮唇 云瑶瑶 下次见面 期待能见到你的真容 陡然间 西晚宫再次恢复冷清 云瑶瑶竟还有些不习惯 原本在西晚宫里 负责侍奉忽野木的宫女 此时有些迷茫 她大着胆子 走到云瑶瑶跟前 陛下 质子的东西还留在这 奴 奴婢该如何处理 宫女的话 拉回了云瑶瑶的思绪 她下意识问 她的东西没有带走 宫女摇头 没有 她带走了一样 就是陛下您之前送给她的波浪鼓 云瑶瑶愣神片刻 转而失笑 对她没一点用吗 还不是被她的轻轻刀触动到了 云瑶瑶起身往外走 吩咐道 东西都留着 她的房间也保持原样 啊 宫女抬头 遵命 陛下 离开西晚宫 云瑶瑶回到寝宫 装扮了一番 用纱布缠住胸口 往健康淫润的唇上 铺了点水粉 眉眼往下搭拉三分 俨然一副重伤未愈的虚弱模样 前往宣政殿 宣政殿内 仍旧不太平 泽王党本就受尽两派打压 独目难知 经昨日炎家世君一事 更是断了最后的希望 众臣都知 炎家已经没救了 不日后 炎家九族的脑袋 就该整整齐齐地挂在城墙上了 至于世君的真相 如内无疾的都能猜到 那必然是泽王在背后指示的 若是世君成功了 泽王真还直接能够翻身 可如今是世君失败 还给了陛下能砍他头的借口 泽王啊 要从太监王爷 变成断头王爷了 于是等云瑶瑶一到 就有几个臣子递了辞城 皆是泽王阵营的 准备跑路了 云瑶瑶往下一扫 泽王党剩下的 已经倒戈阵营 抱了其他大腿 朝堂当中 泽王党算是彻底倒台了 云瑶瑶心情饶好 整顿朝廷帝恩天 又少一颗老鼠屎 不过一波暂平 一波又起 明日就是宁守将将军 回到皇城的日子 他身上叛国卖城的嫌疑 还未洗清 宁守将回来 可就关系到了宁家 兵部和边关军的未来走向 涉及到了许多人的利益 利益一出 朝堂中不少臣子 不就按捺不住 内心的骚动了吗 一双双闪着金光的毛子 低溜转 就欲冲到陛下脚下 好好上见一番 谁知云瑶瑶 预判了他们的预判 提前打断施法 有关严家士军一事 朕已查明了真相 明日公布 至于宁守将通敌叛国一事 朕明日清审 必定给出一个 让所有烟斥臣民都满意的答案 小五子扶尘一扫 坚立着嗓子 退朝 部分想作妖的朝臣们 一口气憋在了嗓子眼 不上不下的 只得无奈退下 离开宣政殿前 云瑶瑶与不远处的宁守离 交换了一个眼神 对方微微点头 见状 云瑶瑶放下心来 他撑撑腰 脑子里又想出了十套八套 住康复计划 便打算去看图爱飞 谁知一到云宁宫 就看到了一脸兴奋 陛下 方才妙妃踹了臣妾一脚 虽只是脚踝动了那一下 但也是好兆头呢 云瑶瑶好奇了 你做了什么 竟惹得她踹你 杜洛林有些不好意思 凑近云瑶瑶耳边 低声难语两句 云瑶瑶瞳孔放大 赞赏点头 要不是为了不崩人设 她真想夸度一句大聪明 赏 杜洛林笑的嘴 都快裂开了 谢陛下 等会臣妾用了午膳再过来一次 定让妙妃早日醒来 云瑶瑶快步走进涂山镜房中 只见她虽在昏睡 却怎么也掩不住满脸的怨气 她更乐了 连情绪都能外显了 看来明日醒来也有可能 乐着乐着 云瑶瑶又想到 这样气她 不会给她气出个好歹吧 女人身体可不能受气 乳腺容易出问题 等等 她的乳腺 云瑶瑶连忙拉开警青 就开始扒拉涂山镜的上衣 这一番猴急的动作 看得一旁的牛秀 是嘴唇直打哆嗦 臭 陛下真不是个东西啊 娘娘还昏着呢 陛下就想白日宣淫 牛秀儿气愤又羞难 却又无可奈何 她自己长睁眼 她最终往后一退 把门合上 云瑶瑶认真地检查着白面团子 这里捏捏 那里暗暗 确定里头没长节节 这才松了口气 却没注意 床上躺着的人影 耳间悄然红了个透 次日清晨 皇宫正门宣德门 已有一年未有人敲响的灯文鼓 此刻正发出震天之声 动 微臣宁守将有冤 望陛下作主 动 微臣宁守将有冤 望陛下作主 动 微臣宁守将有冤 望陛下作主 第九十二章 提则王 当众处死 常人敲响灯文鼓 将自己的冤屈上 达到天子面前 是需要先挨二十板子的 可他姓宁 是宁守将 宁家仅剩的男儿 他年少离家 常年驻守边关 将自己的半生 都奉献给了烟斥 这样的人 他们敬佩 也不幸 他会做出通敌叛国之事 于是 守卫宣德门的士兵们 互相对视一眼 皆看天的看天 钉地的钉地 就是没一个人 去拿打人的板子 无数百姓 也自发地围拢在宣德门附近 看着那道身影 议论道 竟然是宁守将将军 他说的冤屈是什么 竟要陛下作主 你这消息也太闭塞了 之前烟斥连丢两城 宁将军背负的消息 可是传遍了全京城 有留言说是宁将军投靠匈奴 故意出卖的军情呢 什么狗屁 烟斥人谁不是从小听着 宁家保家卫国的故事长大 宁将军要是叛徒 那我全家都是匈奴人 死 兄台你真狠 大家拼拼脸 你们是信我是皇家 遗落在民间的血脉 还是信宁将军出卖军情 将两城送给匈奴 嘿嘿 那还是你是皇室血脉 更加可信 宁守将敲完三下 便将鼓棒放在地上 闭上眼肃静地在原地等待 却不想身后的百姓们 忽然围拢了上来 先是一老人上前往他怀里 塞了一盒手膏 心疼哽咽道 将军 在边关很苦吧 您的脸和手都成这样了 老夫家平送不了太珍贵的 只能送一盒手膏给将军 每天图点 会有用的 手膏被墙塞进怀里 可宁守将明明看到 这老夫人的手和脸 同样的寸脸 想还给对方时 老夫人已经消失在了人群中 又有人塞来一篮子鸡蛋 自己缝的护膝 做的鞋 几袋白面 衣裳 马凳 香料等等等等 还有人扛着半边 新仔的猪肉 飞奔来 好爽道 将军哦 这是俺家养了一年多的脆花 刚仔的 肉喷喷香 我不能收 拿着拿着 谢谢各位 真不能收 将军你再不收俺 可就要生气了 是不是看不起俺们 普通百姓的这点小心翼 我收我收 面对百姓们的热情 宁守江盛情难却 指的阶下 沉雾未消 宁守江的手和脚是冷的 心却热轰轰 宁家一直信奉着 中军报国的信念 支撑宁家的 从来都是烟尺的云云众生 你给他们一份守护 他们还你一份感恩祭寡 多谢诸位 宁守江正欲拱手道谢 忽然 怀里被推进来一个姑娘 姑娘面色寒羞 静仰又水汪汪地盯着她 姑娘的爹在一旁憨笑 宁将军 您虽常年在边关 但好歹 也要给您家留个子嗣不是 我家女儿爱慕将军已久 只要您一声令下 她立马跟您回家 给你生的三四五六七八九个 宁守江的一张操脸 立马红了 姑娘也是个会争取的主 将军 小女能吃苦的 您就让我待在您身边吧 待到云瑶瑶一众人 赶到宣德门的城墙上时 便看到以宁守江为中心 四周都堆满了各种东西 还有一娇滴滴的小姑娘 抱着那堆东西不撒手 渲然欲气地看着一脸无奈的宁守江 仿佛他是复兴汉 云瑶瑶内心八卦的雷达 立马滴答作响 看向一旁的宁守黎 打去 看样子 宁尚书快要有儿袭了呀 宁守黎倾壳一声 低声提醒 陛下 走流程 云瑶瑶面色微素 扬声道 底下何人 所缘何事 宁守江跪在地上 脊背挺直 落自铿枪回道 启禀陛下 微臣宁守江撞告则王通敌卖国 出卖军情 至两城尸首 微臣被俘 这话一落 众人哗然 云瑶瑶缓步走向城墙 玉关下末发飞扬 一绝翻飞 你可有证据 有 跟随宁守江 一同回皇城的一对边关军 压来一人 踹向他的双腿 让其跪在地上 宁守江面露怒意道 陛下 此人名叫陈礼靖 任边关参谋一职 与匈奴那关键一战 正是他提前泄的计 云瑶瑶往下看向那被绑的人影 寒声道 陈礼靖 对于宁守江所言 你认还是不认 陈礼靖闭上眼 一脸的挥败绝望 如今木已成舟 泽王活不了 他也活不了了 只能祈求他的家人 能有个好下场 怪就怪自己太过贪婪 竟真为了个人利益 出卖重要军情 启禀陛下 微臣都认 许师想到了自己的下场 陈礼靖声音颤抖 留下悔恨恐惧的泪水 微臣受泽王指使 将军情全部泄露 给了匈奴 百姓立马传来一片愤怒的骂声 进军连忙镇压 堪堪压下骚动 对于这种人 云瑶瑶毫无同情 恨不得就让百姓 一人扇一个大耳瓜子 扇死他得了 云瑶瑶继续道 人正已有 物正何在 宁守江从怀里掏出一张文书 此文书是匈奴克汗清写 阐述了当初连丢两成的真相 写明了是陈礼靖所泄露 不过那匈奴克汗狡诈得很 一口咬定是陈礼靖 不说出真正的幕后主使 就是不想让烟斥好过 但宁守江已收到云瑶瑶的密令 特殊时期 可适当胡说八道 灌罪名 于是 宁守江一本正经的诱导 上面虽未说明 真正的幕后主使是泽王 但匈奴左贤王 在对微臣用刑时 以为微臣必不能活 便亲口说过 幕后主使就是泽王 跟随宁守江 一同从边关回来的玉石 拟铁举 连忙点头 微臣可以作证 这文书确实是匈奴克汗清血 作为换回质子的条件之一 上面还有匈奴克汗的图腾 宁守江和一众边关军跪倒在地 磕了个响头 扬声道 如今人证物证皆在 都指明了泽王通敌叛国 出卖军情 臣等 请求陛下做主 杀了泽王 以及死去的边关将士 以及两成的百姓 听到这 百姓们的怒火越发高涨 连禁军都难以压下 杀泽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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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墙上 众大臣也接怒火烧心 内斗也就算了 竟然勾结匈奴 白送两成 人否 于是 他们也纷纷上见 喊着立马诛杀泽王 不远处的图太师面色一难 嘴里问候丸泽王的一家老小 便连忙灰溜溜地离开了 如今 人证物证俱在 还是通敌叛国丢两成的滔天大罪 引起了群愤 此次 沙图山则是明星所向 顺理成章 他无论如何都逃不过了 云瑶瑶寒声道 提则王 当众处死 第九十三章 有大义 缺小德 不多时 手脚都带上了 镣铐的图山则 被禁军压来城墙之上 尼铁举和宁守江等人 也来到了城墙上 云瑶瑶一步步 走到图山则面前 俯视着他 图山则 你勾结匈奴出卖军情 致烟斥迟施两成 可想过如今的后果 图山则抬头 眼眸布满了红血丝 盯着云瑶瑶的眼神 充满恨毒 对面之人穿龙袍 庸无上权力 而他成了阶下之囚 被万民唾骂 如此落差 让图山则 恨不得生蛋其肉 生硬其险 到底是哪一步错了 为什么他次次都斗不过图山镜 为什么落得了如此镜带 见图山则一言不发 只恨恨地盯着自己 云瑶瑶收回目光 扬声道 经图山则通敌叛国 人正物正俱在 即刻退入宣德门 当着众百姓之面 问斩 好 百姓们发出声声喝彩 一旁的御史 尼铁举扑通一声跪在地上 头叫往城墙上撞 陛下 万万不可 微尘有 云瑶瑶凉凉地瞥他一眼 从匈奴回来一趟 胆子更大了 也想跟着一起 血溅宣德门是吧 被瞪了一眼 头往城墙上撞完 尼铁举的眼神 立马清澈不守 浑身都舒畅了 嘿嘿 这不是好几天没上见了 这不 一看到亲爱的陛下 立马就忍不住犯职业病了 尼铁举讨好一笑 陛下 微尘的意思是 砍头太便宜他了 不如消成人质吧 屠山泽 刽子手在赶来宣德门的路上 云瑶瑶坐下 示意进军 将人压到自己面前 叹了口气 小巫子 端酒来 小巫子立马抱来一滩美酒 蒸了两杯 云瑶瑶端起一杯 神情略微复杂 叹了口气 便一饮而尽 你死后 这世上就在无人与我 流着同样的血了 下辈子安分些做个好人吧 屠山泽冷笑一声 到如今的地步了 你还作戏 想标榜自己 有情有义 屠山静 你就是个虚伪至极的 阴险小人 本王做鬼也不会放过你 小巫子皱着眉 将酒杯端到则王嘴前 不满道 别自己心黑 就看谁都心黑 陛下良善 你做了这种事 陛下还给你 留了最后的体面 爱喝不喝 屠山泽本想不屑一顾 可自昨日起 给他送水送膳 如今他又渴又饿 闻到这醉人的酒香 不禁嘴里更加发干 难受至极 屠山泽自然不会委屈自己 就这杯口 一饮而尽 喝完还狠狠瞪了眼小巫子 死太监 信不信本王杀了你 小巫子立马被吓得一缩头 嘲讽回去 太监王爷 如今可是你要被砍头了 你 不多时 刽子手在宣德门外待命 静君压着屠山泽下了城墙 走出宣德门 让其跪地 行行 云瑶瑶冷声下令 刽子手举起大刀 正要挥下 百姓一个个点起脚 仰起头看着 这大快人心的时刻 就在这时 一变突生 百姓当中 忽然有人往人群中 大把大把撒着铜钱 人群秩序瞬间混乱 其后大地震动 仰起尘土 人群当中 冲出大批高鼻深目的壮瘦大汉 他们手持银色铁盾 和带着道刺的大铜钩 合在一起 竟然组成了一辆 类似装甲车的玩意 这车瞬间 破开了禁军的阻拦 刹那间 伤了不少人 面对禁军的攻击 这车更是功无可破 就算车一脚 被破开一个口子 那大汉也是异常勇猛 大刀砍在身上 丝毫察觉不到痛意似的 所向披靡 几乎是四个眨眼的瞬间 泽王就被救走 城墙下的局面 瞬间变得十分混乱 禁军和龙影卫 已经追了上去 城墙上 大臣们纷纷站起身 身体如铜墙铁骨 骁勇善战 一人可抵百人啊 他们怎会出现在这 又怎会究责 这是泽王以 两城与匈奴做的交易 换来的这只死骑 匈奴死骑出现在了皇城 又就走了泽王 这可是天大的隐化 云瑶瑶同样面色难看 速生下令 立即传令 封锁城门 绝不能让他们跑了 说吧 云瑶瑶便准备起教会皇宫 瑶瑶军团立马跟了上去 宁守离面路担忧 陛下则王儆留了这后手 这只匈奴死骑有备而来 极为精锐狡猾 怕是 却听到前方的声音 一转方才的焦急担忧 十分轻松道 放心 这才是朕想看到的 陛下 这下轮到他们疑惑了 云瑶瑶将事情原委缓缓道来 他当初决定的宁守将敲灯文骨 宣得门外斩则王 真正的目的 并不是为了当众洗清宁守将的嫌疑 顺应名义杀了屠山泽 而是为了引蛇出洞 屠山泽通敌卖国 奉上两成 其中绝对是有利益交换的 可屠山泽做事太过谨慎 查了这么久 还是没查清楚 这利益交换到底是什么 且在关押期间 他也没有出现 云瑶瑶那时 就想明白了 这交换来的利益 必然是可以在危机关头 救下屠山泽的那种 所以 他就策划了这一出 可云瑶瑶又想 万一真被救走了 他绝不是那种 在搞死别人前 还要瞎BB一大通 或者折磨一大通 结果却给了对方活路的人 他会能在干死对方之时 就直接二话不说 把他捅个对穿 于是 云瑶瑶愉快地决定 提前堵死屠山泽 刚刚在城墙上的断头酒 都是在演戏罢了 也是他特意下令 一天不给他水和粮 就是让屠山泽不加防备地喝下 谁能想到 反正都要砍头了 还提前布局 下个堵堵死他呢 现在看来 果然是非常明智的选择 既堵死了泽王 也将这大隐患 匈奴死期 引到了明面上 听完云瑶瑶的讲述 几位心腹臣子 皆张大了嘴巴 这 这是这 千言万语 万般惊叹 最终化为一顿 真心实意的彩虹屁 内心再次对陛下 从前说过的一句话 深以为然 有时 适当的阴险 能给你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 对此 云瑶瑶表示 这才不叫阴险 这叫有小理 缺大德 哦不 是有大义 缺小德 把这个好消息 告诉图爱飞去 哦 与此同时 被匈奴死期带走的图山泽 心中已经想了 十几个复仇大计 狠声道 图山静 今日之仇 本王氏 忽然心口一痛 他哇的一声 吐出大口的黑血 图山泽不敢置信地捂着心口 此刻他清楚地感知到 身体机能在飞快流逝 他真的慌了 可怎么会这样 图山泽立马想起了 城墙上喝的那杯酒 他目自欲裂 该死的图山静 该死啊 他千防万防 饶士知道了 图山静是个阴险至极的小人 也没有料到 他会在杀自己前 还费尽心思给他下毒 图山泽又吐出了一口黑血 气若犹思 数年绸缪一招近毁 他恨啊 吐第三次黑血后 图山泽瞪大了眼眸 死不瞑目 彻底断了气 死地太快 这下轮到匈奴死其愣了 效力的主人突然死了 他们 怎么办 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 云摇摇哼哼着小哥 欢快地前往云宁宫 刚踏入宫内 就撞见牛袖 一边发出激动的牛猫 一边往外冲 避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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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避下 娘娘醒了 娘娘醒来了 云摇摇心里一紧 脚下的步子连忙迈得更大 直接推开了房门 只见图山静坐在床上 面色虽依旧苍白虚弱 却不再是婚死的状态了 图爱飞 摇摇激动到 翘 Geo Geo 飞速奔去 泪洒三行 就在快要扑到屠山镜面前时 她被一只小手撑住了脑袋 疑惑的视线撞上对方晦涩不明的眸光 云瑶瑶不对劲不对劲 似乎有杀意 下一秒 一阵天旋地转 云瑶瑶就被压在了床榻上 这段时日 听闻你搞完女人搞男人 大开色见 是吗 第九十四章 多喝点白粥 制止恋爱脑 一夜十八次 夜遇无女 想蹂躏青云理智世家的儿子 在贵妃一上 在御花园中 在宣政殿里 在温泉中 还让画师描摹下来 屠山镜悠悠地冷笑一声 云瑶瑶 你可真能啊 两人的距离越来越近 几乎是鼻尖相蹭 温热的气息扑洒在脸上 酥酥麻麻 又有些痒 云瑶瑶眼神飘忽 甘笑一声 这不是为了 祝你康复吗 看你 咋还当真了呢 屠山镜就这么盯着她 直到眼底眼藏的情愫越发汹涌 她才偏过头 倾咳一声 下次不要用这种话来激我 她虽知道是假的 但还是会被气到心梗 酸楚与难受一起发作 像只大手般 狠狠挤压着心脏 经此一遭 屠山镜清楚地明白 云瑶瑶在她心目中的位置 已经越来越重了 所以 这段时日 她不是被气撅了过去 就是在被气撅过去的路上 云瑶瑶脑袋轻轻一歪 疑惑地看着她 暴君这次的反应不太对啊 不过战友一醒 她孤身作战这么久 当然是要把这段时间的喜讯 分享给她了 宁家已经倒戈到了我这边 巴拉巴拉 严家也被我收服得 妥妥的 巴拉巴拉 至于泽王 刚刚已经被我堵死了 巴拉巴拉 云瑶瑶内心的小人 插腰狂笑 十分得瑟 哈哈哈哈怎么样 是不是觉得 有我是你的福气 惊不惊喜 意不意外 感动不感动 屠山镜点头 一回应 惊喜 意外 感动 有你是我的福气 可我更在乎的 是你这段时日的辛苦 吐露内心的情话 正欲顺其自然地说出口 却见对面之人 忽然面色痛苦 知道我辛苦 还不赶紧从我身上起来 都压到我鸡了 刚想动容吐露的交心之言 猝不及防地 被对方这句话 搔断了腰 尤其是在看到对方 顶着自己的身体 一边挨忧 一边柔当后 图山镜眼皮一跳 闭上眼 心中的小粉红泡泡 立马碎成了渣 罢了罢了 人不疏途 生死部不懂人的情感 十分正常 生死部举止 害人落眼了线 也正常 皆正常 无妨 爱上一个生死部 这些都是 他活该的 且来日方长 他与生死部 如今是最亲密的关系 总有一天能修成正果 一番自我安慰洗脑后 图山镜的情绪稳定下来 善太医此时闻讯赶来 见到人真醒了 当即忍不住感慨 这 这简直是医术奇迹 娘娘不愧吉人自有天相 短短几日 图山镜打断 莫再多盐 枕 盐多了都是累 善太医枕之完 开了要嘱咐一番后 便又匆匆离去 牛秀儿赶紧端来一碗西粥 云瑶瑶接过粥 平退工人 笑脸盈盈地喂给他喝 善太医说你刚刚醒来 只能喝些西粥之类的东西 慢慢过度 多休息 等会我扶你出去晒太阳 图山镜咽下粥 不必 我一躺了这么多天 等会同你一起去前清殿 批阅奏折 云瑶瑶 这不好吧 你的身体能行吗 要不还是多休息休息 你若是能收起自己的嘴角 说这话 我倒还相信你是在担忧我 你这话什么意思 我云瑶瑶是那种 要病人去批奏折 去当牛马的人吗 你这是纯纯污蔑 好好好 是朕自愿去当牛马 去批奏折的 生死官走一趟 脾气突然变这么好了 对上对方的眼神 无奈中带着看上去 绝不清白的情愫 云瑶瑶心神一晃 有什么东西 也随之要一股脑涌现出来般 云瑶瑶慌乱地用粥堵住了他的嘴 多喝点白粥吧 喝完粥 两人前往前清殿 冷清了一段时间的前清殿 又热闹起来了 涂山静疯狂处理政务 李朝氏 云瑶瑶近时看话本禁时 玩了再做组运动 以保持腹肌的手感 造福自己 秦政娘娘与咸鱼皇帝CP 再次合体 不知过了多久 涂山静放下笔 与云瑶瑶的视线对上 两人同时露出一抹搞事情的坏笑 下一步计划 干度假 与此同时 杜甫书房 堂堂度假 连个话本先生都救不出来 要你们有何用 书房内传来东西打杂 和愤怒骂声 屏风内 杜冠刘七的胸膛起伏 满脸狠利 他的几位儿子和心腹 皆恭敬地低下头 承受怒火 事情还得从前段十日的慈幼局 被微服私访的陛下 亲自揭露了 存在买卖虐待孩子的黑幕说起 事后 富贵先生便开始暗戳戳针对杜甲 不仅在画本中讽刺杜甲欺男霸女 欺压百姓 无恶不作 还暗示杜甲有谋反之心 野心勃勃 杜甲风光霸道惯了 谁敢出其锋芒 杜甲自然忍不耳之富贵先生 当即就下令要除了此人 谁知连对方是人是鬼 都没摸清楚 杜二公子恭敬地朝屏风上前一步 父亲 此人太过狡猾 数日都未能寻到其真人 要么是他本身势力就大 要么是背后有靠山 京城中敢与杜家作对的 莫非与陛下有关 屏风内杜冠流尘寒的声音传出 若是陛下保他 这就说得通了 杜大公子却不赞同 也上前一步 父亲 据孩儿所知 富贵先生从前 也在画本中批斗过陛下 不仅讽刺他是暴君 还抹黑他是荒淫无度的断袖 其言语之犀利 措辞之毒蛇 怕是陛下见了 都会怒而诛其九族 屏风内沉默 杜冠流一想 也确实不太可能 他一挥袖 罢了 不管是谁的人 一定要把他找出来 杀之 是 几人应下 上一道重头事实 杜冠流单独传召几人 云烟烟那边如何了 杜大公子 父亲 孩儿已将云烟烟 从泽王府带出 秘密安置下了 至于泽王府那边 已安排一怀孕月份 身形与云烟烟一样的孕妇替代 伪装成他自焚身亡的景象 有任何可能留下隐患的地方 孩儿都已一一抹除 杜冠流满一点头 你做事我一向放心 派人 好生照顾着云烟烟淡下子嗣 若不是男嗣 便暗中换成男嗣 以后万一出现什么变故 杜冠流摸着胡子 眼中金光闪烁 这留着屠山姓氏血液的孩子 便能发挥极大的作用 杜冠流又召来杜秀成 此人虽不是他的妻儿 是一位能力超群的庞戏子弟 却也得他看重 悉心栽培 如今已坐到刑部侍郎的位置 秀成 严家刺杀陛下 严清红逃不了一死 刑部尚书一位空缺 这对你来说 可是千载难逢的机会 明日在朝堂上 我会派人助你 在陛下面前 你定要好生争取 杜秀成 必不负大人信任 又吩咐下好几件要紧事后 杜冠流将杜二公子杜伯县 单独留在书房 杜伯县从怀中掏出一封密信 面容严肃 恭敬呈上 父亲 南部军统领来密信 蜀地兴起了一支起义军 十分骁勇善战 第九十五章 间谍 阴暗扭曲 黑画板严清红 自屠山竟醒来 云瑶瑶好久没这么清闲过了 该吃吃 该喝喝 遇事不往心里割 八十的版 连早六上朝 都是神清气爽地 来到宣政殿 看向底下的臣子们 眉眼都和善了不少 和善不过一炷香的时间 云瑶瑶便换了副表情 因为有人又要开始作妖了 一御史正色言辞的上前禀告道 陛下 严家 犯下弑君之罪 可刑部不能一日无上书啊 刑部上书人选 还请陛下尽快定夺 云瑶瑶似笑非笑点头 说得在理 元御史可有推荐人选啊 此事全凭陛下定夺 微臣认为 能认上书者 定是能力极为突出 才能管好一步 所谓能者居上 巴拉巴拉 元御史引经据点 说完一大通废话 说得四周臣子眼神 都开始有些忧怨 有的偷偷抓了下屁股 有的数清楚了 雕梁上共有几条小金龙 还有几位偷偷开始 数朝堂中最突大臣 脑袋上还剩几根毛 月鼠 大家伙心中的忧怨 都减轻了大半 扑 此人也是七七惨惨七七 头上的毛哨的 都能每根取个名字了 哈哈 元御史此时终于说到了重点上 若是陛下 硬要微臣推荐刑部上书人选 微臣觉得刑部的杜侍郎十分合适 这话一落 立马就有几个臣子跟着附和 若是论能力 确实是居于颜尚书之下的杜侍郎最合适 微臣复议 杜侍郎在这期间兢兢业业 能力出类拔萃 当得上刑部的中流砥柱 没人比他更合适了 杜侍郎 一众人将杜秀成夸得是天花乱坠 仿佛他是旷世奇才般 惹得杜秀成赶紧谦卑回应 谬赞谬赞 都是各位同僚抬爱 哪里哪里 在下还有许多不足之处 你确实还有许多不足之处 这话一落 杜秀成心中不渝 他只是发挥 阉斥传统美德谦虚两句罢了 是哪个没有眼力见的说这话 抬头一看 发现是陛下 那没事了 杜秀成从善如流地 和大臣一同晋升 纷纷不明白 陛下这突如其来的话是何意 这时 宣政殿外响起脚步声 从外走进一人 严清红身着官服 迎着众人或精仪 或忌惮或不解的目光 回到刑部手练 微臣言清红参见陛下 陛下万岁 万岁 万万岁 云瑶瑶微微点头 诉声道 关于严家是君一事 朕已查的真相 一切皆是涂山泽在背后操控 涂山泽手中有一锡玉奇药 名叫迷魂粉 他派人暗中下给严家兄妹 控其心神 布下公宴是君之局 既能借严家之手除了朕 顺理成章继位 又能铲除一大尚书 往刑部安插自己的人手 云摇摇看向杜秀成 目光锋利 朕方才说你有不足之处 便是指这点 你身为刑部侍郎 竟对刑部尚书受难 毫无察觉 甚至未查出严家是君真相 若不是朕派人申查 就征顺了涂山泽的意 铲除义无辜尚书了 杜秀成扑通一声跪倒在地 陛下恕罪 众人也皆震惊一律 这严家是君案的真相 竟还有这一层 他们还以为严家是泽王的人呢 才胆敢是君 原来是无辜卷入这趟浑水中的呀 方才吹风要陛下定度秀成 任刑部尚书的几人 听完这番话 面色都有些暖红 心里又暗暗骂了涂山泽好几遍 已经变成小幽灵的涂山泽 还不知道自己身上的黑锅又多一个 云摇摇冷哼一声 又道 严尚书 你虽无辜 却也不全然无罪 你警惕不够 才会着了涂山泽的道 罚你俸禄一年 这一年间 若是犯下大罪过 便急了你刑部尚书的职 至于亲手侍君的严宇忧和严封明 前者打入满玉楼 后者充军 宣判一出 众臣又是一番惊疑 陛下这个惩罚 说重也不重 但说轻也绝不算轻呢 严家仅有的两个血脉 一个送进满玉楼那种地方 一个充军 能不能活着回来 都是未知 严尚书这一年 若是犯下大过便革职 什么罪过算大 还不是陛下说了算 看来陛下对严家有意见啊 至于更深层的意思嘛 能站在这朝堂中的 都是人精 都明白 陛下这是不想看到 杜家风头太大 威胁太大 想用严家制衡呢 严清红面色一白 嘴唇颤抖 跪倒在地 是 谢陛下恩典 谢陛下给最臣和最臣家眷一个机会 而表面痛苦隐忍的严清红 内心的小心思 已经活落开了花 昨日他秘密进宫会见陛下 与其商量接下来的对策 他的一堆镊子 经历了这一遭 大受打击 陛下便建议趁热打铁 为两人换一个环境好声磨练一番 定下性子 如今的满玉楼 可不是从前卖身 又看不见希望的满玉楼 里面的女子 个个有风骨有才能 虽对女儿名声有损 但 还是掰正性子更重要 至于天天喊着报恩的儿子 是该参军好声历练翻了 最好出来后 能天天喊着报效祖国 他会花银子 托人卖 暗中观照两人的 至于他自己嘛 本是迫不及待 想要投入陛下温暖的怀抱 但陛下托付了他一个更重要的任务 仅能他完成的任务 成为朝堂中陛下的间谍 当时严清红的眼里 就燃起了兴奋烈火 抓间谍 审间谍 他经常干 当间谍 他还是第一次 随后 陛下又给他立了一个人设 一对子女 因党派之争 成为牺牲品 自己成为皇权与勋贵的制衡品 从而对朝堂和君王 都生出了恨意与失望 内心逐渐阴暗扭曲地行不上书 从今往后 他不再是那个单纯的严清红 而是间谍 随时捅图谋不轨臣子一刀 暗中为陛下扫清一切阻碍 黑化版严清红 严清红本就天生一双阴雾锐凤眼 皮肤也是病态白 陈清清这个人设后 整个人身上散发的阴气更重了 隐隐有些甚人 让四周偷偷打量他的臣子们 都打了个寒战 莫不是黑化了 跟从阴沟里爬出的老鼠似的 阴子们赶紧收回视线 中立党 惹不起惹不起 赶紧远离这晦气人 杜党 这该死的绊脚石 不过乔他似乎也对陛下产生了意见 或许有利用的空间 严清红的视线 最终落在了身后的杜秀成身上 目光森冷笑容悚然 杜侍郎 惦记本官这个位置这么久 那就各凭本事吧 杜秀成被他这么一瞪 身上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 敢笑道 严大人 误会 误会 严清红见自己把周围人唬得够呛 这才满意地收回视线 垂头脸眸 黑话版严清红第一部 干个杜秀成 第九十六章 原来古人也热衷于轰帕啊 自两国交换人之后 边关局势再次升级 匈奴虽未发动大战 却骚扰不断 宁守江在洗清自己的叛国冤屈后 便又匆匆踏上了前往边关的路 明面上 宁守江还是护官不利 须戴罪立功 私底下 富婆云摇摇大手一挥 塞给了宁守江不少赏赐 毕竟是个骁勇善战的大将军 得维护好关系 此次上朝 除去这些事 还有一重要事 正式开启女官选拔制度 不同于普通官员的科举选拔制 女官采取测试制 由官员或文学大儒等有名望之人推举 再分成文武两大类进行选拔 不论贵数 一切看能力 通过选拔成功者进入玉秀院 玉秀院是云瑶瑶下令新设的地方 由官宛玉和宁英负责管理 对标汉林院以为孕育人才 朝廷女官的预备营 进入玉秀院后 先培训 进入各部或其他权力机构 进行为期三月的考察期 期间有份营 包持住 通过考察期 则意味着正式成为朝廷女官 从数人到朝廷女官的每一步 云瑶瑶都力求过成公平年科 尽量不让他人权力掺杂其中 如今的朝堂背景 和多年来的观念 社会制度 人文等因素沉淀 这是云瑶瑶 能够为这个时代女子 争取到的最大权益 云瑶瑶看向下方 乌泱泱都是男子的面庞 只有观婉玉和宁英 静静站立一方 以微末之势 无声对抗着 男子掌权男子为尊的局面 两人相比于从前 身上的气场 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越发有上位者 掌权人的云淡风轻与威严 这是实权带给两人的磨练 也是实权带给两人的底气 云瑶瑶肃穆出声 此次女官初次选拔 便由你们负责 虚伪朝廷则出50位德才兼备的女官 可否做到 宁英和观婉玉从队中出列 声音铿锵有力 微臣毕竭力完成女官选拔事宜 不让陛下失望 两人等这一刻 已经很久了 他们知道 在场所有男子 只有陛下一人 是真心为女子的处境着想 其余人皆掺杂着利益关系 想从中博得好处 心底对他们女官 对玉秀院是带着轻视之意的 不认为 他们未来真能成大事 这份轻视 于他们而言是激励 更是时机 此路艰难 道足且长 他们两人作为女官的领路人 必要用尽全力 拼出一条血路 第一批女官的选拔 便是女子拥有话语权的第二场正式战役 下朝后 云瑶瑶依旧带着屠山静 去乾清殿批奏折 后者卖力处理正式 前者安详地睡了个回龙觉 其实朝中大臣早就对妙妃 日日陪同陛下批阅奏折有意见 说 乾清殿乃处理正式的重地 一个后宫女子 岂能轻易进入 对此 云瑶瑶表示 妙妃聪颖有想法 不仅平时能解其烦忧 更能想出博物馆 造纸术印刷术 藏书馆十字馆等等之奇物 要是你行 别说 也能同妙妃一样 日日陪同在乾清殿了 就是日日在养心殿 和她这个天子 抵足而眠都行 那些上见的臣子们 立马惊声 从此再也不提着查 想到这 云瑶瑶翻了个身 摸着下巴琢磨 在干渡家的同时 她的造神计划 是不是得开启下一步了 一直散发思维 到涂山静处理完正事了 云瑶瑶都没想出 最合适建造或生产的东西 只能作罢 涂山静邪腻了 贵妃踏上的人影一眼 心中默默想到 她昨夜便睡得早 下朝后还要睡个回笼觉 临近傍晚了 一般又得眯一会儿 一天睡这么久 怎么受得了的 莫非生死不 本就比人爱睡觉 愣神间 自己的俊脸 忽然闪现到了自己面前 一脸的奸笑 爱妃 累了吧 走 今日带你出宫放松放松 涂山静收回视线 再次告诫自己 爱的是对方的灵魂 你送我的东西够多了 我这里不缺 云瑶瑶真诚眨眼 你在说啥子 我出宫收服个高德香 跟你缺东西 有什么关系 高德香 高冲光他爹 任力不适狼 是杜冠流手底下的 第一田狗属下 之前他给高冲光画大饼 让他策反他爹 高冲光的实力 确实如他所料 屁又没的 云瑶瑶再次认识到 高冲光 只适合当个嘴涕喷子吉祥物 收服人这种事 还得他亲自来 误会对方 是想出宫给他买东西的涂山静 有点尴尬 但无妨 他会圆回来 你收服高德香 本质上是为了我 给我送心腹臣子 如今你做的已经够多了 六部尚书 已有四部入我麾下 我不忍你如此辛苦 云瑶瑶面露感动 爱妃 你人还怪好的嘞 越来越有同理心 能为人着想了 一个好的老师胜过父亲 此理成不起我 看来我不仅能当人老师 也能当人父亲了 云瑶瑶扎把两下嘴 云 瑶 瑶 马车秘密从皇宫驶出皇城 早就收到了消息的裴前货 早早在皇城正门等候着 一见到那辆马车 立马激动上前 公子 您来了 云瑶瑶撩开车帘 上下打量了一番裴前货 笑道 一段时日不见 你身上还真有天下低伤的气场了 裴前货谦虚拱手 还不是搭上了毕公子的快船 又有公子指点 这才有的今天吗 裴前货将怀中的账本 交给云瑶瑶 公子 这段时日的盈利都在这里了 刨除成本 属下还大赚了一笔 嘿嘿 您请过目 说吧 便接过马夫手中的鞭 亲自给两人驾车 云瑶瑶翻动着账本 越翻 心里就越惊喜 他原以为到现在 能保本就不错了 毕竟做生意 前妻的投入是庞大 且必不可少的 谁知裴前货给了他 这么大一个惊喜 让他本就富裕的生活 锦上添花 前方的裴前货 一边驾着马车 一边骄傲地分享着 自己的生意经 公子 您的美宅属下没有出租 而是取名蓝舍 装饰了一番 供给权贵 以做游玩结交 里面配备武艺高强的侍卫 经验丰富的管家 会做各色美食的大厨等等 属下还在宅内 添置了各种玩乐之物 喝茶 论道 赏花 听曲 抚情 品酒 对诗 投壶 促居 打马球 应有尽有 借陛下之事 属下 还与满玉楼达成了合作 若是赞助于此的权贵 能出得起那个价钱 还能请来满玉楼的花魁 苏苗苗奏上一曲 霓裳与一曲 蓝舍一推出 便急受京城权贵们的追捧 云瑶瑶乐了 这不就是现代版的豪华轰帕吗 原来古人也热衷于轰帕啊 至于公子的良田 属下是故人种了作物 却不单单靠作物的收成赚钱 裴钱货卖了个关子 云瑶瑶窍眉 一物两脉 莫非 你还卖了作物收成的那个过程 裴钱货拍手 公子真乃神人 料事如神啊 那日听完公子的一番话 给了属下许多启发 便想到了 这作物两脉的法子 属下先是宣传如今的学子 只读圣贤书 不知百姓极苦 学成为官后 又如何能真正懂得名苦 还编了首歌谣 臣子不知名极苦 不如回家种红薯 属下在这方面大下宣传功夫 于是 不管是学子 还是权贵家的公子小姐 魏博一个好名声 都争着花钱来属下这 体验名声极苦 收成道谷 那些学子或公子哥 体验一把历历皆辛苦后 做诗一首 日后也有了标榜自己的谈资 若是果子 边摘边吃 也别有一番风味和兴起体验 此法一出 也颇受权贵们的追捧 云瑶瑶又感慨 这群有钱援大头的钱 还真好挣啊 不过 现代不也有花钱割道谷的例子吗 听说生意还挺好呢 裴前霍又说道 至于公子的商铺嘛 公子知道的 属下用来开了酒房 不过此酒房 非普通酒房 而是九仙势力的酒房 云瑶瑶来了兴致 哦 你继续说 裴前霍眼中闪烁着奸商的光芒 继续兴致高涨地说道 此酒名为碑中仙 也是属下酒房的名字 此酒来源于酒仙羽化灯仙 天人合一时 巴拉巴拉 忽然降下天节 巴拉巴拉 碑中仙承受九九八十一道天雷劫 酒气与仙气融为一体 巴拉巴拉 裴前霍讲的口若悬河 马车里的云瑶瑶和屠山静两人 听的是目瞪口呆 好家伙 这杯中仙的前世今生都来了 还是如此跌宕起伏 目瞪口呆绝处逢生天崩地裂地崩山催 震天汗地颠链岛凤天打雷劈的故事 不愧是你 裴前霍 裴前霍洋洋自得道 酒的故事需要造势 酒的生产自然也虚造势 这杯中仙的酒去为美人赤脚踩出 发酵中 美人更是得在一旁弹琴奏乐吟诗 他沐浴着风雅与知识发酵而成 装弹时 更是得巴拉巴拉 听完 饶氏见过了世面的屠山静 也不由得再次诧异 不过收服高德乡 何去酒房有何关系 屠山静侧头问 云咬咬答疑 杯中仙一经推出 便急受权贵的追捧 而京城中最大的酒房杜康格 是杜家的产业 如今杯中仙的势头这么大 杜家怎可能坐视不理 杜家想使绊子 却查到杯中仙的文器持有者 是云咬咬 也就是妙飞 他们不好使银狠的法子了 就来跟杯中仙斗酒 斗酒的赌注 是输者挂上赢者的酒房牌匾三个月 哪家输了 哪家的颜面便彻底扫地了 而高德乡 就是杜家酒方派来斗酒的压阵人员之一 说话间 马车已经行驶到了酒房 飘逸的杯中仙三字挂在门口 风雅又有格调 第97章 看到大家都这么颠 他就放心了 由于此次两家酒房的斗酒声势浩大 街道上已有不少人围拢 两方狩猎 步伐有名望高的士大夫 特邀而来的酒盼 也皆是德高望重 说话极有分量的人物 相比于杯中仙这个势头正猛的兴起之秀 杜康格在京城已有半百年的历史 老牌酒房 背靠杜家 有底气得很 因此 见到杯中仙这边的人员还未到齐 杜康格有几人神色不佳 一山羊狐男子直接站起身 甩袖发难 让这么多人等候在此 你们 话还没说完 一道喜音便从远到近响起 来了来了来了 诸位久等 众人朝声援处看去 只见裴前活一脸恭敬谄媚的在前面领路 后面一众身长体壮的大汉们 警惕地围成一圈 护卫着最中央的人影 见到如此夸张的阵仗 山羊狐男子吃鼻刀 哗众取宠 裴前活谄媚的领着路 经过山羊狐男子身边时 屁股一缩一掘 猛的一个发力 将人拱远了些 山羊狐男子武臀怒目 不敢置信 自己竟会被撞 你 裴前活瞥他一眼 贵人驾到 闲杂人等统统闪开 说完便继续领路 将云瑶瑶和屠山静 带到自家酒房之列 最中央精心不知过的贵宾席 还贴心地竖起三面屏风遮挡 四周龙影位围了得水泄不通 如此大的阵仗 直接引起了杜康阁众人的不满 山羊狐男子阴阳怪气道 裴掌柜这是请了哪位贵人 竟不愿意真面世人 是觉得我们在场众人 接入不了这位贵人的眼吗 这拱火挑拨的话一出 在场众人虽未说什么 可心里头已有了不满之意 能坐在这的人 可不乏金门袖乎 三音势众 你到底有多高贵 敢以这种出场方式出场 裴前活很想回 这位贵人还真挺高贵 能把你们所有人的九族诛个遍哦 这话裴前活自然不能说出口 毕竟贵人是秘密出宫的 他正斟酌得如何圆过去 屏风内已传来了声音 此言诧异 诸位皆是德才皆被 知情达理之人 怎会因人的出场方式 而生出这种想法 是你太过狭隘了 对方的这番话 丝毫不按常理出牌 夸了其他人 却给他灌上狭隘的名头 山羊狐男子又羞又闹 还想反驳 被人拦住 高德香微微摇头 看向屏风处 面露忌惮 身份尊贵 又被陪掌柜高调请来 估计是接下来杯中 先赢得斗酒的大底牌 莫非是 林清提 林尚书 若是对上他 自己的胜算 便从九成降到一成不到啊 高德香的心猛然悬起 他连忙试探问道 阁下可是林尚书 屏风内 早已服下变身完的云摇摇淡笑道 非也非也 平平无奇以为官路人罢了 听到对方不参与斗酒 高德香放下心来 想不起对方是谁 索性不再去想 专心应对接下来的斗酒 高德香的好大 高冲光这次也跟来了 他还没放弃替陛下策反他爹 守在高德香身边 就是一阵叨叨 爹 你跟他多说傻啊 一看就是在虚张声势 一说起林清提那似儿子 就来气 不就是抱上了陛下的大腿 才舔到了上书之位 爹你糊涂啊 吊死在杜家一棵树上 不去舔陛下 这棠庞然大物 慎言 闭嘴 高德香暗暗瞪了一眼自家镊子 高冲光撇嘴 静声 寻找下次策反自家糊涂爹的时机 说话间 两家酒房的斗酒正式宣布开始 此次斗酒分为三局 第一局斗酒闻 包括酒气酒酥酒礼等等 也就是饮酒的前夕 讲究的是一个高雅和格调 俗称 装逼 只见两家酒房展出了方内珍藏酒气 包括尊狐爵脚公姑仪 有雷步碑之否 斗甲盒等等 开始介绍 杜康阁这边十分有底气 毕竟这些酒气皆价值千金 介绍完毕后 他们胸有成竹的立于一旁 冷笑着静待杯中 先如何挣扎 谁知赔钱或舌灿莲花 直接给每个酒气 都灌了个前世今生 什么酒仙做其化身 什么天庭闻斗星历劫 甚至连巫妖大战都扯出来了 曲折离奇的故事走向 加上辉煌浩瀚的大背景 直接让酒盼们 听得嘴巴不自觉张大 听取蛙胜一片 原本听完杜康阁的介绍 还觉得他们的酒气 真乃珍稀杰作 可听完杯中先的介绍后 顿时觉得 这珍稀杰作 就有些不够看了 毕竟这不是普通的酒气 而是巫妖大战时期 吸取鸿蒙紫气而生 历经三族大战 寄居乾坤鼎内 最终正道飞升的神器啊 一派胡言 胡编乱造 这简直是威严耸听 眼见酒盼们风向不对 山羊胡男子 急得用词都不当了 裴钱活赶紧对回去 你可不要随意冤枉人 你有何证据证明 我在胡编乱造 这可是有史册记载的 我还说你们杜康格的酒气 是假的呢 裴钱活还真拿出了 一大打史册 眼见两方还要争个高低力下 酒盼们商量一番 赶紧拍案定板 酒气之斗 杯中先胜 第一局第一场的斗酒气结束 接下来的斗酒礼 斗酒俗等 两方已经隐隐摩擦出了火药味 酒礼是先败 再忌 后翠 最后足绝 每一步都有礼仪礼节 至于酒俗 规矩同样多 君子饮酒 一杯表恭敬 二杯显温雅 三杯至进退 当酒过三巡 则可不受礼节约束 而可倡议 两家酒房 可谓是拼尽全力地表现自己 最终以杯中 先在有礼尊俗的基础上 左以花里胡哨的东西 看得酒盼们 又是听取蛙声一片 最终赢下第一局 屏风内的云摇摇 也看得叹为观止 老祖宗玩的就是花呀 还有这裴钱活 不去写话本当的说书先生可惜了 屠山静疑惑但问 老祖宗 可是地府发生了什么事 云摇摇一噶 笑眯眯回他 你猜 第二局斗酒品 也就是斗酒的品质 变颜色 闻酒香 品其味 两家酒房各拿出三种招牌酒 针入酒器中 一一递给酒盼们 酒盼们当场对美中酒 进行点评打分 总分最高者取胜 为了公平起见 会提前用屏风遮挡住酒盼们的视线 拿的是哪家的酒 酒盼们事先不知 杜康阁首战击败 作为这次斗酒的领头人 高德香的心再次高高悬起 第二局 可绝不能输啊 以防万一 高德香换来一人 秘密吩咐了几句 两家酒房的招牌酒已经抬出 开封的瞬间 酒香袭来 醉人心皮 在场众人皆陶醉地吸了吸鼻子 几位小四将酒一一针出后 便一种酒一种酒地端了过去 拼到第二种酒后 赔钱和毛子一咪 等等 他大步走了过来 抓住那端酒小四的手 往托盘下一抽 厚厚一打银票 便散落了下来 好呀 杜康阁竟然收买酒盘 我的鸟我的老 我的挂子 我的奥 我递个老天爷啊 大家快来评评里啊 小四连忙摆手 慌乱至极 我不是我没有 这是我取妻的聘礼 怕丢了随身鞋带 裴钱和冷笑 几千两的银票 你怕是取个金子香的呀 谁信你的鬼话 说吧 裴钱和又哀好起来了 生怕嫌热闹不大 那小四自知事情败露 便发疯 去掀其他的托盘 这一掀 还真被他掀出了东西 好啊 你们卑中先也收买酒盘 说吧 他便倒地哀嚎 我的祖宗啊 怎会有如此厚颜无耻之人 您显个灵 将他带下去吧 这下轮到裴钱和 汗流加倍了 你有什么证据证明 是我们卑中先的 那你又有什么证据证明 是杜康阁 你心号 艾体成成 你成成 两家酒房再次掐起了架 无所不用其极地贬低着对家 这盛大的场面 搞得大喷子高冲光 也想参与一番了 最后还是几个酒盘出场拉架 又将端酒的小厮们都换了 公平起见 直接在围观群众中 拉人充当小厮 可两家酒房依旧不满意 纷纷嚷着 谁知道 是不是又是对面提前安排的人 酒盘们无奈 建议梅牙老太拄着拐杖 看着这边直乐 说的 还是他们听不懂的方言 他们给了几两银子 让老太来端酒 这下行了吧 他总不能也是被你们收买了 老太揣着银子更乐了 笑得露出 一口牙银 颤颤巍巍地将酒从屏风内端出 一一递给酒盘们 由于老太手不太稳 第九时还时不时撒酒盘身上手上一点 等端完最后一轮 酒盘们身上已混杂着好几种酒 散发着醉人的酒香 再撒点酱油和细盐 估计都能烟入味了 酒盘们黑着脸 一一打分 第二局最终以杜康格高两分 略胜一筹 好一场酣畅淋漓的斗酒 这把云瑶瑶看乐了 他想象中的斗酒 高雅有格调 斗酒者互相谦让 名流雅士轮流敬酒 酒盘们欣然自得 好一见风流雅士 实际上的斗酒 互相贬低掐架 按戳戳使绊子 塞钱收买酒盘 事情败露开始耍赖 然后继续掐架 争锋相对 云瑶瑶将杯中茶水一饮而尽 感叹道 看到大家都这么颠 他就放心了 第九十八章 高德香悬着的心终于死了 最后一局 也就是决胜局 斗酒令 分为三轮 雅令 水墨丹青 和吟师作父 简而言之 借酒 彰显自己的才能 两家酒房各出三人 一人负责雅令 一人负责丹青 一人负责吟师作父 在场正好六位酒盘 两两一组 负责这三轮的出题 事关最后的荣辱 杯中仙和杜康格 都冷静了下来 空气中 无形硝烟弥漫 云瑶瑶从屏风缝里 看得更加起劲 不忘同涂山静闲聊 你觉得 最后谁会赢 屠山静放下酒杯 杯中仙会赢 云瑶瑶疑惑 为何 屠山静瞥他一眼 嘴角未带笑意 你猜 云瑶瑶 好家伙 暴君还怪记仇的脸 此时场上 以斗地热火朝天 两家酒房的行酒令者 各显文才闽思 最终以杯中 先略胜一筹 第二轮水墨丹青 由酒盼以酒为主题 随意出题 画师当场会出 两位画师一出场 围观百姓 便一阵喧哗欢呼 从旁人的聊天生中 云瑶瑶了解到大致状况 全英杜康阁这边 派出的画师庄巡 庄巡年又开始学画 未及若冠 便能穷丹青之妙 如今 以过而立之年 被世人冠以画圣之名 可谓世级才华 与荣誉为一身 如此人物能被请来 还是因为他与高德相 是多年好友 受他所托才过来的 云瑶瑶摇头 看来这一轮杯中 先要输了 不多时 两位画师具体做完画 庄巡画的是一幅 才子以蓝银酒图 画卷上的人物栩栩如生 眉眼生动 真实到仿佛能从画卷中走出来 两幅画放在一起一对比 高低立下 输赢立见 四周围观的百姓 皆忍不住惊叹 这画上人物的真实性 而其中一位酒盼 直接发出了惊呼声 这 这不是老夫年轻时的模样吗 庄巡副手而立 微微点头 此画人物灵感来源 正是同酒盼 众人细品到其中的意思后 看向庄巡的目光 已然惊叹到无话可说 同酒盼的年龄比庄画师大三十多 同酒盼年轻时 庄画师还未出生呢 却能根据真人 复刻出对方年轻时的模样 不愧是当代画胜啊 同酒盼止不住地摇头感慨 传闻庄画师最擅长人物画 如今亲眼所见 更觉震撼 庄画师可否忍痛割爱 将这幅画舍给老夫 老夫愿奉上千斤 庄画师淡然一笑 金银早已对我来说是身外之物 同酒盼若是喜欢 拿去便是 就当结个善缘 那就多谢庄画师了 同酒盼豪爽大笑 将画收下 四周众人又是好一阵 惊叹庄寻的画迹与气魄 只有云瑶瑶想得更深一层 好家伙 画人像画得这么好 甚至能根据经验 复刻出人不同年龄段的模样 这不是画通缉犯头像的天选之子吗 把他拉去刑部 这得长多少K%啊 一旁 屠山觐见云瑶瑶 开始两眼放狼光 就知道 他那爱忽有人才的老毛病又犯了 庄寻回到高德乡身旁 轻拍他肩膀 老友 我以尽力 接下来全看你一人了 高德乡的心再次悬起 压力袭来 庄寻正要落座 忽然听到一道声音响起 庄画师不愧是当今画胜 画迹果然令人折服 可此画虽好 唯独缺了最后一层意境 庄寻生看去 见是那位屏风内的神秘人 也不恼 反倒谦虚反问 阁下此画怎讲 云瑶瑶道 庄画师如今是否时常觉得缺乏灵感 作画总达不到自己满意的地步 瓶颈期 庄寻颇为差一点头 是 这与阁下所说的最后一层意境有关吗 云瑶瑶笑道 当然 不是了 搞艺术的 缺乏灵感才是常态 灵感迸发只是意外 尤其是庄寻这种 已经到达了一定高度的 想突破更高层次的自己 可不就难上加难吗 我认识一人 此人也曾经历过庄画师如今的瓶颈期 后来破开迷惘 误得一真理 最终达到了最高境界 后来他将此真理传授于我 在场众人都摒弃凝神 好奇地竖起耳朵听 云瑶瑶继续道 人的境界分为五层 第一层为生理境界 亦为满足人衣食住行最基本的境界 比如 巴拉巴拉 第二层境界为安全境界 亦为 第三层为归属于爱的境界 第四层为尊重境界 亦为有一定的地位 自我能力和成就 得到了自己与百姓的认可 巴拉巴拉 庄画师如今正式处于第四层境界 以精湛的话计拥有了地位 赢得了认可和尊重 而这最后一层吗 说到这 云瑶瑶故意卖了个关子 第一次听到这种说法 庄寻心中又是新奇惊叹 又是急切 这最后一层境界到底是什么 云瑶瑶笑道 最后一层境界 是自我实现的境界 也是人的最高境界 要想达到此境界 需将自己的理想 报复和能力发挥到最大程度 如今庄画师处于瓶颈期 要想破开这层迷惘 便要 以小我实现大我 庄画师画人像最为精湛 可去刑部画通机犯画像 那通机犯大多是穷凶极恶之徒 害得多少家庭破碎 让百姓惶惶不安 对江山设计造成了严重的危害 可刑部苦于缺庄画师 你这样的单亲手 不能将通机犯画得栩栩如生啊 画地每像一分 或许就能早日将那通机犯 缉拿归案 多拯救一个家庭 更何况 天下有几人拥有庄画师这般 能复刻出人不同年龄时的模样 这不仅能助官府抓逃亡多年的通机犯 更是能助自家质子被拐的父母们 早日找到孩子团圆呢 到时 千千万寿庄画师所住的百姓们 自发感激你 为你建生祠 共神谈 万千功德基于你身 你将功德无量 轻史留名 庄寻这个名字和他的事迹 也将流传千古 永垂不朽 到时 便是庄画师抵达了最高境界 达到了真正的自我实现 这一番慷慨激昂的话 不仅将四周百姓说得热血沸腾起来 纷纷在一旁 喊着庄画师大意 庄画师惨恶除奸 庄画师拯救万千破碎家庭 更是将正主庄寻说得心潮澎湃 胸腔积攒起团团热火 双眼中的使命感快要喷不而出 只觉得 面前似乎出现了一个个 被逃犯害的家破人亡的可怜人 被拐子拐走了质子的可怜父母 他们正用一双双 充满稀奇的朦胧泪眼看着自己 而他 能拯救这群人 庄寻呼吸粗重 尽力平复自己的心情 屏风内 云摇摇赶紧喝了两口茶水 润润自己差点干冒烟的嗓子 一旁 屠山静失笑 给他添上茶水 你说的这人 是真有奇人 还是你自己编的 云摇摇又惯两口 当然是真的有这个人了 他可是著名的心理学 哦不 境界学家 马斯洛 屠山静挑眉 哦 此人也是地府的 云摇摇 算是吧 毕竟早就嘎了 嘎是何意 听到新词 屠山静好奇发问 云摇摇憋住笑 一本正经地向他科普 嘎在不同语境下有不同意思 比如嘎了 就是死了 嘎嘎帅嘎嘎猛 就是非常帅非常猛 嘎嘎乱杀 就是疯狂乱杀 除此之外 还有嘎崩萃 嘎蛋 嘎妖子 搜嘎 雷霆嘎巴等等用法 你不懂了吧 屠山静 确实不懂 地府语录好多好复杂 突然觉得 跟生死不有代沟了 无妨 记在心里 日后用上悄悄惊艳他 屏风外 庄寻以平复下心情 来到云摇摇面前 正色拱手道 阁下所言 实在令我豁然开朗 多谢 我庄徐 便要去寻这最后一层境界了 说吧 他仰天大笑离去 独留下迎风凌万的杜康阁众人 高德香 等等 他为数不多的一个挚友 说好的此生 只想当个咸云野鹤 就这么离他而去了 这个场面 怎么有种似曾相识的感知又 高德香紧紧盯着屏风 只觉得心里头的某个想法 就快要呼之欲出了 屏风内 云摇摇也心情绕好的 看向高德香的方向 嘴角勾起一抹弧度 等着吧 很快下一个就是你了 高德香无端打了个寒战 他来不及深想下去 因为斗酒的最终胜负 如今都压在他一人身上 思绪回笼 高德香看向杯中先座位席中 与他对立位置的男子 到 最后一局 开始吧 那男子微微摇头 摇着折扇一笑 我可不是参赛者 只是起到一个仪容上的作用 真正出场的 是那位贵人 高德香心咯噔一响 只见不远处的赔钱货 恭敬地迎来一人 那身影长身玉立 声音如轻竹机遇 事物繁忙当得至此 还请诸位见谅 看清来人的瞬间 高家父子同时 发出一声惊呼 而高德香一直悬着的心 此刻终于死了 第九十九章 好一场酣畅淋漓的颜面扫地 林清廷淡然落座 朝四周人群微笑点头 高德香面色灰败 躺在座椅上 差点当场掐人中 那林清廷 可是三元吉地的壮元郎出身啊 财华横溢 财高八斗 财气过人 财貌双全 财高行节 财 逗呗 谁能逗得过他啊 偏生旁边还有个 不知天高地厚的镊子 跟那吹耳边风 爹 你待会狠狠虐他 让他颜面扫地 高德香啊 你可尝点心吧 待会颜面扫地的 估计是你爹了 最后一局定书赢的诗词歌赋 正式开始 酒盼 美酒 老翁 杨柳 三词结合 作诗一首 高德香 摒弃凝神 脑袋瓜里的齿条 转得飞快 几乎是搜长瓜度般 用尽了毕生才学 终于作出一首满意的诗 林青蹄 云淡风轻 陈阴片刻 从不同角度 不同意境 一连作出好几首 诸位要听哪一首 First Blood 酒盼 毛驴 美酒 秀菜 夕阳 美剧需用到一词 一人作一句 凑成一首诗 接不上则书 高德香 压下心慌 再次用尽毕生才华 结果发现书到用十方恨少 心里那个悔啊 越做越心虚 林青蹄 悠然自得 脑中灵感如匆匆流水 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越做越勇 Double Kill 酒盼 以所属酒房的酒房名字 作为词拍名 主旨要围绕所属酒房 进行填词 高德香 汉流加倍 连书两轮 反正最后都是书 干脆摆烂了 多留点头发 开始瞎填 林青蹄 已是圣局 一边填词 一边心中高兴 又帮上了眼儿的忙 同时感叹 对方才气属实欠缺 应得同过家家一样 Triple Kill 高德香 王 刚刚在斗文过程中 对着林青蹄 好一阵大放厥词 嚣张嘚瑟的小脚屎棍 高充光欣然晋升 安慰自家爹 他除了会读几个书 会做几个词 长得好看点 靠运气当了个上书 还有个当妃子的外甥女 拿点彼得上爹 爹 你至少有我这个前途无量的儿子 高德香 心情更加糟糕了 林青蹄谦虚拱手 高侍郎 承让承让 高德香饶是面皮 比常人厚 此刻也不免感到休难 林尚书文采斐然 下官心服口服 屏风内 看完全场比赛的云瑶瑶点频道 真是好一场 酣畅淋漓的颜面扫地啊 围观百姓欢呼雷动 纷纷折服于林青蹄做的那两世一词 更是有女子含羞待妾的 扔来香囊 以表心意 杜康格的人面色灰败 杯中仙的人喜出望外 两家酒房互相更看不顺眼了 不知触发了哪个机关 两家又开始掐架 酒盼们心力交瘁 别打了别打了 你们不要再打了 高冲光安慰完自家爹 为了出气 敲咪咪躲进人群中 捡起香囊 就炒林青蹄砸 本还淡然自若的林青蹄 为了躲扎来的香囊 和热心百姓介绍姻缘 已变得狼狈 面色羞红一片 众生百相 这是京城街上最生动的景象 云瑶瑶不自觉就看入了神 忽然 天空毫无争照地下起了鹅绒小雪 漫天雪白洒落人间 将画面定了阁 所有人都停下了动作 看着天空 云瑶瑶也仰头 看向着纷纷扬扬的雪 喃喃自语 今年的冬天竟来得如此快 她想起了原著中 某年烟炽的冬天天生异象 先是七天的暖冬艳阳 让所有百姓 对这个冬天心生希望 紧接着强冷来袭 下了整整七天七夜的大雪 摧毁了无数希望 而屠山泽和杜冠流 为了趁机造冥变篡位 拦下了朝廷波的震灾粮 炭和冬衣 还出手脸梁炭冬衣 发灾难财 这七日 无数百姓与牲畜冻死饿死 七日过后 街道上再也不见任何流起 皆是冻尸 云瑶瑶眼泛冷意 伸出手 雪白落在掌心 很快变化作虚无 她早已向赔钱抛下了命令 大力收粮炭和冬衣 烟斥北方各地 也都接到了命令 蕴河的修建也得加快了 今年冬天 她绝不允许路街 冻死骨这种事发生 屠山静也仰头看向天空 漫天雪白折在她的桶中 泄出丝丝缕缕的柔光 这是她与生死不灵的第一场雪 今朝若是同灵雪 此生也算共白头 她脚下之路 一向坎坷艰难 索性至极 遇见了她 此后皆是繁华坦途 如今以她之身 她定要清尽全力 护她周全 将世上最美最好的东西都与她 雪落在两人的肩头 两人皆思绪万千 而高德香仰头看着这场雪 心中更凉了 说了多久 杜康隔这半百年 可算白干了 该怎么向杜尚书交代啊 悲凉间 耳边响起声音 高侍郎 贵人有请 伴住香后 酒楼里 高德香和高冲光 看着主位上的云摇摇 张大了嘴巴 高德香 陛下 幸好他为人谨慎 在外谁也不得罪 陛下没事天天往宫外跑干啥啊 高冲光 陛下 赶紧想想 刚刚他有没有用自己不知死活的嘴 冒犯到尊贵的陛下 云摇摇微笑点头 是朕 没想到吧 汗流加倍了吧 无需拘束 今日没想到 能碰到高侍郎和高郎中 一起吃顿便饭罢了 高冲光立马将自己跌抛之脑后 谗媚地来到了云摇摇身边 高德香则忐忑地吃着这顿饭 脑海中设想过无数种可能 谁知陛下真的吃完饭就离开了 用善过程中也没有说话 似乎真的只是随意捎带上 两人用个扇 高德香皱眉沉思 不对劲不对劲 他总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 此时 云摇摇和屠山静 已经坐上了回宫的马车 马车行驶到中途 忽然停下 驾车的龙影卫回头道 公子稍等 是与对面行驶来的马车相冲了 属下立马开路 一道轻力宛柔的声音 从对面马车传出 王清让路 烟斥律法第136条规定 马车相冲者 无障碍者先行 我们理应给对方让路 对面的马夫立马下车 牵着马匹 给云摇摇所在的马车 让出了道路 马车继续往皇宫的方向行驶 云摇摇感叹道 这人竟然还能背出烟斥律法 要不是急着回宫 真想考考他 看他有没有当女送师的本领 屠山静回他 烟斥律法第136条 是与挟持人质有关 驾车是马夫的事 他多此一言 应当是被人挟持了 再求救 云摇摇一惊 赶紧派出龙影卫 跟上那辆马车 见机行事 回到皇宫时 天色已过黄昏 刑部传来消息 匈奴死骑已抓回一半 刑部正在想办法 撬开他们的嘴 恰逢云摇摇无事 他便带着屠山静 一同去天牢看看 这群死骑 匈奴死骑被分开 关押在各个牢房 都已受过了酷刑和逼供 可他们的眼神 依旧凶悍无畏 未吐露任何信息 严清红擦干净脸上 和身上的血 才恭敬上前 陛下 这群死骑根本不拒任何东西 医臣的经验 怕是最后难以掏出情报 牢房内 见到云摇摇和屠山静靠近 几个死骑忽然冲来 身子重重撞在铁牢上 发出刺耳的声响 嘴里还咆哮着匈奴话语 以挑衅示威 丝毫不拒 粗广的笑声 想当在整个地牢 严清红赶紧一鞭子将人抽倒 谁知他们更加起劲 一副生死无畏的模样 云摇摇皱眉沉思 屠山静学着生死部的脑回路 散发思维 让高冲光来骂他们三天三夜 或许会有收获 可以试试 但没必要 云摇摇发挥自己聪明的小脑瓜子 想啊想 还真被他想出了一个 或许可行的办法 他叫来严清红 低声吩咐道 找几个会唱匈奴歌谣 和会弹胡家琵琶的人来 严清红有些不解 给他们用完酷刑 就唱些催人泪下的 匈奴歌谣 和弹点激发人 思乡之情的胡家琵琶 严清红继续听 匈奴对马有特殊情感 视为灵魂伴侣 再挑些通灵性的马 放进监牢陪他们 严清红好像明白了什么 后宫中有一位 答应名为乌听兽 通兽语 事后让他与马沟通 对了 后宫中还有一位 答应名为夏蕊出 听力事力都超乎常人 让他混在隔壁监牢 或许有意外收获 严清红眼睛一亮 妙啊 真是妙哉 陛下不愧为真龙天子 英明睿智 来微臣远不能及 云瑶瑶一笑 又想到了什么 对了 把朕的饭桶也牵来 每日吃那么多草料 也该发挥点作用了 正在御马碗 筐筐炫草料的饭桶 打了个响哼 马蹄不安地蹭了蹭地面 该不会是那两脚兽 又要做什么腰吧 第100章 你个为了抱臂下大腿 就坑爹的孽子 晨曦微亮 云瑶瑶再次早起 前往宣政殿上早朝 她双目无神 眼下乌青 嘴里似乎有小幽灵 即将钻处 这一切 还得从昨夜说起 她为了演戏演全套 宠幸了林贵妃 谁知杜洛林这次无比的积极 在龙床上 自己跳操出汗也就算了 还恳切地提出建议 让她也一起跳跳操出点汗 不然容易被工人看出端倪 云瑶瑶觉得 杜洛林说的有道理 又想到锻炼了暴君的身体 最后享受的还不是自己吗 就跟着一起跳了 杜洛林一边跳 还一边加油鼓劲 腰间的肥油咔咔掉 人鱼线马甲线我都要 男人不练腿 只剩一张嘴 女人练了腿 翘臀又没腿 总要练一手 打残前男友 陛下陛下够 够 够 云瑶瑶 若她真是土生土长的古代人 还不能get到 可她来自于现代啊 听着这些口号 搞得她越跳越起劲 越跳越兴奋 跟吃了血脉似的 根本停不下来 这一夜 龙床差点被两人震塌 回想完昨夜 云瑶瑶满是傲脑 真该死啊 她当这个皇帝 竟然当地越来越称职了 来到宣政殿 坐上皇位 臣子们开始一一上前建言 内容无非都与正事有关 或是对家互相在皇帝面前 弹劾对方德行有亏 后宅不宁等等 无聊之时 还能吃吃各家的瓜 也算不错 至于如今风头正盛的 杜冠流每次都向云瑶瑶大表忠心 然后拐弯抹角地 为自己捞好处 比如运河不日后建成 南北通商需管制 她有一推荐人选 巴拉巴拉 又比如 她从民间为陛下 发掘一群聪慧女子 适合任女官 巴拉巴拉 还比如后卫空缺 陛下尚无子嗣 尽早立皇后 为烟斥禁服 巴拉巴拉 对于杜冠流提的 云瑶瑶每次都淡笑回应 杜爱卿说得有理 杜爱卿所言即是 此事事关重大 待朕从长计议 此事已在推进 朕心中有数 主打的就是一个句句有回应 事事无着落 杜冠流面上带笑 心里却憋屈坏了 态度暧昧有好 好处却一分不给 陛下你实在是虚伪 临近下朝 云瑶瑶袍下偷偷揣起的 双手伸了出来 倾壳一声 朕心得一人才 此人献上一话 深得朕喜爱 今日同诸位爱卿一同欣赏 小巫子 呈上来 小巫子连忙恭敬地端着画 来到众臣前列 另外几位太监 帮忙将画缓缓展开 画里的内容 呈现在诸位臣子面前 臣子们第一眼 惊叹这画实在是真实 画上的人物 仿佛如真人 栩栩如生 第二眼 咦 这不是陛下和妙妃娘娘吗 还有对面坐着的人 不是高家父子吗 第三眼 陛下和高德乡 怎会凑在一块饮酒用膳 两人还笑得如此开怀 更有奸情似的 力不对劣 位于杜冠流身后的高德乡 也撑起脑袋看画 看到画的瞬间 他的第一想法 是这画一看 就是老友装寻画的 真灵动啊 再一看 我乐得乖乖 这画 这画 这一画不是要他老命吗 至此 高德乡终于明白 自己昨日心中那一丝不安 到底源自何处了 昨日他率领杜康阁出战 成的是杜大人的命令 势必要赢下这场斗酒 毕竟酒房带来的利益不菲 可他昨日偏偏输了 因为此事 杜大人已对他的办事能力 表达了不满 而陛下和妙妃 是碑中仙请来的 虽只是围观 也代表的是碑中仙的立场 他这个代表杜康阁的 竟在斗酒书后 与他们一同出现在了酒楼 画上画的 还是他们这一群人 其乐融融 推一杯换盏 饮酒用善 他看向陛下的眼神 更是不对劲 谄媚又讨好 仿佛要拉丝了般 可明明他昨日 都不敢对上陛下的视线 不过这些都不重要了 这话明摆着 就是广而告知他 高德香倒戈了陛下 故意放水 让杜康阁说啊 陛下宁愿冒着被御史弹劾 带爱妃私自出宫的风险 也要拉他下水 阴险 太阴险了 阴 他就知道 天底下没有一顿饭是白吃的 前方 杜冠流转过身来 悠悠地盯着自己 声音危险 难怪高士郎会输 原来是令泽高处了呀 高德香额头低下冷汗 脸上堆笑 赶紧解释 杜大人 杜冠流冷冷一笑 哦 这话 应该是高士郎的 有人装画师亲自画的吧 高德香内心叫苦不迭 杜大人 您听下官说 昨日的事情经过是这 话还没说完 就有宝皇派大臣们 欣慰地围了过来 有的直住了高德香的手 有的拍了拍他的肩膀 哦 高士郎这是闷声干大事啊 竟私下 对陛下表了忠心 高士郎今后的官运 要扶风直上了 要知道 上一个抱上陛下大腿的人 如今已是上书了 这话更是如刀子般 戳在杜冠流的心口 他的眼神更加怀疑伶俐 高德香浑身冷汗直流 恨不得当场就拉着 杜冠流的朝府表中心 我不是 我没有 杜大人 您听我解释啊 此时 阴暗扭曲黑画板 言清红也掺和了进来 阴测测地盯着高德香 拱火道 你目光犹疑 说话前言不搭后语 还不时扯自己的领子 一看便是在说谎 高士郎啊高士郎 没想到你竟然投靠了陛下 高德香又怒又急 言上书 你莫血口喷人 言清红目光森冷 声音如厉鬼索命 本官是不是在说谎 高士郎心中有数 高德香打了个寒战 还是决定不跟言清红争 毕竟对方如今 跟阴沟里爬出来的索命鬼似的 太过可怕 他挣脱了宝皇派的围堵 凑到杜冠流的身边 谄媚道 昨日的事情经过是这样的 与此同时 几个御史心中已打好了副狗 一个剑步就飞冲而出 抱住的抱住 拔剑的拔剑 以头枪帝的以头枪帝 纷纷声泪俱下 言辞恳切 陛下 微臣有一言不得不见 陛下乃天子之躯 性命关乎整个烟斥 怎能私自出宫 京城凶险万千 陛下若是有任何闪失 陛下下次 万万不能再私自出宫 高德香趁着其余人注意力 都被御史吸引过去的见细 接着解释 下官当时都不知道 那屏风里坐着的就是陛下 听着高德香的解释 杜冠流的面色刚好点 旁边队列中又有一人冲出 再次打断了众人 高冲光插着腰 以一人喷舞御史 陛下日日被正视所累 出宫放松一次怎么了 吃你家大米了 你们口口声声说 为了陛下好 那就不要只动嘴皮子功夫 倒是拿出点实际有用的来啊 袁御史 据我所知 您昨日还颇有闲情雅致的 去听了的小曲 怎陛下 出宫看得斗酒都不行了 你这是觉得陛下不配 陛下此次出宫 是我高加邀请的 因此 陛下可不是单纯看斗酒 他是为了体恤民情 更是为了维系君臣感情 懂 快要将杜冠流哄好的高德香 听到这番话 差点一口老血喷了出来 镊子 你个为了抱陛下大腿 就随意坑爹的镊子 这话一出 不就直接坐实了 他高德香和陛下私底下 那点不得不说的故事 偏生高冲光的一张快嘴 还生生让人找不着空 插嘴打断 只得听他一直在这巴巴巴 力不对劣中 杜冠流的脸色彻底黑沉 直接扭过头不再理会高德香 朝堂当中 宝皇派一副如此可较也的欣慰目光 而杜挡一副你这小人 竟敢被刺大人的愤恨目光 高德香内心留下两条宽带泪 他从始至终 都只是被迫于陛下吃了顿饭 他冤啊 他比豆鹅还冤 上座的云瑶瑶疯狂憋笑 朝高冲光头来赞许的眼神 你的吉祥物还是有点用的 看向高德香时 心底的坏水更是咕咚咕咚冒 这便是云瑶瑶一早便针对高德香 打算采取的措施 离间计